我算了下时间,好像时机还没到,陈老爷要明晚才会零行他那个娇滴滴的嫩膜 我将管家的尸身藏了起来,回到了谷屋,九尾狐师傅忽然称赞了一句 进步得很快嘛,已经开始沙发果断了 我苦笑了一下,没有说话,好像所有事情都逃不过九尾狐的监控一样 他什么都知道,也什么都明白,而且心狠手辣 就连人情事故也是玩弄得明明白白的,根本不是什么不入人世,不食人煎烟火的小白狐 我严重怀疑他有些时候是装的 他所说的事情,自然是指瞎子,因为我还给他设了一道咒法 在拍他肩膀的时候,我给他种下了半道符,另外半道符在我手上 我不相信他,如果他违背誓言,跟别人透露我的信息 那半道符就会要他的命,绝无活口 夜已深,我想回房休息,可刚刚推开门半点 我发现里面有人,透过门缝,我看见有个女人躺在我的身上 搔手弄姿,好像想勾引我 那女人自然是零一一,对于一般人来说,她已经算加厉了 身材不错,脸淡秀丽,能当小三,自然有些资本 可我今晚依然没有上她 而是轻轻关上了门,然后在沙发上睡了一宿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如果跟着臭婆娘发生什么事情 那肯定是要吃不了兜着走 她可不是擅差,而且我嫌她败金嫌她脏 可我越是这样,她越是不甘心 她觉得,全世界没有哪个男人能抵挡得住不穿衣服的她 她是要将我弄到手为止 天天都想着勾引我 我虽然没有理她,但被她天天这样撩拨,血气方当的年纪,倒也有点蠢蠢欲动 天很快就亮了,醒来以后,我摸了下口袋 发现半截黄服已经化成了灰 我长嘘了一口气,果然没有错 那瞎子并没有遵守莫言 虽然已经成了哑巴,但传递消息的办法有很多 她一定不甘心,甚至对我有怨恨 所以势必会出卖我,背叛自己的沉默 这半张服已经成了灰,服侍连体的 也就是说,另外半张服也成了灰,咒法发动了 瞎子应该已经暴毙而亡 我打开电视,果然报道了瞎子的事情 说在天桥底下,发现了一具尸体,已经被烧得漆黑 死者双目失明,甚至是个哑巴 身份好像是天桥底下的算命先生 不知何故被活活烧死 很多信息有待考究,有可能是他杀 但凶手未曾找到 唯一的线索就是,地上写了半个字 一个草字头,但没有后续了 貌似没写完就被人杀害 可能跟凶手有关,案件持续侦查中 我嘴角勾勒出了一个邪恶的微笑 这个瞎子,果然想跟人透露我的身份 草字头,应该是想写苏字 他应该是想写苏家的麒麟之子 可惜啊,他活不到那个时候 草字头写完,人就一命呜呼了 咒法在他体内发动,由那外 将他活活烧死 这种咒跟酱头很像 而且比酱头神奇,我泱泱大国五千年 各种秘术,法咒层出不穷 不是一个小小国家的写法能比的 瞎子一死,那昨晚发生的事情 就等于没有人知道了 我白得了一本天机册 可谓爽乐至极 对于这种千里送宝物的对手 真希望多遇到几个 其实我也没有对他完全赶尽杀绝 是留有一线生机给他的 但他自己做死 那可怪不得我 他只要遵守诺言 不说我的事情,那他就不会死 可他这种偷看寡妇洗澡瞎了眼的算命先生 我不相信他的为人 于是给他留了个后招 但杀死他的不是我 是他自己 他自己害死了自己 吃完早饭后 林一一从我的房间出来 他看见我 汪汪汪地叫了几声 好像在咒骂我 因为他一丝不挂 等我一晚上 结果我在沙发上睡到了天亮 他白天只能说狗语 晚上才能吐人言 所以我也懒得跟他吵 毕竟跟狗争执 会显得我更狗 但林一一用那不甘心的表情看着我 我就知道他不会善罢甘休 今晚肯定还要勾引我 我没管他 啪的一声叫门给狠狠关上 然后钻回房间里 开始修炼天机册里面 记载的风水格局和秘书 这本书极其复杂 悟性不够的人 确实很难参透 能学个一二就不错了 刘伯温果然是 明朝时期最厉害的风水师 其智慧也是独一无二的 能得到天机册这本书 可谓是我的最大机缘 以瞎子的资质 学一辈子 估计也只能学到点皮毛 不过他的养鬼术 倒是从这本书里面 学到的养鬼不难 利用鬼如何生财 转运才难 鬼市及十八种灾祸于一身的 分别是 贫贱 衰败 悲哀 灾祸 恥辱 惨毒 霉臭 伤痛 病死 妖亡 孤独 淫邪 妄想 厄运 疾病 薄命 痛苦 入魔 进鬼者不但会被吸走阳气 硬堂发黑 脸色暗沉 还会与这十八种灾祸挂钩 这也是为什么 有些人被鬼传后 灾祸不断 不是倒霉 生病就是有血光之灾 利用鬼生财 转运那就是被盗而驰 属于反手段 所以是最难的 可养小鬼的人很多 包括明星 富豪都会去养小鬼 有些人是为了钱财 有些人是为了前途 有些人则是为了桃花 如果是高人为你请的小鬼 那是可行的 我们苏家也有帮明星请过小鬼 那明星到现在都还很红 而且他也算上道 一生都在做慈善 这才是永远生运的正道之徒 像瞎子那样 为了利益为小鬼吃生肉 和人写的 终有一天会被反噬 反被小鬼吃掉 这是绝对不可取的 也说明那瞎子资质很垃圾 天机侧在他手里 只会成为垃圾 除了养鬼术 还有各种秘术 比如占卜和风水之术 刘伯温被称为斩龙狂人 风水堪鱼之术及其高超 更有人说他动策天机 知晓未来 所谓的斩龙狂人称号 是因为他斩了很多龙脉 也就是斩地龙 其因是 朱元璋做梦梦到真龙天子出世 所以担心自己的基业被抢 所以就让刘伯温去找寻龙脉 然后破坏掉 于是 刘伯温就找到了许多处 能威胁帝皇的龙脉宝学 将其一一破坏 也被后人称为斩龙狂人 见地龙变斩 他的手段也极其高明 甚至有些龙脉 他只拿了一枚铜钉 就将其破坏掉了 得到了皇帝朱元璋的犒赏 可也不是所有龙脉 刘伯温都敢斩的 传闻 他曾刊测到长白山 也有一条龙脉 但他只是进去就出来了 根本不敢斩 有人说 刘伯温只敢斩地龙 而长白山里面的那条龙脉 是天龙 这也是为什么 长白山有灵气的原因 天龙宝学自带天运 那刘伯温再厉害 也不敢斩天龙 与天作对 刘伯温将所有的风水知识 和风水布局 都写入了天机册中 有很多是我以前 完全没有接触过的 其中的奥妙 有多高深和复杂 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我孜孜不倦地学习着 疯狂集取里面的知识 对于瞎子来说 可能感到很深奥 可对于我来说 那完全不是问题 只要我多花点时间 那我的实力 必定会一路高涨 以后傲视风水圈 都毫无问题 时间过去的很快 一眨眼就天黑了 这时候我才想起来 该给陈老爷一个惊喜了 如果没有算错的话 今晚他会到 嫩魔柱的别墅区过夜 陈老爷 等着 我现在就过去 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 夜凉如水 月色洒在了富人的别墅区 一层层别墅高矮不一 远景很好 环境也相当不错 不愧是有钱人住的地方 我很快找到了 陈老爷的住处 他的别墅一共三层 我将管家的尸体 带到了这里 然后开始施法控尸 不一会 管家的尸体 就好像活了一样 身体虽然僵硬 但也能勉强活动 只是看着诡异 腐烂的眼睛 跟死鱼一样 一动不动 身体散发着尸臭味 还有虫子在脸上爬着 这大半夜的 看他一眼 估计能给吓死 天地玄宗 尸身犹灵 我心控鸣 急急如绿烈 我念着咒语 然后双指在管家的面前画着 三道扶一下 顿时喝了一声 去 管家立刻跟鬼一样 开始悠悠地朝别墅走去 他跳得很高 一下子就攀爬上了窗户 然后连诡异地贴在玻璃上面 那一副惊悚的腐败面孔 足以给陈老爷惊喜 一开始 陈老爷还没有发现 但大概两分钟后 他感觉窗户上有异动 好像有什么东西 趴在上面 有诡异的眼神看着他 嘿嘿 突然尸体发出了诡异的笑声 透过玻璃 直接吓得两人都愣住了 啪一声 尸体作祟 突然屋内地灯亮了起来 这时候 两人终于能清楚地看到 玻璃上趴着什么东西了 陈老爷一眼就认了出来 那是管家 可管家早就死了 而且尸身被他埋在了公厕 他怎么还可能出现 这莫非是 鬼 鬼 鬼啊 陈老爷吓得头皮发麻 直接一嗓子吼了起来 吓得浑身哆嗦 直接爬进了床底 女人也吓得够呛 直接慌不择路 摔倒在床下 衣服也不记得穿了 只知道逃命 没意会就跌跌撞撞地 狂奔出了房间 无影无踪 看都不看陈老爷一眼 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男龄头个自飞 更何况他跟林老爷又不是夫妻 只是露水情缘 一场交易罢了 他缠陈老爷的钱 陈老爷缠他的身子 仅此而已 本来房间里有两个人 女人走后 陈老爷更怕了 他吓得跟狗一样 躲在床底瑟瑟发抖 终于 他鼓起了勇气 然后伸手去摸索床头的手机 瞎子 接电话呀 快接 有鬼 快来救我 陈老爷想给瞎子打电话 并且不停地拨着号 但没有用 他始终拨不通那个号码 而且以后再也拨不通 因为瞎子已经死了 他牵牵坟 搞点风水还可以 但要想对付我 那还差得远 只会丢了性命 这时候 尸身在我的控制下 直接砰的一声撞破玻璃 闯了进去 你 你别过来 走开 陈老爷害怕极了 疯狂叫着 因为躲在床底也不安全 管家一步一步地朝他走过去 极其僵硬 跟僵尸一样 眼珠子都不带动的 管家将他跟狗一样拖了出来 然后掐住他的脖子 狠狠按在了墙上 陈老爷吓得尿都出来了 他裤子都没穿 尿了一地板 满屋子的尿骚味 样子狼狈至极 管家现在 这样子确实惊悚 我有时候看着 都头皮发麻 更何况是曾经差点要了命的陈老爷 人最怕什么 就怕自己仇人变成了鬼来找自己 看见管家那张腐烂的脸 陈老爷就吓得浑身颤抖 脸唇苍白 跟个小鸡一样 缩着 好久不见啊 陈老爷 我也爬上了楼 然后从破烂的窗户里钻进去 是你小子 我早该料到 是你个王八犊子搞的鬼 管家早死了 怎么可能爬出来找我 陈老爷恍然大悟 知道是人为的以后 他倒是冷静了一点 没有刚才那么害怕了 我冷笑了一下 拍了拍身上的玻璃渣子 一步一步走进他 今晚是我找你 但如果你不把欠我的给我 那就是管家找你 我指了指管家那腐烂的尸身 意思是 再不给钱 管家会代替我动手的 呵呵 小子 你脑子 被屎塞满了吧 一个亿 你怎么敢的呀 我给你的 你才能要 我不给你 你要敢抢 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这座城市 你以为谁说了算 是我们有钱人说了算 你们这些臭风水 是算个屁 有种你弄死我 到时候 你一个子都得不到 陈老爷不愧是生意人 奸诈狡猾是他的强项 他堪死 我不会杀他 所以才肆无忌惮 嘖嘖嘖 是吗 至少 现在是我说了算 不给是吧 可以 那今晚先给你上一课 还有 一亿不行了 我要三个亿 我说完后 露出了一个邪恶的笑容 然后打了个响指 跳出了窗外 你干什么 不要过来 你干什么 别 别啊 这时候 陈老爷发出了一声惨叫 声音响彻整个别墅区 我让他体验到 一辈子都无法体验的痛苦 感受痛楚吧 陈老爷 老赖的下场就是这样 你再有钱 也不能吃霸王餐 再有事 也千万别得罪风水师 我确实不想杀他 但留住他的性命 不是为了钱 而是想折磨他 我得给他尝尝记性 别 放过我 我给钱 我给你一百万 我给 跟刚刚开始说的时候那样 哼 一百万 你可真是 在做春秋大梦呢 一千万 我给 放过我 我不可能给你一的 太多了 最多一千万 哼 一千万 我听了他的惨叫 内心毫无波澜 甚至想笑 不好意思 就连一个亿也不好使了 我要三个亿 少一个子都不好使 陈老爷惨叫连连 可没多久 警察还是来了 我知道该撤了 今晚就玩到这吧 我控制着管家的尸体 逃离了现场 然后自己 也消失在园区中 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只留下满身血的陈老爷 痛苦握在别墅内 嘴里发出模糊不清的声音 我知道 等警察进去 看到他这个样子的时候 也是他射死之时 折磨完陈老爷后 我心里别提多痛快 回到谷 差点兴奋地睡不着 林依依今晚倒是老实了 没有再来勾引我 我知道他不会甘心的 肯定是在想什么歪主意 不过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我看不上他 他怎么整都没用 想要我帮他说好话 除非善无冷 天地和 睡到半夜的时候 突然外面狂风暴雨 雷声哄哄 但刮风下雨的感觉很奇怪 有点阴凉阴凉的 而且窗户外面貌似站着人 一个模糊不清的女人 我还闻到了一股香气 奇香 我起床一看 什么人都没有 风很大 吹得屋内一片狼藉 我急忙起床关窗 关了窗后 外面有一阵黑影掠过 跟鬼一样 我立刻感觉不对劲了 而且闻了香气后 脑子有点迟钝 还迷迷糊糊的 我强行算了一挂 没有算其他的 而是算了天气 今天压根就无风无雨 那外面这情况 又到底是为何 是我算得不准 还是外面有猫腻 就在此时 突然想起了敲门声 我看了下时间 凌晨三点 这个点 怎么可能会有人来我的鼓 我往猫眼上一看 发现是个大美女 她身材高挑 性感火辣 染了一头红色的腰艳长发 但全身上下都湿透了 狂风暴雨 奇怪的香味 诡异的人影 凌晨三点 火辣美女 呵呵 怕是来世了 看来有颗道 情况怪异 我知道事情肯定不对劲 外面可能压根就没有刮风下雨 我刚才闻到的那股奇香 或许是让我产生幻觉的迷香 又或者是 酱头 有一种降头 配合咒法 可让人产生高度的幻觉 叫迷酱 是用湿油做的 很诡异 呵呵 陈老爷找的人 终于来寻仇了 不过 我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我没有马上开门 而是用浮水吸眼 口含开过光的铜钱 这两样东西 可为我驱散幻觉 铜钱腥臭无比 浮水火辣辣的在我眼睛传开 我打了个机灵 一下子就醒了 外面无风无雨 极其的平静 刚才的一切仿佛幻觉 果然不出我所料 是有人对我下手了 幸亏早就被我看破 清醒后 我打开了门 门外的压根就不是美女 而是一个老太婆 什么红发性感 什么妖艳火辣 全特么是幻觉 这老太婆差不多有六十岁的样子 牙齿都掉了一半 另外一半躯黑无比 看着有些恶寒 看她行头 不像是本国人 可却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帅哥 吐风大雨 我能进去避雨吗 老太婆对我娇滴滴地说着 然后扭着身姿 一副要勾引我的样子 她笑了笑 露出那半口黑牙 我突然胃口翻腾 差点吐了出来 她不知道 我已经解了幻觉 还在那里用美人剂 老子真是醉了 刚才看她是美女 怎么娇滴滴都没事 现在变成了老太婆 直接把我给恶心到了 行 你进来吧 我将计就计 把她请了进来 老太婆进来后 拉低了自己的衣服 本来应该是白皙的皮肤 可我看到的 却是皱巴巴的一层皮 不禁一阵恶寒 这特喵的 不会想勾引我 然后对我下降头吧 她这个样子 我都想打她了 还想勾引我 老太婆装小姑娘 真恶心 陈老爷是不是想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我控制管家收拾了她 她也找个老太婆来整我 帅哥 我衣服都湿了 你拿件衣服来给我换吧 老太婆继续说道 但用的声音娇滴滴的 比乔碧罗都过分 这也差太多了 行 你等一下 我拿了一件零一的衣服 给她 并且想看她过会想干什么 她应该就是陈琳说的降头师 这样接近我 肯定是为了 对我下降头 当然了 衣服上我抹了辣椒粉 她穿上以后 包她爽上天 这老太婆为了勾引我 居然自己当着我面换了起来 我可不敢看 这年纪 当我奶奶都行 而且看了恶心 我估计 以后得做噩梦 她还不知道我破了幻觉 以为自己在我眼里很美 可笑死我了 那皮皮老鼠皮兜皱 看了想吐 还没女呢 哼哼 她这样勾引我 莫非想对我下擒降 有些女人本身就有降头在身 跟她睡了以后 就会被下降 跟鼓毒一样 极其阴森 换上衣服以后 她感觉有点不对劲了 火辣辣的她开始呲牙咧嘴 不停地挠着 帅哥 你这衣服 我怎么感觉有点辣 老太婆问道 啊 是吗 我给你拿的 可是干净衣服 我连忙否认 我总不能说 衣服上我给你 抹了辣椒吧 好像越来越辣 老太婆已经坐不住了 疯狂扭动了起来 满头大汗 最后甚至辣得哇哇大叫 上蹿下跳 不行 我还是换回自己的衣服吧 老太婆撑不住了 可我根本没给她机会 直接将她衣服扔出了窗外 你干什么 老太婆梦了 没想到我会整这一出 她已经难受到了极点 要知道 从裤子到衣服 从上到下 我都摸了辣椒 她呀 浑身上下都辣 呵呵 干什么 你一个六十岁的老不死 在我面前装什么纯情大姑娘 还想勾引我 不看你自己有几斤几两 我冷笑到 现在的她别说下降头 估计让她去捡钱 都没有心思 只能不停地挠着 搓着 表情极其痛苦 怎么会 你不是中了 老太婆极其惊讶 没想到 居然能看到她的真帽 我应该是中了幻觉才对 我不屑一顾地回道 不好意思 我早就自己解了 从你进门开始 我就知道 你是老不死的狗东西 老太婆顿时明白了 立刻拍砖起 你耍我 可她话音一落 我猛然踢出了一脚 直接中了她的心口 将她硬生生踢飞了出去 这老太婆并没有弱不经风 甚至伸手极其的不凡 她落地后 立刻一掌拍在了地上 然后借力翻了起来 整个动作行云流水 一气呵成 小子 有点本事 是我太小看你了 老太婆说着 突然咧嘴一笑 然后头颅诡异地飞了出去 这是泰国最诡异的飞头将 所谓的飞头将 就是利用符咒对自己下降 让自己的头颅 可以离体飞行 达到提升自己功力的降头数 不过这种降头数很少人练 因为头颅离体很危险 一旦出现什么意外 想头尸再也无法活过来 老太婆的头颅 超飞了过来 她张着半口黑牙的大嘴 想要咬断我的脖子 这还不止 突然我感觉背后一凉 两只小鬼爬上了我的肩膀 然后将我重重压住 让我浑身动弹不得 这是鬼祥 降头师利用鬼作祟杀人 在泰国普遍存在 养小鬼的特别多 起码是咱们国家的三倍左右 受死吧 老太婆的头颅大喊着 一口咬在了我的脖子上 可是一秒后 她却发出了一声惨叫 嘴巴溅出了许多火花 直接将她整颗头颅弹开了 最后跟弹珠掉地上一样 咕噜噜地滚着 万法归宗 邪灵退散 我大喝一声 开始念着咒语 然后浑身一震 那两个小鬼 立刻化为了灰烬 散出几阵火花后 飘落在地上 灰飞烟灭了 麒麟之铁 老太婆脸色变了 表情惊讶至极 好像倒吸了一口冷气 没错 我有麒麟胎界 乃是天选之子 龙羊之体 本身我自己 就辟邪 区区降头邪法 还想咬断我的脖子 真是可笑 至于她养的两只小鬼 更是不足挂齿 完全不是我的对手 回 老太婆怕了 开始召回自己的头颅 可我哪会让她得逞 一脚踩在了她的头顶上 将她的头 狠狠踩于脚下 不让其动弹 想回去 呵呵 可能吗 我冷冷说到 飞降出头意 回去可难了 因为她遇到了 我这个硬查 不管我是 是陈儿小姐请我来的 我也只是拿钱办事 老太婆急忙 把幕后主使供了出来 以求保命 因为她知道 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果然是陈琳出国 留学的妹妹带回来的 但她以为 这泰国的降头师 就能杀我 也太天真了 我都这把年纪了 放过我 老太婆继续求饶 我还没说话 突然一道身影 如鬼魅般出现 一个黑虎掏心 直接将老太婆 结果了 极其残忍 老太婆的身体 一阵抽搐 然后啪一声 倒在了地上 知道你身份的人 不能活 人 鬼 妖都缠你的麒麟之身 那是最好的容器 在你没有真正 能对抗所有妖魔鬼怪之前 不能暴露你的身份 师父九尾狐出现 她将老太婆给杀了 完全不留活口 飞头将虽然阴邪 但弊端也很大 不过遇到的要是别人 应该就得手了 是 师父 我谨遵师命 不敢反驳 虽然我没有她这么狠 但也并不打算放过老太婆 跟我出来 九尾狐说着 提起老太婆的尸体 然后走了出去 林一一好像也醒了过来 但她吓坏了 一句话都不敢说 捂着嘴巴缩在角落 瑟瑟发抖 她是普通人 没有见过别人杀人 第一回见 当然害怕 而且她不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也会被这样 吓得眼睛瞪得大大的 极其惊恐 望着地面的血 林一一 出来擦地了 九尾狐离开前 还不忘吩咐林一一做事 这满地的血 当然由她来擦 嗯 嗯 林一一机械地点着头 害怕得不会说话了 我没理林一一 跟着师父九尾狐出去了 我不知道 她接下来要干什么 要去啊 大概走了几分钟 突然就看见了一辆保时捷 九尾狐二话不说 喷了一声巨响 将尸体砸在了车上 还有脑袋 顿时下的车里 鞋染红了车子 看着特别圣人 里面的人自然怕 没多久 一个司机摸爬滚打地下来了 吓得脸色苍白 浑身哆嗦 在地上跌跌撞撞着 站都站不稳 除了司机 还有一个女人 她长得跟陈琳有点像 但是要更年轻一点 非常娇嫩 身材比陈琳好 这个 应该就是陈琳的妹妹了 陈琳的妹妹 长得跟陈琳有几分相似 面如桃花 而且身材要更加火辣 只是降头式的尸体 吓得她花容失色 整个人冲出车后 更是吓得跌落在地上 腿都软了 降头式式尸首分离 死相惨烈 一个女孩子 哪见过这种场面 她瘫软在地 想跑却跑不动 喉咙跟塞了败绪一样 支支吾吾 话都喊不清 司机 救 救 我 女孩口齿不清地喊道 可那司机自己都吓得六神无主了 根本没想着救她 慌不择路地跑了 九狐妖突然一掌推出 好像隔山打牛一样 那司机直接飞了出去 重重跌落地后 晕了过去 不省人事 哼 到你了 九狐妖望向了女孩 目露凶光 别 别杀我 你们要钱是吧 我给你钱 女孩害怕极了 浑身都在发抖 拼命祈求着我们别杀她 九尾狐笑了 钱 能买命吗 是能买你的命 还是她的命 九尾狐指了指女孩 又指了指车顶上的降头式尸体 对不起 不是我要害你们的 是我爸 是我爸让我请她回来 对不起 别杀我 女孩直接把幕后供了出来 好家伙 简直要笑死人了 你叫什么名字 排地姐 九尾狐背着手 眼睛紧紧盯着她 虽如仙子般的面容 可身上那股凶器 足以让人不寒而栗 更别说是一个 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 我叫陈毅 我排老二 别杀我 你们要什么都可以 我不想死 你如果要钱 我可以让我爸给 陈毅继续哀求着 她这么年轻 自然怕死 她没想到我这边 是如此穷凶极恶之人 连降投尸都搞不定 还杀人不眨眼 早知道这样 打死她都不来 还想着来捉弄我一番 居然敢得罪他们陈家 可到头来 自己却陷入了困境 降投尸的尸体 直接把她给吓梦了 呵呵 什么都可以 这可是你说的 我可没逼你 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只要别杀我就好了 陈毅挖的一声 就哭了出来 师父 算了吧 看她怪可怜的 吓唬吓唬得了 一小姑娘 强迫收入囊中 不太合适 我凑到九尾狐耳边 轻声说道 可这时候 九尾狐突然朝我 喷出了一股烟雾 距离太近了 而且 我没有要防她的意思 直接中招 师父 你这是干嘛 我连忙后退 不明白九尾狐这是什么意思 她怎么连我也下手了 吸了那股烟雾后 我顿时意乱情迷 脸蛋发红 浑身燥热 而且发作的速度很快 狐狸精 最颤肠的 就是催情 我不知道 她用了什么手办 你动摇得太快了 你心不狠 以后容易暴毙 你以后要记住了 不管在你面前的事 可怜小姑娘 还是老人小孩 只要是敌人 绝不能心慈手软 要么杀了 要么收入囊中 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吗 九尾狐训斥道 我拼命摇着头 想让自己的脑袋清醒一点 这种是怎么能强迫 而且 你也用不着对我下手吧 九尾狐突然话锋一转 七情欲也是修行 你经不起诱惑 是因为你还太年轻了 经历的太少 没有定力 想斩断七情欲之前 必须先多经历 女人 是你的必经之路 九尾狐说着 手突然揽住了陈毅的腰 然后将它抛给了我 他们三姐妹 钱是欠你的 今生来还罢了 其他人我不敢找 怕你欠下恶果 只能找他们了 去吧 九尾狐的话 好像被风吹散了一样 我一句都听不尽 直至昏睡过去 彻底睡过去之前 听到陈毅说 既是我钱是欠下的债 那我还你是应该的 等到我再醒来的时候 脑袋昏昏沉沉的 跟喝醉酒醒来一样 起床的时候还站不稳 好一会才清醒过来 这到底是九尾狐 给我下得要太重了 还是怎么 我走路脚都轻飘飘的 行啊 九尾狐坐沙发上 看着电视 表情依旧冰冷 林依依则坐旁边吃着早餐 九尾狐几乎不进食 他好像在壁谷一样 但也不是完全不吃 至少对鸡之类的 他好像完全没有抵抗力 比如脆皮鸡 童子鸡 还有烧鸡 我有些生气 正想发怒 没想到他却突然说到 不准对师父生气 不然怕是你爷爷的棺材板 要按不住了 好 我不生气 但以后这样的事情 我不希望出现第二次 因为这样我太不爽了 我警告到 换谁都会心里不舒服 虽然我知道 他是为我好 但下不为例 行 我答应你 九尾狐点头 如有违约 怎么办 我要他立誓 狐狸天性狡猾 狐仙也不例外 如有违约 九尾狐看向了我 突然顿了一下 如有违约 那林依依出门就被车撞死 噗 林依依一口豆浆喷了出来 汪汪汪叫了两声 然后又闭上了自己的狗嘴 我怎么感觉 他就是想违约呢 好像在耍我 别跟师父斗气了 接下来想想 怎么折磨陈家吧 如果连这些普通人都斗不过 怎么跟那些真正的高手斗 真正厉害的风水世家 宗族都是 隐藏在暗处和夜幕中 那些明面上的风水大家族 都是赚钱工具罢了 跟农包可没区别 你实力已经没有多大问题 就是手段和性情还差点 你爷爷的毒辣 比我可很一百倍 九尾狐苦口婆心地叫倒着 我也不敢顶嘴啊 毕竟一日为师 同身为父 况且弧线能耐大 我也打不过 只能加入了 这时候一阵门铃声 打断了这僵直的气氛 我急忙去开门 发现门外站着一个男人 男人大概二十五岁 身材高挑 有个一米八左右 长得也挺帅的 但是 好像有点肾亏的样子 看他脸色和那黑眼圈 肾大概是不太好 帅哥 你找谁啊 我朝他问道 男人突然掏出了一枚古铜钱 我奶奶留给我的 说遇到什么鞋事 拿上这枚铜钱 到这里找姓苏的 我接过他的铜钱一看 发现就是刻着苏字的铜钱 我心里一喜 声音又来了 我连忙将他请了进来 说我就是那个姓苏的人 有什么鞋事可以跟我说 但是要收钱的 还有这枚铜钱 也归我了 男人进来后 没怎么看我 倒是打量了一下 九尾狐和林一一 顿时露出了色秘密的表情 而且眼睛都移不开了 这一看就是个好色之徒 最后 我喊了他好多句才反应过来 他转过头来 才想起自己的正事 兄弟 有艳福啊 两个女的这么漂亮 跟你住一起 吃得消吗 要不分我一个 男人说正事之前 还不忘调侃一句 真的是想女人想疯了 赶紧说正事 撞鞋了吗 说出来我帮你解决 我不耐烦地问道 为了这枚铜钱 什么傻鸟我都得忍着 没办法 手上有铜钱 啥人来我都得帮他办英式 可他没说什么鞋门事 反而朝我问了一句 哥们 你听说过 重金球子吗 重子球子 那当然知道 无非就是什么 娇俏美妻 或者富婆 因为丈夫患有什么 不孕不育症 又或者是身体不行 然后想找一个 精壮的成年男子 来圆他的母亲梦 事成之后 重金酬献 从此两不向欠 如果你稍微有点脑子 都会知道 这分明就是诈骗 这么好的事 会轮到你头上吗 美女人妻 重金 还不用负责 这天下掉馅饼 也没有这么好吗 像这种重金球子的诈骗 其实很早以前都出现了 从大街小巷贴牛皮小广告 再到电话诈骗 都是一模一样的套路 真想借子 不找老王找你 想得美哦 就算是不孕不育 也不可能有哪个人的老公 可以忍受自己妻子 跟别人生孩子 还要带回去自己养 这么大顶绿帽子 往头上带 你当他傻吗 还给你重金酬谢 梦里啥都有 别想太多就行 兄弟 你不会是被骗了吧 这是 你找警察叔叔啊 我急忙说道 听他提到重金球子 我一下子就反应过来 这小伙 应该是猪油猛眼 被人坑了 加上我看他 这色秘密的样子 应该特别容易 掉入美人坑里 只要有了欲望 就会给骗子可乘之机 不是 我这个 是 是真的 男人压低了声音 对我悠道 这下我猛了 不会 真有重金球子这种事吧 那你遇到了 就算你走运呗 你找我干啥 每次金钱两丰收 还不用负责 孩子有人白养 天大的喜事啊 现在应该躲家里偷着乐吧 可我看他的样子 不太像游喜 反倒是冲丧 说起这事 脸色极其难看 眼神中带着恐惧 这事吧 我得慢慢跟你说 虽说是真的 但邪得很 男人说完后 灌了口茶 跟我说起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他叫林翔 是个游手好闲的小白脸 没什么太多的本事 就靠讨好女人吃饭 跟过不少富婆 也做过少爷 少爷是行话 其实就是出来卖的鸭子 南方这边都这样叫 可少爷不好当 服侍的人多 而且人群多为矮 胖 丑 男人都是视觉动物 又老又丑又胖的女人服侍多了 容易吐 林翔干了一年 差点就废了 连忙辞职 远离了那个圈子 像他这种人 无论赚多少钱都不够花 辞职没多久 口袋又空了 于是他在惊人介绍下 认识了几个富婆 富婆出手阔绰 林翔在几个富婆中周转 捞了不少油水 可好景不长 没多久 其中一个富婆的老公 就发现了林翔的存在 而且是个狠角色 他叫人将林翔 打得住院了三个月 差点人都没有缓过来 林翔有些后怕了 这次算走运 要是下次倒霉一点 估计小命得交代 吃软饭归吃软饭 不能吃到有生命危险啊 那可划不来 于是富婆圈林翔也不敢混了 可住了三个月的院 现在经济又断了 必须得找新活啊 他不想再做少爷 不敢沾富婆 那能做什么 他可什么都不会 就在这个时候 林翔接了个电话 就是他刚才跟我说的 重金球子 林翔也不是傻子 更不是刚刚出来 混社会的傻白甜 什么重金球子 一听就是假的 可电话那头却说 不会收取任何资金 而且事前会给他打钱 两百万 见面谈 满意就给 林翔皱了皱眉 这难道是新的骗局 可是 哈哈 他现在身上 也剩不了几个钱了 穷能破万骗 只要他够穷 就没有任何骗子 能奈他何 反正听着好像挺靠谱的 闲着也是闲着 林翔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准备去试试 就算真是骗子 大不了他报警 第二天晚上 他们约好在西街的 一家咖啡厅见面 林翔如约而至 跟他见面的是一个 大概三十岁左右的女人 穿着一身黑衣 长得非常有气质 人很儒雅 身材高挑 亭亭玉丽 抹着红唇 眼带桃花 像这种年龄的女人 最需要滋润 因为三十如狼 四十如虎 如果真是 这个女人的老公不行 那就太浪费 这样的美人胚子了 林翔吃女人饭这么久 很少遇到过漂亮女人 因为漂亮女人不缺男人 他们不会找少爷 或者小白脸之类的 因为女人也会嫌弃男人脏 在刚刚入行的时候 她倒是遇到过 一个很漂亮的富婆 姿色可以跟明星相比 但她是个百合 林翔做少爷的时候 被她包过一个月 可她的目的 却是为了满足另一半 她喜欢女人 对男人没有兴趣 但她的另一半 却是双性恋 喜欢男人 也喜欢女人 这种富婆可遇不可求 太少了 遇到过一次 也算老天爷眷顾 林翔见到女人后 有些吃惊 因为她没想到 会这么漂亮 女人很有礼貌 谈吐也很儒雅 不像骗子 当然了 骗子的脸上 不会写着骗子两个字 林翔也不傻 直到 女人将一个黑箱子 摆在桌上 说是一百万 而还有一个箱子 在地上放着 后面女人也打开了 两百万 一分不少 跟电话里 谈得分毫不差 林翔心里咯噔了一声 这不会是真的吧 这么大块馅饼 直接砸她头上了 见惯富婆的林翔 自然不觉得 两百万有多离谱 但对现在身无分文的她来说 算是一笔不小的钱 而且付出的代价 也太搞笑了 居然是戒子 以林翔的身体素质 只要女人没有什么问题 肯定能让她怀孕 那不是跟吃饭一样简单吗 林翔看见钱 直接乐得合不拢嘴 忙让女人面试自己 看自己合不合格 重金球子嘛 那出钱的就是老板 林翔就是打工的 自然要面试 符不符合条件 女人笑了一下 笑容很温柔 也很迷人 有三十成熟女人的知性 诱惑力也很大 林翔都看心动了 别说给钱 不给钱 都可以免费帮她生孩子 她以前服务的对象 都是什么玩意 看着都能吐 要不是为了钱 林翔宁愿做太监 都不要他们 女人对林翔笑了一下后 并没有说条件 而是说起了 关于自己的故事 她叫秋思 今年三十一岁 身高一米七二 她结婚得很早 但一直没有孩子 原因很简单 她老公不行 她老公以前出过一次车祸 那方面受损 甚至连金囊都有影响 以后都无法要孩子 秋思老公是个孤儿 但是后来努力上进 赚了不少钱 现在家产丰厚 但却无儿无女 两人不想老后 无儿相伴 孤苦伶仃 于是就想出了重金囚子 不管怎么样 肚子里的孩子 都属于妻子骨肉 虽然跟自己无关 可妻子却是亲生母亲 秋思老公很爱她 所以不在乎 林翔听完后 表示同情 秋思说完后 开始问林翔一些基本信息 因为她需要孩子 有良好的基因 但以林翔的外貌条件 基本都符合 秋思也很满意 最后 秋思给林翔提了几个条件 第一 此事一定要保密 不能跟任何人说 不然后果自负 第二 钱可以先给 但必须得女方怀孕 如果不成 两百万得退回 可适当 给一点补偿 当出力费 第三 林翔不能偷懒 不能有任何疾病隐瞒 身体必须健康 林翔听完后 思索了一下 好像也没有什么难的 林翔答应了下来 秋思又笑了 不过这次的笑容 好像有些邪魅 貌似藏了什么东西一样 林翔当时见钱眼开 没有想太多 后面想起来 真是细思极恐 一个优雅的女人 突然露出一抹鬼笑 自然里面藏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秘密 如果只是秘密 那还不至于 让林翔惊慌失措 重要的是 她还邪 不止人邪 整件事都透着邪 但这是 林翔是后来才知道的 秋思没有多废话 把两百万都给了林翔 林翔怕是有什么猫腻 或者假钞 还当面随便点了一下 秋思也不介意 一边喝咖啡 一边微笑看着她 好像很温柔 人也大度 林翔发现没有问题后 人也放心了下来 但她最后 还问了秋思一个问题 她是怎么找到林翔的 林翔好像不认识她 秋思又是怎么 弄到林翔的电话 而且打电话一开口 就是这种事 也太神奇了 一开始 林翔还以为是诈骗电话 没想到是真的 那就更神奇了 秋思倒没有什么 意外惊喜的回答 她只是说是 某个富婆介绍的 看上了林翔的外表条件 于是就要来了电话 想见面谈谈 没想到确实帅 身高也可以 符合开发下一代的条件 说完后 秋思看了下时间 然后就要走了 而且走得很急 连去哪里制造后代都没有说 只是说电话联系 用得着那么急吗 赶着去投胎 林翔埋怨了几句 也看了下时间 刚刚好晚上12点 当时林翔并没有觉得什么 12点走 只不过是凑巧罢了 可现在想起来 他不禁毛骨悚然 12点 不是鬼出现的最佳时机吗 可那时候 林翔只防骗子 不防鬼 也完全没有往那个方向想 而且 不只是秋思 匆匆忙忙走的时间 就连他们喝咖啡的那家店 都有问题 这得留到后面说 三天后 秋思来电话了 他跟林翔约在了一个旅馆中 撂下地址就挂机了 一句话都没有多说 林翔拿了人家200万 自然要干活 他虽然吃软饭 但却从不是一个不守承诺之人 出来混 要讲信用 牙扣要跟筋一样硬 不然 凭什么让人瞧得起你 这一点 我倒是有点欣赏林翔 因为大部分吃软饭的 都是软骨头 而且背信契义 毫无人品可言 林翔按照给的地址 找了过去 那是一家非常破的旅馆 且又老又旧 甚至能闻到一股怪味 林翔心里置饭嘀咕 都要开房了 就不能去一家好一点的酒店吗 非得找这种脏乱差的旅馆 鬼都没有一个 可来都来了 总不能掉头回去 而且就一炮的事情 再哪都一样 林翔走上了旅馆的阴暗楼梯 然后推门进去 丘斯留了个房号 444号房 林翔觉得 丘斯脑子可能有病 订什么房间不好 非得订这么晦气的房门号 虽说林翔不是非常迷信 但听着心里也隔音 三个四 生怕自己死不了吗 可能有钱人家 没有那么多讲究 受过高等教育 只相信科学 旅馆的走廊很暗 有一盏灯 但很昏黄 还一闪一闪的 看着有点黄眼 走廊阴森森的 一个人都没有 两边是一排排整齐的房间 有股怪味 说不出来的怪味 林翔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有没有人啊 老板在吗 林翔大声喊了一句 这什么垃圾旅馆 连个鬼影都没有 再差的旅馆 应该也有人带去看房的 这灯光 这环境 这破旧的房间 看着不像旅馆 倒像鬼屋多一点 没有人应答 林翔只能自己找 走廊两排的房间非常多 向前看 根本看不到镜头 而且黑乎乎的前面 总感觉有个人 站在前面等林翔 可他眯着眼睛使劲看 那个人影又消失了 就是那种忽影忽现 跟鬼魅一样 但又像看错了 让人根本分不清 林翔不停找着房门号 向前走一段距离 前面的灯就会亮 后面的灯就扑一声熄灭 但昏黄的灯光逐渐星红 好像血一样 暗红的刺眼 让人不敢直视 看着地上的影子 好像浑身冒血一样 极其阴森恐怖 林翔找了一排又一排 可都还找到 四字房号的房间 他擦了擦额头上的热汗 感觉有点吃力 因为这里的气氛 越来越不对劲了 他不知道还要走多远 444号房又到底在哪 傻逼娘们 到底找的什么地方 自己出来接老子吧 这鬼地方 连个老板都没有 做泥马的生意 有病吧 林翔骂了几句 给自己壮胆 然后掏出了手机 开始波丘斯的电话号码 可是 电话关机了 根本打不通 林翔心里咯噔一声 不会是被耍了吧 可他给了林翔两百万 怎么敢耍林翔 不怕人踩两空吗 就在林翔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突然哇的一声怪叫 左边的门 伸出了一只渗绿色的怪手 直接抓住了林翔的衣服 那只手 腐败得让人恶心 好像是死人的手 而且颜色也不对 是渗绿色的 跟鬼火一样 救我 救我 我不想死 救我 这里有鬼 那只手的力气很大 拽着林翔的衣服 不断往里脱 吓得林翔尖叫了起来 然后不停挣扎 可挣扎没有效果 那只手力大无穷 好像不是人的手一样 就要被拉进去的时候 林翔灵机一动 连忙脱掉了身上的上衣 撕一声 衣服被拽了进去 紧接着 门轰一声巨响 重重地关上了 安静 走廊异常地安静 林翔连自己的呼吸声 都能清楚听见 他吓慌了神 起身就要跑 哪还管得了什么重金球子 可一跑就迎面撞上了个人 是个瘦老头 干枯的手拿着手电筒 头发一根毛都不长了 脸皮皱得跟面团一样 他发出哀忧的一声惨叫 然后就跌落在地 差点没额林翔几百万 哪个不长眼的 走路不堪路吗 撞死你跌了 老头骂骂咧咧 然后捡起手电筒 挣扎着站了起来 最后用手电筒光 照在了林翔的脸上 林翔连忙用手挡住 刺眼的光芒 然后问道 老头 你谁啊 我谁 我是这里的老板 你小子冒冒失失的 见鬼了 旅店的老板 收回了手电筒 然后骂了一句 老板 刚才叫你怎么没应 林翔挣扎着爬了起来 然后打量着旅店老板 老板笑了一声 说不好意思 刚才上厕所去了 林翔白了他一眼 然后突然指着 刚才的房间说 这里还真的有鬼 旅店老板气得 差点拿手电筒 敲林翔的头 说这灯光坏了 师父还没修 什么鬼 他这里可没鬼 别乱说坏他招牌 林翔说 不是灯光的问题 刚才那个房间 突然伸出了一只鬼手 想要将他拖进去 幸亏他机灵 不然的话人就没了 真有鬼 林翔这才看清房间号 居然是十八号房 十八两个字 不知道是在流血 还是拖红漆 看起来有些瘆人 十八 让林翔想到了 十八层地狱 不知道是不是 他的想象力太好了 老板瞪了他一眼 自然是不幸 还当场打开了 这个房间门 可是 房间里面 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张床 和其他的基本配备 是个标准的单间 没有鬼 也没有人 房间打开电灯后 也没有发生任何异常事 小子 你是不是还捣乱呢 说我这里有鬼 我这里还要做生意的 老板怒气冲冲地 指着林翔鼻子骂 确实这是在砸招牌 这旅馆本来就够老旧了 还传出有鬼的话 那就不用做了 直接倒闭吧 林翔连忙道歉 然后说出了自己的意图 让老板 带他去四四四房间 老板呕了一声 然后问他 是不是叫林翔 林翔连忙点头 说自己就是 让老板赶紧带他去 老板点了他一串钥匙 左转第四件就是 还带什么 自己有眼不会找吗 左转 这走廊都是直的 哪来的左转 可等林翔回过头 来想询问老板事情的时候 那老头居然不见了 跟鬼魅一样 来无影去无踪 集其邪门 这老头 连脚步声都没有吗 林翔咕噜一声 吞了下口水 感觉极其诡异 这消失得也太快了 可是 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 旅馆的走廊 分成了十字路 好像刚才看到的 都是幻觉 我这是撞邪了吗 明明刚才走廊是直的 而且走不到尽头 林翔不停揉着眼睛 可走廊就是变了 林翔按照老板吩咐的走 左转第五间 果然是四四四房间 房门号的数字 也是红色的 说不出来的诡异 林翔利用手中的钥匙 开了房门 进去以后 他闻到了一股清香 是女人散发出来的香味 还有淋浴的水声 是林翔吗 秋思的声音 从浴室里传了出来 听到秋思的声音 林翔终于松了一口气 看着满地的衣服 林翔咽了咽口水 他也有好几个月 没有碰过女人了 这心思一起来 人就开始热血沸腾 是我 秋思姐 林翔拿起衣服使劲闻着 说不出的勾人心魄 这是来自男人最原始的心动 你做会 我很快就洗完 秋思喊道 不接 你慢慢洗 我们大把时间 林翔躺在了柔软的大床上 看着电视 不知道过了多久 秋思终于出来了 他裹着浴袍 出来就坐到了林翔的身边 林翔高兴极了 可突然秋思的脸 变得猙獰了起来 犹如恶鬼 面皮腐烂 一块一块地掉在了林翔的身上 还有散发着恶臭的血 极其甚人 林翔想逃 可已经来不及了 秋思变成了恶鬼 一口咬在了林翔的脖子上 顿时整颗脖子 都落在了地上滚着 啊 啊 鬼 鬼啊 林翔拼命叫着 可等他反应过来后才发现 刚才的一切都是在做梦 好像是等太久有点困 然后就睡着了 你怎么了 做噩梦了 秋思出来了 身上裹着浴袍 跟刚才梦里一模一样 只是现在拿奇怪的眼神 看着林翔 对 做了个噩梦 可能 这个旅馆的环境太阴森了 导致我有点紧张 林翔连忙解释道 秋思也没有怪他 说这个旅馆确实有些年头了 一些设施也老 但没有地方比这里更加隐匿 他跟他老公都是有钱人 认识的人也多 他不能被任何人看见 跟林翔进入酒店之类的地方 所以才选了这里 林翔表示理解 也没再说什么 进去简单洗了一下后 就开始干正事了 美人 金钱 这应该是林翔感到最幸福的时刻 他怎么都想不到 重金球子这种扯淡事 居然是真的 无缘无故得了两百万 还有美人陪睡觉 这简直就跟做梦一样 之前所遭遇到的惊吓 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等林翔醒来后 秋思已经不见了 可能昨晚完的太风 林翔醒来 整个人都已经虚脱 林翔看了眼时间 已经是中午十二点 突然外面响起了敲门声 好像是来要他退房的 林翔收拾了一下 然后走了出去 可门一打开 见到的却是个大婶 而不是昨晚的老头 帅哥去前台退一下房 取一下押金 大婶招呼道 林翔点了点头 没有说什么 房是秋思定的 应该是见林翔没有醒 所以押金没拿走 等林翔醒了 再自己退房 秋思是个有钱人 根本不差这几百块 但白赚几百块押金的林翔 可以多抽几包烟了 跟着大婶来到了所谓的前台 其实就是他的一个小房间 门口有个类似于柜台的东西 大婶要回了房门钥匙 然后给林翔退押金 林翔好奇 往房间里瞄了一眼 因为房间里摆了个灵牌 上面还有一张大大的黑白照 看见黑白照后 林翔吓得哆嗦了一下 冷汗直流 手都开始微微颤抖 大婶 你房间里的照片 是谁啊 林翔问道 大婶瞥了他一眼 然后漫不经心地答道 那我爸 死好几年了 这旅馆几年前发生过火灾 他连同好几个住户 一起被烧死在这里面 听了大婶的话 林翔腿都软了 连忙扶住了墙 这才没倒下来 因为 那照片上的人 就是昨晚他见到的老头 他 真的见鬼了 林翔慌了 跌跌撞撞地跑了出去 连押金都忘了哪 哎 钱你不要了 喂 小伙 大婶叫都叫不住 一会林翔就没了人影 等等 这什么时候收的明币啊 奇怪 大婶看着手里的钱 这才发现 拿的是明币 也就是死人钱 吓得他赶紧甩了出去 可真会起 只有死人 才会收死人钱 大婶吓得连忙回房间 祭拜自己的老爸 这旅馆有时候确实邪门 但收死人钱 却是第一次 林翔回去后 盖上被子瑟瑟发抖 头都不敢伸出来 幸亏是大白天 不然他得被吓死 可能太累了 没一会他就熟睡了过去 到了晚上的时候 他又接到了电话 是秋思的 同样的地点 同样的旅馆 秋思让他去开工了 一听到那个旅馆 林翔就直摇头 说那旅馆有鬼 打死他都不能再去 最多开房前他出 找个好点的酒店 或者宾馆吧 那地方又破 又就还邪门 去了能吓死人 秋思停顿了许久 然后电话那头 就传来了嘶嘶的声音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叫 跟鬼哭狼嚎一样 林翔叫了几声后 终于有了回应 秋思答应了 不过还是 秋思订个宾馆 这一次好了许多 虽然地方有点偏僻 但这个宾馆 还是挺豪华的 堪比五星级大酒店 灯火辉煌 房间又大又舒服 跟上一次的旅馆比 简直就是天差地别 差不多凌晨五点的时候 林翔被秋思咬醒了 然后让他快走 他老公快要来接他了 林翔很诧异 怎么搞得跟偷情一样 可秋思容不得他多想 直接将衣服塞给他 就把他推出了门外 林翔骂骂咧咧了几句 然后穿上衣服走了 收人钱财 替人消灾嘛 他也认了 后面他们都是在 这个宾馆行苟且之事 一到凌晨五点的时候 林翔就会被推出去 多睡一会都不行 秋思总是找各种理由让他走 这让他很奇怪 也很不爽 有一次 林翔多留了个心眼 他跑到了楼下并没有走 就想偷偷看一下 这个秋思的老公 到底长啥样 天一亮 别说秋思老公 就连整栋宾馆都不见了 周围变成了一片坟地 阴森森地 及其吓人 周围杂草丛生 人烟稀少 林翔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连忙使劲揉着 因为这根本就不是 晚上自己来的地方 连回去的路都不一样 可坟地就是坟地 太阳照在墓碑上 那一串串死者的名字 格外甚人 吓得林翔屁滚尿流的 急忙逃回了家 鬼 林翔知道自己撞鬼了 那个秋思 林翔不敢往下想 然后秋思又来电话了 林翔根本不敢接 他关了手机 然后锁上门 人窝在被子里面瑟瑟发抖 他不敢伸出头 甚至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到了半夜的时候 床边的闹钟突然响了起来 午夜十二点 一共响了十二下 吓得林翔浑身冒冷汗 他总有预感 秋思还会来找他 果不其然 手机又响了 但是 他的手机明明就关机了 为什么还会响 林翔吓得浑身颤抖 额头不停冒着冷汗 不知道为什么 被子蒙头的他却感觉 有一阵阵阴风吹在自己身上 手机的铃声终于停了 林翔松了一口气 但他总感觉 好像屋里多了一个人 一个不喘气的人 林翔咬着牙 死活不出背 然后紧紧闭上眼睛 爱咋咋滴 反正掩耳盗铃 就掩耳盗铃吧 可就在此时 突然有人在敲门 咚咚咚 咚咚咚 一下又一下 敲得很慢很诡异 谁 谁啊 林翔咬着牙 鼓起勇气问道 没有回答 敲门声依旧 还是一下又一下 阴风从门缝里吹了进来 冰冷刺骨 被子蒙头的林翔 依然能感受得一清二楚 甚至冷得发抖 林翔不傻 这时候绝对不能开门 甚至继续被子蒙头 连床都不起 心里默默祈祷着观音菩萨 如来佛祖 希望邪灵退散 不要再缠着他 渐渐的 敲门声越来越急促 好像已经不耐烦了 甚至整扇门都震动了起来 特别可怕 这一下下的敲门 都扣到了林翔的心房 震得他惶恐不安 可是 突然 敲门声静了下来 房间也恢复了安静 安静到让林翔心发慌 安静到让人觉得诡异 林翔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窝在被窝里瑟瑟发抖 整个人全去了起来 感觉脚心和后背发凉 他的心砰砰砰狂跳着 骑到外面的东西赶紧走 忽然 一阵阴风吹来 然后钻进了被窝里 林翔猛然发觉 好像被窝里多了一个人 不 是一只通体冰冷的鬼 他握紧拳头 然后转身看向了背后 顿时对上了一张苍白又熟悉的脸 那张脸笑了 嘴角上扬着 咧着宽大的嘴角 吐露着黑色的舌头幽道 你以为不开门 我就进不来了吗 我让你天亮之前走 为什么不听话 啊 鬼啊 林翔尖叫了一声 吓得头皮发麻 连忙掀开被窝想逃跑 可是太急了 而且吓得整个人都有点精神错乱 刚刚吓床脚一滑 砰的一声 直接栽在地上晕了过去 等他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早上 太阳照在他的身上 暖洋洋的 白天鬼不敢出来 他松了一口气 可能昨晚摔得太狠了 脑袋还有点晕 林翔怎么都想不到 自己居然撞邪了 就说天下没有这么好的便宜事 睡美人 拿重金 还是别人的老婆 这得走多少狗屎运 原来 他是鬼 他出钱不是想戒子 是想要林翔的命 林翔怕了 因为总会天黑 这太阳一下山 他可怎么办 秋思肯定还会找上门来的 这时候 林翔想起了自己奶奶 交给自己的铜钱 还有留下的地址 于是就找上了门来 大概事情就是这样 林翔遇到的所谓 重金求子 其实是女鬼作祟 听了林翔的事 我开始思索了起来 有两点很重要 第一 林翔收的钱 如果是真的钱 那这事就难办了 收人钱财 替人消灾 收鬼钱财也是一样的 林翔是自愿收了钱 说要给人办事的 钱是真钱 那这是很难搞 不给那女鬼的肚子搞大 那都是你的责任 退钱估计都不好使 第二 女鬼不见得想害林翔 如果真想杀她 她晕倒旧的时候 人应该就没了 还能安然无恙地来找我 所以不用太慌张 当然了 此一时比一时 女鬼之前不动手 不代表以后不会害她 大师 我这是 有救吗 林翔朝我问道 可能太吓人了 说完她脸色 都还有点不好看 人也战战兢兢的 脸色很白 两个黑眼圈跟熊猫一样 就跟我开头说的那样 跟个肾虚老一样 这家伙跟鬼睡了好几天 估计也被吸得差不多了 幸亏及时发现 不然迟早得死 当然有救 找上我 是你最大的造化 我收起了铜钱 然后站起来说道 这个女鬼不简单 我得去会会她 谢谢大师 赶紧帮我赶走那女鬼 多少钱我都给 林翔现在都吓猛逼了 生怕小命被鬼取走 自然是多少钱都给 人到了绝路 什么钱财都成了身外之物 可解决危机后 就不见得有这样的悟性了 这就是人性 做了几单生意后 我早就领悟到了这一点 不过我也不是什么奸商 一般情况下 我都只会合理收费 除非遇到陈老爷这种 破皮老赖 有钱故意不给 那损失的会更多 我得给他一个狠狠的教训 你别害怕 晚上的时候 我去陪你 就等那只女鬼上门来 我拍了拍 林翔的肩膀安慰道 林翔点着头 连忙答应 大概晚上七点的时候 我跟着他回了一趟家 他还是很害怕 不知道哪里求来的皇服 他贴的满身都是 然后缩在被窝 跟掩耳道林一样 怀里还抱着一尊菩萨 这种菩萨没有开过光 也没有享受过香火 根本想不住鬼 还有这些皇服 分明是天桥底下 那些神棍片子化的 根本没卵用 到了午夜十二点的时候 突然阴风大起 吹得门窗啪啪作响 阴风很利 这个女鬼不简单 怨气如刀子 搁在了我的皮肤上 有点生疼 好怨 好凶的女鬼 他还没现身 就有如此重的怨气 扑面而来了 林响好端端的 怎么招惹上了这种女鬼 吃软饭 做少爷 这种职业虽然有点可耻 但应该 也算不上十恶不赦 怎么会遇上此等厉鬼 好小子 居然找人来对付我 左傲我就该杀了你 突然 阴风停止了 墙上趴了一个女人 劈头散发的 但我看不清她的脸 她跟蜘蛛蜘一样 四肢扭曲着挂在了墙上 跟个针子一样 看着很是圣人 林响不敢说话 全驱着身体 躲在被窝里 冒了两只眼睛出来 直勾勾地看着我 人鬼殊途 你为何要缠上她 我质问道 开始碾绝念咒 手心藏了一张黄符 如若动手 我定让她万劫不复 尘归尘 土归土 人活阳间 鬼走阴 死了不去投胎 那就是大逆不道 再出手伤人 我定不客气 啊 她收了我的钱 就要办完我交代的事 管你是人是鬼 她要不愿意 不如你代替她 怎么样 女鬼居然抄我提条件 我嘴角一笑 不假思索道 好啊 哼 重金球子 我看你是想借鬼胎还养 鬼还养有三种办法 第一 借尸还魂 明朝的时候 就有这样的邪事发生过 一男人背心弃义 在高中状元后 不但嫌弃糟糠之妻 还将其杀害 最后成功当上了驸马爷 后来 这位糟糠之妻的鬼魂 附身在一个死人身上 成功报了仇 这也算还养的一种 第二种 就是失身续命 死后靠秘法和咒觉续命还养 让自己失身不化 魂体不离 这种办法 甚至可让自己成为永生不死的怪物 第三种 就是靠鬼胎还养了 人与鬼结合 本就是伦理不符 天道逆反 能生出孩子 那更是万中无一 可也不是没有可能 鬼怀上了人的孩子后 生下来叫阴生子 阴生子半人半鬼 长大后 可行走于阴阳两界 但她发育极其慢 五岁才能行走 七岁才能说话 这是因为她生魂不正 这时候鬼能夺其身 让自己真正还养 也就是说 这个女鬼秋思 如果生下了人鬼结合的阴生子 那她就会夺走自己孩子的体魄 让自己还养 这就是鬼胎还养的方法 而秋思找林祥重金求子 其实不是谎言 错就错在 秋思是鬼 人鬼结合 本就天道不容 违反伦理 借鬼胎还养 更是大逆不道 虎毒还不食子呢 事情败露后 林祥吓得腿都软了 更别说在跟着女鬼生孩子 他看见秋思都怕 浑身都在颤抖 眼睛也不敢看秋思 普通人不行 秋思居然将主意打到了我的身上 林祥收了秋思的钱 这是没办妥 要说咱占礼吧 也不完全 人收了钱 那也得给鬼办事 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退钱 可林祥这家伙 花钱大手大脚的 也就几天的功夫 这两百万 已经花出了四分之一 让他再凑齐两百万 还给女鬼 不知道得何年何月 再说了 秋思也不要 他拒绝退款 他居然点名要我 风水是跟普通人不一样 至少不怕鬼 对于他来说 只要是个男人就行 可跟鬼上床 那是会损精气的 我才不干那事 但是 我答应了 既然这是不能用强硬的手段降服他 那我就来点别的 这么喜欢和男人睡觉 我成全你 男人果然单身久了 连看女鬼都没青木秀 不过我就差点精气便可成胎 是谁都没关系了 秋思说着 左手一挥 一道迷雾从林祥的眼前划过 他立刻就晕了过去 鬼胎跟人怀胎不一样 他估计是借助男人的精气成胎 也就是说 林祥不是他第一个戒子的男人了 前面估计还有很多个 而且现在已经到了阶段性的时刻 没想到在林祥这里出了乱子 女鬼的身份被发现了 碍事的家伙已经被解决 我们赶快开始吧 秋思说着 便将那一抹裙衣 缓缓滑落了下来 老实说 这女鬼无论样貌 还是身段都非常不错 怪不得林祥无法自拔 可她终究是鬼 厌鬼可杀人 色自头上一把刀 一眨眼的功夫 秋思就来到了我的面前 她身上无一物 完完全全贴在了我的面前 小哥 是我帮你拖 还是你自己来 秋思春意一起 开始聊拨起我来 当然是你帮我 我露出了一抹邪笑 直勾勾看着她 拖吧 有惊喜 哦 不 有可能是惊吓 秋思乐意至极 她抱着我 绕到了后面 然后亲吻我的脖子 但冰冰凉凉的 鬼没有体温 不知道她给林祥射了什么鬼术迷住了 不然这么冰冷的身体 哪个男人遭得住 秋思将我的衣服 从上往下一脱 然后扔到了地上 可是 随即她的笑容僵住了 声音颤抖地说 奇 麒麟 胎记 你是麒麟之身 我二话不说 反身将她压在了身下 怎么 刺激吧 准备好了吗 她突然挣扎了起来 浑身站立不安 不行 放过我 麒麟之身是纯阳之体 我是鬼 与之结合 我会灰飞烟灭的 不要 我不要 哼哼 曲曲女鬼 还敢打我的主意 真是可笑 那可不行 林祥的债 得我来还 拿了钱不办事 那可不厚的 不 别别 我错了 这是算了 我不找她了 放过我吧 求斯开始求饶 鬼基因 而我是纯阳之体 万万不可与我结合 不然后果很严重 你先跟我说说 你到底是怎么死的 又为什么要借鬼胎还阳 我脚压在了她的胸上 让她动弹不得 其实以我的道行 可以击杀她 但这是如果能和平解决 那就更好 杀鬼不如杜鬼 而且本身就怨气很大的鬼 超度后可以得很大的善德 对于我来说是血传 何乐而不为呢 求斯用恐惧的眼神看着我 不得不说出了自己的经历 不然的话 她有可能会灰飞烟灭 谁让她上了我的当 让我有了可乘之机 求斯说 她死于十年前 她杀了自己的丈夫一家 然后跳楼身亡了 她跟丈夫 本来就是相亲而来的婚姻 没有任何感情基础 本来也还算好 两人相处和睦 没有太大的矛盾 可是结婚后 两人一直没有孩子 引起了婆婆的不满 婆婆开始故意刁难她 还将问题全都怪在她的身上 阴阳怪气地说 她是不会下蛋的母鸡 娶回来有什么用 而且还到处跟人说 生不出孩子 都是秋思的问题 秋思笑了 生孩子是两个人的事 怎么责任就全在自己身上了 而且她嫁进来后 勤勤恳恳做家务 服侍着老不死 甚至还要上班 说娶回来没有什么用 秋思受不了这个委屈 拉着丈夫去医院做检查了 检查结果出来 她老公猛了 问题就出现在她身上 她患有死经症 终身不孕不育 也就是说 她老公不行 一辈子都要不上孩子 秋思并没有责怪丈夫 反而不停安慰她 如果要不上 那就一辈子不要孩子了 可是好心并没有好报 她老公开始 脾气变得异常暴躁 还酗酒 喝醉就打她 还骂她多事 为什么要拉她去医院做检查 都是秋思 一切都是秋思的错 秋思惊呆了 这一家子都是什么奇葩 遭受家暴和婆婆谩骂的她 再也受不了 向老公提出离婚 可她老公没有同意 而且还下跪第三下四的 求她不要离开 保证下次再也不打她了 秋思一时心软 于是就原谅了她一次 但就是这一念之间 让她堕入了地狱 她老公到底疯狂到什么程度 她完全想象不到 这不是一个奇葩 这简直就是一个变态 突然有一天晚上 秋思老公在她碗里下了药 她感觉到非常困 迷迷糊糊就晕了过去 等她醒来的时候 她已经被玷污了 而那个人 居然是老公的弟弟 她的小叔子 这还不够荒唐 荒唐的是 整件事都是她老公策划的 她说 反正她都没有办法 让秋思怀有孩子了 还不如让自己的弟弟上 弟弟的血缘跟自己一样 秋思怀上她的孩子 其实也一样 秋思崩溃了 她没想到 这世上居然还有这种人 她极其痛苦 她想报警 可这时候 她却听到门外婆婆的声音 说如果秋思敢报警 就将她杀了 她可不想自己的儿子坐牢 这时候秋思才明白 这一家子人 其实从来没有 把她当过人看 秋思笑了 她没有报警 而是做了一件 更加疯狂的事 她不想活了 其他的人 也别想活 饭菜都是秋思做的 她要下药 简直易如反掌 那一晚 她将一家人都迷倒了 她将婆婆 从五十几楼扔下 摔成了肉泥 当然了 在摔下之前 她弄醒了婆婆 她怎么可能会让婆婆 走得那么安详呢 走 也要让这个老不思走得 极其痛苦 这样 她会明白自己的痛楚 至于秋思老公和弟弟 她用刀将他们的肉剁了 最后 自己也自杀了 虽然报了仇 可死后的秋思 还是怨气极大 成为了可怕的厉鬼 她不甘心 她是被别人毁的 她想还阳 重新做一回人 可是人死如灯灭 想复活还阳 那是逆天行 谈何容易 后来 她飘过很多地方 也经历了很多 最终才找到了这个办法 借鬼胎还阳 向活人借子 精气成胎之日 便是她复活之时 于是她就想到了 重金球子这一出 男人贪财好色 这种方式 能让他们流连忘返 无法自拔 和别人的漂亮老婆生孩子 还有钱拿 没有任何一个男人 能抵挡住这种诱惑 用这个套路 秋思吸取了不少男人的精气 但为了稳妥起见 她还是专门找那种 邪门闹鬼的宾馆 又或者用鬼术形成障眼法 将其带到坟场之处 其他的酒店或者地方 容易遇到高人之类的 越隐秘的地方越安全 这样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后来她就找上了林翔 这家伙好像时运很低 也就是太会气了 极其容易撞邪 那旅馆只去了一次 就遇到了别的鬼 吓得她再也不敢去了 带她去坟地快活 她还不听话 结果最后发现了秋思的身份 差点没将她吓死 我的事已经全部说出来了 你能放我吗 我保证再也不找她了 秋思看着林翔 连忙发誓 这个女鬼还真是可怜之人 生前遭遇这种事 换谁都怨气冲天 但可怜归可怜 我不能留她在这里继续害人 人死不能复生 想还阳 那是逆天行 雷劈都劈死你 再说了 她知道我的身份 必须走 不可能让她留在阳间 去投胎 还是灰飞烟面 你自己选一个 我淡淡地说道 不管如何 我今天都要超度她 露出麒麟胎记的那一刻 她就不可能再留下来了 秋思握紧了拳头 突然脸色变了 变得甚绿 还泛着圣人的绿光 浑身开始冒着鬼气 跟沸腾的开水一样 她的身体变得难看 脸猙獰 又腐烂 开始显出鬼像了 要她去投胎 好像她极其不甘心 宁愿跟我拼个鱼死网破 她刚才也说了 就差最后一点惊气了 她怎么可能甘心去投胎 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砰的一声巨响 她的侧面 炸出了一个大洞 黄浮震穿了床板 溅出了不少火花 一道福气将她的鬼气 完全压住 我眼如心眸 与她四目相对 没有杀气 但是气势 已经完全淹没了她 她愣住了 我不想杀她 是在给她机会 不然我也不会整这一出 但她如果执迷不悟 那她必死无疑 等待她的 只有一个结局 那就是灰飞烟灭 永不超生 刚才她不动手还好说 毕竟是林翔收了她钱 跟她睡 也算情理之中 可如若她暴走 想跟我拼得你死我活 鱼死网破 那她的路 就走到尽头了 她突然懂了 懂得了我跟她之间的差距 刚才的鬼相又消失了 恢复了原样 不要连投胎的机会 都失去 才后悔莫及 因为你 已经错过了一次 好好做人的机会 那就好好做鬼吧 我长叹了一口气 默默说道 秋思垂下了挣扎的手 然后所有的不甘 都瞬间消失了 超度我吧 我走 秋思对我说道 我恩了一声 点了点头 然后开始为她念网声咒 施法 秋思闭上了眼睛 然后留下了一滴 晶莹剔透的泪水 好像对生前的事 还心有余悸 下一辈子 我不要再做人了 太累 秋思对着自己的泪水说道 好像在许愿 随即她变成了一道魂光 然后慢慢升天 消失不见了 这事 也算完美解决了 林翔醒来后 她的所有钱 突然变成了冥币 也就是死人钱 这让她很不解 明明之前还可以用的 为什么就换成了冥币 可能 跟秋思的离去有关 我也不是很清楚 有些事情太邪 根本说不清 这是我不怎么费力 也不敢多要她钱 简简单单要个一万吧 而且 这货收的钱 都变成了冥币 给一万她都有点费劲 还是东拼西凑借来给我的 虽然是个鸭子 人也穷 但她比陈老也好多了 吃软饭不可耻 林翔这枚铜钱顺利到手 还赚了一万 好事不止这些 晚上的时候 另一枚铜钱亮了 而且震动了起来 这一枚铜钱 是无声给的 也就是说 又有好东西送上门来了 我直接乐开了怀 如果加上林翔这枚铜钱 我就有六枚了 可无声给的那枚铜钱 到现在才亮 按照以往的经验 应该又是有什么好东西 送过来了 真是我亲爷爷 打开门后 有一个小孩子站在门前 看上去只有七 八岁的样子 但是神态 表情都好像一副 老太隆中的样子 而且他还长了一点小胡子 看着有些怪 他拄着一根黑色的拐杖 看见我后 哪声哪气地问道 你 就是半仙的孙子吗 我皱了皱眉头 打亮了他一番 这个人 到底是小孩还是老头啊 根本傻傻分不清 看着好奇怪 你是吗 小孩继续问道 没有其他多言语 我点了点头 我是 请问 有什么贵干呢 那就行 这本既是本 是你爷爷托我给你的 小孩说着 从怀里掏出了一本泛黄的书本 已经有些老旧 书皮都破了几个洞 这是什么 我皱着眉头 接过了小孩手中的本子 看着像破烂一样 不知道里面记载了些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 我不敢看 既然本子已经交给你 那我就离去了 小孩说着 嗖的一声就不见了 很邪门 但门前留下了一个洞 洞口不深 也是刚刚出现的 手可探到底 我挠了挠头 虽然已经见怪不怪了 来送东西的什么玩意都有 但这个瞬间消失留下个洞 确实让我好奇心大起 可琢磨半天 也找不出结果 只好作罢 但我知道 这个小孩一定不是人 小孩走后 我翻开了本子 泛黄的书页 记载了一个个人名 还有联系方式和地址 甚至做什么的 有什么名头 也是写的一清二楚 里面也有无声 看着这些名字 我呆住了 这些人几乎全是大佬 无声就不提了 古董界的土豪 一个平平无奇的古董商人 随手拿件珍藏古董出来 那都是几千万 甚至过亿 本子里记载的人名 有一些我是有耳闻过的 比如第一个名字 胡炎龙 他是东北胡王 听说养出过几个胡仙 五大野仙家 都要给他面子 不是他拜野仙 而是野仙拜他 其本是高深莫测 养的胡也极具灵性 听说他本是孤寡命 但却生了一个女儿 有人传闻 他的女儿 是胡瑶给他生的 长相水灵 一副祸国殃民的项面 跟打几有得一拼 记载的第一百个人名 名叫小通天 这个人我听二叔说过 他几乎什么都知道 前五百年 或五百年 无所不知 所以他才敢叫小通天 可知道归知道 要想撬开他的嘴问消息 那比登天还难 有些秘密是人秘 有些秘密则是天机 泄露天机 那是要遭天遣的 想要知道天机 那也不是不可以 但得付出代价 这就是小通天 在阴阳两界极其出名 人人都尊称他一句先生 记载的第一百零七个人名 方天梦 茅山道士 其道行高超 曾宰杀过千年蛇妖 记载的第二百五十一个人名 林楚雄 天海市首富 家族五十三人 一半都是当官的 有权有势 钱数无双 无人敢惹 有些我不认识 也没有听说过 但按照这个比例 这本书里记载的人 应该全是大佬级别的 最低也是有权有势 还有钱 翻开最后一页 那上面有一行字 用大红笔写着 书之人 皆无知之有 恩义同行 情切身 有难找之 必邦 我懂了 这些书上记载的人 都是跟爷爷有交情的 一旦我以后遇到困难 需要人帮忙 找他们准没错 以无声为力就可以知道 亲爷爷 有了这些人 那我以后不是可以横着走了 他们如果全罩着我 那谁还敢来惹我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九尾湖给我泼了一盆冷水 人情失误 用一分就少一分 只会越来越少 不会越来越多 不到万不得已 千万别乱用人情 答体还须自身硬 他们是卖你爷爷的面子 不是因为你 你不行 有些东西总会用光的 九尾湖不知道何时 已经坐在了我的背后 又一次看透了我的心思 他的意思很明显 是要我自己变强 而不是一味地依靠爷爷 明白了 师父 我收起了本子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绝不拿出来 九尾湖说得对 爷爷虽然留给了我很多东西 但凡事最好还是靠自己 啃老只能坐吃等死 不过话说回来 我又开始期待 林翔的这枚铜钱 会带来什么东西 往后的铜钱 是越来越晚显灵了 不过给的东西却很好 我都怀疑是 爷爷给我准备的各种外挂 不过目前遇到的麻烦 还不足以让我使出这些东西 深夜来临的时候 我又开始 露出了邪恶的微笑 是时候又去整成老爷了 前两天 我控制管载的尸体 把他给捅了 而在九尾湖师父的安排下 我还和他的女儿 有了露水情缘 毕竟是敌人 如果内网我不敌那个响头尸 那我的下场肯定会很惨 甚至会死无全尸 所以对待敌人 或许就不该太仁慈 九尾湖不是人 他身处动物的事件 他的三观很简单 弱肉强食 面对敌人 要么降服 要么杀戮 心慈手软 留敌人一线生机 或者死的就是自己 陈老爷已经对我动了杀心 我自然不能对他手下留情 九尾湖 知道我下不了手杀 那个陈家二小姐 不是当晚才知道 应该早就算出来了 所以 还不如让我收服了他 反正不管怎么样 就是不能放过他 这一次 他有惊无险地逃跑了 若有侥幸心理 下次必定还会回来害你 没有付出代价 就不会害怕 这就是人性 还有两个原因 九尾湖师傅 好像说我跟陈家三姐妹 都有渊源 他们前世欠了我 我无论对他们 做什么 都不会结下恶果 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如果真是这样 那我心里的罪恶感 会减少一点点 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想斩断我的七情欲 因为我定力还不够足 斩断七情欲之前 它会让我不断体验 情暂时没有 但欲必须满足 只要经历的足够多 才能真正地 让定力坚不可摧 还有 其实 那晚的事情 我已经记不起多少了 记忆非常模糊 因为我被九尾湖下了药 事后我找林一一问过 她见我跟九尾湖杀过人后 对我们变得十分惧怕了起来 而且非常乖 问什么就答什么 做家务也勤快了 更加不敢再来勾引我 见到我们战战兢兢的 如临大敌 生怕做错事 就会把小命给丢掉 我看了下时间 也是时候去向陈老爷追债了 他一天不给钱 那我就每晚去折磨他 让他生不如死 叫天天不婴 叫地地不灵 陈老爷可能怕了 哪里都不敢去 一直躲在家中豪宅 周围全是保镖 现在已经有所防范 他知道 如果不给我钱 我不会罢休的 今晚的月亮很大 管家凶性 大发 月光属阴 可以让尸体生邪 幸亏我倒横够 不然管家的尸体容易反噬 今晚最好能有生邪 喂养他一下 不然的话 压不住这个邪性 陈老爷这些保镖 肯定挡不住管家 有枪都没用 管家现在是行尸走肉 跟僵尸一样 除非他们有本事 将管家的头给砍下来 不然难以击杀 但管家力大无穷 身体犹如金刚不坏之身 我要是控制他杀人 这些血肉之躯 就会跟烂泥一样 能够一掌拍烂 血肉瞬间磨火 当场惨死 这一次 我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城府 有几个保镖确实凑了过来 但都被管家解决了 我没杀他们 但没一个月下不了床 这已经算是我 最人质的手段了 我跨进了大门 然后大声喊了一句 陈老爷 该还钱了 三个亿 一个子都不能少 可没有人回答 陈家虽灯火通明 但一个人影都没有见到 静悄悄的一片 大厅或者楼上 也是寂静无比 不知道人都去哪了 如果陈老爷不在这里 那他绝不会雇佣 那么多保镖守家门口 那狗日东西 肯定是躲起来了 而且 这里的气氛不太对劲 怕是有埋伏 我开始掐指 然后手碾杨绝 口念挂术 挂向立线 这一挂 是雷泽闺魅 险向丛生 这里有危险 哼 果然陈老爷 还是不愿意坐以待毙 应该是请了人来对付我 再说了 刚刚回国的女儿 都被我动了 她能甘心服气吗 估计现在都想 将我大谢八块了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一把枪顶 在了我的头上 侧面有个女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了 速度很快 下盘很稳很轻 走路都没有脚步声 是个恋家子 但看她的脸蛋 又不像那种三粗五大的人 脸蛋很精致 跟陈琳 陈毅有几分像 戴着副眼镜 丝丝纹纹的 穿着短裙JK 还挺有诱惑力的 可看上去有些小 大概刚刚二十岁岁的样子 还很嫩 可她的眼神和表情 绝不落于任何人 这个 该不会是陈老爷的第三个女儿吧 这狗东西也太窝囊了 自己怕死 一而再 再而三地让自己女儿来送死 可真是中国好父亲 一开始是让陈琳来找我谈判 这个恐怕就是第三个女儿了 可那陈老爷胆小如鼠 自己从来没有现身过 行 既然你把女儿都一一送到我嘴边 那我岂有不收之理 我成全你 中国好父亲 我不喜欢别人拿枪指着我的头 我完全不害怕 扭头看向了她 而且脸上还带着笑容 她看见我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 还带着微笑 顿时怒了 枪狠狠地往我太阳穴上队 你还敢笑 你不怕死吗 我怕死 我点了点头 她更加不解了 眉头紧皱 怕死你还敢笑 你就不怕我扣下扳机 一枪给你抱头 我摇了摇头 我怕死 但你杀不了我 她也笑了 表情和语气变得冰冷了起来 哼 好自信哦 你居然敢动我二姐 我就不信 你能快过子弹 果然 她就是陈老爷的第三个女儿 还想拿枪吓唬我 替她二姐报仇 她不会开枪的 如果杀人 她堂堂陈家三小姐 怎么可能会动手 到时候出什么事 杀人可是大罪 这种脏活 肯定找人替她干 这枪自然是拿出来吓唬我的 可是 我已经说过了 我不喜欢别人拿枪顶着我 我看着她的眼睛 一动不动 眼睛仿佛梦眼一样 但我嘴皮子 却是快速动着 她听不清我在念什么 只是觉得有些诡异 甚至头皮发麻 你在干什么 快停下来 别念了 我真的会打死你的 她有些急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她突然全身僵住了 因为她感觉后背发凉 肩膀上趴着一个女人 那女人的脸 好像被硫酸泼过一样 猙獰又腐烂 还有俯虫在上面爬来爬去 女人咧嘴一笑 牙缝里全是血 就那样趴在肩头上看着她 极其的惊悚 还有更可怕的 她的枪 变成了一条蛇 一条黑色的蟒蛇 缠绕在她手上 啊 她终于受不了 尖叫一声 将枪扔了出去 然后手忙脚乱地 去推肩膀上女鬼 一边往后退 一边疯狂挣扎着 人已经吓得花容失色 刚才的傲气和凶狠 荡然无存 可是没一会 她肩膀上的女鬼就消失了 蛇也重新变回了枪 可是枪已经来到了我的手里 没错 这一切都是幻觉 在她跟我对视的一瞬间 就中了我的咒术 从我眼睛视线一开的时候 幻觉就会消失 这种术其实很多 茅山倒术也有 最出名的是 奇门遁甲之术 也是魔术的幻变由来 有些是障眼法 有些则是让别人产生幻觉 在古代的时候 奇门遁甲 很受江湖术师的喜爱 枪在手的时候 就换我指着她了 让我没想到的是 这确实是一把真枪 果然有钱人就是会玩 别乱动 我不会开枪 要是万一走火什么的 我可不负责任 我用枪指着她的脑门 她吓得咽了咽口水 不敢乱动了 而且刚刚从幻觉里缓过来 还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 更加不明白 为什么枪会变成了蛇 而刚才见到的女鬼 则吓得她心有余悸 现在脸还是苍白的 你可别乱来 你杀了我 你要坐牢的 她急忙提醒道 但有点心虚 说话的时候都不敢太大声 因为枪是她拿出来的 甚至也是她刚才 先拿枪指着我 现在反倒提醒我 杀人要坐牢 可太搞笑了 刚才不还挺狂的吗 说要打死我 咋现在这么怂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没有开枪 而是问她名字 但枪始终顶着她的脑袋 我不杀她 但我得让她老实起来 陈 陈寒 你先把枪放下 她支支吾吾地答道 还是有点害怕 这个年代被人用枪指着头 一个黄毛丫头 确实容易害怕 你刚才不还挺拽的吗 咋现在这么耸了呢 跟个孙子一样 我冷笑道 故意调侃她 她又美又白皙 这应该是 她在三姐妹中最有特色的 论美貌 她比不过大姐陈琳 论身材 她比不过陈毅 但她的腿 确实又长又好看 陈寒沉默了 一句话不说 她知道我在故意侮辱她 而她现在落在我的手里 有苦说不出 怎么不说话了 你爸在哪 我抬头看向了四周 陈老爷是真的狗 女儿都被人用枪指着头了 到现在还不出来 我不知道她藏在了哪里 陈家豪宅太大了 我要找她得将陈家挖地三尺 拿枪欺负一个女孩 算什么本事 有种把枪给我扔了 陈寒突然对我用激将法 是吗 你难道还能打赢我不成 我斜眼瞪了她一下 她确实不像普通女孩 应该练过 但她不知道 在她面前的是怎么样的 一等一高手 你说呢 把枪放下试试 我把你当狗打 陈寒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 居然敢这么挑衅我 输了怎么办 我继续问道 陈寒不屑一顾 完全一副看不起我的样子 输了人你处置 就凭你 但有个前提条件 不能再用咒术纸类的东西 行 任我处置 你说的 可由不得你耍赖 我冷笑着 嘴角露出了一抹邪笑 哼 你想帮你二姐出头 但恐怕 你得落个跟她一样的下场 行 我陈寒说一不二 绝不食言 陈寒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 根本毫不惧怕我 我二话不说 将枪卸掉 然后尽情扔掉 现在 满意了吧 我朝她问道 本来要收拾她 有一百种办法 比如我身后的管家 我只要用竖法控制她 凭陈寒一个普通丫头 根本对付不了这种蛮事 可陈老爷始终不想出来的话 那我就只能陪他女儿玩一玩了 此时陈寒突然嘴角上翘 露出了一抹自信的微笑 他把眼镜摘掉 表情突然凶狠地起来 宛如一个杀手 气势也完全不一样了 跟刚才支支吾吾的样子 判若两人 你知道空手道吗 陈寒一边做着热身运动 一边朝我问道 我点了点头 空手道自然知道 现在很多人都送孩子去学这种 我是黑代 你死定了 陈寒怒吼了一声 猛然出拳 拳带出一阵进风 将我的刘海都吹了起来 这一拳 确实尽力十足 如果是普通人 绝对被他 揍得鼻青眼肿 倒地哀嚎 但他这种什么空手道 在我的面前 犹如花拳绣腿 啪一声 我伸出一只手掌 轻松挡住了他的拳头 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他愣住了 没想到我这么轻松 就挡住了 他的拳头和尽力 甚至眉头 都不带皱一下的 不可能 他喃喃自语 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 空手道黑代 已经是很高的段位了 如果到了黑代时段 更是最高境界 我可以挡住 但完全无视他 甚至极其轻松地接下 这他不能理解 就算是外面的保镖 估计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 功夫 是杀人界 你这个太垃圾了 就是个花架子罢了 我单手挡下他的攻击 这让陈寒震惊至极 而接下来 我的招数却极其凶狠 让他完全招架不住 他的所谓空手 倒在我眼中 只不过是花架子 我的伸手比他好上十倍 且招招打击要害处 让他防不胜防 几招交手 他就不堪重负 呕的一声 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我掐住了他的喉咙 将他遏制在了墙边 他要是敢动半分 我就直接捏碎他的喉骨 让他当场暴毙 陈寒被我的本事 和凶狠吓到了 我毫不怜香惜玉 甚至差点要了他的命 他开始恐惧 怕死在我的手上 我跟他的级别差太多了 我这个敌人 不是他能对付的 他以为仗着自己 是空手到黑带 就能完爆我 没想到直接惨败 于我的手上 可是 现在才领悟 已经太晚了 他输了 他要兑现自己的沉默 你应该记得 自己说过什么吧 你说了 我冷冷看着他 仿佛在看着一只猎物 反正已经动了 陈老爷一个女儿 也不在乎再动一个了 陈琳那天走之前 跟我说过一句狠话 虽然他也知道 是自己爸爸陈老爷不对 可他是陈家的人 流着陈家的血 我如果成为了陈家的敌人 那他只能对付我了 眼前的这个女孩也是 他虽然年轻 可也是陈家的人 他也是一个 不折不扣的敌人 对付敌人 我绝不会手软 我不知道是不是 沾染了九尾狐的兽性 但在他的教导下 我确实慢慢变得 跟他一样了 我放过他们 他们下一次 有机会 一定不会放过我 我的仁慈 说不定就会让自己暴毙 可以不杀他们 但必须让他们恐惧 忌惮 甚至占有 陈寒脸色铁青 双拳紧握 他记起了自己说过的话 如果他输了 那要他怎么样都行 你 你想干什么 陈寒下的话 都说不利索了 额头上痘大的汗珠 流了下来 打射他的头发 稚嫩的脸 显得多了一份诱惑和性感 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朝着豪宅四处喊道 陈老爷 你再不出来 你的女儿我就带走了 陈寒吓坏了 脸色更加苍白 因为他知道 他将跟他二姐一个下场 救我 爸 救我 你休想 你走不出陈家的 陈寒拼命挣扎着 可无济于事 喉咙被我掐着 任何挣扎 都是多余的 陈老爷可真是铁石心肠 自私自利 他不但没出来 甚至连声音都没坑一下 他 害怕我 可是 他又耗面子 本来乖乖向我低头认错 给钱就行 但他可是陈家的老大 屈服我一个矛头小子 传出去定让人笑话 他那天为了面子 连亲妈都可以活埋 别说女儿了 别喊了 你爸不会出现救你的 再说了 也是刚才你自己许下的诺言 说了怎么样都行 我提醒他道 陈寒无话可说 确实是他刚才夸下海口 说说了怎么样都行 他怎么都想不到 一个风水师的身手会这么强 强到他一个空手到黑带 连几招都接不住 太恐怖了 你 走不出陈家 陈寒从嘴巴里 印挤出了几个字 然后满怀希望地看着外面 我自然知道 外面有人 而且还不是普通人 从我踏进这里的第一步就知道了 可他一直不出手 我在等 等他出手 这屋子 其实早就有猫腻 我刚刚进来的时候就发现了 但我不动声色 什么都没说 正东方 正挂之巷 有一张黑色的符 还有黑绳绑在屋檐之上 东南角 驯挂之巷 有一根断纸 甚至还在滴着血 血如硫酸一样 滴落地板上 瞬间融化 然后冒着青烟 但这一切都发生在角落边上 这么大一间豪宅 如果不仔细看的话 根本发现不了 而且我一进来 陈寒就开始出来 分散我的注意力 寻常人 那就更加无法发现了 可我一向心血 早就发现了这些 而且我也明白 陈寒只是一个诱饵 分散我注意力的诱饵 可他没想到 我会强得这么离谱 不但没有成功分散 我的注意力 还落入了我的狼爪 估计现在 肠子都毁清了 这份工作 其实可以让其他人来代替 但他看不起我 有枪在手 自己伸手又不错 自然不觉得能输给我 于是就抱着 给自己二姐报仇的念头 出现在我面前 屋子里不止两个方向 设置了咒术之类的东西 还有西北角 前挂象 西南角 昆挂象 那两个方向 分别有头发和一张人皮 放置的点对应了四个方向 而且分毫不差 这很明显 是有人在这里布下了阵法 一个取人性命的凶阵 可这个阵法我很陌生 也从没有耳闻过 咱们国家虽然咒术无数 但八个方向挑了四个 而且手段很奇怪 有点像东营岛国的乌咒 东营的神社 有一种职业 叫做女巫 跟阴阳师不同 他们会黑咒术 邪门又诡异 你 是不是在东营岛国留学 我朝陈寒问道 陈寒有些惊讶 但没有说话 算是表示了默认 这个不难猜 他这一身打扮 加上学的空手道 极其有可能就是 从东营留学回来的 那不用问 他肯定也是按照陈老爷的吩咐 从东营请了人回来杀我 可我很奇怪 为什么那个人一直不出来 是在等什么时机吗 这个阵法很诡异 我暂时还不知道怎么破 毕竟是国外的玩意 而且到现在都没有发动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外面的一束月光照了进来 那本来是银色的月光 可瞬间就变成了红色 跟血一样 与此同时 四个方向的东西 开始沸腾了起来 外面马上响起了铃铛声 我懂了 原来是在等月光的阴气 这样才能完美地出动阵法 你完了 我说过你走不出陈家 秦子是最厉害的女巫 你今晚必死无疑 陈寒突然露出了笑容 好像自己已经反败为胜 等会就将我踩在脚下一样 闭嘴 我手稍微一用力 她的咽喉就发出了骨头收紧的声音 然后大口地吐着鲜血 不管怎么样 我杀她也是一念之间 连五秒都不用 陈寒也才意识到了这点 连忙闭嘴了 不敢再惹怒我 因为她的小命还在我的手上 现在就想着赢 也太天真了 我先给她一点苦头吃 让她害怕恐惧 不然怕她等下故意捣乱 分散我的注意力 我得聚精会神地对付那个叫 秦子的女巫 铛声越来越响 震得我耳朵发麻 四个方向的东西开始化成了厉鬼 然后倒掉在了天花板上 黑服 断手指 头发 人皮 都成了恐怖的厉鬼 吐着长舌头 渗人地看着我 我眼睛开始有点花 好像在产生幻觉 周围不知道为什么 全都是黑线 密密麻麻的 跟细小的蛇一样 将我围了起来 我看见了前面有一幅棺材 那棺材就像黑洞一样 吸引着我进去 恶鬼们在笑 声音很尖锐 很诡异 听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阴风阵阵 铃铛声不断 月光变成了血水 哗啦啦地流着 将我的鞋子染红了 我知道 这一切都是幻觉 这个阵法的作用 我已经大概明白了 配合铃铛声和阵法的煞气 让我深陷其中 产生各种各样的幻觉 然后在幻觉中死去 神鬼皆听令 阴法驱失 心意合一 去 我双指竖起 然后念起了咒语 驱使着管家的尸体 冲向了外面 想将外面的女巫 给解决掉仙 铛声一停 这个阵法 也就无法完美触发了 不攻自破 可与此同时 一道靓丽的身影 也闪了进来 是一个东营女子 年纪大概25 6岁 一身黑屋女袍 手拿屋杖 身手十分了得 嘴里叼着一张黑服 另外一只手 拿着黑色小铃铛 这么年轻就有此造诣 这女巫前途无量 在东营的小岛国 可是很罕见的 她应该就是 陈寒请回来对付我的琴子 用黑咒术的东营女巫 琴子进来后 一个打滚 然后打出了嘴里叼着的黑服 管家见到人 尸性大起 直接扑向了琴子 可黑服刚刚好 打在了管家胸口上 只听见砰的一声巨响 一大片火花 随着黑服 在管家胸口炸起 将管家直接炸飞到半空 然后重重落下 管家的胸口 顿时出现了一个黑窟窿 黑服威力巨大 胸口直接炸没了 但管家是行尸走肉 即使这样 也无法将它彻底消灭 哇 管家大吼一声 尸气喷涌而出 想再次跳起来 可琴子手中的乌杖一旋 他口念咒语 乌杖一端发出黑光 直击管家的额头 碰 乌杖贯穿了管家的头颅 将它钉在了地板上 无法动弹 只能呲牙咧嘴 凶狠地叫着 巴嘎 真顽强 琴子说着别脚的普通话 突然猛地一下 坐在了管家的头上 然后双腿一夹 直接将管家的头颅 给硬生生扭断了下来 整颗头颅 咕噜噜地滚落余地 管家抽出了几下 不动了 我将斧打入了管家的脑袋里 头被卡断了 那他就没了 好强 这女巫有点东西 居然将管家给解决了 到你了 垃圾 琴子站起来 用乌杖指着我 轻蔑地说道 还没有人能在我的四周树下 存活下来 巴嘎牙落 管家倒下 琴子不屑的话音 在我耳边响起 周围一片血色 厉鬼呼啸 幻觉如影随形 不断在我眼前浮现 在琴子眼里 我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破不了这阵法 我不可能赢到了他 可我一点不慌 因为我 已经有了破阵的方法 这种血法之阵 用至纯的厨子之血 可直接破除 配合我的法力和符咒 那就更加厉害了 那厨子在哪呢 呵呵 我旁边不就有一个咯 我掐指一算 被我遏制住的陈寒 还是完毕之身 一个不折不扣的小厨子 这还挺难得的 很多女的早就不是了 根本等不到18岁 时代越来越开放 今世已经不同往日 而且 陈寒身处东营这种地方 能保存完毕之身 真是罕见 我的幻觉 已经越来越严重 阵法的煞气 不断轻视我的身体 就连看陈寒 也是恶鬼一个 他披头散发 獠牙长爪 不断挥舞着 对我恶狠狠喊道 我要杀了你 杀了你 我咬紧牙关 心里默念静心咒 这样可以 稍微缓解一下 这个阵法 是借助月光的阴力 其威力极其恐怖 大自然的阴阳之力 很难靠个人抵挡 不然 我早就破了这个阵法 虽然看着陈寒像鬼 但我知道 这都是幻觉 我手指稍微一用力 手指甲直接扎进了 他的脖子皮肤里 顿时有许多鲜血渗了出来 然后沾染在我的手上 我挥手打在了他的脖梗上 他两眼一翻 顿时晕了过去 我将血抹在了眼睛上 以厨子之血开阴眼 可破幻想 还有一些 血抹在了黄浮上 以便做法 烽火雷电 千军戒法 阴阳破邪魅 乾坤震天地 黄浮顿时化成一条火蛇 将周围的一切幻想吞噬 我睁开了阴阳眼 世间一切都回到了正常 刚才的鬼怪和邪门幻想 一瞬之间全部消失 四个方向发出了闷响 那些咒术的东西 全部爆炸了 一顿焦味和恶臭传来 所谓的四咒术阵法 反倒被陈寒和我的树立所破 再无丝毫作用 当然了 这还得感谢管家的尸体 没有他拖延的那一点时间 可能我已经死了 这东营的巫女好厉害 此阵差点要了我的命 秦子刚刚得意的表情 突然阴沉了下去 他用震惊的表情看着我 有些不可思议地说道 那呢 居然破了我的四周术幻阵 不可能 哼 什么不可能 现在到我了 臭女人 我冷哼了一声 四周已经恢复了平静 没有什么能困住我 我双指脸伏 扑斥一声 伏声明火 口念数咒 随着福利产生 突然刚才掉在地上的管家脑袋 飞空而起 从秦子的背后偷袭而去 狠狠咬在了她的脖子上 秦子以为管家的尸体已经死绝了 没想到我还可以控制她的脑袋 她一点防备都没有 被猝不及防地咬中了脖子 管家施牙尖锐 这一口可不得了 直接咬得满嘴血 鲜血溅了出来 染红了秦子的衣领口 她起伏的胸口颤抖了起来 发出一声惨叫哀嚎 可她没有坐以待毙 而是很快就还手了 手中的污障 往管家的头颅上敲 只听说砰了一声巨响 管家的头颅跟西瓜一样碎了 秦子倒退了几步 步伐极其混乱 跟喝醉酒了一样 跌跌撞撞的 脖子是要害 被伸咬一口 可是很伤的 而且血流不止 如果不及时止血 很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秦子脸色苍白了起来 连忙撕下袖口的布 然后包扎着脖子的伤口 嘴里还不停地骂道 卑鄙 难道比国的风水师 都是无耻之人吗 全搞偷袭 哼 我笑了 现在跟我讲道一廉耻了 这个什么四周树镇 难道就光明正大吗 还不是一开始就布置好 然后请君入蚊来赢我 呵呵 没错 我就是卑鄙小人 专门赢人的 我露出了一副 无所谓的笑容 还想道德绑架我 不好意思 我没有道德 我看你怎么绑架 尽管她是个女的 可对待敌人 还讲什么江湖道义 能赢就行 输的那个 就带着道义去见阎王爷吧 而且 我对不讲道义的人 更加不可能讲什么道义 你赢我更赢 你偷袭我 我也要偷袭回你 这就是彼国的礼仪 礼尚往来 这还没完 管家的尸体 我可不止打入了一张符 心脏和脑袋 都各打入了一张 只是以脑袋那张为主罢了 身体的部分 只要我强行控制 一样可以将它驱使起来 失随心意 符控名体 且 在我的术法控制下 管家没有头颅的身体 也猛然站了起来 尖锐的食指 直接插向了琴子 琴子这次有所防备了 但身体不行 反应太慢 跌跌撞撞地躲了一半 另一半被管家的力爪贯穿了 从背后到左肩 整个都是血淋淋地 尸爪透过身体 场面极其惊悚 血腥 可我笑了 因为我一点都不同情 也不觉得他可怜 如果败下阵来的那个是我 我可能比这还惨 我赢了 自然要露出胜利者的笑容 琴子痛得哇哇叫 可他居然还有反抗之力 手中污障突然爆了开来 他念着咒语 直接将无头的管家尸体炸开了 威力很大 自己也受到了牵连 手上全是血 他伤得很重 肩膀 脖子 手全是伤痕 鲜血染红了他全身 看着跟个血人一样凄惨 反转来得如此之快 几分钟之前 他还如一个高傲的胜利者 拿污障蔑视地骂我是垃圾 可几分钟之后 他已经凄惨地躺在了地上 浑身是血 连污障都没有了 我看他还怎么反抗 琴子挣扎了一下 但伤得太重了 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他颤抖的手 从怀里掏出了几张黑服 然后将血擦在了黑服上 打算念咒施法 虽然我不知道 他要施展什么咒术 但我不会让他得逞的 我突然走了过去 然后一脚踩在了他的手上 他惨叫一声 手疼地抽搐 手上的黑服瞬间跌落 也无力在念咒语 只能哀嚎着 哼 还想挣扎呀 想得没 我冷哼一声 眼睛狠狠盯着他 杀气咒气 牙灭蝶 不要杀我 不要 琴子疯狂摇着头 终于开始怕了 他说着东营话求饶 我也只能勉强听懂几句 他知道自己已经无力回天 而且 我要杀他 他叫了很多声救命 但没有用 陈老爷狗得很 自私又胆小 不可能赶出来救他的 他最后只能向我服软求饶 这么年轻的妹子 肯定也怕死 但不可能 他刚才差点杀了我 如果我心思手软饶了他 不知道他会不会回来报仇 万一下一次 我被他阴输了 死的就是我 他是陈家的人 不能留 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外面响起了警笛声 警察来了 好家伙 陈老爷还真不笨 知道这时候报警最有用 现在警察来的话 我就不可能再杀人 呵呵 陈老爷玩不起啊 这个人是真的狗 可他如果以为 这样我就会放过琴子 和他女儿陈寒 那就太天真了 我打晕了琴子 然后将陈寒 琴子 还有管家的尸体 一起扛在了肩上 三个叠罗汗非常重 但对于我来说 简直小菜一叠 以前练功的时候 不比这苦吗 以我的力量 扛这点东西 随随便便 我很快就消失了 身形如鬼魅一般 警察来到的时候 我已经拍拍屁股走人 负重的 我也身轻如燕 以前浑身都缠着沙包跑步 还要爬墙 那沙包比这众多了 陈老爷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过 我有听到一点点抽气的声音 是女人的 应该是陈寒的两个姐姐 他们想救陈寒 但又无能为力 而且 自私的陈老爷 不会让他们出来的 摊上这样一个爹 真是不知道倒了多少辈子的霉了 但还是他们自己做 如果不来杀我 就没有这样的事了 为了陈家出头要我命 就该想到 是什么样的后果 我不管你是谁 既然是来害我的敌人 那我绝不想手软 只是以前对女人 没有那么狠罢了 在九尾狐的调教下 我好像已经越来越狠了 我顺利回到了家 然后将勤子和陈寒 先扔回了房间 将管家找个好地方埋了 还给他做法超度 烧了许多钱 说来挺不好意思的 还将他的尸体弄成了这样 但比起埋在公厕 他现在也值了 能够埋得安息 我找的地方 虽然不是什么风水宝地 但也还行 而且陈老爷永远都不会再找到他 磕了几个想头后 我回了谷屋 秦子还在昏迷 他伤得很重 但陈寒已经醒了 还用身上的衣服 撕开给秦子包扎了伤口 见我回来 他慌了 有点后悔 刚才为什么不逃 但他看了看秦子 好像又没有办法 他逃得了 秦子怎么办 其实他不知道 他们谁都逃不了 因为这个谷屋 还有一个恐怖的存在 九尾狐 他虽然没有出现 但整个谷屋的东西 包括人都在他的掌控里 现在该兑现你的诺言了吧 愿赌服输 你现在想耍赖都不行 可是 陈寒吱吱吱吱的 也无话可说 认赌服输 话是他自己说 即使是恶果 也要自己往肚子里验 这时候 门外的一双眼睛突然消失了 还有一个欣慰的笑容 也随着门缝合上不见了 我其实早就发现了 九尾狐一直在门外偷窥 但我的做法 好像很令他满意 所以他才会露出那样的表情 我已经继承了他的作风和手段 甚至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他 因为我学得太快了 我将陈寒拎了出去 你可以走了 回去告诉你爸 快给钱 三个亿 一分不能少 给钱 三个亿 怎么回事 陈寒疑惑地皱着眉头 有些不解 我看着他 感到有些好笑 陈老爷不会没跟他说吧 自己女儿也忽要 你爸没跟你说实情 我问道 陈寒点了点头 说了 你害死了奶奶 玷污了二姐 所以我才要报仇 陈寒说 这句话的时候 突然落泪了 双拳紧握 身体都在发抖 他是又背又奋 本来想报仇 没想到却输得那么惨 呵呵 你爸可真是个大狐妖 你奶奶不是我杀的 我救了你爸和你大姐陈琳的命 可你爸却食言了 不给我应得的酬劳 还恶语相向 所以我才要报复他 你二姐陈毅在你爸的指使下 想要来杀我 结果自食其果 现在 明白了吗 我解释了全过程 和还原了事情的真相 然后冰冷地看着他 他愣住了 不知道说什么好 更加不知道该相信我 还是相信他那个畜生爸爸 把我的话带回去 滚吧 说完后 我砰的一声 将门狠狠地关上了 不带任何感情 求你不要杀琴子 求求你了 我爸如果骗了我 我不会再跟你计较今晚的事 就当没有发生过 求你不要杀琴子 陈寒拼命敲打着门 但我没有理他 直到自己的嗓子哑了 他才悄然离去 不知道什么时候 黑暗的大厅沙发上 坐着一个冷艳美人 他露出了八条尾巴 和一条断尾 优美的身姿 靠在了沙发上 眼睛悠悠地看着我 这是九尾狐师傅 第一次将尾巴露出来 以前从来没有过 而那条断的尾巴 即使在黑暗中 也格外地显艳 我记得那个男人 他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也记得九尾狐因为救我 所以才自断一尾 想起那个男人 我依然厚怕 他身上有九龙抬官的图案 而且是九条黑龙 宛如恶鬼修罗 让人胆寒 狐狸的尾巴 只露出来给信任的人看 你成熟了 所以从今以后 都是我值得托付信任的人 今晚你做得很好 九尾狐对我夸奖到 眼神中带着赞许 谢谢师傅夸奖 我谦虚地点了个头 还不是你老人家教得好 你要记住 我不是教你做一个坏人 而是 让你明白一个道理 人有时候都是动物 圣母心只会让你成为 别人的盘中餐 明白吗 你要如老虎一样 站立于他们面前 让他们明白 赶饭你就要成为 被撕碎的猎物 会落得一个 极其凄惨的下场 不然 九尾狐说完后 突然手一挥 一道灵光 划过了玻璃桌面 那上面立刻出现了 一个画面 那画面顿时 震占了我的心灵 只见我卧躺在地上 腰上中了一刀 嘴里全是血 已经奄奄一息 周边有三个女人 他们看着我 脸上毫无表情 好像在看一只 刚刚被宰杀过的鸡一样 这三个女人 就是那陈家三姐妹 陈灵 陈毅和陈寒 他们身后还站着人 一张张猙獰的笑脸 很模糊 但很惊悚 我看不清 这 这是 什么 我看着画面中的 自己慢慢死去 声音都在颤抖 好像自己真的死了一样 我的血随着时间 一点一滴地在流失 九尾狐叹了一口气 说 这是我原本的结局 因为我圣母心 不杀女人 手段不够狠辣 所以陈老爷 抓住了我这个弱点 最后给女儿们洗脑 把我给阴了 一刀偷袭 将我杀害 还有另外一些帮凶 也因为我心软没有杀 最后都成为了杀我的白刃 我愣住了 整个人都极其震撼 九尾狐居然有此本事 他不是在叫我 而是在救我 他在帮我逆天改面 我的结局改变了 因为我本来是要被害死的 如果不是他 我现在是不是 已经在黄泉路上了 我看着陈家三姐妹的脸 还有后面那一张张 这些人如果我当初都放了的话 将会是以后 娶我性命的凶狠利刃 现在该死的都死了 而陈家三姐妹 也会在心里留下阴影 对我恐惧至极 不可能再敢对我下手 而陈老爷也不傻 女儿送过来 就是羊入虎口 他还敢送吗 这个陈老爷也是真阴险 居然忽悠自己的女儿来杀我 而他一开始 也肯定是认为 我不会对他女儿怎么样 因为欠钱老赖的是他 女儿是无辜的 可万万没想到 我是个很上天的人 现在他估计长子 都毁清了 你也不用愧疚 对陈家女儿这样 这是他们欠你的 只是我没有想到 前世他们杀了你 后世居然也想杀你 果然无论过多久 人终究还是那个人 做出的选择也一样 九尾狐叹了一口气 有些感慨 前世 难道他们三姐妹 跟我有渊源 九尾狐没有告诉我具体情况 但没关系 我有龟壳 那东西占卜 可以之前因后果 等一下我就自己占卜寻因 师父 那个东鹰女人杀了吗 我看了看房间 秦子还昏迷在那里 现在都没有醒来 不用 留着服侍我吧 九尾狐好像还想收丫鬟 一个林依依满足不了她 可是 她是女巫 实力也不差 留在你身边恐怕 我担心这个秦子 会对九尾狐不利 林依依就是个普通人 容易控制 这时候 九尾狐看着我突然一笑 巫女需要纯净之身 所以很多巫婆老了 都还是完毕之身 破了她的身子 她的屋力就会损伤 到时候 就无法对我们造成威胁了 这是在暗示我 九尾狐一走 我给秦子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口 然后将她五花大绑了起来 这臭娘们 不是省油的灯 得限制她的人身自由 搞定一切后 我拿出了那个龟壳 既然九尾狐不愿意 告诉我前因后果 那我就自己占卜算卦 铜钱扔进龟壳后 我开始以占卜之术 驱使着铜钱 让其在里面不停地摇晃着 龟壳里面发出清脆的当当声 有股力量在运行着 这玩意有点邪门 但又是任何占卜法器 都无法比拟的 片刻后 我倒出了铜钱 挂伊利线 钱是仇 金生院 轮回不销 事事还 我皱了下眉头 不知道什么意思 突然龟壳发出一道鬼光 铜钱转动 我的脑海出现了一幅幅画面 跟电影一样快速播放着 虽然速度奇怪 可我的脑海却清楚无比 画面中显示 三个女人赶往另一个地方 她们是姐妹 但是途中被劫匪拦下 劫匪将其他人都杀了 而三姐妹貌美如花 劫匪看重其色 纷纷扑上去 如恶狼扑骄羊 狼爪肆意在美人身上 胡作非为 眼看三姐妹就要沦陷于狼群 这时候 突然有一魁梧男子杀出 他伸手不凡 将正在行凶的劫匪 杀个片甲不留 慌忙逃窜 成功救下了三姐妹 男子极其善良 害怕三姐妹途中再出什么事 亲自将其送回家中 可男子好像是个妇人 包袱中有不少黄金和翡翠白玉 价值连城 三姐妹突然对这些钱财动了心思 结果在父母的怂恿下 假意留男子下来吃饭感恩 殊不知偷偷在饭菜里下毒 男子毫无防备 谁能想到 还有人会对恩公下手 这是人做的事吗 虽武功高强 但毕竟是人区 中了毒后 已无反抗之力 意识模糊之际 被三姐妹拿刀在背后捅死 此时才知最毒妇人心 可为时已晚 就在这个时候 画面消失 哐当一声 旋转的铜钱掉落 龟壳的鬼光不见了 按照九尾狐的说法 难道那个男人 就是我的前世 之前也占卜过一次 跟现在一样 也有画面出现在脑海里 但不是这个男人 如果都是我 那应该不是同一世 上一次的 好像是和一只狐狸 而这一次 被三姐妹忘恩负义捅死了 这让我学到了两件事 第一 不要多管闲事 当好人 不一定有好报 第二 钱财不要外露 如果不是露财 那三姐妹也不会鬼迷心窍 杀了自己的救命恩人 他们落到劫匪手里 那必定是玩弄致死 这三姐妹 不会就是陈家三姐妹吧 前世他们忘恩负义 为了钱财 拿刀捅死了我 所以今生 九尾狐让我报仇 这 好像很合理 而且跟他们也真是冤家路窄 这辈子又是想捅死我 我还是那个我 救了陈灵 但没有好报 如果我之前还心软人刺放了他们 那他们这辈子 依然会捅死我 幸亏有九尾狐 而我 突然变得不像我了 被狐仙叫化后的我 狠了起来 也不再心慈手软 命运发生了逆转 他们欠我的 也确实该还了 他们既然要捅我 那我就要反击 我不是杀他们 这样就不是轮回不消 恩怨能了 如果我杀了他们 虽说是还债 他们欠我的 但他们前世杀我 我今生又杀了他们 就形成了一种 冤冤相报何时了的轮回恶果 他们下世 又要杀回来 可九尾狐却用这种办法 巧妙地解下了因果 让循环中断了 也改了我的命 妙啊 太妙了 九尾狐卿 果然是YYDS 如果换是我 第一时间肯定是杀 看了那些画面 谁不气 救了你们 还恩将仇报 为了抢财 居然下毒残杀恩公 这是人做的事吗 简直诸狗不如 人神共愤 我要是一开始知道这些 必定将陈家三姐妹 大快朵移 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可轮回英国很复杂 不是简单地还债 和报酬那么简单 但狐卿很厉害 直接用这种办法 巧妙地解开了因果 那三姐妹可恶吗 可恶 极其的可恶 可他们不能完全代表 陈家三姐妹 那只是他们的前世 就好像你前世是个坏人 然后这辈子就要枪毙你 这公平吗 肯定不公平 你前世坏 不代表你今生也是坏人 但前世欠下的债 要还吗 当然要还 这就是前世因 后世果的复杂之处 而胡仙的高明之处 则是解开了因果轮回 还让那三姐妹还了债 妙 真是太妙了 虽说是前世 可想想是真气人 救你性命 还被毒害抢财 这简直可恶到了极点 还有个陈灵 就剩他的债没还了 如果说陈毅和陈寒 是被忽悠的 而知道事情真相的陈灵 就有些跟前世一样了 同样是救了他 同样是恩将仇报 居然帮他那个畜生父亲 陈老爷来害我 还说自己是陈家人 流着陈家的血 不管发生什么事 都会站陈家这边 行 两事都一个样 看我怎么报仇就完事了 现在陈寒回去 估计陈老爷肺都气爆了 不知道会找什么人来对付我 我收了他两个女儿 他非杀了我不可 我太累了 倒头就睡 大概中午的时候 突然被一阵阵祖骂声吵醒 好像是那个东营女人 秦子在瞎嚷嚷 巴噶亚路 放了我 你们滴 不得好死 放了我 秦子用着别角的普通话 然后带点家乡话 不停咒骂着 他伤应该好了一点 不然没有那么长的气在呐喊 九尾狐没有管他 不然他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 我走了出去 秦子一看到我 骂得更起劲了 但他被绳子绑得 跟个粽子一样 根本动弹不得 也挣脱不开 只能开枪乱骂 巴噶亚路 你这个龟孙子 放了我 我要你们死啦死啦滴 秦子对着我破口大骂 声音一句比一句大 我眼睛都不眨一下 突然扇了他一巴掌 啪一声巨响 整个鼓舞都安静了 秦子扭着头 嘴角有血 脸上多了五个 活辣辣的手掌印 他 被我扇猛了 闭嘴 再朝我杀了你 说到做到 我狠狠地朝他瞪了一眼 然后掏了掏耳朵 他声音太大 吵得我耳朵发麻 你有种杀了我 你杀了我呀 杀呀 秦子缓过来后 有点不服气 用叠脚的普通话 继续挑衅着我 他是真觉得 我不敢杀他 不然在沉降我就动手了 没必要将他抓来这里 哦 是吗 我淡淡地打道 然后抓起桌上的水果刀 一刀狠狠地插进了他 白皙又修长的大腿 血一下子就溅了出来 染红了他的乌袍 啊 秦子惨叫一声 人又猛了 没想到我这么狠 说动手就动手 林依依帮他包扎 我吩咐道 林依依已经不敢 违抗我的命令 连忙帮秦子包扎伤口 止血 鞋指住后 秦子已经一脸苍白 这时候他喘着粗气 已经疼得满头大汗 这时候 我突然又一刀 插在了他的大腿上 跟刚才一样 血哗啦啦流了出来 秦子再一次惨叫 然后傻眼了 这样折磨他 不比死难受吗 林依依给他包扎 我露出了一个坏笑 剑下球还敢挑衅我 呵呵 今天我就要让你看看 什么叫狠人 秦子 在我反复的折磨下 只能求饶 那双白腿 已经满是伤痕 他不敢再叫嚣 而是恐惧地看着我 因为我终于让他 明白了一个道理 什么叫生不如死 他不敢再反抗 甚至连话都不敢再说 人彻彻底底老实了 他只能天真的在 等着陈老爷来救他 没错 很天真 陈老爷 这杂碎会管他 呵呵 别傻了 陈老爷也只不过 将他当作一把刀罢了 而他这把刀却杀不了人 陈老爷自然是将他丢弃 要来何用 说实话 要不是九尾狐放话饶了他 我真想把他杀了 留着只会成为祸害 可林依依一个人不够 九尾狐还想要一个女人服侍 于是就留了他性命 但为了毁他污吏 虚破了他的身子 不然 他还是有很大的威胁 只是人越来越多 一万块都不够 怎么花销了 九尾狐最近学会了网购 得赶紧多赚钱 特别是陈老爷那几个亿 最主要的 还是赶紧收集完十个铜钱 这样我就可以随便 给任何人看风水 算命 办英事了 有这本事 我还会缺钱吗 有时候啊 说曹操曹操就到 就在此时 外面的门铃响了 第七妹铜钱 来了 我将秦子拖回了房间 然后将他绑在了床脚上 用袜子塞住了他的嘴巴 最后还围上了一圈胶布 确保万无一失 秦子虽止血了 可也算伤重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不可能再闹出任何一点动静 搞定后我才开门 门外站着一个女人 二十岁左右 她脸色苍白 眼圈泛红 好像很伤心的样子 请问 你有什么事吗 我朝女人问道 她掏出了一枚铜钱给我看 什么话都不说 我接过铜钱 仔细端向了一会 发现上面却有印着一个苏字 没错 这应该就是第七枚骨铜钱了 请进 我将女人请了进来 然后给她倒了一杯热茶 她喝了一小口 脸色才逐渐恢复了红润 她是第一个 来了不怎么说话的人 眼神有些暗淡 明显是伤心过度 请问 你有什么事吗 她不开口 只能由我来开口了 不然两人干坐着 也很尴尬 只要是因事 我都能帮你解决 包括算命 看风水 辟邪驱鬼 但要收钱 我又补充了一句 特别最后一句 尤为重要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井生 遇到林一一和陈老爷两个老赖 我都有些心有余计了 要不是有先办事后 收钱的规矩 我都想先收钱了 你 你这么年轻 真的能行吗 女人半信半疑地看着我 我那张稚嫩的脸 让她看起来很没底气 跟那些老道士 或者年过半百的算命阴阳先生 完全不同 还是那句话 干这行的 在别人眼里 都是姜还是老的啦 年轻都被误以为是神棍和骗子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前些日子才报道了一件事 一个神棍专门帮妇女开光 特别是那些不孕不育 怀不上孩子的 她的开光手段很离谱 说是寝神和菩萨上身 然后和那些女人上床睡觉 结果也确实有些女人 回去后就怀孕了 他们还感谢观音菩萨送子 观音菩萨送不送子我不知道 但这顶绿帽子 倒实实在在 送到了他们老公的头上 你可能会说 这世界上 哪有这么傻的女人 你别以为 这是我编出来的故事 这是真实案例 新闻和电视上也有报道 不信你自己 也可以上网查 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有的女人会那么傻 可能是疾病万头一吧 不过这些骗子和神棍 倒是败光了 我们这一行的名声 骗财就算了 还骗色 简直罪大恶极 这个你放心 我虽年少 可实力也不比那些老头子差 你只要说出什么事 我自然帮你搞定 我拍着胸脯说道 女人点了点头 好像只能相信我 她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想你救救我爷爷 女人说出了自己的诉求 救爷爷 你也遇到脏东西了 我皱起眉头问道 女人摇了摇头 顿了半想 才说出了一句 让我哭笑不得的话 我爷爷 已经死了 女人说完后 抿了抿嘴 好像有点不好意思 人死如灯面 死了找我干什么 挑坟挑地看风水吗 可看他的样子 根本不像啊 这种事情 静门应该就说了 哪会像现在这样 一会沉默不语 一会扭扭捏捏的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我爷爷 变成了鬼 女人又补充了一句 他可能怕我不信 所以说得特别坚定 鬼我当然信 我见得比他多 而且我不怕鬼 我只怕人 人心比鬼狠毒多了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人小鬼恐怖 鬼小人心毒 我来这里有段时间了 好人见过 一肚子坏水的也见过 跟鬼比 还是人更可怕 只是我很奇怪 他爷爷都死了 还变成了鬼 你说 找我驱鬼辟邪 我能理解 但找我救他爷爷 这我怎么救 要我帮他还阳吗 死而复生 想多了 这种逆天而行的事 我才不做 人死如灯灭 挂了就乖乖去地府投胎吧 整这些花里胡哨的干啥 女人说我误会了 不是要复活他爷爷 这是说起来复杂 他得从头说起 他叫王雪 是个没人要的孤儿 他口中的爷爷 也并非亲爷爷 当他还是个婴儿的时候 他爷爷从大雪纷飞的空殿 将他捡了回来 当时他身上 只有那枚古铜钱 还有一张纸条 纸条上面写了 这个古物的地址 还交代了一句话 遇到什么鞋事的时候 带着铜钱去古屋 会有人帮你解决 王雪很不理解 一个被遗弃的婴儿 父母居然交代这样的事 真是荒唐 可今天看来 这没骨铜钱 和那张纸条 也并非一无是处 他爷爷姓王 他是大雪那天捡来的 所以爷爷给他 取了个名字叫王雪 在爷爷的悉心照顾下 王雪着壮成长 成为了今天的大姑娘 他还有一个哥哥和姐姐 虽然不是亲生的 但也算一家人 至少王雪是这样想的 这个哥哥和姐姐 没有想象中那么待见他 特别是在爷爷老了以后 因为王雪可能要分走 大批爷爷的财产 而他只是一个 捡来的臭丫头 凭什么 王雪的养父母死得早 很小的时候 就出车祸走了 他们三个都是爷爷一手带大的 而和爷爷最亲的 就是王雪 最孝顺的也是王雪 虽没有血缘关系 但王雪对待爷爷 比亲得更亲 可在哥哥姐姐眼里 王雪只是个心机表 只想分更多的财产 爷爷年纪健大 他名下有两处房产 还有车子和存款 他们觉得 王雪就是亏是这些 才对爷爷那么好的 不然谁那么有耐心 照顾一个老头子 整天牢牢叨叨叨的 可王雪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他对爷爷的好事真的 就算以后 爷爷不给他留一分钱 他也毫无怨言 将爷爷养到 领老送终为止 正所谓生而未养 断职可还 生而养之 断头可还 未生而养 百事难还 意思是 生我的人但不养 断职可以还清恩情 生我还养我 那得断头还命才可以 就跟哪吒一样 不生我还养 这种恩情大于天 一百事都还不清 爷爷对王雪的恩情 王雪知道多少辈子都还不清 只能今世孝顺 对爷爷好 可爷爷的身体越来越不好 最后还是与世长辞了 王雪哭得稀里糊涂的 多次晕了过去 最让王雪揪心的是 爷爷重病临终的时候 他最挂念的孙子和孙女 都没有出现 他的那个所谓哥哥和姐姐 平时几乎不来看爷爷 就算逢年过节 都很少回来 一直以来 都是王雪陪在爷爷身边 悉心照顾 就跟小时候 爷爷照顾王雪一样 可不管怎么样 他们才是爷爷的亲孙子 临死前自然想见一面 但爷爷直到断气了 他们也没出现 爷爷死后 他们就赶过来分家产了 看都不看王雪一眼 更加不帮爷爷办后事 先拿到家产再说 尸体都晾在一边 简直不笑到了极点 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爷爷立下了遗嘱 所有的家产都留给了王雪 他们两人一分钱都得不到 包括现在住的房子 只要王雪愿意 他们都不能进来 而这栋组屋 价值八百多万 甚至更高 价值八百多万的组屋 居然留给了一个 毫无血缘关系的外人 这换谁不得发疯 而且还不止这些 其他的钱和车子 也全都留给了王雪 那两货一分钱都得不到 他们暴跳如雷 怒气冲天 直接指着王雪的鼻子 骂他心机表 肯定是他平时蛊惑了爷爷 能把所有东西 都给了他一个外人 真正的孙子一分钱不留 这可能吗 说王雪没有用手段 打死他们都不信 他们还合伙 将王雪赶了出来 那本来是属于王雪的屋子 不止这样 连同钱和车子 他们都强硬霸占了 简直恬不知耻 到了一种极其可怕的程度 本来王雪如果用法律的手段 这两个人 自然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可王雪善良 而且他们也确实是 爷爷的亲孙子孙女 财产理应归他们 王雪不想争 况且爷爷尸骨未寒 他更加不想闹得太难看 寒了爷爷的心 王雪对财产完全没有兴趣 他努力操办着爷爷的丧礼 让爷爷走得风风光光 他从头一手到了头七 还经常抱着爷爷的灵牌哭泣 他极其难过和伤心 他想爷爷了 可是从始至中 都只是王雪一个人陪着爷爷 那两货居然连来磕个头 上炷香都没有 简直就是不孝子孙 王雪上门理论过很多次 可那两货直接将他赶走了 根本不鸟他 可是这间屋子本来是属于王雪的 可王雪什么都不要 只想要他们去爷爷的灵堂拜祭一下 可他们都不愿意 说很忙 还要继续办理遗产的事 等过一段时间才去 但过一段时间 爷爷都下葬了 作为亲属 生前都不看一眼 死后也不看吗 王雪对他们失望透顶 可关于遗产的事 王雪始终没有去拿回来 如果打官司 他们肯定完败 但王雪不稀罕 他觉得这本来就是属于王家的东西 爷爷将他养大 他已经很开心了 不奢求任何金银珠宝 他也不在乎 可是 爷爷下葬没多久 突然就闹鬼了 但不是在王雪这闹 而是去找他那所谓的哥哥姐姐了 本来王雪也不知道这事的 因为他已经被赶了出去 也没有和哥哥姐姐们住在一起 可是某天早晨 哥哥将他骂了个狗血淋头 王雪这才知道 家里闹鬼了 哥哥的意思很明显 就是王雪装神弄鬼 故意来吓他们 就是为了遗产的事 死咬不放 还骂王雪不是人 居然耍这种卑鄙手段 王家白养他了 还不如那天 让他冻死在雪地里 就是一白眼狼 哥哥还咒他不得好死 出门被车撞 被雷劈 一辈子没人要 孤独终老 反正任何恶毒的语言 都骂了一遍 然后才挂了电话 王雪一脸猛逼 他可什么都没有干 而且 那本来就是他的遗产 他真想要 直接就法庭上见了 他们赢不了王雪的 用得着还装神弄鬼 去下你们吗 王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出于好奇 他决定今天晚上下班回去看看 可这一次回家 他居然看到了爷爷 他心心念念的慈祥爷爷 可是 已经人鬼殊途 爷爷变成了鬼 找回家了 还记得那天晚上 王雪偷偷摸摸跑回了家 刚刚到门口 突然就感觉阴风阵阵 黑夜中有模糊的人影 站在门口 然后敲着门 那人敲门的节奏很奇怪 四下四下地敲着 全程不说话 但他周围全是阴冷的风 呼呼吹着 他勾搂着身躯 背影有些熟悉 但跟个影子一样 模糊不清 可不管怎么敲着 门后都没有回应 好像压根就不会有人来开门 王雪撞着胆子走了过去 然后拍了拍 那个人的肩膀问道 你为什么敲门 找里面的人有事吗 就在这个时候 那个人的头 突然一百八十度转了过来 脖子一动不动 但脑袋却转到了背后 哇 王雪吓了一大跳 这不是妥妥的鬼吗 他尖叫一声 腿一软 直接摔在了地上 他一个女孩子 第一次见到鬼 自然是害怕到不行 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 可是那一张毫无血色鬼脸 让王雪愣住了 爷爷 王雪情不自禁地患了出来 虽然他变成了鬼 虽然他现在样子很阴森可怕 但他依然是王雪 认识的那个爷爷 爷爷没有说话 只是对王雪诡异地笑了笑 笑容虽然阴森诡异 可在王雪看来 却异常亲切 即使在梦里 王雪也不知道多少次 想再次见到爷爷的笑容 可是难以了愿 对爷爷的思念 犹如涌泉 爷爷没有害王雪 他缩成了一团 跟壁虎一样钻进了门缝 然后消失不见了 阴风也跟着停止 好像进屋去了 爷爷 爷爷 王雪站了起来叫着 拼命敲打着门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门打开了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走了出来 正是王雪的那个姐姐和哥哥 哥哥叫王涛 今年25岁 戴着一副眼镜丝丝纹纹 可却是个不孝孙 姐姐叫王婷 今年23岁 长着刻薄像 见到王雪就翻了翻白眼 一副恨不得王雪马上去死的模样 王雪也不知道 为什么同一屋檐下的三个人 长大后 关系会插成这样 一直以来 王雪都对他们非常好 将他们当成亲哥哥姐姐看待 可他们却把王雪当成仇人 恨王雪入骨 妹妹 我就说是她在这里装神弄鬼 这心机表真卑鄙 还想夺走我们的家产 都什么年代了 以为我们会怕鬼吗 还装鬼 呵呵 王涛讥笑了一下 然后狠狠瞪着王雪 王婷更过分 直接拿起了扫把 然后警告王雪 如果还不走 那就拿扫把赶他 丝毫忘记了 这本应是谁的房屋 如果不是王雪善良 他们能进去住 还敢人家 真是搞笑 王雪好不容易见到爷爷 即使是鬼 他也还想再见一面 他绝不肯轻易离开 还有 爷爷化成了鬼回来 那就是死不瞑目 说不定有什么事 王雪极其担心 他一定要见到爷爷问清楚 不然他不会走的 再说了 他从来都没有装神弄鬼过 爷爷进去了 我要进屋找他 你们让开 王雪不顾阻挠 拼命想进去 可王涛和王婷 怎么会让他得逞 还爷爷进去了 爷爷尸体 都臭了吧 买几天了 真以为有鬼 都什么年代了 不就是想回来抢遗产吗 遗产是他们的 外人想拿一分钱 门都没有 王婷怒了 用扫把拼命地敲打着王雪 想将他赶走 可王雪见爷爷的决心 非常大 王婷都打断扫把了 他还是哭喊着要进去 王雪的身上满是伤害 甚至流血 但他不在乎 爷爷最重要 爷爷化成鬼回来 一定是有什么事 或者有什么话想说 王雪一定要完成 爷爷的心愿 让他安心地去 可王家兄妹心极其得很 即使这样了 依然不让王雪进去 看王婷打断了扫把 都无济于事 王涛直接出手 拽着王雪那沾满血的秀发 直接提了起来 然后扇了他几巴掌 滚不滚 不然别怪我打女人 王涛都动手了 才说出这样的警告 着实有些可笑 这两巴掌扇的极其重 王雪口鼻都出血了 脑袋翁翁的响 看上去极其可怜 可王雪还是摇了摇头 不见到爷爷 死都不走 好 那我就成全你 王涛扭了扭脖子 发出啪啪的声音 好像要下重手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屋内 响起了支压支压的声音 很诡异 哥 屋里的太师姨 好像在自己动 王婷瞄了一眼屋内后 打了个寒颤 王涛皱了皱眉头 有些怀疑 不可能屋内已经没人了呀 太师姨怎么可能会自己动 王涛又看了看王雪 以为是他搞的鬼 可他现在就在自己面前 怎么搞鬼 突然 王雪猛地一下咬在了王涛手上 王涛疼地尖叫了一声 下意识放开了王雪 趁此机会 王雪拼命地逃进了屋里 臭婆娘 敢咬我 找死 王涛怒骂一声 看着带有几个深深牙印的手指 立马扑了进去 王婷跟在后面 也是气势汹汹 好像他们有理一样 可三人一进到屋子里 都呆住了 那张闲置的太师姨 好像有人在坐着一样 不停摇晃着 发出诡异的吱吱之声 非常恐怖 可太师姨上根本没有人 也没有风 屋内异常地平静 这诡异的吱吱声 听得三人头皮发麻 特别是王涛和王婷 表情恐惧 不停咽着口水 还死死盯着王雪 希望是他搞的鬼 可没有 眼前的王雪 什么都没有做 只是安静地站在太师姨面前 而这张太师姨 是爷爷生前最喜欢的椅子 时常坐在上面看电视 他喜欢上下摇着 很是享受 可 不会 不会真是爷爷 回来了吧 王婷终于怕了 离得太适宜远远的 别瞎说 这世界哪有鬼 我不相信 王涛一边说着不相信 一边双手合十 念着恶弥陀佛 还嘀咕道 爷爷 我们可是你的亲孙 你不要回来找我们 要找就找王雪吧 最好将他带走 你不是最喜欢他了吗 王涛的心肠可真是恶毒 只有王雪走了 他才可以彻底心安 因为他也知道 王雪如果跟他们打官司 那他们必输无疑 遗产上都写着 所有东西都是给王雪的 王雪这时候 却扑通一声 朝着太师已跪下了 嘴里喊着 爷爷 是你回来了吗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愿未了 出来见见我们 爷爷 呜呜呜呜 我好想你 王雪声泪俱下 可这时候 却突然扑斥一声 整个屋子的灯都灭了 一句阴森森的声音 随即响起 不孝孙 拿命来 突然的灯灭也就算了 还传来了一阵可怕的呐喊 这一句不孝孙 拿命来 直接吓得王涛和王婷 紧紧缩成了一团 还抱在了一起 这不是闹鬼是什么 阴风不断 屋里的东西被吹得啪啪响 一个老头突然出现在太师以上 他拱着身子 样子极其古怪 看着很是圣人 爷爷 你别回来吓我们 我们可是 你清孙 你要吓就吓王婷吧 王涛瞎喊着 整个人都已经满头冷汗 腿也已经酸软 王婷更不堪 差点就晕了过去 王雪也害怕 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见鬼 可想起这只鬼 是自己最亲爱的爷爷 他的恐惧 顿时少了三分 爷爷 是你吗 王雪慢慢地走了过去 可那鬼影却跳走了 根本不与王雪接触 两个不孝孙 我回来为什么不开门 这屋子是给你们的吗 鬼影阴森森地走着 突然出现在王涛和王婷的身后 然后冰冷的手 搭在了他们肩膀上 两人同时打了个哆嗦 冰冷的气息 传遍了他们全身 人差点就骂了 他们一起回头 终于在黑暗中 看清了爷爷的脸 可这不是他们印象中的爷爷 一张完全没有血色且苍白的脸 皮肤跟老树皮一样 皱成了一团团 猙獰又可怕 他七孔流血 露出了一个诡异的笑容 然后盯着王涛和王婷两人看 鬼 鬼啊 王涛吓坏了 刚才还嚷嚷着不迷信的他 现在吓的裤子 都湿了一大半 妹妹王婷也不管了 直接就钻进了沙发底下 然后紧紧抱着头 眼睛也不敢睁开 俨然一副眼耳盗铃之势 王婷也想跑 可是腿软根本跑不动 喉咙跟塞了棉絮一样 一句话说不出 他被吓得脸比鬼都白 背后全是冷汗 他长这么大 第一次见真的鬼 虽然是自己爷爷 可这封面容比真子都可怕 躲 有用吗 爷爷说着 突然手扭断了自己的脖子 头咕噜咕噜地往下滚 然后滚到了沙发底下 跟足球一样滚到了王涛的面前 乖孙子哟 睁开眼睛看看爷爷爷吧 爷爷想你了 嘿嘿 王雪爷爷的头颅开口说道 爷爷 我不敢 你放过我们吧 王涛不傻 他知道现在睁开眼睛 肯定要被吓死 打死他都不睁开 要做一只姜头埋进沙子的鸵鸟 管你什么牛鬼蛇神 只要他不睁开眼睛 他就不会看到恐怖的东西 王廷则没有那么幸运 他已经被吓傻了的样子 跟跟木头一样站着 不会跑 也不会闭眼 话也说不出来 而王雪爷爷现在的身体没有头颅 脖子上有块碗大的疤 看着更加恐怖 爷爷 你放过他们吧 他们毕竟是你的亲孙 血浓于水 姐姐已经快被吓傻了 王雪连忙向爷爷求情 这时候还帮着王涛和王婷 可见心底何其善良 哎 也罢 小雪 你也太善良了 所以才会爱他们欺负 你们两个听好了 所有东西还给小雪 这是我留给他的 你们一丁点都不能动 不然的话 我会找你们慢慢算账 亲孙都没面子给 王雪爷爷历声说道 知道了爷爷 我们会还给他的 我们知错了 王涛吓得哇哇叫 哪敢不服软 裤子一片腥臭 不知道吓尿了多少次 之前的傲气全无 欺负人那古镜 已经荡然无存 记住你自己说的话 不然我还会回来的 王雪爷爷说完后 突然嗖一声就不见了 阴风消失 灯啪一下就亮了 刚才的事情仿佛幻觉 跟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王婷顿时缓了过来 身体一软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面无血色 刚才差点把他吓死了 王涛也差不多 裤子湿了半条 哭天喊地的狼狈至极 王涛从沙发上钻了出来 惊魂未定 王雪连忙去搀扶王婷 问他有没有事 可这王婷居然不识好歹 猛然一下将王雪甩开 还将他恶意推倒在地上 怒骂道 都是你 爷爷连变成了鬼都帮着你 为什么 为什么 你只是个外人罢了 我们可是亲生的孙子 血浓于水 为什么还比不上 你这个捡来的锅 姐 我 王雪想解释 可王婷却不给他机会 滚 我不是你姐 你也不是王家的人 王婷大骂道 哼 你真是好手段 爷爷连化成了鬼都会来帮你 但我告诉你 没有用 我不会将王家的财产 给一个外人 明天我就去找天师道士 来对付爷爷 王涛居然出而反而 刚才才答应的事情 几分钟不到 说翻脸就翻脸 尽管这样 王雪也不在乎 反正王家的财产 他一分都没有想过要 可王涛最后一句话 让王雪破防了 爷爷都已经变成鬼了 居然还要找人来对付他 你们两个是人吗 财产王雪可以不要 但伤害爷爷 那绝对不行 因为王雪听说过 人死了后会变成鬼 鬼灭了以后 那就连投胎做人都没有机会了 所以他不允许爷爷的鬼魂 受到任何一点伤害 哥 你们这样太过分了 乌子我不要 财产我也不要 但爷爷即使化成鬼 我也绝不允许你们伤害他 王雪倔强地喊着 直接反驳了他们 你滚 我们想干什么是我们的事 你敢干预 连你一块收拾了 王涛直接将王雪赶了出去 然后砰的一声巨响 狠狠地关上了门 任由王雪在外面叫都不开门 王雪知道 他们铁了心要对付爷爷 不管他说什么都没用了 第二天 王涛真的请来了一位天师 他姓张 名为张九天 大家都喊他张天师 在本市非常出名 他师父更是本市最强的天师 林道明 这个张天师收价很贵 但非常厉害 王涛这次下了血本 才请他出山 张天师杀鬼猪邪无数 就算在别的地方 也赫赫有名 而且有他师父 这块金字招牌 那就是妥妥的保障 王雪知道后 心里咯噔了一声 爷爷刚刚做鬼 肯定不是那张天师的对手 王涛兄妹已经丧心病狂 为了钱 肯定不会饶了做鬼的爷爷 况且 爷爷都对他们动手了 他们怎么可能会手下留情 这时候 王雪心急如焚 不断地想办法救爷爷 如果当鬼被杀 那爷爷就无法投胎了 就在这个时候 王雪突然想起了那枚古铜钱 那是他亲生父母 给他的唯一信物 还有那一张纸条 按照纸条的地址 王雪寻着就来了 可没想到我这么年轻 不知道能不能对付那张九天 他师父可是本市最强的天师 听说斩妖除魔无数 如今已经高龄八十 九居深山了 可这样的师父教出来的徒弟 肯定很厉害 我这个年纪 估计很难是其对手 所以开头王雪才那样问 就是怕我就不了他爷爷 听完王雪的事 我有点义愤填膺 这王涛和王亭兄妹 是什么牛马 人家的遗产强行霸占了不说 还要赶人家出去 又是辱骂 又是挨打的 真是欺人太甚 怪不得他爷爷 从棺材里跳了出来 我要是有这种不孝孙 我变成鬼位 要回来掐死他 就算段子绝孙也无所谓 一起下黄泉 跟祖宗请罪 什么玩意啊 这是 爷爷死了 后事也不办 葬礼也不参加 就想着遗产 就惦记着钱 怪不得王雪爷爷不鸟他们 把遗产都留给了王雪 就连重病垂危的时候 他们也没有回来看过 一直都是王雪在陪伴 和照顾老人家 遗产不给他给谁 给你们两个铺肩吗 至于这个叫张九天的天师 我也没有跟其交过手 能不能因他不好说 我只能尽力而为 希望最后 能保住王雪的爷爷 还以为是抓鬼 没想到是救鬼 这还挺新鲜的 反过来 这次我对付的居然是人 还是一位天师 不管是天师 还是毛山道士 如果他是真的 那就应该有两下子 这些都是老牌的名门正派了 降妖除魔不在话下 除非是孤名钓鱼 神棍一个 可这个张九天这么出名 王涛下血本请来的 应该假不了 晚上咱们去看看 我会尽全力救你爷爷的 放心 我对王雪保证到 那王涛和王婷 太奸诈脚哗了 这次我一定要赢 不然对不起王雪这个大笑女 王雪点了点头 但依然心事重重 眉头一直紧皱着 我知道他在担心什么 他怕我对付不了张九天 这也不能怪他 张九天赫赫有名 师父更是有最强天师的称号 我一个毛头小子 看着就实力悬殊 他能不担心吗 事关他爷爷 鬼死就不能投胎做人了 我一直安慰着他 直到他情绪安定了下来 太阳落山后 我们直奔王家 天黑鬼就会出来 王涛出而反而 王雪爷爷一定会回去找他们的 聚晚了 我怕他就灰飞烟灭了 来到王家后 王家门紧闭 里里外外都没有动静 但灯火通明 里面肯定有人 这时候我突然愣住了 然后巡视了一下四周 直呼不好 这张天师果然有点东西 王雪什么都看不出 好像外面没有任何变化 也不见符纸什么的 以前他见过人家驱邪 外面的窗户和门都贴着黄符 有些门槛上还淋着鸡血 我摇了摇头 王雪说的这些我都懂 但这个张天师不是想驱邪 他是想请君入瓮 然后杀鬼 杀鬼 那不是要杀了爷爷 王雪捂着嘴巴 一副心惊胆战的样子 今晚爷爷来了 是不是很危险 虽然他已经死了 但王雪还是说出了 九死一生这个词 我点了点头 王雪爷爷的怨气并不大 而且是出城鬼 估计是放心不下王雪 所以才化鬼 回音来搞一下王涛他们 说白了 也就一普通鬼 不利也不凶 别看着周围什么都没有 但已经暗改了很多地方 而且已经布下了阵法 别说普通人 道横低一点都完全看不出来 房子四个方向 也就是青龙 白虎 猪雀 玄武四个玄关的地方 都分别布下了四颗陶钉 我看地下的土有些松散 分明是有人挖掘过的痕迹 我掏了几下 果然挖出了陶钉 陶树辟邪 陶木剑可杀鬼 陶钉可诛魂 只要张天师到时候发动咒法 这四枚陶钉发生联动 就可以定住外逃的鬼 这个阵法叫四项阵 动用的东西不多 可对付出微鬼的王雪爷爷 这已经足够了 当然不止这一个 更加让我惊叹的是 另外一个阵法 这个阵法 足以让王雪的爷爷 万劫不复 有去无回 除了四项阵 这个张天师 还布下了一个阵法 而且极其厉害 这个阵法叫玉钢七阵阵 正所谓 与步相摧登阳明 与步共有离 指 火 天 尊 圣七步 每念一步 就是一句与刚咒 看着房子的周围 共有七个脚印 分布在各个不同的方向 由于是脚印这么轻微的东西 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 王雪虽然看见了 但没有当一回事 可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脚印分布的位置很奇怪 很明显是有人故意而为之 而且 脚尖朝的位置方向 也极其讲究 又是单脚 根本不是别人踩在地上 不经意留下的脚印 这个阵法非常厉害 而且对步证人的要求 也高 没有一定的道行 根本无法布下这个阵法 因为是靠步伐和咒语相生而成的 没有任何法器和福祉的加成 纯靠个人实力 一旦道行不够 阵法必定崩溃 可阵法一成 任凭你是世间多凶的厉鬼 也会折损在这里 这个宇冈七阴阵 可与茅山派的六丁六甲阵 相提并论 威力都极其可怕 用来杀王雪爷爷这种出城鬼 也太大才小用了吧 还是说 都是王涛和王廷要求的 因为 我已经看出来了 这个张九天绝非泛泛之辈 肯定是有实力的天师 对付王雪爷爷 陶木剑 皇福 八卦 同龄就足矣 杀鸡没有必要用牛刀 费尽巴拉的 去搞这么多阵法干什么 除非 雇主有什么特别要求 这王涛跟王廷 可真是孝顺 找人来对付自家爷爷的鬼魂 也就算了 还这么狠 要其灰飞烟灭 无法再投胎 别说自家人了 就算仇人 也没有这么狠的吧 我不懂你说的这些 求求你舅舅爷爷 我不想爷爷连投胎都不成 他是为了我才化鬼过来吓唬他们的 王学眼眶红了 爷爷最放心不下的 应该就是他了 死了还回来帮他讨公道 想到这里 王学眼泪掉了下来 小声抽气着 我让他别担心 事情没有到绝境 或许还有转接 而且 他爷爷不是没来吗 四项针一破 我将陶钉都一一挖了出来 然后滴血烧掉 不滴血的话 陶钉难燃 羊血引火快 而且 我不滴血消除阵皱 强行挖出陶钉 破阵会折兽的 四项针很快就给我破掉了 但是羊钢七阴阵难破 王学不服气 拼命去擦拭那些脚印 可没有用 那些脚印跟硬在地上了一样 无论用什么办法 都无法消去 而且 王学破阵不成 反而是突然皮肤刺痛 好像被火烧一样 我连忙拉开了他 这个阵法不能随意强迫 不然会伤身 而且我都破不掉 别说王学了 那不是自讨苦吃吗 王学急了 嘴里嘟囔着 这可怎么办 这个阵法那么厉害 爷爷来了 肯定要出事 不行 我得进去阻止他们 王学心急如焚 已经丧失了理智 连忙上前敲门 再不开门 他就用踢的 我叫都叫不住他 如今这个情况 王学肯定说 什么都没有用了 何必白费口舌 而且 就他那个哥哥姐姐的德性 去了也只是自欺欺人 他们不会给王学好脸色看的 为了遗产 他们已经要诛自己爷爷的魂了 这是大不孝 跟这种人 还有什么好说的 浪费力气 就在这个时候 门打开了 一个女人出来后 白了一眼王学 她应该就是王学所说的姐姐 王婷了 果然没有好脸色 而且 她的面相属于那种 尖酸刻薄型的 天生的小人 千万别娶这种女人 不然有得你受 你来干什么 能不能滚 王婷不耐烦地说道 然后想重新关上门 将王学拒之门外 不行 我要进去 你们不能这样对爷爷 他可是你们的亲爷爷 王学用身体挡住了门 不让其关上 他想挤进去 呵呵 亲爷爷 什么都给你这个外人 还差点杀了我和大哥 亲爷爷 哪里亲了 王婷极其不爽 说起话来 都阴阳怪气的 你醒醒 要杀你 那晚 你们就死了 爷爷只是吓唬吓唬你们 不可能真傻 王学连忙解释道 如果爷爷真懂手 王婷还有机会 站这里跟他说话 哼 别跟我废话 走不走 不走我打死你 王婷怒了 突然拿出了一根扫把 再次想用扫把打王学 农村有句老话 用扫把打人会倒霉 这个王婷也太过分了 上次王学来的时候 还打断了一根扫把 将王学打得满身是伤 现在又来 王学为了爷爷 人绝得很 根本不退让 怎么可能走 好 不走 我打死你 王婷脸部争鸣了起来 眼神满是力气 举起扫把 就往王学头上打 而且是用尽了权力 就好像个泼妇 我看王家条件也不差 怎么会养出这么一个 尖酸刻薄的泼妇 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啪的一声 我稳稳当当地 接住了扫把 然后紧紧握在手中 王婷想抽回去都难 她的力气 在我面前宛如一只小鸡 不准打人 让她进去 我恶狠狠地瞪着王婷 不让她动王学 你 你谁啊 这我家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谁让她赖着不走 王婷朝我打量着 然后开始反驳 我冷哼了一声 笑了 这是你家 你想清楚了吗 遗产是谁的 你 你谁啊 我们王家的事 你管得着吗 王婷知道 在我面前理亏 我可不像王学那样 好说话 咄咄逼人的语气 让她赶紧转移话题 可这时候 我却用力一捏 然后啪的一声 扫把断了 吓了王婷一跳 我说了 让她进去 这是谁的家 你心里没点逼输吗 我冷言冷语道 我眼神凶狠 将她吓退了半步 对这种尖酸刻薄品项的人 一定要以恶制恶 你不走我报警了 王婷掏出了手机 想以报警威胁我 可我却突然一脚踢在了 她胸口上 她惨叫一声 人倒飞了出去 然后落地滚了几圈才停下来 摔了个鼻青脸肿 哀嚎连连 我带着王学推门进 不好意思 我可不是不打女人的绅士 对这种女人 我一拳能打十个 真是恬不知耻 霸占了别人的遗产 还说是自己的 谁都没有资格赶王学出去 她想进就进 想走就走 哎呦 大哥 有人打我 疼死我了 王婷哀嚎着 然后一个男人走了过来 连忙将王婷扶起 这个男人 应该就是王学所说的大哥 王涛 看着他戴着眼睛丝丝纹纹的 但没想到却是个败类 不对 应该是败类中的败类 此时 他们旁边还站着一个人 穿着天师服 背着一把长剑 但不是桃木剑 而是七星剑 年龄大概有四十几岁了 左手背手而站 右手拿着一个阴阳罗盘 裤带上吊着一串铜钱 我数了一下 有六个那么多 六千天师 实力已经相当恐怖了 二叔曾经说过 正规的天师实力 是由他们身上的铜钱术决定 他见过一个老天师 身上有吊挂着二十枚铜钱 实力恐怖如丝 杀过快成交的蛇妖 斩过骇人的黄大仙 可这种一般都久居山外 很少踏入红尘乱世 除非有妖魔鬼怪作祟 他们这才会下山解围 拯救苍生百姓 六个铜钱 实力已经算很过硬了 不然也步不出雨缸七阴阵 臭小子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打我妹妹 王涛对我怒目而视 闯入他家还打人 他自然不爽 我没管他 因为我知道 这不是他的家 屋子是王雪的 他赶拦我们进 那就是欠打 强闯民宅的是他们 我扫了一眼屋子 发现门上面有把剪刀 剪刀辟邪 多放于床头 或者悬挂于门上面 除了这个屋中间的高堂之上 还有一面先天八卦 这都是提前布置好的 分明是为了对付王雪爷爷 这个张天师心思缜密 丝毫没有一点轻敌 是个难缠的对手 张天师也打量了一下我 然后皱紧了眉头 好像不将我放在眼里 我就是一个毛都没有长气的小青年 能有什么本事 他就看了我一眼 然后就毫不在意了 张天师 你还是大意了呀 我来砸你饭碗了 张天师虽然无视我 但王涛和王庭 却对我一脸仇视 因为我不但硬闯进来 还打了王庭 又出言不逊 他们自然不爽 而且 他们以为我是个打手 并不知道我的身份 王雪 我不管你找的什么人 赶紧滚出去 不然我报警了 王涛毫不客气地骂道 简直不要脸到了极致 这个房子 可是你爷爷留给王雪的 不是你的 还要赶屋主 抱吧 赶紧抱 你以为房子是你的吗 我冷哼了一声 压根不怕他们俩 孰是孰非 警察来了 也是讲道理的 你 你们王涛哑口无言 但他还是给我整破房了 气急败坏之际 居然直接进厨房 拿出了菜刀 指着我和王雪的鼻子骂着 你们滚不滚 再不滚 那就莫怪我不客气了 王涛说着 菜刀恶狠狠地对着我们 在那里装腔做事 哥 你不要伤害爷爷 我会走的 求求你们了 王雪哀求着 他只是想来救爷爷 不是来分遗产的 他对遗产也没有兴趣 他虽然是捡来的 但他对爷爷 对这个家 甚至对这两个傻逼哥哥 姐姐都有感情 他不想闹得不可开交 更加不想爷爷受到伤害 他都变鬼 要来害我了 还要我放过他 简直可笑 活着的时候 他是我爷爷 死了以后 啥也不是 王涛直接翻脸不认人 为了遗产 什么爷爷 简直就是扯淡 活人哪有闲工夫去管死人 他和王庭 就只是想要这笔庞大的遗产 你们走不走 不走我可不客气了 你们私闯民宅 我只是自卫 王涛说着 刀做事就要劈下来 王雪有些害怕 他紧紧闭上了眼睛 可未曾后退过一步 一直都是爷爷保护我 这一次 换我保护爷爷 其实他变成了鬼 王雪意志坚定 死都不肯走 就算王涛拿刀砍他 就在这个时候 啪的一声 我接住了王涛的刀 徒手 而且是双指 两根修长的手指 紧紧夹住刀刃 让其无法动弹 王涛拼了命 都无法挣脱拔出 这让他极其震惊 现代有这种本事的人 应该都灭绝了 有我在 你休想 动王雪一根头发 甜不知耻 欺负善良的老实人 最可恶 我说完后 手指稍微一用力 啪的一声 菜刀直接从王涛的手中 划飞了出去 然后狠狠扎进了墙体里面 落下了一点墙灰 但刀身不落 王涛害怕了 退后了几步 根本不敢靠近我 欺软啪音的东西罢了 好呀 你居然找人来对付自己的哥哥 你要脸吗你 王涛居然甜不知耻地 说出这种话 直接震惊了我的三观 知道不是对手后 开始打感情牌 不是的 他只是我请来救爷爷的 不是对付你的 王雪连忙解释 别管他 他在利用你的感情 但他兄妹压根就把你当外人 没有任何感情 我瞪着王涛 让王雪别相信他 这种人还跟他说这些 真是可笑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音风大起 耳边响起了呜呜呜的声音 有个鬼影从窗户上爬了进来 但眨眼不见了 太师椅动了起来 咯吱咯吱地想 好像有人坐在上面一样 来了 张天师淡淡地说道 没有丝毫紧张 他手撵扶指 眼睛在瞟着周围 王庭和王涛吓坏了 哪还有心思管我 直接缩在了张天师背后 跟个缩头乌龟一样 张天师 在哪 爷爷在哪 太师椅再动 好可怕 王庭和王涛战战兢兢地说着 然后目不转睛看着太师椅 寒毛都倒立了起来 不 不在这里 张天师摇了摇头 眼睛依然在瞟着 好像在寻找王雪的爷爷 王雪爷爷确实不在太师椅上坐着 这只是 简单的鬼术 用来作祟吓人的 再没有开阴阳眼的情况下 我也暂时找不出他的真身 那他到底在哪啊 快找他出来杀了 好可怕 王涛和王庭 吓得瑟瑟发抖 一日不出他爷爷 好像都不能心安 而且特别怕鬼 因为他们做了亏心事 正所谓 平生不做亏心事 半夜鬼敲门也不惊 别吵 他会自己出来的 别再吓嚷嚷 张九天喝则道 王庭跟王涛立刻闭嘴了 不敢再吱声 现在全靠张天师了 不然王雪爷爷 肯定不会放过他们 本来出而反而就算了 还找天师来诛杀他 鬼容易起怨 本来按照王雪的说法 他爷爷不应该有力气的 可阴风中却加带着力气 好像是有变故 果不其然 几分钟后 阴风突然停了 周围安静的诡异 然后电灯啪了一声 全部灭了 吓得王涛和王庭尖叫了起来 可随即而来的 却是电视开启 但我们没有人去按遥控器 电视一开始全是雪花 呲呲呲地叫着 声音很是诡异 半点影像都没有 几秒后 画面突然一变 一个满脸苍白如指的老头 猛然出现 他对着屏幕外面的我们笑 笑得极其诡异 他大半的身子都出现在里面 一张圣人的脸 放大了几倍 吓得王涛兄妹哇哇叫 张天师他出来了 杀他 快杀了他 王涛和王庭 躲在张九天的身后 不停叫唤着 他们真是毫无孝心 真的打算灭了 自己亲爷爷的鬼魂 心肠何其恶毒 就算害怕 也可以让天师降服 然后超度 没必要真杀了 鬼魂一旦灰飞烟灭 那就无法再投胎做人 何其凄惨 王雪爷爷露出了 黑黑的牙肝笑着 牙龈里面有腐虫 特别甚人 我养你们这么大 居然找天师来杀我 真是笑死我了 王雪爷爷怨气冲天地说着 以至于电视开始发烫冒烟 急身在颤抖着 不管我们事 是你先要杀我们的 为了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人 害自己亲孙 你死有余辜 王庭虽然害怕 但还是理直气壮地回对着 有张九天给他们撑腰 他们说话也有底气 呵呵 天师 这是我们的家事 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王雪爷爷极其愤怒 不打算放过这两兄妹 就算祖宗怪罪也好 都要把他们带下去 哼 区区阴鬼 敢在我面前害人 真是可笑 张九天完全不买账 要收了王雪爷爷 爷爷 小心 王雪突然尖叫了一声 张九天出手非常快 王雪再喊 已经没有用 只见他双指碾伏 口念咒语 右手拔出了七星剑 前之灵 坤之念 八卦随行 斩阴邪 咒语一出 皇服如利剑一样冲向了电视 伏发动了高堂之上的先天八卦 一道黑白之光打了下来 配合皇服形成了灵咒 喷一声巨响 电视炸得粉碎 里面的王雪爷爷也爆了出来 但浑身炸得腐烂 手脚和脑袋都散了 没有一处地方是好的 鬼体岌岌可危 只是简单的一招 直接就将王雪爷爷中创了 不愧是六千天师 王雪爷爷出为鬼 即使是多了一丝怨念 依然完全不是张九天的对手 先天八卦威力无穷 配合皇服杀鬼太强 王雪爷爷有危险了 爷爷 求你们不要杀爷爷 王雪眼泪刷一声就流了下来 看着散落一地的残体 王雪也不知道捡哪个好 既伤心又茫然 幸亏他是鬼 如若是人 早就隔屁了 区区小鬼 敢在人间跟我叫板 我不管你是谁爷爷 死了 就入地府 敢来阳间作祟 我必杀你无疑 张九天毫无情面可讲 也不去追究孰是孰非 反正是鬼他就杀 就是一根筋的蠢驴 畜生 你们不得好死 迟早会遭报应的 王雪爷爷头颅咬着牙 朝王涛和王庭怒骂着 别说王雪爷爷 就连我都看得牙痒痒的 这什么玩意 爷爷死了都不放过 是人吗 您也别怪我们狠心 是你先不仁的 休怪我们不义 居然要把王家的财产 给一个外人 我们绝对不同意 去死吧 我亲爱的爷爷 王涛突然面目猙獰 他不再害怕 眼神里充满了杀气 他要张九天 立刻杀了王雪爷爷 不要 求你们不要杀了爷爷 我会去劝他投胎的 遗产我一分不要 求求你们了 王雪扑通一声就跪下了 眼含泪花 哀求着别杀爷爷 小雪 你快走 回去打官司 把遗产夺回来 这本来就该属于你的 别再跟这两个畜生讲感情 他们不配 一分钱都不要留给他们 王雪爷爷说完后 头颅突然漂浮而起 争鸣的脸孔露出长崖 直扑王涛兄妹 我就算灰飞烟灭 我也要跟你们两个同归于尽 王雪爷爷孤注一掷 想带走他们兄妹 可张九天在 他又如何能得逞 还敢妄图伤人 找死 张九天大喝一声 手中的七星剑 随即向前刺去 王雪爷爷头颅碰到那把剑 立刻跟触电一样 并且剑出了一大片的火花 他惨叫一声 弹飞了出去 然后整片脸都腐烂了 冒着青烟 特别甚人 这件对他的伤害不小 头颅滚向了门口 王雪爷爷想趁此机会逃跑 他腐烂的嘴巴 吐出了一股绿色鬼火 然后朝门外飞去 张九天手一抬 打出了一张黄服 那肾绿色鬼火立刻灭了 瞬间荡然无存 张天师 他要跑 别留他性命 不然会卷土重来 到时候 我跟妹妹就危险了 王涛连忙提醒道 看来今晚他不杀了 自己亲爷爷的鬼魂 是睡不安乐了 这种人 确实该杀千刀了 哼 不需要你提醒 就这种能耐的鬼 还能让他逃走 我张天师这三个字 该倒着血了 张九天突然弹出了一个铜钳 铜钳击中了悬挂在门上面的剪刀 咔嚓一声 剪刀落了下来 倒在了门口 剪刀震煞 王雪爷爷突然怕了 头颅往回滚 然后飞到了半空 看着地上的剪刀 居然始终没有勇气逃出去 他害怕剪刀 如果谁怕鬼的 可以在枕头下面放一把剪刀 可以辟邪 退一万步来讲 就算不能辟邪 也可以防身 特别是女孩子 爷爷 我来帮你 王雪突然飞奔了过去 想要将落地的剪刀拿掉 这样他爷爷就可以逃走了 虽然只剩一个脑袋 但也好过灰飞烟灭 如果只有一个脑袋的鬼去投胎 能投成功吗 能成功 但成功的几率很低 鬼体不全的鬼去投胎 出生后会有先天性残疾 又或者提前夭折 能活下来的不多 可都这个结果眼了 他们哪还管得了这么多 先逃再说 王雪手快摸到剪刀的时候 突然一把七星剑飞了过来 刚刚好扎中他的头发 将其钉在了墙上 威力极大 剑体贯穿墙壁 王雪无法挣扎开 放开我 放开 王雪哭喊着挣扎 但没有用 剑把他头发钉得太死了 除非将头发割掉 但他手上没有任何工具 别碍事 不然我可不客气了 张天师恶狠狠地说道 这时候 不管谁妨碍他 都没面子给 王涛和王婷 看见王雪这惨壮 顿时拍手叫好 恨不得两人再上去补个一两脚 他们就想看见王雪落难 感动小雪 我跟你们拼了 你们这群混蛋 王雪爷爷猛然怒气冲天 怨气大起 地上的残肢断体 全部都漂浮起来 然后重新组合成了一具鬼体 完好如初 新增了一点怨气 让王雪爷爷鬼体重获新生 实力也在增加 鬼越怨越凶 越凶就越厉 阴风大起 王雪爷爷挥舞着鬼爪 开始朝张九天挠去 张天师 他怎么越来越凶了 好恐怖 王涛和王婷 继续躲在了张九天后面 吓得瑟瑟发抖 王雪爷爷那张鬼脸 已经扭曲得不像人形 一副恐怖的恶鬼样 獠牙利爪 怨气让他渐渐成为了一只厉鬼 王雪就是他的命门 谁敢动他 那势必怨气越来越重 他确实疼王雪 怪不得爷孙俩感情这么好 可是 他依然不是张九天的对手 六通前天师 绝非浪得虚名 张九天食指相交 开始快速掐动首诀 配合皇服念着咒语 与不相催登阳明 浮动震生震邪灵 离 止 火 天 尊 圣 全 法觉一声 外面突然亮起了七道金光 金光覆盖了整栋屋子 如七座大山一样 压在王雪爷爷身上 王雪爷爷哀嚎一声 随即扑倒在地 无法有丝毫的动弹 这是宇冈七阴阵发动了 以王雪爷爷现在的鬼力 根本无法正脱开 此阵威力极其大 他被镇压在地上 宛如蝼蚁 再厉再凶 也无济于事 张天师趁热打铁 还想发动四项阵 但没有成功 因为陶丁已经被我全部烧毁了 奇怪 四项阵怎么无法启动 张九天突然皱起了眉头 一脸疑惑 他很不解 自己的阵法居然还能失败 可即使没有四项阵 光宇冈七阴阵也足够了 他只是化蛇天足罢了 以王雪爷爷现在这个程度 根本无法挣脱这个阵法 只能在镇压之下等死 放开我 放开我 王雪爷爷开始咆哮着 可没有用 张九天冷冷看着他 拿出了几张黄符 张天师杀了他 一了百了 免得我以后担惊受怕 王涛扶了扶眼镜 毫无怜惜之心 甚至露出了一个胜利的笑容 势必要将王雪爷爷赶尽杀绝 其实这时候超度是最好的 送他去投胎 不要亡早杀念 可张天师却如了 王涛和王庭的愿 要用黄符将其斩杀 把他打得灰飞烟灭 永不超生 爷爷 不要 不要杀我爷爷 王雪突然徒手 将自己的头发拔了下来 完全不顾疼痛 头皮上全是血 可他眼睛都不眨一下 他挣脱后 直接扑过来 想挡在自己爷爷的前面 不让张九天伤害爷爷 可是张九天双指一番一副 与刚七阴阵发出一阵金光 王雪立刻跟被汽车撞了一下似的 凌空而起 狠狠跌落在地上 摔得头晕目眩 嘴吐鲜血 身体疼痛不已 连站起来都无法做到了 说了 不要碍事 不然连你一块收拾 张九天瞪了王雪一眼 但毕竟是人 没有下杀手 他只想宰了王雪爷爷 像他这种一根筋的蠢驴 斩妖除魔 就是理所当然的 全不问因果 而且收人钱财 替人消灾 他只想做好自己的本分 其他的一概不管 可就在这个时候 我终于露出了笑容 然后抹了抹自己头上的热汗 不是我不帮忙 而是施法念咒太长了 这时候刚刚完成 刚才的那段时间里 我对王雪爷爷下了鬼咒 但这个咒法很长 到现在我才完成 所以没办法出手 这个鬼咒是天机册里面的 之前就说过了 那里面有养鬼的秘书 瞎子就是学了天机册里面的养鬼术 所以才养了小鬼 天机册不但有养鬼秘书 还有提升鬼实力的鬼咒 此咒威力极大 施术者一定要慎用 而且是对鬼使用的 使用不当 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以瞎子的天赋 自然学不会这个 但却被我琢磨了出来 现在用正是时候 数完以后 王雪爷爷突然双眼 变得心红了起来 浑身通红 一股心红色鬼气包裹着他 怨气冲天 鬼力如波涛一样荡漾了出来 哼 好戏 终于要上映了 这一次 谁杀谁就不一定了 王雪爷爷突然鬼力大增 而且通体发红 怨念滔天气 这让张九天都吓了一大跳 红体怨灵 不可能 这太突然了 肯定有人从中作梗 难道是有高人 张九天喃喃着 然后四处张望 想找出从中作梗的高人存在 可是除了我们几个人 这屋里还能有谁 最后 张九天的视线 落到了我的身上 目光灼热地看着我 仿佛想将我看透一样 可千丈深海有可探 三寸人心怎可瞧 想看透我 哼哼 那绝不可能 既然都以为我是打手 那我也懒得暴露自己身份 毕竟站在鬼这边 也不是什么光荣事 而且 这鬼咒可不是什么正经路子 一定要分的话 这个算是邪咒 张九天盯了我两久 但我丝毫不露出破绽 也始终不让他知道 我动过手 最后 他对着我摇了摇头道 不可能是他 这么年轻 而且只是个会动拳脚的蟒夫罢了 我刚才确实很暴躁 上来就打了王涛和王庭兄妹 看起来就是个愣头青打手 只会动手动脚 其他时候全程一脸猛逼 见到鬼不知所措 动都不敢动的表情 被我演得入目三分 此时的王雪爷爷越来越怨 除了我鬼咒的功劳 还有部分是他自己的原因 王雪被杀 他怒气冲天 此时的鬼咒作用翻了十几倍 让他变成了真正的厉鬼 一般鬼的颜色 都是接近透明的 这是正常的鬼和孤魂野鬼 稍微怨一点的 那就是鬼体呈黑色 脸部甚绿 最怨 最凶 最厉的鬼 那就是鬼体通红 仿佛染了血一样 被称为红体怨灵 特别恐怖 遇到这种鬼 大部分的法器和皇服都没有用 得需要高人出手 方可降服 走 快走 张九天突然慌了 手心冒汗 然后紧紧握住了七星宝剑 转头就让王涛和王婷快走 刚才的傲气全无 他已经没把握对付现在的王雪爷爷 王涛和王婷面面相去 一脸猛逼 甚至用责怪的眼神看着张九天 意思是 老子用钱请你回来杀鬼 你却让我们逃跑 那请你回来有何用 张九天大骂蠢财 摊上你们两卧龙凤厨 恐怕他的英明要毁于一旦了 因为王雪爷爷的怨气 起码有一半来源于王涛和王婷 他们走了后 一来可以保命 张九天已经没有把握 一定能杀王雪爷爷了 二来可以减少王雪爷爷的怨气 能容易对付一点 可一切都晚了 阴风呼啸 如利刀扎进了皮肤一样 王雪爷爷的怨气到达了巅峰 恐怖的红色鬼体 散发出一股可怕力量 只听见轰的一声 火光四箭 俘虏大爆与刚七阴阵被破了 那如网一样的枷锁瞬间消失 王雪爷爷自由了 猛鬼出拢 那必定要取人性命 可怕的鬼气如滔天巨浪 猙獰的鬼脸凝成了一团 恐怖至极 王涛和王婷 吓得腿脚都软了 他们一辈子都没有见过 如此圣人的厉鬼 比电影里的真子都可怕 可这都是他们逼的 如果刚才他们没有下杀星 我也不会动用鬼咒 张九天送王雪爷爷去投胎 这事也救了 张天师 救命 快杀他 快 你可是收了我们钱的 王涛连忙拽着张九天的裤脚喊道 闭嘴 这还用你说 张九天咬破手指头 将血滴在了七星宝剑上 剑发红光 配合张九天的法咒 威力大现 妖念 还不放下屠刀 回头试案 张九天大喝了一声 哼 我笑了 刚才不把王雪爷爷放在眼里的时候 满嘴都是不屑和屠落 现在人家变成厉鬼了 就开始好好说话了 要别人放下屠刀 回头试案 这天师也蛮虚伪的嘛 可王雪爷爷已经成为了厉鬼 厉鬼是没有理智的 只有无穷无尽的怨念 和满脑子的杀戮 如果无法控制 我就带着王雪走 等鬼咒时间到 王雪爷爷恢复原样的时候 再回来 至于其他人 我就管不了太多了 而且不用担心王雪爷爷会先攻击我们 因为他大部分的怨念 都在王涛和王亭身上 肯定会先取他们性命 哇 王雪爷爷发出一声大叫 如恶灵将士 可怕的鬼爪 伸向了张九天 谁挡在前面 他就杀谁 敢救王涛和王亭 那势必会被厉鬼吞噬 可张九天收了别人钱 肯定要以命相救的 张九天挥动七星宝剑 也砍向了王雪爷爷 可是王雪爷爷却轻松躲过了 鬼影重重 让张九天完全看不清他在哪 最后一阵阴风吹自着张九天的眼瞳 一只鬼爪突然出现 狠狠掐住了他的脖子 将他猛的一下砸在了地板上 碰 一声巨响 张九天整个人好像散架了一样 地板出现了一个人形的凹坑 他呕的一声 大口吐着鲜血 七星宝剑脱手而出 离火镇乾坤 神灵降我法 天地无极 急急如律令 张九天在落地后 虽然受了不清的伤 但他经验还是很老道 知道如果这时候喘息的话 势必会惨死在恶鬼手中 他念着咒法 然后几张黄符 直接打在了王雪爷爷身上 砰一声巨响 黄符打在通红鬼体上时候 见出了无数火花 王雪爷爷最终被弹了出去 飞了一米多高 然后鬼体贴在了墙上 手脚扭曲 宛如蜘蛛一样 趴着 可一点伤害都没有 黄符烧成了灰 纷纷落在地上 王雪爷爷的身体 则越来越怨 越来越红 怨气已经跟烟雾一样 不停从头顶升起来 他的脸开始腐烂 特别瘆人 鬼力极其恐怖 趴着的墙都被腐蚀了 鹰峰比刚才立了十几倍 吹在皮肤上疼得厉害 好像被针扎一样 完了 这恶鬼越来越厉害 背后有高人在作怪 现在不是我能对付的 除非我师父出山 张九天脸色一变 人开始彻底慌神了 王雪爷爷已经是极其恐怖的厉鬼 他完全没有办法对付 说的什么屁话 我们花钱请你来 就是要你杀鬼的 你就算杀不了 至少也要保护我们的安全 你不会想独自逃跑吧 还说是什么最强天师的徒弟 结果草包一个 死了几天的鬼都对付不了 我看你就是想加钱 王涛看出了张九天 有打退堂鼓的念想 立刻出言嘲讽 加破口大骂 他觉得自己给钱了就是大爷 完全不了解现在的状况 张九天都有点自身难保了 还杀鬼 还保他 无知的人最可笑 钱给回你 老子不干了 这活谁爱干谁干 张九天受不了这鸟气 居然直接退款走人了 不过这也是个明智的选择 留下来只会丢了性命 他也不怕损坏名声 因为王涛和王婷必死 王雪爷爷已经变成了彻底暴走的厉鬼 这两人活不成了 自然没有人会去说他的坏话 张九天丢下一张支票 然后破窗而逃 没有一丝流念 干净利落 一气呵成 这天师 有前途 命底前重要 还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 不是老子打不过 只是嫌这个侍主逼话太多了 老子不爱干 既饱了命 也饱了面子 不然他留下来必死无疑 这样的厉鬼 已经不是他能掌控的范围 一开始装的那些逼 就当放了个屁吧 张九天 回来 张天师 求求你 别丢下我们 王涛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可不管是力声喝泽 还是苦苦哀求 一点又没有 张九天已经逃走 并且扬长而去 王涛和王婷 只有一个结果 那就是 留在原地等死 嘿嘿 王雪爷爷 突然阴森森地笑着 星红的眼珠子 看着他们兄妹俩 他 要活吞生吃了他们 这就是厉鬼 他已经没有任何理智了 杀戮 怨念 疯狂 王涛和王婷 害怕极了 恐怖的厉鬼虎视 单单地看着他们 还发出诡异的笑声 他们立即扑通一声 就跪下了 爷爷 错了 我们错了 放过我们 两人跪下后 苦苦哀求 想要爷爷给自己 一条活路 可是王雪爷爷 已经失去了理智 现在是极其凶的厉鬼 所有的怨恨 都在他们兄妹身上 不食其肉 喝其血 难以泄愤 如果不是王涛自己做死 刚才那个张九天 也不会轻易走 他在的话 就算不敌 也不会那么轻易 就让这两人被吃掉 拼死的话 或许有一丝希望 可现在 这两兄妹孤立无援 面对如此厉鬼 只有等死的份 他们再哀求也没有用 王雪爷爷是听不见一句话的 哇 王雪爷爷发出一声淒厉的吼叫 不由分说地朝两人扑去 那立爪如钢刀 可以将他们的喉咙轻易撕开 我已经能想象得到 血剑四方的场景了 可我不但没有同情他们 反而露出一声冷笑 等待这个时刻的来临 唯一要思考的就是 怎么解释他们的死 和我们是没有关系的 这倒有点费脑筋 可就在这个时刻 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王雪突然爬了过去 满身是血的 挡在了两人的面前 刚才他还无法动弹 歇了一会后 咬咬牙居然能移动了 我心里咯噔了一声 糟糕了 王雪爷爷现在是不认人的 他现在挡在前面 无疑是找死 这傻瓜 为什么还要 去救这两兄妹 这种人别说不是亲生的 就算是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也可以让他去死了 蛮横无理 自私自利 心肠恶毒 这是人吗 把人皮揭开 里面藏着的 应该是一只厉鬼吧 他们的心是黑的 何必为了他们 连自己的命都不要 他们都没有 把你当亲人 你还义无反顾地去救他们 你不是傻是什么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这两兄妹 喜欢欺负他了 真是费劲 还有更费劲的 王雪这一举动 太猝不及防了 我根本没有反应时间 也就是说 我来不及救他 王雪张开了双手 没有丝毫害怕和后悔 他勇敢地挡在两人前面 露出了一丝微笑 爷爷 我爱您 也爱这个家 我不能让王家断后 让你下了黄泉 没有脸见王家的祖宗 阴风呼啸 凄厉的鬼叫扬风而起 一双恐怖的鬼手直冲而来 如凶狠的利刃 直接扎向了王雪的脖子 可是在离王雪脖子 一厘米左右的距离 那双让人汗流加倍的鬼手 停了下来 抬头一看 王雪爷爷心红的眼眶里 饱含热泪 他看着王雪 猙獰又恐怖的鬼脸 突然慢慢松弛 变得慈祥又和蔼 鬼的眼泪 代表重生和希望 我以鬼咒 让王雪爷爷怨恨加倍 化成了恐怖的红体怨灵 但王雪却以善良和爱 化解了他的怨气 怨气一消 鬼咒自动解除 力气全无 王雪爷爷恢复成了 原来的出轨模样 我松了一口气 差点王雪就被杀了 不知道我这算不算 好心办坏事 可我怎么都算不到 这王雪居然还会 就这狼心狗肺的两兄妹 真是人心否测 无论好坏都一样难猜 小雪 你真是个傻孩子 爷爷 对不起你 王雪爷爷飘了下来 一把抱住了王雪 眼泪掉了一大把 王雪也是热泪盈眶 哭得气不成声 他拼命摇着头说道 不是的 爷爷 你没有对不起我 你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恩人 就是因为有您 我感觉这一生都值了 我很幸福 一人一鬼抱在一起 场面极其温馨 也很感动 让人容易掉泪 好像眼睛进了砖头一样 这才是亲亲最初的模样 我也想这样抱 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爷爷 就算他是一只鬼 但我知道 我可能没有这个机会 一开始王雪爷爷出现的时候 还不愿意接近王雪 因为鬼乃是不祥之物 他以贫贱 悲哀 衰败 灾祸 耻辱 惨毒 没愁 伤痛 病死等等18种灾祸于一身 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被鬼缠上 不是重病 就是发疯 或者暴毙的原因 他不愿意这些东西沾上王雪 所以才不靠近王雪 可是王雪的善良和孝心感动了他 让他情不自禁地和王雪抱在了一起 这或许就是亲情和爱的魅力 爷爷 我们才是你的亲孙子 为什么呀 为什么你要对一个捡来的孩子这么偏心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他 包括爱 为什么 我不服 也不甘心 王霆突然爆发了 他虽然害怕 但女人的嫉妒心让他不顾一切 瞬间大喊了起来 他觉得自己没错 明明自己才是爷爷的亲孙女 血浓于水的孙女 而王雪 只不过是从外面捡来的垃圾罢了 凭什么他能得到一切 凭什么 他不服 也绝不甘心 妹妹 别说了 爷爷现在是鬼 别激怒他 不然我们都得死 王涛连忙去阻止他 甚至去捂住他的嘴 可没有用 极度心让他眼睛都发红了 他努力甩开 不停地说着 他就是不甘心 凭什么 这时候 王雪爷爷松开了怀抱 慢慢走到了王霆的面前 突然 他鬼爪一挥 啪的一声 狠狠甩在了王霆的脸上 王霆的脸上 马上多了五根手指印 但不是红的 而是紫黑色的 因为这是鬼的手指印 这巴掌太狠了 王霆的嘴角流着血 这一巴掌 直接把他扇猛了 他怒不可遏 可王雪爷爷的愤怒 好像一点不比他低 我的青孙 血浓于水 你们兄妹俩 一年回来看过我几次 就连我重病在床 甚至死了 你们也没有回来 及时见上一面 你们是我的孙吗 啊 你们的父母死得早 是我一手 将你们带大的 你们三个我都一视同仁 可你们孝顺吗 都说养儿防老 可我养你们防老吗 不是小雪 我死了都没有人知道 这些年 都是谁在照顾 是小雪 他把我当成亲爷爷 而你们呢 只把我当成提款机 除了要钱 还会点什么 我重病在床的时候 他倒是成妙 有没有说过一句怨言 你们呢 你们在干嘛 你们有孝心吗 配得到我遗产吗 眼里 有我这个爷爷吗 王涛和王婷婷了 顿时哑口无言 两人面露愧色 无地自容 好像想找个地洞 钻下去一样 我笑了 这两个人 居然还有愧疚之心 我以为他们的脸皮 比真半还厚呢 你们不但没有孝心 还蛮横无礼 骄横跋扈 霸占了我留给小雪的遗产不说 就在刚才 还想要我灰飞烟灭 永不超生 呵呵 亲爷爷 你说这句话的时候 自己心吗 你们两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王雪爷爷愤怒至极 一句接着一句地骂着 将所有的怒气 都一一发泄了出来 爷爷 我们错了 我们真知道错了 遗产我们 全部还给王雪 两兄妹被骂得无地自容 只能低头认错 愿意真心返还所有遗产 可这时候 王雪的爷爷 怎么可能轻易放过王涛兄妹 他冷哼了一声 随后说道 上一次我已经警告过你们了 还给了你们一次机会 可你们不但没有珍惜 还找人来杀我 这一次不可能这么便宜你们了 看在小雪的份上 我可以饶你们性命 但是我得从你们身上 取走点东西 取走东西 什么东西 爷爷 不要 放过我们 王涛和王廷害怕极了 两人开始往后退 可是面对鬼 他们毫无招架之力 只见王雪爷爷快速出手 突然猛的两只手指 插进了王涛的眼眶里 只听见一声淒厉的哀嚎 啊 我的眼睛 王涛捂着血淋淋的眼眶 疼得在地上打滚 不 爷爷 放过我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王廷害怕极了 求生本能让他快速向外逃 可是已经来不及 他怎么可能跑得过轨 王雪爷爷追了上去 两只鬼爪如钢刀 直接劈向了王廷的双腿 一声惨叫过后 王廷狠狠摔在了地上 摔得非常狠 满嘴的血 可这还不是最惨的 他两条腿被卸了下来 他倒在了血泊中 以后估计都要坐轮椅了 啊 王廷发出凄凉的惨叫 他失血过多 脸色苍白 疼痛让他浑身发抖 抽搐 失去双腿的惊恐 让他绝望 他想晕过去 他想醒来后 一切都是梦 可他没有晕过去 疼痛让他无比清醒 他在血泊中酝酿绝望 在惊恐和疼痛中崩溃 包括他那大哥王涛 两人都落得了一个 极其凄惨的下场 老实说 这样子还不如死了呢 这是真的生不如死 太恐怖了 爷爷 你这又何必呢 王雪叹了口气 虽然是爷爷亲自下的手 可他知道 爷爷心里比谁都疼 可恨是可恨 但他们都是爷爷亲手养大的 不可能不心疼 可我却拍手叫好 这两个人有如此下场 该 时间不早了 我该送你爷爷去投胎了 我算了一下时辰 差不多是投胎的好时机 投胎也有讲究的 好时辰能投个好胎 错过了就只能等了 不然为什么会有赶着 去投胎这句老话 其实就是赶着时辰去 你不投 别人就抢了 爷孙俩再次拥抱 然后在我的做法下 一一不舍分别了 毕竟人鬼殊途 而且所有的爱中 只有亲情是指向别离 我将王雪爷爷超度了 顺利将他送去投胎 王雪哭成了累人 可有些人 该走还得走 该分离的时候 谁也留不住 试者以试 希望王雪节哀吧 后面我们叫了120救护车 然后将他们兄妹俩 送去医院 说来也是惨 不知道是不是 这两兄妹作孽太深 他们醒来后 居然疯了 他们不但瞎了 瘸了 还发疯了 可能惊吓过度 精神出了问题 嘴里嚷嚷着鬼啊 鬼 我爷爷是鬼 别杀我 后来他们的伤口 稍微好了一点后 就被转到了精神病院 因为还有暴力倾向 这种疯子都是要被强制 送进精神病院的恐防伤人 唉 天作念 有可活 自作念 不可活 王雪的这单活还行 危险性也不高 我就简单收他两万吧 基本上我不怎么费力 这个收价还算挺合适的 王雪拿回了全部遗产 两万块对他来说 自然不算什么 爽快地支付了 有了两万块后 我算松了一口气 这次可不能给九尾狐霍霍了 网购是无底洞 再给他买买买 我得吃土了 泡面都没得吃 陈老爷的钱又没有到手 回到谷物后 我摊软在沙发上 人特别的累 我其实就用了一个法术 后面就超度了一下 按理说 不应该这么累的 可我确实像是被掏空了一样 人很疲倦 这个问题 应该是出在鬼咒上面 鬼咒说是邪术也不为过 这种术有点副作用 可能会掏空失术者 让其极其疲惫 可这书上也没讲啊 天机册很复杂 还有很多学习的地方 不过这种术 以后还是少用 容易反噬 今天差点王雪 就没了 有些鬼话利后 还把失术者吃了的 要不是为了保王雪爷爷 情非得已 我也打死不会用 我休息一下后 起身去看了秦子一眼 发现他没有什么问题 还是被我绑着 于是我就放心了 眼睛都已经睁不开的我 马上倒头大睡了 这鬼咒后劲真大 用的时候没什么 回来的时候 突然累成狗 迷迷糊糊睡到半夜的时候 突然感觉有什么东西 在震动 但太困了 我也没理 眼睛都睁不开 直到一阵急速的敲门声 将我再次吵醒 我睁开眼睛 看了一下时间 凌晨四点 当场差点就骂了起来 这尼玛的 哪个傻逼 这时间段 来扰人清梦 是脑子有问题 可就在这个时候 我发现 一直在震动的是铜钱 来了 又有好东西送过来了 第六枚铜钱 也就是林响给的这枚 迟迟没有显灵 没想到在这个时刻来了 我睡一圈无 因为睡了几个小时 之前的疲惫 早已经一扫而空 我拿上铜钱 连忙去开门 出现在门前的人 让我有点惊讶 一个中年妇女 推着一个婴儿车 她脸色有点苍白 围着黑色的头巾 打扮很诡异 跟送葬的人一样 其实这都没有什么奇怪 只能说 女人有点不正常罢了 甚人的是 婴儿车上的玩意 为什么说她是玩意呢 因为她压根 就不是什么婴儿 而是一只猫 那是一只黑色的猫 她穿着婴儿的衣服 戴着黑帽 这也没有什么稀奇的 这个时代的人 把宠物当人养得 一抓一大把 现在人的衣服 是越穿越少了 动物倒是穿上了衣服 古怪就古怪在 这只猫居然长了一张人脸 特别惊悚 它叼着一个奶嘴 甚至还会说话 围前呢 我看看 那只猫悠悠地说道 它的声音很像婴儿 听得让人毛骨悚然 特别可怕 还会伸出猫爪 问我要围前 这大晚上的 看得人毛骨悚然 它吸吮了一下奶嘴 然后就盯着我看 它的那张脸 没有什么表情 但却看着很惊悚 我小时候就最怕猫叫 它们叫春的声音 就跟小孩子声音一样 特别诡异 又刺耳 而且黑猫招邪 它踩过有棺材的尸体 尸体就会失变 这些农村人都知道 特别是老一辈 看着这种惊悚的猫鹰 特别是它的那张人脸 我整个人都 毛骨悚然了起来 我不是怕 但就是 忍不住起鸡皮疙瘩 后背发凉的这种感觉 相反的 推着婴儿车的这个女人 倒没有说话 她只是对着我笑 一口大黄牙 嘴脸得特别大 也挺怪异的 铜钱我看看 猫鹰再次说道 将我从思绪中 拉回了现实 哦 哦 我目睹地点了点头 连忙将铜钱 掏出来给她看 猫鹰点了点头 是她了 托你爷爷的主妇 给你送点东西 说完后 猫鹰从婴儿车的某处 掏出了一块 人形的血玉给我 这块玉不是白色的 也不是绿色的 而是星红血色 它是婴儿的人形状 跟正常的玉配一样大小 玉里面好像有东西 但仔细看那东西 又瞬间消失了 好像是一个黑影 一个小孩子的黑影 这玉 什么来头 我接过后 顺便问道 猫鹰吸了一口奶嘴 然后才奶生奶气地答道 这是灵鹰血玉 可以帮你挡一劫 救你一命 但只能一次 之后就会自己碎掉 那他这样说我就懂了 这玉里面 是养了小鬼的 危险的时候 它可以帮我挡一次劫难 可小鬼也有分类的 灵鹰就是正常死亡的孩子 以善为主 但那些养小鬼的人 大部分养的小鬼 都是非正常死亡的 不能说 他们与生俱来就是 呃 但养不好 就会变成厉鬼 然后是主 灵鹰则不一样 他不用养 有空就给他上炷香供奉一下 或者稍稍指钱 只要你新成 他就会保佑你 可因而正常死亡的太少了 基本小孩子 都是出意外夭折 想养灵鹰 基本上很难 有钱都不行 可这种将灵鹰 放入玉器中的 真的很少 而且还是血玉 玉也是有说法的 好玉养人 邪玉就是人养玉了 因为邪玉待在人身上 会吸收人的精气 从而让自己 更加洁白无瑕和通透 邪性也会越来越重 而人呢 则会暴毙或者短命 好玉则不一样 不但会让人改孕 还能挡灾挡劫 实实在在地育养人 所以 买玉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谨慎 玉买错了 可能害你一生 特别不要相信商人的话 有些无良商人 根本不是人 为了利益 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大家买玉最好自己懂行 或者找个懂强的待你 因为玉这行水太深了 吃了钱亏还不要紧 丢了命就不划算了 现在市面上最少的玉 其实是血玉 也是最邪门最昂贵的玉 所谓的血玉 就是颜色跟血一样 就这色就可以说明 血玉不简单 一般来说 八字不硬的话 不要乱带血玉 以前我听说过这么一件事 有个土豪买了块血玉带着 可三年后 他整个人瘦了差不多五十斤 已经皮包骨了 人极其唯米 精气神不足 衣服比盛亏还盛亏的样子 好像随时会死掉一样 而且人剧倒霉 做什么事都成不了 老婆还跟人跑了 后面找了一高人合计 马上算出了 是他带的血玉有问题 土豪八字不够硬 带着玩意就是找死 可血玉也不能随便扔 情欲容易 脱欲难 高人说 带了血玉三年 那就脱下来供奉三年 这才能扔 后面土豪照做了 从那以后 他渐渐恢复了体态和健康 再也没有出过事 生活也正常了 虽然血玉邪门 但我这一块应该没事 因为请了灵鹰入玉器 时间一长 这灵鹰就是玉魂 灵鹰是好的 所以不怕玉造邪 不会是我爷爷留下来的东西 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不但不会造邪 这玉的作用还贼牛逼 可能说挡灾挡劫 没有什么感觉 以为也就那样了 还行 但牛逼算不上那种 可我换个说法 你们应该就明白了 带了这玉后 我就相当于两条命了 这玉他可以帮我去死一次 法器在厉害 宝贝在珍贵 估计都没有第二条命来的实在 这个灵鹰血域能替我去死一次 以后必定会派上重大用场 于是我连忙将它收好 赠送的这么多宝贝中 这个我最喜欢 正当我抬头想致谢的时候 突然那只猫鹰不见了 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一下子都没有反应过来 卧槽 这到底又是何方神圣 是人是鬼 还是妖 我爷爷怎么会认识 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 我挠了挠头 最后将门给紧紧关上了 我开始期待下一枚铜钱了 王雪的这一枚铜钱 应该代表孝心 不知道会给我送来什么 更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作 拭目以待吧 时间还很早 我继续回去睡觉了 由于太累 一觉睡到了大中午 但不是我自然醒的 而是被警察敲响了门 灵鹰一开的门 但她不敢说话 因为她不能说人言 只能吐狗语 一开口就是旺旺旺 所以只能装哑巴 可她脸色有些不好看 因为警察来是为了什么 她心里很清楚 我房间里还关着一个 外国女人勤子呢 我立刻起了床 但已经来不及 警察几乎瞬间 将我整个谷物给占领了 然后开始搜 我心里咯噔了一声 糟糕了 陈老爷居然报了警 看来是自个不敢 前来救秦子 希望借助警方的力量 把我送进监狱 好解决我这个仇敌 我看了一眼秦子 他已经苏醒了 而且反应很快 知道有人来了后 开始呜呜呜地叫着 还不停挣扎 我想制服他 但已经来不及 警察破门而入 直接冲了进来 秦子露出了胜利的面容 似乎自己已经得救 而我则会陷入万劫不复 可是 结果很奇怪 警察好像根本 看不见秦子一样 他们搜查着我的房子 但一无所获 根本看不见秦子 我长嘘了一口气 懂啊 九尾狐失了障眼法 所以这些人 都看不见秦子 秦子绝望了 拼命地叫着 可没有用 除了我 谁都看不见他 也听不见他的 呜呜呜求救声 这次轮到我笑了 笑得比他得意 嘴角咧开的弧度比他高 且带着邪恶的气息 在他那个国家 女巫不分正邪 无论什么事 给钱就干 我也不用 对他有什么同情心 放了他 我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况且 他是陈老爷的人 我走了出去 九尾狐坐在沙发上 大口喝着茶 但警察也看不见他 仿佛空气一样 很明显 他失了障眼法 就跟当日管家一样 可九尾狐的手段 明显更高明 即使人在面前也看不见 搜完以后 所有警察只能摇摇头 查了我的身份证后 带我回了局子 录下口供 就放我走了 这个年代 是讲证据的 没有证据 谁都不能奈我何 有狐仙罩着我 想害我很难 这陈老爷想杀我在先 失败后居然想 报警反咬我一口 我怎么可能让他得逞 输掉秦子和自己的女儿 那是他该付出的代价 如果输的是我 我已经死在陈家了 博弈者 必定心狠手辣 步步为营 不然输了 下场会很凄惨 我的对手可不是什么 单纯的小年轻 陈老爷有钱有势 是这个城市的地头蛇 我让他一步 他能要我命 二叔虽有言在先 但我不想被人欺负 想站我头上拉屎拉尿 那就看你有没有 这个本事了 出了局子后 一辆豪车 停在了我的面前 打开车窗 一张厌恶的脸 出现在我面前 没错 正是陈老爷 他叼着雪茄 用阴狠的眼神看着我 但眉宇间多了一丝不解 他应该不明白 我为什么会没事 为什么可以这么快出来 臭小子 狡兔三哭 我小看你了 陈老爷 吐出了一口浓烟 对我冷冷说道 他以为我将勤子转移了 藏到了别处 所以警察才没有找到 殊不知 勤子就在我的家里 我双手撑在了他的车窗前 也冷冷地看着他 陈老爷 我可不是兔 我是狼 你女儿才是兔 看他的愤怒指数 陈寒的事应该还不知道 不然不可能这么淡定 看我的眼神只有阴朗 这也正常 这种事情 女孩子不一定说 特别父亲是男人 但会有可能告诉母亲 不过陈老爷的老婆 好像早死了 你什么意思 陈老爷是经商人 话里有话 自然立刻就明白了 他比我狡诈 什么意思 你的两个女儿 只是利息再不给钱 很快第三个女儿 也要沦落了 我黑黑笑道 我就是要刺激他 突破他的心理防线 人最重要的 永远是心 所以很多高人 都会玩心理战术 比如诸葛亮 将周瑜气刀吐血 真以为事情 如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吗 都是一群将心理战 玩到极致的怪物罢了 突破心理防线 人就会变得脆弱 易怒 最终沦为他人的玩偶 棋子漏洞百出 任人百步 混蛋 你敢再动我女儿 我杀了你 陈老爷立刻暴怒 他扔掉了雪茄 然后狠狠揪住我的衣领 可我没有反抗 任意承受着他的怒火 以他的力气 也奈何不了我 而我知道 他已经被我左右情绪 突破心理的第一道防线了 他会掉入我的陷阱 死得极惨 陈老爷 这虽然是现代 但是你应该也明白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况且 你不还钱就算了 还找人杀我 我没有他们性命 应该算大发慈悲了吧 再说了 你这么爱你的女儿 你自己从不出面 还让他们来送死 你又何必在这里 演慈祥的老父亲呢 我摊了摊手 阴阳怪气地说着 每一句话都刺痛着他的内心 他能不气吗 还拿我一点办法没有 而且我也说的没错 他压根没有想象中 那么爱他的家人 他只爱他自己 自私自利的豪门中人罢了 有时候 女儿估计也是利益的牺牲品 不然怎么会有富人联姻这一出 为了拯救陈家 他也曾把大女儿陈琳 当作附属品 赠送给能救陈家的高人勇士 女儿 其实都是他的所有物 也是他手中的筹码 你这个混蛋 陈老爷终于忍不住爆发了 扬起手就要伤我 可他这种养尊处优的老爷 在我面前 宛如手无腹机之力的孩童罢了 我猛然抓住了他的手 然后狠狠按在车窗上 另外一只手更快 已经抢在他之前 啪啪啪地抽着 十几秒时间 我抽了他三十多巴掌 他的脸差不多成了猪头 嘴角全是血 陈老爷 不用谢 这是赏你的 那几个亿你不给我 我迟早再找人收拾你 哈哈 我的冷笑 再次刺痛了他的心 奈婉的经历 估计又涌上了心头 他对我的怨恨 已经达到了顶峰 除非他彻底趴下 被我打服 不然绝对不可能会得牵我 他要我死 而且是死无全尸那种 他极其恨我 恨之入骨那种 可他现在不是我的对手 他打我没有得逞 还吃了亏 怨恨那就更加深了 你们都给我下去 狠狠地扁死他 陈老爷除了在疼痛中哀嚎着 还发出了一声怒吼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 车里还有打手 下来了三个人 全都高大无比 他们两米以上的身高 穿着黑西服 手里拿着电棍 打死他 快 给我打死他 陈老爷捂着猪头脸 不停咆哮着 可惜 很遗憾 这三个人 我用了八分钟就 全部解决掉了 然后从挡风玻璃和车窗里面 荡篮球一样塞了进去 估计没有三个月下不来床 陈老爷张大着嘴巴 说不出话来 他想弄死我 很想 但他赢不了 走 开车 快开车 陈老爷连忙喊着 然后扇来一巴掌 给前面猛逼的司机 司机恍然大悟 身体震了一下 踩着油门飞驰而去 车窗里的人都不管了 臭小子 你给我等着 墙中自有墙中手 你牛逼 我一定会找更牛逼的人来对付你 你给我等着 陈老爷最后伸着手指 出来指着我 狠狠地说道 呵呵 好家伙 还不死心 行 我等着 我整到你服为止 陈老爷走后 我也打了个车回鼓屋了 开始盘算着 下一步怎么玩弄陈老爷 然后进房间 顺带看一眼情子 他没什么大问题 就是眼神透露着绝望 好像已经放弃挣扎了 刚才差一步就能背就出去了 可是警察却看不见他 这种感觉最让人崩溃 希望就在眼前 但怎么都抓不住 我让零一一给他喂一点饭 但他不吃 好像要以绝食来威胁我 我最讨厌别人威胁我 不吃拉倒 呃 他的三天三夜 我不信他不吃 这时候 九尾狐却突然对我发出感言 事情越闹越大了 必须赶快结束 特别是来过谷屋的三姐妹 谷屋的位置不能暴露给太多人知道 不然很麻烦 看来警察的到来 让九尾狐起了忧虑 可我已经跟陈老爷闹到了这个地步 我该怎么样快速解决这件事呢 那狗东西 一下子不好解决 看来我得下最狠的手了 九尾狐的忧虑没有错 事情越闹越大 谷屋的位置暴露后 将会有无数的麻烦找上门来 陈老爷吃了别不服气 我诱上了 他两个女儿 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必定会找上谷屋来 这事 必须速战速决 这谷屋和我都绝对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 这是师父九尾狐给我下的命令 一个精力的计划 正在我心中酝酿着 对陈老爷 必须手段要毒辣 我算了一挂 顿时眉眼一笑 嘴角露出了一抹诡异的笑容 这王八犊子 还想来搞我 那我就顺势而为 将计就计 这一回 我要搞得他生不如死 乖乖将前双手奉上 黑夜降临 腰风四起 吹得门窗啪啪作响 鼓舞周围 好像有很多人影一样 可出门一看 又好像什么都没有 偶尔传来几声猫叫 跟婴儿啼哭一样 琴子好像感应到了什么 呜呜呜地叫着 可我已经封住了他的嘴巴 他无法发出 对自己更加有利的声音 别说琴子 就连零一一都感应到了 他麻溜地跑回了房间 然后盖上被子 甚至蒙过了头 他害怕极了 知道有什么东西 已经围住了谷 陈老爷说过 会找更厉害的对手来杀我 可我早就已经算到了 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能对付吗 屋里没有开灯 黑暗中 九尾狐对我悠悠地问道 他倒一脸淡定从容 一点都不把眼前的状况 放在心上 我点了点头 能 这次来的东西虽然不弱 但还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 不需要师父九尾狐出手 好 九尾狐轻声答应一声 变化为青烟消失了 看来我不开口 他不会帮忙 我闭眼感受了一下 外面妖气如波涛一样翻涌着 而且还有阴气 妖风之中夹带着阴冷 也就是说 除了妖以外 还有鬼 就在这个时候 外面响起了铃铛声 有些刺耳 随即传来了呐喊声 豆腐脑 热乎乎的豆腐脑 有要来尝一下的吗 我冷笑了一下 随即打开了门 看看到底来的 究竟是何方神圣 只见院子门外 有一个老太婆 她推着小推车 然后跟个小贩一样 呐喊推销着她的豆腐脑 她看见我出来后 朝我微微一笑 小伙子 吃碗豆腐脑吗 阿婆一把年纪了也不容易 这大半夜的 帮衬一下阿婆的生意吧 推车上面有一盏昏黄的小灯 罩在那老太婆的哭脸上 好像很慈祥可爱 但我看在眼里 却那么诡异 那一张脸不像人 而是像一只狡猾的黄鼠狼 尖嘴长毛 令人不寒而栗 哼 在我门前搞这一套 还真花里胡哨啊 行 来一碗 我没有拒绝 反而走到她身前 给她递上了钞票 让她来上一碗 她是什么东西 我一清二楚 我早一眼 就看穿她不是人 只是将计就计 陪她奄奄又何妨 这大半夜的 怎么会有人在这里卖豆腐脑 本身这个地理位置就偏僻 晚上就更没人了 傻子才会来这里兜生意 好嘞 谢谢小伙呀 老太婆给我盛了一碗豆腐脑 确实热气腾腾 甚至还在冒着烟 我看了一眼 喉咙有些发痒 但没有吐出来 这不是豆腐脑 这是人脑 怎么 吃啊 老太婆笑了一下 对我慈祥地说道 一口牙齿很白 但又好像透露着血光 腰风越来越大 吹得我皮肤生疼 后背好像占了很多人 有些发凉 但回头又看不见任何东西 有东西在笑 但仔细一听 又好像是风声 好 我硬着头皮端起了碗 然后用手遮着 我没有喝 而是趁他去拿钱的时候 往后面倒掉了 倒掉后往地上一看 发现一个完整的脑子 混着泥土 就安静地躺那 看着极其惊悚 再给你一碗吧 小伙子 这东西补着呢 老太婆嘿嘿笑着 又给我盛了一碗 我还是没有拒绝 点了点头 然后将钱藏在手心 给他递了过去 老太婆顺手来接 可我打开手心后 里面半张是钱 半张是福 他一触摸到 立刻跟摸到了电线一般 起了无数的火花 震得他往后一倒 那条手臂的皮肤 马上破开了 露出许多长毛 臭小子 你因我 老太婆发出了 半人半动物的嘶吼 脸上的皮冒着烟 然后腐烂 渐露出了一张古怪的脸 他居然是一只黄皮子 黄皮子就是黄鼠狼 这玩意是野仙之一 邪门得很 这一只连话都会说 分明是成精了 怪不得腰风这么大 第一次是针钱 等第二次的时候 他就没有防备了 没想到我藏了半张黄符 一下子就把他原形逼了出来 因你就因你 我跟知处上 还讲道义不成 我冷笑道 他现在虽然是人参 但脑袋却变成了黄鼠狼 而推车上的豆腐脑 全成了人脑 一股恶臭扑面来 让人作呕 如果刚才我吃了这玩意 我估计得把自己的喉咙 整个给扣掉 我要吃了你 黄鼠狼张牙舞爪 眼睛开始发红 直接朝我扑了过来 我退后几步 黄符作剑 口念斩腰皱 如雷霆之事 直接打在了黄鼠狼身上 砰一声 他炸开了 但化为了一股白烟消失在眼前 小推车也不见了 仿佛刚才眼前的一切都是幻觉 白烟消失 突然一个穿着道袍的妖人 站在我面前 他手拿浮沉 先锋道鼓 只不过是黄鼠狼的脑袋 但却是人参 看着有些邪火 大胆 见到我黄大仙 还不下跪 他突然对我大吼了一声 浮沉一晃 怒骂而逝 好像他真是仙一样 这玩意 还真会装神弄鬼 仙 哼 我不信那玩意 我没过多理会他 因为不把他放在眼里 古屋门前 不会莫名其妙出现黄皮子的 肯定是有人在背后 故意而为之 到底是谁呢 混账 居然对我的话毫无反应 找死 我要将你打入十八层地狱 永不超生 所谓的黄大仙 继续呵斥着 是 是 黄大仙 对不起 刚才多有怠慢 都是小得有眼无珠 我连忙假装附和和道歉 实则是在找真正的幕后黑手 是有人控制了这只黄大仙来害我 哼 还算你识相 不然的话 刚才你已经深陷十八层地狱了 黄大仙冷哼一声 昂着头 高高在上 仿佛自己真是仙 我继续附和他 点了点头后 假装害怕地说道 对不起黄大仙 我有眼无珠 不知道你前来有何事指教呢 黄大仙指着我 表情很是愤怒 你胆子不小啊 居然敢得罪陈老爷 知道他是谁吗 他可是太白惊心下凡 我命你速速前去给他赔罪 下跪倒茶认错 不然的话 他话没有说完 我突然急冲而去 双手各执一扶 沾上我的血后 浮发金光 咔嚓一声 他的脑袋掉在了地上 黄复沾血 冒着黑烟 所谓的黄大仙直接被我秒了 浮如双刃 斩些无影无形 笼罩着他的那些雾散去后 真相立刻浮出水面了 哪里有什么黄大仙 只不过是一只站立着的黄鼠狼 在装枪做事罢了 但他的头颅 已经被他砍了下来 当场去世 黄皮子本身就很邪门 北方的人都知道 只要看他眼睛 就会被迷惑住 而且这万一很记仇 得罪了他可不好过 所以人们才叫他野仙 可这种东西 在我面前不堪一击 简直就是花里胡哨 哼 太白金星将士 你可真说得出来 还不如说 陈老爷是你爹 这才可靠一点 我冷哼一声 随即立刻转头 然后看向了墙角处 黑夜中 那里 好像有什么东西 在跳动 跟猴子一样 终于找到你了 出来 我朝那处大吼道 没错 就是他控制了黄大仙 我就是 找到了他的位置 所以才将黄大仙给宰了的 看则是妖作祟 实则是人为的 不用想 这肯定 又是陈老爷找来的人 就为了杀我 可这一次不止一个 还有一个不知道躲哪里 一个是控妖 一个是令鬼 陈老爷这次下重本了 嘿嘿嘿 有意思 这般年纪由此修为 可真是刮目相看 那个跟猴一样的影子 终于跳了出来 他速度很快 隐藏在黑夜中 更是让人难以捉摸 他露出庐山真面目后 我惊呆了 这玩意长得真跟个猴一样 尖嘴猴腮 一脸的毛 但不长 可很密 跟原始人一样 很瘦弱也很矮 不过确确实实是人 就是长得太奇葩了 你是何人 我周梅问道 这长相 不会从小就是给 峨眉山那群猴子养大的吧 我是谁不重要 今晚我们兄弟俩 受陈老爷委托 前来取你狗命 你要识去的话 乖乖受死 我们可以给你个痛快 蛮人说道 我冷笑一声 陈老爷给你们多少钱 让你们来送死 果然是两个人 不然他不会说是兄弟俩 还有一个隐藏在暗处 这周围全是鬼影 但暂时没有露头 钱 我们兄弟俩 稀罕钱吗 杀了你 陈老爷就将他那 如花似玉的女儿 陈琳嫁给我们 小伙子 成人之美懂不懂 识趣的 赶紧去死吧 男人黑黑笑道 好像今晚 飞去我的性命不可 可听了他的话 我震惊了 陈老爷为了杀我 居然让陈琳嫁给两个男人 这是什么三观 震惊我了 这还是人吗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陈老爷就算不嫌弃 眼前人丑 只要他杀了我 就将陈琳许配给他 那也能说得过去 反正陈老爷这种人 啥事干不出 可这个男人 却说的是我们哥俩 也就是说 陈老爷许诺 要将陈琳嫁给他们两个人 嫁给你们 一妻是二夫 我没听错吧 我皱起了眉头 男人哈哈大笑了起来 你没听错 我们兄弟俩 什么都是共用的 包括女人 陈家大小姐 皮光肉滑 腹白貌美 这么好的东西 怎么可能不跟兄弟一起分享 哈哈 等我们杀了你 再回去慢慢享受 人才啊 听了他的话 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想跟他做兄弟 果然世界大了 什么奇葩都有 陈老爷是真急了 为了杀我 什么代价都愿意付出 可能还有一个原因 他害怕 我对陈琳也动手 所以不如赐给别人 死也不肯给我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空气中传来了一句话 奇悠悠地说道 大哥 这小子屋里面 还藏有两个女人 都很正点 呵呵 那还不杀了他 赞为己有 男人突然笑了起来 笑声很是猥琐 这一次来的 好像不是什么正派人物 之前陈老爷请的那些 虽然也阴险狡猾 但至少有道德底线 再不计 也是个正常人 可这两个人 有点邪 杀我吗 你可以试试 我横眉扫向周围 双指一脸 立刻打开了阴阳眼 这周围全是鬼影 而且阴风力得很 肯定来了不少厉鬼 一个能控腰 另外一个应该也不差 不知道招了多少鬼在这里 打开阴阳眼后 我惊呆了 这鬼的数量 简直让我瞠目结舌 我人生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鬼 这 简直就是白鬼为宅啊 周围全是密密麻麻的鬼 包括屋顶 屋后 墙上 它们有的 跟针子一样 四肢扭曲 然后诡异地在地上爬着 有的跟蜘蛛一样 倒挂在屋顶之上 有的无头 有的没手没脚 有的抱着婴儿咧嘴鬼笑 有的张牙舞爪 看着我流口水 它们全部面目猙獰 脸色苍白 它们看着我 露出了贪婪的眼神 它们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吃了我 这么多厉鬼 怪不得阴风阵阵 鬼影重重 一下子把我看梦了 本该冷冷清清的院子 好像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我心里咯噔了一声 糟糕 没想到另外一个这么强 招了这么多鬼 早知道就让九尾狐师傅帮忙了 这小子好像开阴阳眼了 也不算无能之辈 还有点本事 这时候 一个长得跟猪一样的大胖子 从鬼群中跳了出来 他是人 居然能隐身鬼群之中 其实力可见一般 而且 我还差点没有发现他 只是他这个长相 感觉跟另外一个不相伯仲 他看上去有三百多斤 好像大沙包一样 长相极其像猪 耳朵很大 跟两把菩萨一样 鼻子隆起 跟猪鼻子差不多 样子丑陋 两兄弟一个雕样 一个像猴 一个像猪 一个瘦小 一个高胖 陈琳如果嫁给他们 我估计用不着三天就得上吊 给他们 在床上遭见一回 那不得想死 从他们的长相和术法中判断 我好像知道他们是谁了 以前听我二叔说过 二十年前出过一个封道长 外号邪美老道 这个道长一开始并不是封的 而是被媳妇戴了绿帽后 气火攻心 最后走火入魔了 道士只有在古代的时候 才清心寡欲 不能娶妻 可近代就不一样了 修道之人 依然可以结婚生子 这个邪美老道就是 而且他还娶了一个 极其漂亮的老婆 可这个老婆不安分 经常和邪美老道的徒弟偷情 邪美老道也不是省油的灯 发现奸情后 居然施法 将徒弟变成了家里的猪 第二天激一提 邪美老道就会叫醒老婆 然后一起将猪杀了吃肉 老婆毫不知情 只当邪美老道 遣走了徒弟 可偷情这种事 就好像禁忌的阀门被打开 尝过之后 就再难回头了 邪美老道的老婆 没有终止自己的行为 又继续偷情 邪美老道的其他徒弟 直到第三个徒弟的时候 邪美老道终于忍无可忍了 事不过三 这顶绿帽子戴久了 人是会发疯的 邪美老道 杀了他和所有徒弟 然后埋在了自家的院子里 最后再种上几棵桃树 桃树辟邪 种桃树是为了压尸的 他怕老婆死不瞑目 尸变成院回来复仇 所以 种上几棵桃树 压住底下的尸体 可七天后的一个晚上 邪美老道 突然听到了一阵阵啼哭声 他心里咯噔了一下 以为老婆投期发怨 回来作祟了 可明明压了桃树 应该不可能再发生什么事情才对 他怀着好奇心爬了起来 然后前往院子查探 这时候他才清楚地听到 埋他老婆的位置 传出了一阵阵婴儿的哭声 跟猫叫春一样 极其诡异 邪美道人思前想后 最后还是决定一探究竟 他挖出了老婆的尸体 但却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他老婆的尸体 居然不符不画 而肚子上 有两双小手伸了出来 贯穿了肚皮 哭声就是从那里传出来的 邪美道人顿时明白了 老婆死前怀了孕 而且还是双胞胎 只是很奇怪 人明明都已经死了 还埋了七天 这孩子居然还能活着 这妥妥的阴生子啊 鬼怀的孩子生下来 那就叫鬼胎 死人怀的孩子生下来 那就叫阴生子 一般这种阴生子 天生就命运 还有阴阳眼 是介于活人跟死人之间的 也就是活死人 身上的阴气 要比正常活人重 容易招惹鬼妹 邪美道人有些后悔了 早知道老婆怀了孩子 他就不痛下杀手了 他拿了一把刀子 将老婆的肚皮完整剥开 然后将两个孩子取了出来 孩子很健康 就是有点丑 一个像猪 肥肥胖胖大耳朵 猪鼻子 一个像猴 瘦小小的 毛发旺盛 这也是 为什么我突然知道了 这两个人的身份 因为他跟我二叔说的 邪美老道 两个孩子非常相像 这描述简直一模一样 我当初还不信 只当故事听了 哪有人长这鸟样 这还是人吗 而且还是 死人肚子里剖出来的 太不可思议了 这只能是故事 可看到这哥俩后 我信了 他们还真有人 长得像猴和像猪的 二叔说 有可能是邪美老道的老婆 跟太多人发生关系了 这两个孩子的父亲 可能不止一个人 而是 混合 所以这长相 才如此奇特 还有一种说法 那就是 邪美老道 可能已经疯了 这些都是幻觉 两个孩子 只是他从外面抱回来的 因为人死了七天 肚子里的孩子 应该也早死了 这邪美老道 还以为是自己的孩子 高高兴兴地将其养大 还传授其道法 但此时的邪美老道 已经走了歪路 竖法偏邪 这两个阴生子学了后 更是阴邪无比 他们好像 继承了母亲的基因 极其贪色 而人们都送他们一个外号 阴邪双子 他们一个洗妖术 一个爱鬼法 慢慢长大后 也在阴阳两界颇有威名 他们也会帮人办事 但有一个规矩 他们不收钱 只要女人 而且是漂亮的女人 他们本事高 手段毒辣 倒也有许多人找他们办事 甚至有的女人 为了报仇血恨 直接牺牲掉自己 只是很奇怪 他们也收了不少女人 但好像 那些女人都没有再出来 好像人间蒸发了一般 也有可能 是死了 这俩兄弟不像正常人 女人跟他们回去以后 绝对不得善终 陈琳如果跟了他们 可不是委屈那么简单 估计会死在他们的床上 一般这种人 都会有暴虐的倾向 我不知道 陈老爷是从哪里 找到他们的 但陈老爷这是孤注一掷 牺牲女儿杀我 这样也配为人妇吗 你们就是阴邪双子吗 我又再一次 看了他们两兄弟一眼 但觉得有点辣眼睛 我宁愿看鬼 也不愿意再看他们 哟 大哥 他好像认识我们 跟猴一样的 那个兴高采烈说道 好像被认出来了 很高兴 毕竟这样代表有名望 跟猪一样的 那个冷哼一声 不屑一顾说道 哼 认出来也没有用 死到临头 就算拍我们的马屁 也没有用 受死吧 说完后 他双指一挥 一道阴暗的光升起 他捏爆了一张符纸 然后号令群鬼 要将我碎尸万段 啃我血肉 吃我骨头 这实力 可比羊鬼的利害太多了 一只鬼 和百只利鬼的差别 那不是差了一点半点 别看他长得跟猪一样 但杀人还是轻而易举的 白鬼为宅 我好像成了重鬼的点心 他们拼命扑了过来 如潮水一样将我淹没 阴风跟围墙一样 堵在四面八方 我无路可走 面对一百只鬼 我也绝无胜算 啊 我发出一声惨叫 哀嚎声震耳欲聋 凄惨的程度耸人听闻 无数的鬼将我淹没 食血吃肉 两兄弟发出恶心的笑声 招式着自己的胜利 古屋周围 鬼影重重 无数的厉鬼咆哮 如同恶狼一样将我淹没 瞬间我的身影就消失了 被鬼群所吞噬 啊 虽然有点本事 但跟我们兄弟俩 还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我要你三更死 谁能留你到五更 小子 认命吧 怪就怪自己 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猪头冷冷说道 他早已经看不见我的身影 我的哀嚎声消失后 他以为我已经被恶鬼啃尸干净 骨头都不剩了 猴头也附和道 那是跟我们同龄的 没有一个是我们的对手 老爸说了 阴阳两界除了苏家 其他的我们随便弄 还没有得罪不起的 走 这些鬼把骨头啃干净后 自己会离去 我们淋上去 嘿嘿 美人 我们来了 猪头兴高采烈 不停搓着手 好像个淫贼 随即和猴头一起离开了 杀了我 当然要去找陈灵 这是他们跟陈老爷的交易 可他们不知道 我压根没死 我穿上了兽衣 汇入了鬼裙之中 这件兽衣 是第二枚铜钱的 一个老太婆送给我的 她说了 穿上这件兽衣 即使再厉害的鬼怪 也绝对发现不了 我是活人 我割破了手 将血洒在了地上 那些恶鬼 已经恶红了眼 跟风了一样扑过来 然后啃食着地上的热血 一个接着一个 就好像迭罗汉一样 前腹后继 不断拥挤 而我早已经穿上兽衣 然后趁乱混入其中 他们发现不了我是活人 加上拥挤 就跟我们排队一样 后面挤着前面 太混乱了 根本不知道 我早已经加入了他们 险 加上哀嚎和惨叫 那两兄弟以为我真死了 而且这么多鬼 绝对能吃得我骨头都不剩 他们自然不会想太多 这些鬼跟乱坟的那些鬼不一样 乱坟的鬼是无控制的 有自己的自主意识 我露出 身上的麒麟胎记 能镇住他们 他们会恐惧和害怕 可这些鬼是被人为控制 以那猪头的意识为主体 如果猪头不怕我 这些鬼估计也不会害怕 我身上的麒麟胎记 所以我 只能用出这件兽衣 而且 麒麟胎记一路 我的身份就会暴露 如果我 没有成功杀掉他们 给他们侥幸跑了 那我的麻烦就大了 二叔千丁万主 包括九尾狐师傅 让我绝对不能暴露 自己的麒麟质子身份 所以我不敢冒这个险 不管怎么样 一切都还在我的掌握之中 其实我早已经算出这一难 所以才提前拿出了这件兽衣 效果也跟那个老太婆说的一样 这白鬼竟无一知识破我是人 还让我顺利混入其中 然后慢慢逃掉了 如果没有这一件兽衣 结果还真不好说 这一百只鬼 可不是开玩笑的 又理又凶 即使我能赢 那也必定是满身伤痕 一件兽衣 就解决了所有问题 那也算是省了不少事 我没有管这些鬼 而是加快脚步 跟上了那两兄弟 他们很是兴奋 摩拳擦掌的 步伐也极其轻快 估计是想起了陈琳的身子 两人都流下了口水 跟他们两个样貌比 那陈琳确实是仙女级别的 我的下盘功夫不错 所以走起路来 基本没声音 跟住他们两个无声无息 基本发现不了我 而且穿着兽衣 穿梭于黑夜中 犹如鬼魅一样 兴奋的两人 心思都在陈琳身上了 更加不可能发现得了我 走了很久 差不多有个六七公里左右吧 我知道他们是去找陈老爷 那斯害怕我 所以一直躲躲藏藏 他不敢离我这太近 不然派来的人失败了 他也难逃灭顶之灾 现在陈家都已经开始戒位森严 基本上全是保镖 他害怕我再去弄他 等两兄弟停下后 当然了还有陈琳 不过他脸色极其难看 见到那两兄弟回来后 更是脸色大变 差点哭出来的样子 他们能回来 无疑就是成功了 杀了我 陈琳就要跟他们走 嘿嘿 陈老爷 那小子已经被我哥俩宰了 猪头开心说着 然后看向了 肤白貌美的陈琳 在擦了擦嘴边的口水 样子极其猥琐 确定吗 陈老爷问道 猪头用力点着头 当然确定 没有什么人能在我们兄弟俩手上活着 那小子被白鬼吞噬 尸骨无存 死状惨烈 快摘 快摘 臭小子 敢跟我们陈家作对 去黄泉之下后悔去吧 陈老爷仰天大笑 他终于赢了 能不开心吗 陈老爷 那屋里还有女人呢 你不要的话 能赏给我们吗 猪头也黑黑说道 刚才他们就基于我屋里的两个女人 现在还念念不忘 不管是零一一还是情子 对于他们来说 也是美若天仙 不过这两货 应该玩过不少女人 陈老爷摇了摇头 这个不行 里面还有我们陈家请来的人 不能交给你 两兄弟虽然遭到拒绝 但也没有不开心 而是看向了陈灵 意思是 得把报酬给他们了 这一个陈家大小节 也足够了 陈老爷看向了陈灵 示意他下车 对于陈老爷来说 即使是他的女儿 也只不过是他手上的筹码罢了 我已经让陈家很没有面子了 我必须死 即使是付出任何代价 他也要杀我 甚至赔上自己的一个女儿 这个人其实根本不是人 只是披着人皮的畜生而已 陈灵吓坏了 他看着这两兄弟的样子 眼神满是恐惧 一个像猪 一个像猴 谁看着不怕 而且还是跟两个男人 陈灵自然不愿意 他对着陈老爷苦苦要求道 爸 我不 你不能这样对我 我不想跟他们走 我不要 陈老爷叹了一口气 假情假意地说道 女儿啊 爸也没有办法 是他们开口要你 不是爸将你推出去 不然的话 以咱们家的实力 给他们找十个女人都行 爸也很不舍得你 但是跟人有约在先 爸也没有办法 爸也是很爱你的 听着陈老爷的话 我差点想吐 但我忍住了 怕别人发现我的存在 但这个陈老爷是真恶心 放屁是一套接一套的 还爸是爱你的 一直爱你自己吧 陈老爷说完后 毫不犹豫地将陈灵推下了车 然后命令司机开车而去 他要去我的谷屋 将秦子接回来 这会儿其实还有一个心眼 刚才那两兄弟已经说了 我的屋里有两个女人 一个是秦子 那另一个 他以为肯定是我的女人 他只救秦子 其实另外一个女人 可以赏给这两兄弟 但他没有 而且什么都没有说 我睡了他两个女儿 他也有心思了 没错 他想睡回我的女人 争回这一口气 可他不知道 那个零一一 根本就不是我的女人 只是一个小三把了 但这一切 其实我早就算到了 他会去我的谷 也在我的预料之中 我早已经想好了 请君入瓮的计划 也是我之前所说的将计就计 陈老爷不是傻子 他很奸诈 我就算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 甚至那天晚上 让管家上了他 他也没有完全妥协 他知道我不会杀他 杀死他钱就没了 所以他特别倔 要对付他 必须用非常人的办法 要折磨他 让他生不如死 这样他 才会乖乖把钱奉上 陈老爷开着车 飞驰而去 根本不管陈琳 他赢了 赢得很痛快 牺牲一个女儿 完全不是事 陈琳追着车子 一路奔跑 一边追一边哭 可没有用 他跌倒在地 而车子很快就消失在他眼前 他满脸泪花 犹如被抛弃的孩子 无助 绝望全部涌上心头 他趴在地上猛垂着地面 可一切都没有用 他只是 悲交易的筹码 只要陈老爷需要 他就得贡献自己 美其名曰 为了陈家 我突然感到有些好笑 他那天那句 我是陈家的人 不管与谁为敌 都要站在陈家这边 现在想起来 真是刺耳又讽刺 没错 你是陈家的人 你是陈家的筹码和物品 邦尼那冷酷无情 又自私的父亲 那就注定了是这个结局 陈老爷离开后 那两兄弟也开了嘴 放肆地笑着 他们就好像两匹狼 而陈灵是娇嫩的羔羊 随时都要被他们包光 然后吃干抹尽 你们干嘛 你们别过来 我报警了 陈灵害怕急了 连忙去掏包里的手机 就算死 他也不想跟这两个男人 发生点什么事情 可手机刚刚掏出来 突然一只手马上踩了过来 啪一声脆响 手机碎成了渣 连同陈灵的手 也被狠狠踩在了地上 啊 好痛 陈灵痛苦地呻吟着 他想挣扎 可三百斤的体重 他如何能挣脱 呼 这个声音 我喜欢 等一下你叫大声点 知道吗 陈大小见 嘿嘿嘿 猪头一脸地享受 目光开始炙热无比 大哥 不如 就在这里 猴头看了下四周 一个人都没有 顿时兴奋了起来 猪头笑了 笑容逐渐猬琐 和扭曲 滚开 别碰我 你们杀了我吧 求你了 陈灵被踩住了脚 痛苦不堪 既不能逃 也无法反抗 就好像待宰的羔羊 他一个千金大小姐 一辈子也不可能逃得出 这两个人的手掌心 陈灵惨叫着 他咬着牙挣扎 可没有用 那猴头死死抓着他的头发 将他掌控在手心中 他不可能跑得掉 他眼中又不甘 可那又怎样 他父亲卖了他 他现在是叫天天不英 叫弟弟不灵 现在还有谁会救他 他宁愿自己是个孤儿 那样还好受一点 这样的父亲 还不如没有 他现在就好像砧板上的肉 任人宰割 陈灵没有反抗 他就跟死了一样 面无表情 好像一具尸体 这时候猴头也不闲着 猴头跟他猪头大哥一样 双手开始犯罪了 陈灵怎么都想不到 自己堂堂陈家大小见 身子居然要给这两个 龌龊又恶心的男人战友 他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宛如一条死鱼 泪水在眼眶打转 泪光闪烁着 绝望充斥着他全身 可黑夜中 一道光芒出现 他不但划破了黑夜的宁静 也划破了陈灵的绝望 那好像一道光 重新照亮着他 那是匕首的光芒 他闪着寒芒 直接插入了猪头的后背 然后从胸口透出 带着温热的血 贯穿了猪头的身体 滴答 滴答 血滴落在陈灵的皮肤上 他身体震动了一下 然后看向了猪头后背 他看见了我 身体立刻有了反应 他眼睛开始有光了 绝望扫去 表情开始变了 虽然我是他的敌人 但我的出现 无疑给了他希望 退一万步来说 就算我杀了他 那也比现在生不如死好 大 大哥 猪头抬起头 嘴唇颤抖着 他看见了猪头的惨状 也看见了我 他的手还放在陈灵身上 但表情却已经完全变了 这小子居然还活着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猪头震惊至极 直接惊呼了起来 他一副不敢置信的样子 我嘴角微微上扬 露出了一抹鬼笑 正在快乐的两人 根本察觉不到我的靠近 我就是故意 让他们先动手才出来 这样他们的注意力 都会放到陈灵身上 他们没想到我没死 更加没想到 我会此刻偷袭他们 哦哦 猪头吐出了一大口血 浑身疼得发抖 匕首从后背贯穿到前胸 血流不止 你们好啊 丑八怪兄弟 我们又见面了 我笑说着 但笑里藏刀 随后无情地拔出了匕首 血溅了出来 落到了陈灵的身上 但这么残忍的画面 他居然不怕 而且还很乐意看 很明显 陈灵恨他们 甚至也想跟我一样 手刃了他们 所以他才看得这么患 猪头倒下了 浑身是血 脸色瞬间苍白 但不至于立刻死去 我没捅他心脏那边 大哥 你挺住 大哥 猴头扶着猪头大哥 不停哭喊着 别哭 冷静 我还死不了 想办法对付这小子 不然我们两个 真会交代在这里 猪头居然冷静地可怕 他捂着伤口 虽然很疼 可却没有丝毫的惊慌 他手上全是血 但他没有浪费这些血 开始在地上 用血化着服 我明白了 大哥 猴头擦了擦眼泪 也开始冷静了下来 两兄弟一起看向我 同仇敌忾 想再一次杀了我 我不动声色 只是仔细地看着猪头 内心不断喃喃着 使出来吧 快点 果不其然 等猪头画好服后 他从身上掏出了一个 精细的玉玺 但这个玉玺很怪 它是黑色的 而且很小 四边都雕刻了鬼头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 诡异的气息 是他了 等的就是他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个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鬼洗 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猜到了 猪头身上有某样召唤鬼的法器 因为单凭法力的话 别说白鬼了 就一两个都得折兽 鬼不会帮你白办事 想要号令它们 必须付出代价 轻则扬寿受损 重则付出生命 更何况那么多的鬼 你要敢真招出来 直接就能抽干你的寿元 鬼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所以只有一个答案 那就是 猪头身上有某种厉害的法器 它能召唤许多鬼上来 哼 好东西嘛 我当然感兴趣 这玩意 差点要了我的命 我怎么能不占为己有呢 我刚才其实可以杀了猪头 但我故意避开了心脏一方 就是想让他拿这个法器出来再做法 让我开开眼界 然后 呵呵 你懂的 猪头已经被我重伤 就算他有这个法器 估计也不能完全施展其威力 所以 我是不怕的 鬼洗拿出来后 阴风渐渐大起 配合刚才猪头话的血咒 又有鬼影出来了 我好像听到了开门声 但是周围根本没有门 那些鬼影 好像是从一条缝里钻出来的一样 极其诡异 这玩意 不会是将鬼门关给打开了吧 有这么邪乎吗 可鬼影很少 跟刚才根本没法比 猪头已经重伤 果然威力弱了许多 有名鬼咒 是阴 开 猪头不停念咒 他身上的血越流越多 可他全然不顾 额头上全是汗 他咬着牙关 苦苦坚持 他知道 如果不杀了我 他一样会死 还不如拼个你死我活 在他的努力下 鬼影渐渐多了起来 但也没有刚才的多 只有十几只 跟幽灵一样 在我身边飘荡着 他们将我围了起来 张牙舞爪 虎视眈眈 猴头也不闲着 他突然掏出了一瓶血 然后咕噜咕噜喝了下去 喝完以后 他变得面目猙獰 血管全部凸了起来 双眼心红 舌头变长 还长出了可怕的獠牙 好像变成了妖一样 妖血吗 这两兄弟的鹿子真是邪 一个鬼 一个妖 无论是哪个竖法 都充满了邪性 特别是这个猴头 居然直接喝下妖血 让自己变得人不人 鬼不鬼的 看着有些圣人 哇 猴头咆哮一声 突然向我扑来 他好像蛇一样 甩着舌头 然后一口咬向了我的脖子 我立刻用匕首 卷着黄服 然后滴上我的鲜血 念着斩妖咒语 等他靠近的时候 一刀刺向了他的胸口 可猴头力大无穷 居然徒手挡住了我的匕首 然后另外一只手 掐住了我的脖子 将我踢到了空中 这时候我才发现 他的两只手 都长满了蛇鳞 一块块地镶在手臂上 看着让人头皮发麻 可那东西 就好像盔甲一样 我的匕首配上黄服 也没有办法将其穿透 只是碰到就冒起一股清烟 特别邪门 还有更邪门的 这丝的身上 居然渐渐有了妖气 我听人说 有些道人修的 就是妖道 虽然是邪术 但可以延年益寿 增加功力 不过有个副作用 那就是会变得人不人 妖不妖 如果走火入魔的话 还会跟妖一样 把人当食物啃了 会失去自我 这祸 不会修的 就是妖道吧 此时猴头的手指 渐渐收紧 她双目心红 脸上全是清金 估计不杀了我 她是不会罢休的 那一双蛇臂 犯着诡异的清光 势必要将我的喉咙拧断 可想杀我 哪这么容易 我只见 粘起一枚铜钱 这是清朝五帝钱 斩腰驱鞋特别有效 沾上人血后 威力翻倍 因为人血扬气足 我猝不及防地 将五帝钱打在了 猴头额头上 突然砰的一声 他被震飞了出去 额头上被炸出了 一个铜钱大小的窟窿 血流不止 五帝钱落地冒烟 通体发黑 好像沾染上了妖气 但已经成功驱血 我趁机压了上去 膝盖顶在她的胸膛之上 她忍痛想反抗 但我没给她机会 她只是挣扎了一下 我的匕首就扎入了她的肩膀 血喷涌而出 恍复发出呲呲的声音 然后起了火花 好像跟她身上的 腰血气反应了 她哀嚎着 好像极其痛苦 最后全身血管消退 眼睛也恢复了正常 但肩膀上的匕首 却让她痛苦万分 我拔出来又扎了几下 她立刻疼地抽出了起来 最后不动了 完全失去了反抗能力 血染红了她的衣服 混蛋 放了我弟弟 猪头虽然虚弱至极 但还是心细弟弟 两兄弟也算有情有义 这时候 那十几只鬼出来了 但好像一点也不利 倒有点像孤魂野鬼 在那里装枪做事 呲牙咧嘴 苍白的脸跟面粉一样 劈头散发 跟刚才那些没得比 糟糕 伤得太重 法力跟不上了 嗨嗨 这些鬼 应该够对付你小子了吧 猪头说着 又可出了几口血 脸色越来越惨白 但他死死捏着手绝 想招更多的厉鬼 手上的鬼喜泛着绿光 阴气如波纹一样荡漾出来 这鬼喜确实厉害 但现在受伤的猪头 根本发挥不出来威力 招出来的鬼又少又弱 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了 我冷笑一声 从身上掏出一面 娇小的八卦镜 配合皇甫与咒语 瞬间将所有的鬼移并斩杀 天地乾坤有万法 阴阳八卦入我行 白鬼围窄我无法破 但这点孤魂野鬼 我用阴阳八卦直接斩杀 赶来犯我 瞬间就让他们灰飞烟灭 从我偷袭他的那一刻起 结局已经注定了 重伤的他 如何对付得了我 破 猪头最后喷出一口血 再也倒地不起了 输了 大义是荆州 他们输在了大义 如果确定了 我的死亡再走 或许就是另一个结局 两兄弟重伤卧地 已经没了反抗能力 且奄奄一息 已经是任我宰割的羔羊 兄弟 给条活路 他日我兄弟俩 必为你卖命 还这份恩情 猪头开始求饶了 想活下去 必须看我心情 之前的傲气全无 现在就如同丧家之犬 一样看着我 我没有说话 只是看着他手里的 鬼喜和陈灵 那鬼喜沾上人血后 光芒更加绿了 跟鬼火一样邪门 猪头立刻会议 将鬼喜递给了我 兄弟 这法器厉害 可赠予你 还有这女人 也一并归你了 这家伙可真上道 知道现在唯一的活络 那就是 溜须拍马屁附和我 不舔我 必死无疑 我拿到鬼喜后 然后横刀一划 猪头的喉咙 立刻裂开了一条血线 血喷涌而出 他很痛苦 拼命捂着喉咙 但没有用 这是致命伤 没意会就断气了 我甩了甩匕首上的血 然后冷哼道 杀了你 这些东西也是我的 不用你赠予 他有个邪美老道父亲 如果让他活着回去 他出而反而回来报仇 那我麻烦就大了 现在他们为了活命 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放他们走 或许就是放虎归山 还有 鬼喜被我抢走 他们会甘心吗 养好伤后 来找我复仇的概率极其高 杀了他们 百利儿无一害 可以给自己减少很多麻烦 当断不断 必受其乱 关键时刻 圣母心要不得 曾经动手想要我命的人 我真无法安心放他们走 杀了一个 另外一个自然也逃不掉 我的匕首同样割断了他的喉咙 送他去见了他哥哥 哥俩在黄泉团聚 路上有个伴 其实也没什么的 下辈子注意一点就行 陈琳惊呆了 但他的眼神居然不是恐惧 而是崇拜 那一种小女孩见到偶像的崇拜 这让我很不解 这种血腥的场面 他这种千金小姐 不应该很害怕吗 为什么是这种表情 实力强悍 手段很辣 无毒不丈夫 我的眼光不会错 你是一个做大事的人 陈琳眼神迷离 看着 我好像越发地喜欢 丝毫已经忘记了 我是她的敌人 醒醒 下一个该到你了 我一句话 将她从花痴的状态中拉回来 然后冰冷的匕首 在她的脸蛋上比划着 她没有丝毫害怕 而是仰起了头 眨着大眼睛看向我 能死在你手里 我死而无憾 但别让我死得太难看 陈琳闭上了眼睛 表情很是欣慰 她在平静地赴死 确实 落在我的手上痛快地死去 比落在那两兄弟的手上 生不如死 简直不要好太多 陈琳知足了 谁说我要杀你了 我收回了匕首 陈琳睁开了眼睛 疑惑地看着我 不知道我 为什么这样说 这两个人都被我杀了 而作为唯一目击者的她 不是非死不可吗 而且 她还是陈家的人 无论怎么说 我都不可能放不她才对 你是陈老爷赏给他们的女人 而刚才她也说了 女人和鬼喜都给我了 所以 你也是我的 我说完后 低头吻在了她的红唇上 她没有抗拒 反而甚是欢愉 一分钟后 她才依依不舍地和我分开了 脸上春意荡漾 寒情默默地看着我 仿佛我已经是她选中的男人 她已经后悔了 为了之前放弃我而后悔 如果她站在我这边 可能就不会遭遇到今晚这种事 可她又如何能背叛自己的父亲 但今晚陈老爷的所作所为 确实含了她的心 而一个可靠的男人出现 给足了她安全感 陈老爷到死都不会知道 他亲自将大女儿 推到了我的怀里 而且心甘情愿地跟着我 杀了人 抢了鬼喜 夺了女人 这一仗 我算全胜了 手段虽然很辣了一点 但我一点都不在乎 圣母 或许死的那个就是我 我不想当败者 输了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而且会给自己带来许多 不必要的麻烦 可事情还没完 陈老爷是我的最终目标 如果我没估算错的话 这时候 他已经到我家门口了 九尾狐虽然在谷屋 但他应该不会插手 如果连陈老爷都搞不定 他对我得有多失望 这段时间教的东西 也全白大了 但是不用急 就算我人不在 就算九尾狐师傅不会插手 那陈老爷进屋后 也讨不了多少便宜 我早已经不好了阵法 以他的能耐 进去以后 就如同进了迷宫一样 基本上是寸步难行 所以不用担心 我只是故意请君入瓮 让他掉入我的陷阱而已 这一切 早已经在我的算计当中 我的占卜之数越来越高明 包括天机侧的8864挂术法 也已经被我全部融会贯通 陈老爷一进屋屋 必定会被我的阵法困住 我慢慢再回去 陪他玩都来得及 我没有动陈琳 而是将他抱到了公路边 然后让他打了一辆车回去了 现在还不是时候 因为我还有一个陈老爷要收拾 陈琳看着我很疑惑 他也不解我为什么不碰他 如果我需要 他应该会很心甘情愿地献出自己 至少跟刚才那两个丑八怪相比 我好了不止一万倍 而且他开始仰慕我 心中已经有了情愫 当然了 这份情愫不是突然而生 早在对付管家的时候 他就已经心生暧昧 只是最后 我与陈家为敌 他无奈只好 站在陈家这边 可陈老爷卖了他 悲痛欲绝之际 又是我出来救了他 这份爱 好像诱然起来了 陈琳很喜欢有本事的强者 喜欢能做大事的男人 很可惜 今晚他未能成为我的女人 他挥手向我道别 然后依依不舍地走了 临走的时候 还在我耳边低声说道 苏杨 就算你杀了他 我也不恨你 我知道这个他指谁 明显说的是陈老爷 陈琳连父亲这个词 都已经懒得提了 可以说明 他有多恨陈老爷 也不能怪他 亲生父亲 将他卖给了两个丑陋的男人 他怎能不恨 换谁都怨气冲天 这已经不再是父亲 而是将他当成物品的商人罢了 可以随意地交易 在陈老爷的眼里 其实三个女儿都不是人 陈琳走了 我也随即返回谷物 接下来就是陈老爷了 我不想再跟他纠缠不休 今晚 如果他还不肯把钱给我 那我必定让他付出惨重的代价 回到谷物后 我没有马上进去 而是偷偷躲了起来 观察着屋内的情况 院子外面有一辆豪车停着 那好像正是陈老爷的车 毫无疑问 陈老爷已经在屋中了 但跟我猜的一样 陈老爷进去以后 根本离不开 就好像鬼打墙一样 一直在屋内转悠 他出不去了 我不得这个阵叫八卦阵 没错 就是当年诸葛亮用的那个 他用此阵法 拦下了陆训十万大军 天机册上有记载这个阵 所以我就用上了 只不过天机册上的八卦阵 更加诡异和邪门 它附上了咒法 一旦敌人入内受困 简直比鬼打墙还要恐怖 就算你走上一辈子 也未必能出去 即使你只是在巴掌大的地方 八卦阵学名为九宫八卦阵 是一种古代的奇门阵法 相传为诸葛亮发明 九为树之极 取六一三三衍生之术 一有云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又有所谓 太极生两仪 四相生八卦 八卦而变六十四摇 从此周而复始 变化无穷 入阵法内 必受其乱 无限轮回往返 根本走不出去 这个阵法 早在之前就已经不好了 就为了对付陈老爷 陈老爷不是一个人进来的 还带着的司机 这司机也不是普通司机 他身材魁梧 手里拿着家伙是 一把大长刀 情子已经被他们就出来了 可这些天 他都没有进食 而且有伤在身 基本上是一个 奄奄一息的状态 非常虚弱 林一一的下场 则有点惨 他被司机挟持着 刀架在了脖子上 明显是把他 当成我女人了 所以 有可能会受到 陈老爷的特殊对待 林一一不敢说话 整个人瑟瑟发抖 生怕陈老爷会杀了他 本来陈老爷这时候 早就应该走掉了 可他出不去 一打开门走出去 还是回到古屋的大厅 就好像中邪了一样 老爷 这不会是鬼屋吧 怎么 怎么出去 还是回来原地 也太邪门了 司机咽了咽口水 害怕地看着四周 可古屋没有任何一样 也没有其他人了 但它可能是心理作用 总感觉阴风阵阵的样子 陈老爷瞪了他一眼 他立刻自觉闭嘴了 虽然陈老爷也怕 但这时候自己吓自己 不是笨得跟猪一样吗 真可恶 那小子都死了 居然还给我添麻烦 陈老爷气得狠狠一拳 打在了桌子上 他知道我是风水师 而且本事不低 这屋子自然也是 经过精心设计的 只能怪自己大意了 不过他没有想太多 因为院子里有血 听那两兄弟说 我已经被鬼吃的骨头都不剩了 既然我已经惨死 所以他是没有危险的 出去这里 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秦子 你不是女巫吗 想想办法 陈老爷转头对秦子说道 秦子跌跌撞撞地站了起来 然后望了一眼屋子的四周 可随即却摇头说道 这屋子好像布了什么阵法 但我看不明白 我不会破 这不废话吗 他是岛国人 能破诸葛亮的八卦阵法 那可就出奇了 况且他的本事不如我 这可怎么办 难道我们要被困死在这里 给那小子陪葬吗 陈老爷开始后悔了 就不敢贪图 一时爽快进来我这个谷 他的目的很明显 我睡了他两个女儿 他也想把我女人睡了 但他不知道 这屋里多出来的零一一 根本不是我的女人 而是早就被人玩烂的小三把了 这时候 他们三个都看向了零一一 把零一一吓了一击零 零一一连忙摇头解释道 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出去 我只是个吓人 吓人 有身材这么好的吓人吗 司机不信 眼睛潺潺地看着他 确实不像吓人 而且长得也不错 这时候 陈老爷走到了零一一面前 然后狠狠扇了他几巴掌 直到嘴角都流出了 新红色的鲜血 零一一猛了 没想到他躺着也能中枪 不说 信不信我杀了你 快告诉我 怎么出去 陈老爷好像吃人的恶狼 对着零一一 就恶狠狠地吼道 零一一摊在地上 缩成了一团 他拼命地摇着头 他不是不说 他是真不知道 平时他都能正常出入 他也不知道 为什么今晚只能进来 不能出去 好像房子中邪了一样 行 不说是吧 看老子怎么收拾你 陈老爷怒上心头 开始解皮带了 他要办了零一一 有些女人 清白比命重要 这一招比杀了他管用 只是陈老爷不知道 零一一不是那种人 他睡的男人 估计比陈老爷吃得严都多 而且他真不知道 他怎么说 陈老爷并不是开玩笑的 当着司机和秦子的脸 就要办零一一 零一一这回 倒没有叫救命和反抗 司机看了陈老爷的行为 不禁咽了咽口水 零一一这个身段 不知道陈老爷吃完肉后 能不能赏他一碗汤喝喝 毕竟是仇人的女人 陈老爷自然不会计较 秦子则别过了脸去 不想再看 但他也没有阻止 老子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说不说 只要我们能出去 我绝对不再为难你 我保证 陈老爷再次问道 我笑了 我敢百分百确定 陈老爷如果平安出去 绝对不会放过零一一 他是什么样的人 我最清楚 他此行的目的 主要是为了救秦子吗 哼哼 想多了 他主要是想报仇 我睡了他的女儿 他要还回来 不上零一一 谈何复仇 可零一一就摇着头 他是真不知道 不是他不说 连他自己也走不出去 好 那就别怪老子不仁了 陈老爷好像在给自己 找施暴的理由 给自己装得跟着君子一样 实则龌龊到底 尽管我看到了一切 尽管已经到了紧要关头 可我还是没有出去 因为好戏还在后头 我当然不会牺牲零一一 虽然他不是什么好人 但此事跟他无关 我不会白白害他的 陈老爷跟一只畜生一样 将零一一的衣服 撕个粉碎 零一一没有反抗 他好像吓坏了 而且也没有办法反抗 逃又逃不掉 打又打不过 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零一一的裤子上面 飞出了一只虫子 那虫子拇指大小 还长着一排排可怕的长牙 他出来以后 跟闪电一样 直接扑向了陈老爷 陈老爷没来得及躲闪 顿时发出了一声哀嚎 那虫子极其很辣 直接就给陈老爷放血 并且不断啃食着 救命 救命 陈老爷吓坏了 而且极其痛苦 他在地上抽搐翻滚着 发生的时间很短 整个过程不到15秒 连零一一都没有反应过来 不 不关我的事 我什么都没干 零一一连忙摇着头 为自己辩解 他确实什么都没有做 是我做的 这还得追溯回白天的时候 我在那本都记载着 大人物的黄皮书上 找到了一个叫 虫颜的人 这个人有个绰号 叫鬼虫王 他是养虫的 而且姓虫 所以被人起了个 虫王的称号 为什么有个鬼字呢 因为他养的虫 都是邪义之物 比如五毒之中的蜘蛛啊 蝎子 蜈蜈啊 除了这些 还有许许多多的 诡异虫子 甚至可以用邪门来形容 甚至传说中 他有一双阴阳鬼虫 可以让男人变成女人 让女人变成男人 极其阴邪 鬼虫王这个称号 他当之无愧 当时我看到他的名字后 其实也没有太多想法 就是有些好奇 你说有什么虫子 可以让男人变成女人 让女人变成男人的 本子上有他的电话 我思考了一下后 便给他打了过去 一开始对我的态度 是挺不屑的 甚至想当骚扰电话给挂了 后来我报出了爷爷的名字 还有自己的身份后 他立刻就恭恭敬敬敬了起来 后来跟他聊了一下 阴阳鬼虫的事情 他倒没有多说 针对我现在的烦恼 他给我介绍了这种虫子 这种虫子极其残忍 不仅啃食人的骨肉 还可以通过伤口 将毒液传遍全身 让其慢慢血管破败 皮肤溃烂 全身大出血 这种虫在古代的时候就出现了 不过不多 因为这种虫对男人有致命的打击 基本上是遭人痛恨的 不过却有一种人养 那就是杀手 古代的杀手 会用这种虫子毒杀男人 可以做到无声无息 并且不用自己出手暴露 简直完美 可到了清朝的时候 突然就被全面灭绝了 养这种虫属于犯法 抓到就砍头 究其原因 那就是乾隆皇帝下江南 找美女的时候 差点被人用这种毒虫杀了 不但要成为太监 还有可能命丧皇权 乾隆的风流 人尽皆知 他当年虽然是微服私访 但也是为了找女人 总有被人盯上的时候 有一回 他差点就被这虫给咬了 但他命大 听说是当时就给吓得缩了半寸 那虫子扑了个空 于是就躲过了一截 反正传说是这样讲的 真实情况不得而知 从那以后 乾隆就心里有阴影了 总怕跟女人亲热的时候 突然就有一只虫子跳出来 于是他开始下圣旨 不但要全面绞杀这种虫子 而且发现 有养这种虫子的人 一律杀头 后来久而久之 这种虫子 和养这种虫子的人 就渐渐没有了 可天下这么大 总有光照不到的角落 虫岩的祖先 就偷偷将这种虫子保留了下来 直到现在 我不是说了吗 那陈老爷最爱面子 和传宗接代 那这种虫子对付他 最好不过了 确实 陈老爷生了三个女儿 他这种大家族 最看重传承了 所以他一直都想生一个儿子 但至今也未能如愿 不过他没有放弃 一直都在努力着 那些车模和空姐没少睡 只是不结果 如果我废了他 那他不可能不怕 我当时就对崇岩连声感谢 不是他提醒 我还真没有往那个方面想 虫岩也很上道 二话不说 当场就派人将这个虫子 送到我家门前了 还教了我使用这个虫子的方法 其实很简单 这种虫子对男人非常敏感 只要有机会 他立刻就会扑上去狂咬 跟牛见到红布一样 可如果是正常的情况下 即使将它放在皮肤上 也没有事 它不咬人 也不会随便散播毒液 非常神奇 我收到后 是一个黑色的盒子 打开盒子 立刻能看到虫子了 它的长相很奇怪 跟螳螂有点像 但又比螳螂小一点 没有翅膀 也没有触角 但它有牙齿 整整齐齐的一排牙齿 跟食人鱼一样 虽然小 但看着很是吓人 我算了一挂后 顿时有了主意 于是将这种虫子 偷偷放到了零一一的裤子上 它完全不知道 而且 也正如虫岩说的那样 这种虫子是不伤人的 它只是对男人感兴趣 至于什么原理 就连鬼虫王都不知道 就跟猫吃鱼 牛吃草 狗吃屎一样 特么的 谁说得出个所以然来 这菊奇虽然下得不是很深 但我早已经布置好 就为了对付陈老爷 从他找人来杀我 到他会来鼓 再到他会对零一一产生歹意 我全都算到了 我必须请君入瓮 然后布置好一切 不然的话 这王八独子聚上次后 人就开始藏头鹿尾不出来了 我不应他一手怎么行 啊 救我 好痛 陈老爷撕心裂肺地惨叫着 他捂着那地方 不停在地上翻腾着 满手都是血 虫岩说了 这虫子不会停止的 会一直咬 并且散播毒液 在伤口上蔓延 从而破坏整个身体 好 救 怎么救 老爷 我该做什么 司机慌了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在他的视角里 陈老爷只是突然倒下了 他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东西 有什么东西在咬我 快点 帮我弄掉它 快点 好痛 陈老爷大声吼着 他脸色苍白 满头大汗 为了让司机看到 是什么东西 在咬它 他连忙松开了满是血的手 虫子 老爷 有一只虫子在上面 司机看到了 人非常激动 还愣着干什么 快点弄掉它 我快死了 陈老爷咬着牙 已经痛到无法形容了 因为我看见他牙齦 都已经咬出了血 这种感觉 是个男人都懂 那种痛苦太恐怖了 哦 老爷 我这就帮你弄死它 司机急了 突然挥舞着手上的长刀 陈老爷吓了一大跳 连忙制止他道 你干嘛 你别乱来 司机这才反应过来 他原来是想用刀拍死它 因为这种虫子可能有毒 他也不傻 不可能徒手去抓 那 那怎么办 我 我找别的工具 司机被陈老爷这样一吼 人更着急了 陈老爷连忙骂他蠢驴 一只小虫子 还找什么工具 平时怎么杀虫的 就怎么杀 要不是他 疼得浑身无力 眼睛都睁不开 还用这头蠢驴 在这里蠢哭自己 平时怎么杀虫 就怎么杀 我明白了 老爷 你忍一下 司机好像恍然大悟 突然跳了起来 然后高抬腿 一脚狠狠地踩了下去 顿时 整个谷物都安静了下来 林依依和秦子的嘴巴 张成了O型 谁都想不到 这司机会用这种方式 帮助陈老爷 甚至陈老爷都安静了下来 他的嘴巴不大 但瞳孔不知道放大了多少倍 他不是不痛了 他是痛到了极点 突然麻木了一样 而且真被这司机蠢哭了 他想说什么 但喉咙却跟被塞满了败絮一样 有话说不出来 呼 老爷放心 我将他才死了 司机如释重负 然后常常呼出了一口气 好像完成了一个极其重大的任务 他把脚一开之前 还剁了两下 可能是习惯吧 陈老爷的身体 也跟着自然地抖了两下 那虫子确实死了 可一脚下去 陈老爷也好像抱了一样 已经完全不成样子 啊 陈老爷好像终于接上了神经系统一样 立刻发出一声惨叫 这一声惨叫 是我这辈子听到过最凄惨的 没有之一 我估计 被人无码分尸的痛苦 也不过如此了 突然感觉心情一阵舒畅 陈老爷这样的人 就该如此下场 快 打电话 叫120救护车 你个蠢驴 我回头再收拾你 陈老爷连忙叫道 他不愧是一个家族的老大 即使这样 他也还算冷静和淡定 没有这样的心性 也不可能和我 博弈到现在 普通人早撑不下去了 可没有用 手机在这里 根本没有信号 因为我放了信号屏蔽器 进来就别想通知外面的人了 老爷 手机没信号 打不了啊 司机说道 废物 废物 什么都干不了 废物一个 陈老爷拼命骂着司机 出不去 他只能将气发泄在司机身上 可一点用没有 这样下去 等待着他的 只有死亡了 不止一个地方 他浑身上下 都突然开始大出血 皮肤溃烂 死只是迟早的事 可他不能死 钱还没给我呢 死了就便宜他了 这时候 我终于走了进去 然后冷冷说道 陈老爷 钱和命 你选一条吧 陈老爷见到我 人差点妈了 还以为我是鬼来找他报仇的 因为那两兄弟已经说过 我早死了 你 你没死 奄奄一息的陈老爷诧意说道 表情很是惊讶 看见我好像很不可思议 我当然没死 但你可能快要死了 我看着他的伤口 差点笑了出来 这货再不去医院 铁钉要成太监了 而且 小命都不知道能不能保得住 这个虫子有点恐怖 现在陈老爷浑身都在出血 皮肤也在溃烂 这毒性太烈了 怪不得乾隆当年害怕 遇到这种东西 皇帝也得死 可陈老爷苍埋的脸孔 却露出了一丝倔强的笑容 小子 你有种就杀了我 我没了 你这辈子都别指望能拿到钱 陈老爷还在耍那一套 他虽然很痛苦 但却堪死 我不敢杀他 这着实把我整笑了 哦 是吗 我突然坐了下来 然后安静地看着他 那你就拖着 别怪我不提醒你 一旦去医院晚了 就算命就得回来 你这下半身的幸福 是绝对没有了 我反正一点都不着急 他还能耗得过我 现在陈老爷的腿部 已经破烂不堪 全是血 甚至血 已经是黑色的了 虫子的毒性 超乎了我的想象 陈老爷这货 都拿下半身幸福跟我赌了 我能不成全他吗 这时候 司机不乐意了 他想护驾 如果杀了我 那就可以在陈老爷面前立大功了 他趁我不注意之际 突然发起偷袭 那把大长刀 从侧面捅向了我的腰子 他身手还不错 加上魁梧的身材 打起架来 也算有点杀伤力 不过对于我这种高手来说 他也就街头小混混水平 根本入不了我的法眼 在他出刀的瞬间 我猛然朝他脸来了一个崩拳 速度力量绝佳 砰的一声脆响 他门牙掉了两颗 鼻血喷涌而出 人向后仰 脑瓜子嗡嗡的 我顺势起脚 直踹他胸口 一声闷响后 他眼前一黑 吐出一口鲜血人 倒地不起了 刀铿枪一下掉落地上 刚刚好落到了秦子面前 我没去抢刀 而是留了一个机会给秦子 并且对他说道 怎么 你要不要也为他保驾护航一下 秦子缩了缩身体 明显有些恐惧 他看了一眼地上的刀 并不敢取 因为和我的实力相差太大了 并且他一身伤 又累又饿 看着我就好像看见鬼一样 眼神不自觉露出了害怕两个字 他不傻 吃过亏后 自然不敢再自寻死路 陈老爷只是他的雇主 他不可能为了陈老爷真正卖命 他只要自己能活下来 这就是人性 自私又现实的人性 陈老爷知道 不是我的对手 他拼命地往门外爬去 跟一条丧家之犬一样 可进了我的门 找了我的道 他还怎么逃 陈老爷爬出了门外 可没有用 在他眼里是爬出去了 可在我看来 他只是兜了个圈 然后又回来了 根本就没有出过门 八卦阵对行家来说 其实不算很厉害的阵法 通晓八卦的人很容易破解 可对于普通人来说 那就是恐怖的鬼阵 想出去基本不可能 不破阵 就会一辈子被困死在这里 永远都想出去 八卦夹子 神机鬼藏 六十四摇周而复始 变化无穷 而出口只有一个 那就是生门 可普通人 连什么是生门都不知道 爬了几次来回后 陈老爷崩溃了 发出了绝望的怒吼 啊啊 他一声又一声地叫着 淒厉又绝望 他不想屈服于我 可再这样拖下去 他人就要 没了 他没想到会被我阴 而且 我的手段毒辣到 让他望而却步 他身上的血越流越多 已经染红了地板 他脸色白得跟面粉一样 好像随时都会晕过去 我走了过去 然后跟看着一条狗似地看着他 表情阴狠地如一只恶魔 陈老爷 再不服气 那你就下黄泉跟阎王爷杠去吧 这钱我不要了 就当买你的命 我笑了 但笑容逐渐疯狂 让他不寒而栗 可能在这个时候 他才渐渐意识到 这个站在他面前的年轻人 有多狠 他怕了 他眼神露出了恐惧 浑身都在颤抖着 还有 你三个女儿都自愿跟我了 这种事 我会告诉全天下的 让大家都知道 陈家貌美如花的三个千金 曾经共识过一幅 你猜 媒体会怎么写 你这有头有脸的陈家 会不会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呢 哈哈 陈琳我没动 这是我骗她的 这时候已经失去了思考能力 不可能知道我说谎 陈老爷最后一道防线 终于被我攻破 他嘴角抽出了一下 整张脸变得很难看 他输了 输得一塌糊涂 继续下去 他不但会丢进陈家的脸 让陈家成为别人的笑柄 还会没了下半身幸福 没了小命 只见陈老爷拱起了身体 跟虾一样 然后挣扎着跪了下来 他掏出了一张支票 写下了一个巨大的金额 正是我之前跟他要的三个亿 他跪着 将支票双手奉上 然后战战兢兢地说道 我输了 请你放过 我 放过陈家 之前都是我不对 陈老爷屈服了 不但给钱 还赔礼道歉 这是他唯一能活下去的办法 也是唯一能保存 陈家面子的办法 我做到了 之前就说过 我一定要让他跪下来 将钱给我双手奉上 现在他就跪在我面前 手拿三亿支票奉上 跟我立下的誓言 分毫不差 我接下了支票 然后冷冷地警告道 记住 得罪什么人都好 千万别得罪风水师 说完后 我出了屋外 将六十四处的服录 和铜钱破坏 八卦阵被我解除了 再次进屋 我喝了一口茶 然后喷在了司机的脸上 他抖了一下身体 然后才迷迷糊糊地 睁开了眼睛 卧槽 你别 别 别过来 司机醒来 第一眼看见我 吓得战战兢兢的 跟老鼠见到猫一样 身体不停往后退 他的门牙被我打掉了 说话都漏风 带着你的主子滚 以后别来这里 不然的话 我定取你的狗面 我一字一顿地警告道 声音急剧威慑力 吓得司机打了个机灵后 连忙背起了陈老爷 头也不回地冲出了谷屋 喂 不要走 打面 回来救我 秦子拼命地叫着 可司机压根不鸟他 对于司机来说 陈老爷是他的饭碗 他必须保护 可秦子算什么东西 都这个时候了 司机哪有空管他 秦子绝望了 跟个泄气皮球一样 直接瘫软在地 远渡重阳来帮陈家 没想到落个如此下场 一旦陈家彻底屈服 那就再无人会来救他 他的去留和生死 皆在我的一念之间 你就别走了 留下来服侍我师父吧 他老人家什么时候 高兴放你走 那你才可以自由 不然的话 你得留在这里一辈子 或许 你自己自杀也行 我捏着他的下巴 将他提了起来 然后慢慢说道 秦子长相颇为清纯 九尾狐说 女巫要纯净的厨子之身 不然就会失去污吏 秦子未经逝世 自然无法散发出 骨子里的那阵魅性 秦子再也无法 跟之前一样倔下去 他之前有寄托 那就是相信 陈家会来救他 现在没有了 他只能屈服 忤逆我只会死在这里 死在一个陌生的国度 估计连个收尸的都没有 秦子跟零一一一样 都成为了九尾狐的侍女 但他又跟零一一不一样 零一一贪钱怕死 他不敢有什么叛逆的心理 他怕我杀了他 怕九尾狐吃了他 他不想死 可秦子虽然表面屈服 但暗地里却在盘算着 怎么逃走离开 他不是普通人 屋里一恢复 他就有反抗的能力 他不甘心 被困在这里当一名侍女 他想回家 他想逃离这里 可他没有马上反抗 他先将自己的伤养好 恢复实力 然后再静待时机 他以为自己野心勃勃 心思缜密 可他这点小心机 其实早被我和师父看在眼里 他想干什么 我们也一清二楚 不过九尾狐看上的侍女 想逃可比登天还难 九尾狐师父说了 只要破了他的身子 他的屋里就会消失 到时候 他沦为一个普通人 看他怎么跑 他对我们都有敌意 不费他修为 他还有可能会找机会 在背地里下黑手杀我们 秦子的是暂且搁一边 他伤没好 不会那么快动手 倒是陈老爷的事 让我落了好几天 他的事 我还故意打听了一下 陈老爷没死 但也没有好过到哪里去 他废了 真真正正成了太监 虫子太恐怖 他又去医院晚了 没有及时 将自己的下半身幸福拯救回来 他人还大出血 需要找匹配的血型书写拯救一下 医院找来了他三个女儿 可没有一个女儿的血型 是匹配得上的 这其实也正常 血型这玩意 不是说有血缘关系 就一定能匹配得上 可是问题就出在这里 因为血型的是 直接让所有人哄堂大笑 让陈老爷成为了别人的笑柄 据说啊 陈老爷和他老婆的血型 都是A型 可是他三个女儿的血型 到医院上一查 结果是B型 这可闹笑话了 要知道 两个A型血的人生出的孩子 只有两种 一种是A型 一种是O型 绝对不可能是B型血 也就是说 没错 陈老爷绿了 而且是高级绿 三个女儿 没有一个是亲生的 陈灵 陈毅 陈寒三姐妹 没有一个是亲生 这可把所有都笑傻了 豪门出生的陈老爷 有钱有势 结果呢 让妻子戴了那么多年绿帽 还不自知 给人摆养了这么多女儿 喜当爹的典范啊 听说这陈老爷 从来不关心孩子的事 别说血型了 就连三个孩子小时候 独己年纪都不知道 几乎所有事都是妻子操劳 后来妻子死了 但三个孩子 陈老爷也没有怎么上心过 他只想生的男孩 要不是这次大出血 需要输血救命 这是 估计还得蒙在鼓里几十年 陈老爷应该怎么都想不到 自己这种身家和地位的人 居然能被老婆虑 陈老爷差点气死在医院里 不过他钱多 很快就找到了相匹配的血型 一番医治后 命算救了下来 不过成了太监 而且也成为了所有人的笑柄 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管家的诅咒 他好像诅咒陈家无后 香火无忌 当时他哥 自己头颅的恐怖场面 如今还历历在目 这事 好像突然就对上了 管家的诅咒显灵了 三个女儿都不是轻生的 陈老爷又成了太监 那也就是说 陈家真的无后了 要彻底绝肿 想到这里 我突然感觉有些圣人 到底是管家的诅咒作用 还是陈家本来就是要走上这样的道路 这是陈家的命 可为什么这小巧 偏偏跟这个诅咒撞上了 诅咒是很恐怖的邪术 诗术者付出沉重的代价 以此换来罪恶毒的咒言生效 所以说 人还是不要作恶 留下诸多恶果 不然下场会很悲惨 无论如何 管家应该是可以安息了 陈家现在这样 陈老爷又落得如此的下场 他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陈家的事 后面闹得沸沸扬扬 但我没有再去过多打听 因为我还有事要做 我得赶紧收集完十枚铜钱 这样我就不会有束缚了 剩下的铜钱数已经不多 我在等有缘人上门 而且我有预感 他们不会让我等太久 我的预感没有错 三天后又有人上门了 这是个中年男人 四十多岁左右 穿着一身名牌 带着名表 看行头 应该不是个差钱的主 他来的时候是中午十二点 我打开门后 他看了我一眼 然后又扫了一眼屋内 最后才皱眉问道 是大师 我没回答 这都是虚名 什么大师不大师的 你看有哪个高人 说自己是高人的 有什么事吗 我直接开口问目的 如果是没有铜钱的 来了我也不帮 别浪费彼此的时间 在没有凑齐十个铜钱解封之前 我不能帮其他人办事 可出乎我意料 男人拿出了一枚铜钱 铜钱背面上刻着一个苏字 正是我在收集的铜钱 这我奶奶给我留的 如果遇到什么邪门事 就来这栋古屋找大师 男人解释道 有了铜钱 那就是有缘人 我立刻将他迎进来 说大师不敢当 但我确实是吃这行饭的 无论是看风水 算命 驱邪等等 我都可以帮他 不过这枚铜钱我得收回 这是我祖上的东西 而且办事 也得另外收费 男人好像并不稀罕这枚铜钱 我要就给我了 他只关心 我行不行 能不能帮他驱邪 别是个神棍骗钱的 我让他把事情说说 到底是遇到什么邪门事了 解决肯定没问题 驱邪我在行啊 男人叹了口气 然后掏出了一枝中华抽了起来 这一切还得从寝师仙开始 他叫潘江 以前就是在工厂打螺丝的 赚得不算多还辛苦 后来短视频行业崛起了 他辞职加入其中 还开始了直播带货 网络上流行这么一句话 站在风口上 猪都能飞起来 可潘江可能是一头大象 他带货了几个月 销售为零 直播也没有几个人看 这行跟他基本上是无缘了 可他不行 不代表这个行业不行 还是有许多人赚得盆满钵满的 几千万上亿的都有 看得潘江眼都红了 有时候人跟人的区别 比人跟猪的区别都大 按照这个情况 他本该放弃回厂里打螺丝的 不然再带货下去 他得饿死 可他不甘心 为什么别人可以在风口飞起来 他就不可以 就在这个时候 村子里的王强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那就是请失先 王强跟潘江从小玩到大 可二十岁那年 王强就出国去了 他去了泰国 也就前几天才回来 两人碰头聊了几句 潘江跟王强大吐苦水 说直播带货太难 内卷太严重 可他又不甘心 想趁短视频年代多捞几个钱 王强一听 说直播带货 那也是考验一个人财运的 也算一门生意 潘江很明显 财运不行 天生打工命 想赚钱可不容易 说到这里的时候 王强突然将声音压低 然后告诉潘江 他有办法提高潘江的财运 潘江一喜 连忙让王强娓娓道来 只要他能发财 肯定少不了王强的一份 王强说 在泰国有一种比较邪门的方式 那就是供奉尸体 他们叫养尸仙 泰国有许多邪门东西 比如养小鬼 请佛牌等等 这养尸仙也是其中一样 而且很灵 所谓的尸仙 就是亡死之人 他们不能去投胎 只能做孤魂野鬼 流离失所 这时候 只要你将他们请回家供奉 让他们不用当孤魂野鬼 那他对你的所有要求都能满足 越亡死越立的尸仙 那就越灵验 但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你每天都要供奉他 上香火 三叩九拜 而且终生都不能遗弃他们 不然后果会很严重 这些尸仙都是由泰国高僧 将其尸体刻下符咒 然后制成尸身人干 不腐不烂 其魂则附身在内 他会保佑供奉他的人 让其财运横通 又或者是别的要求 潘江听了后 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他这辈子连死人都没有见过 怎么敢仰尸 这怪圣人的 想想都头皮发麻 而且都2021年了 还能相信这种迷信的东西吗 王强翻了翻白眼 说这个怎么就不能信了 很多国内的明星都养小鬼啊 请佛牌之类了 据他所知 那些一线明星 起码有三个以上 家里有曼陀罗之类的东西 这种东西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在泰国的这些东西中 事先是最便宜的 潘江这么穷 估计佛牌都请不起 正牌之类又比较零的 最少都得几万以上 或者更高 潘江得打多少螺丝 才能有这钱 银牌就更不用说了 没个十几万 根本出不来 养小鬼就更贵了 如果真要推荐 王强只能给潘江推荐这个了 性价比绝对高 他就是干这行的 知道行情 这次回来 也是送事先 是一个搞房地产的大老板要 王强有门路 不但找了尸体 还找了一个泰国高僧 事先已经完成了 就等他送过去呢 说完后 王强看了看自己的面包车 意思是 他的车上有那玩意 不过在国内 这事不能太张扬 连大老板都搞这玩意 潘江不可思议地看着王强 王强扑痴一声就笑了 说潘江是有所不知 这玩意啊 是越有钱的人就越信 就跟有钱人都养金鱼一样 金鱼招财 潘江还是拿不定主意 他是想发财 可好好的一个人 养一具尸体 那得多甚人 想想都害怕 哎 强子 你那车上不是有吗 能给我看看吗 潘江有些好奇 想先一赌为快好 王强一开始没同意 说是其他顾客的 这看了不道德 可挨不住潘江的苦苦哀求 又是递烟 又是给他充皮肤的 加上关系也算铁 王强见四下无人 便打开了面包车 给潘江一赌为快 打开面包车的瞬间 跟潘江想的不一样 他还以为会闻到 一股恶心的湿臭味 甚至令人作误 以前小时候 他邻居家有个独居老太太死了 不知道死了多久 那味道 简直堪比臭水沟里 那爬满俯虫的猪头肉 那精力 让潘江终生难忘 可面包车上 没有腐烂的湿臭味 反而有股淡淡的清香 甚至沁人心脾 越闻越上头 王强说 泰国处理尸体有一套 这尸仙 上面有特别的药水 不会发臭的 放再久都不会臭 让潘江放心好了 潘江看见尸体上 缠着一些绷带 还有泰国僧侣的僧服 包裹着 尸体比较完整 而且不像王强说的 什么尸身人干 就是一具正常的尸体 看上去有血有肉 仿佛活的一样 而且 这具尸体是女的 长得也很年轻 还很漂亮 皮肤上基本布满了 各种古怪的皱纹 但潘江看不懂 王强说 这个是女大学生 好像是为情所困 所以跳楼自杀了 轮回里自杀者 是不能投胎的 不爱惜自己生命者 不能入轮回 属于枉死的一种 说实话 刚才潘江 还有点嗤之以鼻 并不太想养什么尸体 这太吓人了 可到这个尸仙后 潘江动心了 发不发财的无所谓 就是可怜这个妹子 发发善心把她收留了 以免她当孤魂野鬼 潘江看见 尸仙跟自己想的不一样 一下子就动心了 虽然邪门 但王强说得一板一眼 说不定真能靠这个发财 搏一搏 单车便摩托 而且王强也说了 很多明星和有钱人 都弄这个 他也想搞一个 强子 要不这个 就给我了吧 潘江又递给了 王强一支烟 这尸仙怪好看的 年轻又漂亮 要换一个别的 说不定就是什么歪瓜裂枣了 那不亏大了吗 趁着这个尸仙还能看 赶紧买下来 可王强没有接烟 而是苦笑了一下 老潘 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这尸仙是别人已经定了的 你如果要 我可以给你再弄一个 那泰国来的高僧还没走 潘江有些好奇 如果再弄一个 会跟现在这个一样好看吗 尸体终究是尸体 百家里供奉怪圣人的 如果不弄得好看一点的 估计能给自己吓死 王强哈哈大笑了起来 说你以为去族玉城选技师啊 还想选的好看的 这不扯犊子吗 尸体就那么多 而且大部分枉死的人 死后都很凄惨 那死相能好看到哪里去 这种是只能看运气 其他的王强可不敢保证 潘江一听更执着了 说他的确想买尸仙 但他只要这一句 其他的可不稀罕了 他不傻 万一搞了一句 恐怖的尸体回去 他估计半夜 都不敢起床上厕所 说是尸仙而已 还不是死尸 王强沉默了 生意就在眼前 他可不想让其溜走 谁会跟钱过不去 思考了片刻后 王强接过了潘江手上的烟 可以转手给你 八万块 一分不能少 王强说 这尸仙买家 其实还没有验过货 所以也不知道尸仙的样子 他可以加班 再赶工出来一句 不过潘江得加钱 一般来说 尸仙的价格是五万到六万 潘江如果想要这句尸仙 必须给八万 这已经算熟人价了 按照行规 如果潘江想截胡 那得给双倍的价钱 没个十万 肯定不好使 王强跟潘江的关系还不错 肯定不会坑他的 潘江拿出手机 开始东拼西凑 一个小时后 终于筹够了八万块 他把钱打给了王强 买下了这句尸仙 王强的售后服务还不错 亲自将尸仙送到了 潘江的家门口 潘江腾出了一间小房 然后跟贡官二爷一样 供奉着尸仙 王强临走前 还跟潘江说了一下 禁忌的事 让他千万要注意 犯任何一条 都有可能让他万劫不复 第一 死者为大 千万不可冒犯 别看着尸体长的标志就动心 宁愿花点钱去找小姐 也不要碰这玩意 不然会死得很惨 尸仙有怨气 瞻不得 第二 一定要每日都供奉 有条件的话 每日烧香三次 最少也得上一次香 除一 食物给烧点纸钱 鬼节的话买多点供品 你对他好 他对你也好 跟菩萨 神仙一样对待就行 第三 切不可太贪心 什么乱七八糟的愿都许 诗仙是诗 不是仙 你说 你要长生不老 他能满足你吗 心瘫生怨愈 到头来 别给他牵着你鼻子走了 那会很危险 王强交代完这三点就开车走了 潘江当时是记住了的 但到后面 就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了 前面两点还好说 但第三点 这世界谁不贪心 人的欲望 根本是无穷无尽的 就跟无底洞一样 可无底洞太大 终究会将人吞噬 且是吞得一干二净 潘江又开始直播带货了 他每天都祭拜诗仙 请求自己的带货生意能好一点 他不求多 只想小赚一笔 至少也得能糊口 之前直播带货 投入了不少钱 但都血本无归了 加上买诗仙的钱 潘江不但身无分文 还欠下了许多债款 如果还不能翻身 那估计 下一个被做成诗仙的 就是潘江了 他年纪已经不小 老婆没有 钱也没有 还一屁股债 翻身不了 那离跳楼也不远了 养了诗仙后 潘江有了一点底气 他也不知道灵不灵 不过心里有了一点寄托 潘江重新开播 再次开启了带货之旅 不过遭到了同行 嘎子的嘲笑 嘎子是潘江在以前工厂的同事 两人关系还不错 他们一起辞职出来 做的直播带货 可嘎子风趣幽默 短视频做的也不错 直播带货能力 更是比潘江强不少 一出来就做的风生水起 而潘江则是亏得血本无归 在场里的时候 潘江没少帮嘎子 看嘎子混好了 潘江就想让他代代自己 毕竟两人一起 出来创业 以前也是不错的老友 记得有一次 嘎子家里出事了 母亲重病在床 需要前动手术 潘江二话不说 直接掏了两万多给嘎子 帮他家里渡过了难关 那两万是潘江的所有身家 他啃了一个月馒头 潘江其实对嘎子是有恩情的 可潘江的请求 直接就被嘎子给拒绝了 还说带货的水太深了 潘江把握不住的 如果想赚W 还是回场里打螺丝吧 这话说得阴阳怪气的 看似在劝潘江回头是岸 实则是在调侃和嘲讽 潘江有些气不过 和嘎子理论了一番 但嘎子却突然恶言相向 说他已经身家翻了百倍 怎么会跟潘江这样的废物混一起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以潘江的能力 一辈子都赶不上他 给他提鞋都不配 让潘江还是赶快回去 场里打螺丝吧 这么垃圾 还敢出来直播带货 站在风口 确实猪都能飞起来 可潘江连猪都不如 这一句句恶臭的话 骂得潘江无言以对 嘎子或许说得对 但潘江不服输 时隔几日 他又回来了 可梁子已经结下 嘎子不念往日勤奋 跟潘江翻脸 如今潘江回来再播 自然免不了嘎子的冷嘲热讽 可潘江只能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不去理会嘎子 专心直播带货 用心做到最后 他代言的酒又好又纯 价格还便宜 性价比还不错 一开始跟往常一样 直播间别说人了 连只鬼影都没有 可慢慢的 人越来越多 很多人莫名其妙地涌了进来 而且弹幕总是稀奇古怪的 甚至有许多人 带着满屏问号 卧槽 老子刷着刷着大长腿 怎么突然跳到这里来了 怎么回事 我怎么看这个直播 手忍不住自己下单了 不行 我得剁手 这什么直播间 你们 干 这个直播间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进来退不出去了 好奇怪 为什么我隔着屏幕 都可以闻到酒香 好想买 我受不了了 我要买 这个酒不错 我天天喝 买买买 主播 包油吗 一句句弹幕刷满了屏幕 让本来冷清的直播间 立刻热闹了起来 有了热度和流量 那什么都有了 那一天 潘江非常激动 他卖光了所有货 日销售额到达了20万 这对于一些大佬来说 不算什么 可对于潘江来说 这已经是一笔不错的收入了 而且亏掉的本 已经全部回来 潘江现在相信了 事先是真的零 他要发财了 他回到家后 不停拜着事先 又是上香 又是烧纸钱的 这回真是把事先当菩萨拜了 有了事先 他想不发财都不行 除了要感谢事先 他还要感谢一个人 那就是王强 潘江拿出了手机 然后开始拨通久违的强子电话 可电话那头却显示空号 这手机号码 已经是很多年以前的了 变成空号也正常 强子去泰国后 他们就没怎么联系了 所以这个号码 潘江基本上没有怎么打过 潘江没有多想 既然电话打不通 那就等王强回村的时候 当面谢谢他好了 这真是潘江的大恩人 潘江有了人气后 直播带货做得越来越大 日销售额也越来越多 后面开始挤进了平台的前几名 已经算是带货界的大神级别人物了 可很多人不明白 潘江是怎么活起来的 就连进入他直播间的很多人 都感到莫名其妙 有人说 潘江的直播间很邪门 总有一个若有若无的鬼影 出现在他身后 可又很不稳定 眨眼就不见了 仿佛是幻觉一样 有人查看过直播录像 可反复观看 也没有见到传说中的鬼影 所以只能当作是炒作 有人说 潘江是个炒作和引流高手 这也是为什么 他能够莫名其妙 活起来的原因 故意炒作话题 让自己的直播间 增加神秘感 他好像掌握了流量密码一样 能不活吗 可潘江对这些话都嗤之以鼻 他啥也不是 能有今天 全靠师先保佑 不过网友们说的邪门 是倒有点引起了潘江的主意 每次直播的时候 他总感觉背后凉嗖嗖的 好像后面站了一个人似的 可他转身去看 后面又没有任何人 好像是自己的错觉 他也查看过直播录像 并没有网友说的什么 背后站了一个女人 这应该是故意吓她的 反正弹幕里什么人才都有 当笑话看看就行 简直就是无稽之谈 可是往后的日子 潘江越来越在意那些无稽之谈 因为他感觉 事先有点不对劲了 第一次真正感觉后背一凉 是他有天半夜上厕所的时候 那一次差点吓得人都废了 现在想起来都极其恐怖 还记得那天晚上潘江水喝多了 凌晨突然尿急 他急匆匆地上了个厕所 这时候突然吹过来了一阵阴风 冷得他打了个机灵 可他也没有在意 但在他洗手的时候 突然看见镜子里多了一个人 那是一个模糊的影子 好像是一个女人 他站在潘江的背后 对着镜子诡异地笑 那笑容别提有多甚人了 啊 潘江吓得尖叫了一声 随即条件反射地转身 可是身后空空如也 什么东西也没有 不过他却在此时 听见了脚步声很急促 潘江稳定了一下情绪 然后慢慢走了出去 他将家里的灯全部打开 脚步声好像刚才是 走进了放尸仙的房间 然后就消失了 一般来说 潘江晚上绝对不会进那个房间 虽然尸仙保佑他 赚了不少钱 但始终是尸体 晚上看了会隔应 怕睡不着觉 可刚才的脚步声太明显了 潘江忍不住好奇 想进去一探究竟 这大半夜的自己的房子 怎么会有脚步声 他可是独居 要么就是家里进贼了 要么就是 潘江不敢往下想 他慢慢打开了房门 搁之一声 门先是裂开了一条缝 里面吹出来了一阵阴风 像刀子一样 搁在潘江身上 潘江打了个机灵 突然不敢继续往里走 他嘴里喃喃道 失先啊失先 无意冒犯 你可千万别怪罪 我会好好供奉你 你别吓我 说完以后 潘江开始撞了一下胆子 然后眼睛往门缝里描 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门后也出现了一只眼睛 他也在透过门缝 往着外面描 那只眼睛很奇怪 好像眼球全是白色的 眼眶很大 有黑色的粘液在打转着 就不像活人的眼睛 啊 鬼 鬼啊 潘江下意识地叫了起来 他突然头皮发麻 整个人惊悚至极 然后跌倒在地 他拼命地叫着 人在达到极度恐惧的时候 会大喊大叫 这是缓解恐惧的最好办法 如果叫不出来 那便会被吓晕过去 因为大脑会缺氧 这时候门慢慢地打开了 可是门后并没有眼睛 只看到了 事先安静地摆放在那里 根本没有任何动静 好像刚才的一切 都是潘江的错觉 潘江大口地喘着气 浑身冷汗 被吓得心脏病都差点犯了 幸亏里面没有什么东西 也没有贼 事先好好的 根本没有活过来 那刚才听到的脚步声 和看到的眼睛 是怎么回事 错觉吗 是自己疑神疑鬼后疑症吗 还有镜子里 站在他身后的女人 潘江再也不敢多想 越想越害怕 再这样下去 自己就神经衰弱了 他连忙走回了自己的房间 然后蒙头睡觉 将被子盖得严严实实的 这样有安全感 可是他睡得很不踏实 一整晚都在做噩梦 而且 好像还有人在扯他被子 在他耳边吹气 等他早上醒来的时候 浑身骨头都有点痛 人很虚弱 这还不止 还有更诡异的事情 昨晚失先那个房间门 他压根就没有关 可今天早上起来一看 房间门居然自己给关上了 特别邪门 由于是白天 潘江没有昨晚那么怕了 他重新打开了房间 壳里面依然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但潘江感觉很不对劲 他想找王强询问一下 就是这个失先 是不是会造邪作祟 这也太吓人了 虽然说养这玩意 确实能发财 但现在 钱他已经赚够了 不需要失先也可以 可王强再也没有回来过 潘江又不敢 随意将这失先抛弃 因为王强说过 一旦养了 那就要终身供奉 如果随意丢弃 后果不堪设想 四千想后 潘江还是没敢怎么样 不过后面 又发生了一件事 让潘江觉得毛骨悚然 那就是 嘎子突然出事了 潘江突然火了 带货事业蒸蒸日上 收入直接甩嘎子几条街 嘎子看见了自然眼红 他开始愤愤不平 不停请水军去黑潘江 还说潘江卖的都是假货 酒也是假酒 是黑心带货人 这黑得多了 自然就有人相信 潘江的带货受到了影响 而且还经常被水军黑 被喷子攻击 节奏一带起来 潘江解释都解释不来 还被人说想洗白 可天地良心 潘江带的货都是 货真价实的 不存在虚假 这一切都是因为 嘎子在背后抹黑 潘江气愤极了 没想到世上 还有这种小人 看见嘎子那副小人 嘴脸就想吐 他不停地诅咒嘎子 最好入十八层地狱 永不超生的那种 潘江以前对他有恩 他不帮就算了 还落井下石 现在潘江好不容易起来了 他又开始眼红潘江 还找人抹黑 这是人干的事吗 可没过几天 突然嘎子主动 打电话过来找潘江了 他说的话很奇怪 潘江几乎完全听不懂 在电话那头 嘎子不停请求潘江原谅他 他的声音是颤抖着的 还带着哭腔 好像很害怕的样子 他骂自己不是人 说自己是畜生 还扇自己嘴巴子 希望潘江能原谅他 还让潘江赶紧 叫那个女人走 他很害怕 潘江一脸疑惑 嘎子说的那个女人是谁 他可没有派过 什么女人去找嘎子 可很快 电话就挂断了 根本容不得潘江询问一句话 等潘江打过去的时候 对方就关机了 潘江满脑子问号 这是怎么回事 嘎子是中邪了 还是脑子抽风 可第二天早上 潘江就收到了 嘎子跳楼的消息 昨晚那个电话 好像是死亡电话 嘎子死得很惨 他从三十多楼跳下来 死状惨不忍睹 听说邪染红了地面 脑浆都给蹦了出来 他眼睛睁得大大的 死不明目 嘎子惨死 对于潘江来说是好事 这种人就活该 潘江自然是没有丝毫难过 但他很好奇 昨晚嘎子说的那个女人是谁 是杀死他的凶手吗 可为什么他要打电话给潘江 不应该找机会报警吗 潘江思前想后 可始终百思不得其解 嘎子死了后 黑潘江的水军没有了 潘江的带货又回到了正轨 一切开始好了起来 而且突飞猛进 销售额越来越大 甚至挤进了前三 人的野心是无止境的 而且现在的潘江 也不再是以前的自己 他赚了大钱 买了房 买了车 身家上亿 但他还是不满足 他想赚更多的钱 他不停地叩拜诗仙 贡品不断 相一注又一注不停地上 他希望诗仙能保佑他 当上带货一哥 成为带货界的传奇 让他赚得更多 诗仙好像真能听见他的话一样 他的愿望又实现了 解决了最大的两个竞争对手 潘江上位了 他成为了平台的带货一哥 得到了平台的所有资源和追捧 他赚得盆满钵满 钱财如猪龙露水一样 纷纷钻入他的口袋 潘江还是不满足 他不停地向诗仙提出请求 他停不下来了 开始了无节制的索取 他想要更多 香车美女 钱财无数 这是一条不归路 谁能抵挡住这样的诱惑 可是突然有一天 诗仙不灵了 而且还发生了许多邪门事 潘江卖的酒变成了湿油 面膜成了人皮 特别惊悚 不但收到了许多投诉和举报 还进了局子 甚至要吃官司 一夜之间 潘江身败名裂 而且面临着蹲牢房的危险 还要赔钱赔到倾家荡产 平台也打算封杀他 事情发生得太快了 潘江自己都没有反应过来 仿佛发生的 一切都只是黄粮一梦 大起大落地 让潘江猝不及防 可是潘江不再是以前的潘江 吃惯了山珍海味 想尽了荣华富贵 没有了香车美女 他还怎么活 他已经回不去了 他不能失去这一切 不然的话 他比死还难受 潘江被保释出去后 立刻就去祭拜师仙 他不知道 为什么师仙不灵了 而且还发生了 那么多邪门事 可没有用 不管潘江再怎么 祭拜师仙都不在显灵 仿佛失去了作用一样 可没有师仙 潘江终究只是在 场里打罗斯的 一个打工仔罢了 他没有多少本事 不靠师仙 他又如何力挽狂澜 拯救自己的带货事业 幸亏 师仙最后还是显灵了 在潘江的梦里 师仙在梦里对潘江说 供奉香火和纸钱 已经没有用了 想他再保佑潘江 那就要供奉 生血和白肉 有了这些 师仙才可以提高实力 继续保佑他 潘江醒来后 满头大汗 心急如焚的他 毫不犹豫 就相信了梦中师仙的话 生血用的是自己的血 白肉是向医院买的 有个堪庭事件的老头 跟潘江认识 多花点钱 什么事都能搞定 潘江把这两样当贡品 送到了师仙的面前 可跟其他的贡品不一样 潘江离开一会回来后 那生血和白肉都不见了 仿佛被师仙吃得一干二净 证据就是 师仙的嘴角 还残留着一丝血迹 潘江吓得腿都软了 连忙跌跌撞撞地跑了出去 然后把门紧紧关上 这师仙果然是活的 那之前 发生的那些诡异事情 都不是错觉 是他在作祟吗 潘江害怕极了 供奉尸体没关系 但这尸体活了得有多恐怖 万一有一天 他想把潘江也吃了 那可怎么办 师仙虽然可怕 但为了生血这些东西后 又开始灵验了 后面经官方调查 一切都是别人调换了快递 故意栽赃嫁祸给潘江的 官司撤销 潘江恢复了名誉 直播间也保住了 可潘江一点也感不到高兴 这师仙的力量太恐怖了 仿佛可以操控一切一样 他想让潘江生救生 他想让潘江死 那就死无全是 这时候 潘江想起了王强临走前嘱咐的那些话 不要太贪心 不然会被他牵着鼻子走 现在潘江感觉整个人都被师仙控制住了一样 他已经离不开师仙了 最让潘江头疼的是 师仙的胃口越来越大 他不再满足上香和纸钱这些东西 他要血和肉 而且量要一次比一次多 还有更可怕的 潘江总感觉给师仙上供品的时候 师仙都在看着他流口水 那种感觉很真 且让人毛骨悚然 潘江总是害怕师仙会吃了他 晚上也时常做噩梦 而且他不知道为什么 总感觉有什么东西 半夜来掀他被子 还在他的耳朵旁吹气 可他每次惊醒 都看不见有什么东西在旁边 但又不像做梦 非常诡异 以前也是这样 但最近这种感觉更甚 更真了 潘江越来越害怕 最后他决定 他要遗弃这个师仙 他不想养了 钱赚再多也没有用 还是小命重要 但他不敢直接丢 因为王强说过 养了就要终身侍奉 不能随意丢弃 可潘江知道 王强一定有办法的 只要找到王强 或许就能解决师仙 到了周末的时候 潘江开始回村里 打听王强的电话 还前往了王强的家中 刚刚到王强院子门口的时候 突然从里面走出了一个美女 这美女长得很高 差不多跟一米八的潘江平头 但她骨头有些大 显得人很壮 不过长得还是可以的 妆化得也很浓 穿着一条小裙子 身材凹凸有致 也算挺挺玉力的大美女了 潘江有些奇怪 这美女怎么看上去那么眼熟 但又想不起来 在哪里见过 潘江只好愣住了 看着美女的样子 仔细思索着 但无论翻过多少遍记忆 都是想不起眼前的美女到底是谁 哎 老潘 你怎么来了 好久不见 美女突然认出了潘江 然后热情地打着招呼 他们果然认识 可是潘江到现在都 还是想不起她是谁 像这种美女 潘江一定记忆很深刻才对 没有理由会忘记的 你 认识我 潘江有些尴尬地苦笑道 面对着美女的热情招呼 她却始终记不起别人来 美女突然扑哧一声就笑了 我当然认识你 小时候跟你穿一条裤裆长大的 还去河里游过泳呢 潘江愣住了 这怎么可能 她从来没有跟女娃这样玩过 这美女是不是认错人了 如果真有这种女娃 从小玩到大 潘江不可能会忘记的 就算女大十八遍 潘江也能大概认出来 美女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潘江再次尴尬地说道 也不是叫个老潘 就一定认识她 姓潘的人多了去 美女突然又笑了 还娇称式地打了她一下 别闹 我是王强 忘记告诉你了 早些年 我在泰国动了手术 你懂的 潘江一听 人顿时就傻了 然后好像五雷轰顶一样 脑子嗡嗡地响 她是王强 王强去泰国做了手术 然后变成女人了 不对不对 前几个月潘江才见到王强 那时候的她 明明就是纯爷们 这种手术加上恢复期和吃药等等 起码要一两年 才能真正成为女人 她不可能是王强 你 你别闹才对 你是王强女朋友吧 别忽悠我了 这是潘江能想到的唯一合适答案 可是她越看这个美女 越觉得像王强 心里不禁压着一块石头 总感觉甚得慌 可眼前的美女 却说出了很多事情 证明自己是王强 还拿出了身份证 一下子就坐实了自己的身份 没错 她真是王强 如假包换 只是做了手术 从一个男人变成了一个女人 王强变成女人 已经很多年了 早些年去泰国 根本混不下去 甚至穷得连饭都没有的吃 更别说买机票回家了 后来在别人的介绍下 她做了手术 由一个男人 蜕变成完美的女人 泰国很多人好这一口 加上王强长得还可以 没多久就被人包养上了 王强赚了很多钱 但怕回村被人说闲话 所以一直都没有回来 最近爸妈身体不好 才临时回了一趟家 没想到遇到了潘江 等等 潘江突然打断了王强的话 你当女人 当了几年 七 八年吧 即不太轻了 王强苦笑了一下 她笑起来很美 已经完全看不出是一个男人了 不可能 前几个月我才见过你 你那时候 明明还是个纯爷们 怎么会是女人呢 潘江脸色都白了 总感觉背后凉嗖嗖的 啊 怎么可能 我已经跟你很多年没有见过了 也就现在偶然碰上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王强开口否认 说之前从来没有见过潘江 他也早变成女人了 都不知道是多少年前的事 潘江脑子嗡的一声 好像被雷劈了一下 又麻又痛 他抱着脑袋蹲在地上 心跳加速 好像心脏要从喉咙里跳出来一样 不可能 如果这个是真的王强 那么那天见到的王强 又是谁 他 这是撞邪了吗 你跟我来 潘江突然拉起了王强的手 然后往家中跑去 如果那天不是王强 失先又是怎么回事 王强变成女人后 力气自然不如潘江 被他强行拉着 回到了他的家 潘江领着王强进了一个房间 等王强见到里面的东西后 立刻人就吓傻了 他发出一声尖叫 然后整个人瘫软在地 身体不停往后退着 好像极其恐惧 是 失先 你真养失先 王强结结巴巴地说着 吓的话都说不利索了 不过他很明显是知道失先的 你怕什么 这个不是你卖给我的吗 那天你还跟我说 养失先可以转运发财 性价比又高 很多明星 商人都养 让我也养一只 潘江把那天的对话 一一扳了出来 希望眼前的这个王强能想起来 然后点头承认 可王强却摇了摇头 你在说什么 我什么时候卖失先了 失先在泰国是邪恶的 养这个东西是禁忌 没错 它是可以转运发财 但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要的东西越多 付出的代价越大 是泰国最可怕的邪术之一 那里的人都知道 宁愿养银狠的小鬼 也不要养失先 那是找死 潘江一听 腿也软了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两眼无神 脸色苍白 这是怎么回事 明明他看到的是王强 为什么却不是 他那天中邪了吗 见到的 如果不是王强 那又会是谁 为什么要卖失先给他 为什么要害他 一大堆疑问在脑海中生起 可潘江一个问题都想不明白 脑袋好像要炸了一样 极其痛苦 他捂着头咆哮着 直到许久才平静下来 可等他缓过来的时候 王强早就走了 他说害怕失先 一刻都待不下去了 看着这东西就毛骨悚然 邪门得很 他让潘江尽快解决失先 因为据他所知 在泰国养失先的 最后没有一个好下场 基本都惨死了 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曾经报复过 发光过 然后就暴毙了 失先 会夺人病 是邪术 王强走后 潘江突然站了起来 人开始发狠 他看着失先做了一个决定 他要烧掉失先 他不要再养了 也不管什么后果 他就要毁掉 潘江就不信了 一具尸体烧成灰后 还能做什么碎 害怕 让潘江丧失理智 也差点死在了失先的手上 潘江找了一个大太阳的中午 因为那时候阳气最足 他用车子 将失先运到了荒山野岭 然后打算将其烧掉再埋了 最多见个木挖个碑 这也算堆得起 塌了 趁着四下无人 潘江扛着失先 来到了隐秘的山脚下 他对着失先是又跪又败 还忏悔说自己是迫不得已的 他太害怕了 只能将失先送走 还让失先不要怪罪他 可说完后 起身一抬头 突然他看见失先在瞪着他 那眼神极其怨恨 好像要杀了潘江一样 事到如今 潘江也没有后路可走了 只能硬着头皮烧掉他 潘江捡来了许多干柴 然后将失先围了起来 他拿出了打火机 准备点火烧掉失先 可是这打火机 怎么都点不着 打了好多下都没有成功 搞得他满头大汗 人极其紧张 尽管是大太阳的中午 可他还是出了一身冷汗 面对着这失先太恐怖了 潘江看他一眼 都感觉头皮发麻 潘江继续打着打火机 可依然是打不着 他还以为是打火机的问题 可最后 他才突然察觉到 不是打火机的问题 而是 好像有人一直在他身后吹气 潘江喉咙一紧 整个身体都挺直了 他后背一凉 心脏猛地砰砰直跳 他不敢回过头去 只能往前瞧 他想看看 失先还在不在 那背后有没有东西 就一目了然了 这不看不要紧 一看一击灵 柴堆里哪还有什么失先 只有柴还在 失先已经不见了 那么刚才一直在他后面吹气的事 潘江想起了鬼吹灯一词 顿时浑身寒毛都炸了起来 这八成身后的 就是失先 潘江想跑 他已经对身后的东西 不感兴趣了 可好像已经来不及 突然一双冰冷的手 从后面掐住了他的脖子 伴随着一声 哇叫 恐怖的气息 瞬间席卷他全身 潘江咯登了一声 直呼不好 失先要杀他 冰冷的手 就好像无情的锁链 狠狠地掐住了潘江的脖子 他拼命地反抗着 可是这双手 好像力大无穷 快要窒息的潘江 很难挣脱 可潘江不想死 在巨大的求生欲望下 他突然灵机一动 整个人往后倒 然后后脑勺狠狠地 磕在了后面 他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量 只听见砰的一声 他好像撞在了石头上面 后脑勺直接鲜血直流 他人也七荤八素的 不过这一招很有效 他成功了 后面的身体好像不稳 直接倒了下去 和潘江一起往山下滚 可是滚落过程中 潘江没有看见任何东西 他抓住了一棵树 稳住了身体 不让自己继续往下掉 但他明明记得 刚才是跟后面的东西 一起滚下来的 可什么都没有 只有他一个人往山下掉 很是诡异 如果他后面没有东西 那么又是谁掐的他 石仙又去哪里了 潘江想不通 由于太邪门 他害怕急了 连忙冲下了山 然后发动车子回了家 开车的时候 后视镜总是若有若无 出现女人的影子 很快 一闪而过 潘江擦亮眼睛 想继续看的时候 又什么都没有 貌似 后面坐着一个人似的 极其惊悚 但潘江敢保证 后座根本没有人 他看得清清楚楚 潘江回到家后 害怕急了 他连忙爬上了床 然后钻进了被子里 用被子狠狠地蒙住了头 然后身体瑟瑟发抖 刚才经历的一切太恐怖了 潘江很久都不敢揭开被子 好像一打开被子 外面的床边就站着那个诗仙 又惊悚又吓人 可能太累了 而且受得惊吓过度 潘江不知不觉地就睡着了 不知道睡了多久 突然就被一阵声音给吵醒了 吱呀 吱呀 这是门打开的声音 如果门被风吹动 不停地开开合合 那么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声音很诡异 也很刺耳 如果是平时 潘江根本就不会害怕 甚至都不想理会 他睡眠很好 躺下来就跟死猪一样了 这点声音对他根本不痛不痒 可是先搞得他很敏感 这门再继续想下去 他人得崩溃了 潘江起了床 然后打算去看看那门怎么回事 可等他来到门前的时候 却发现极其诡异的一幕 门其实是关着的 根本不是门发出来的吱呀声 是门后面好像有什么东西 这个房间是放诗仙的 但诗仙已经被搬到了山上面去 虽然离奇失踪了 但也已经离开了他的家 潘江擦了擦手心上的汗 然后把手搭在了门坝上 他想一探究竟 到底是什么东西 在一直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 潘江记得 这间房子 好像除了诗仙几乎什么都没有 潘江鼓起勇气 终于打开了房门 这时候他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诗仙又回来了 那诗仙不停地转着自己脑袋 发出吱呀吱呀的诡异声 他看见潘江后 猛然停了下来 然后看着潘江 黑黑黑地发出鬼笑 从山上滚下来 扭到脖子了 给我吃你身上一块肉补一下吧 诗仙说话了 声音很诡异 好像卡带的录音机 又或者像被踩着脖子的鸭子 不不 不要吃我 潘江瞳孔放大 整个人的恐惧达到了顶点 他浑身发抖 脸色苍白 然后拼命地往外逃 诗仙没有追出来 潘江夺门而出 他不敢再回去 一直躲在酒店里面 有一天他想直播 可打开直播间的时候 一张猙獰的面孔 立刻充斥着整个屏幕 那居然是诗仙 他张着血盆大口 不停地咆哮着 给我咬一口 快点回来 不然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快点 不要以为我找不到你 诗仙宛如最可怕的恶鬼 不停在屏幕里面叫着 好像随时会爬出来一样 吓得潘江腿都软了 潘江连忙关了直播间 没想到人一个看不到 却看到了一只恶鬼 可太恐怖了 但这还没完 突然酒店的门响了起来 咯咯咯地想着 是有人在敲门 谁啊 潘江大声问道 但没有人回答 又是咯咯咯地几下 敲门声越来越诡异 潘江感觉有点不对劲了 连忙打开猫眼一看 可他看不到来人的脸 只看到了一头茂密的头发 好像是个女人 你是谁 不说我不开门 潘江心有余悸 知道是女人后 潘江更加不想开了 除非对方说话 但外面的人就是不说话 而且不厌其烦地敲着门 搞得潘江很是心烦 潘江忍不住了 想开门大骂他一顿 管他是人是鬼 可开门前 潘江突然想起了 老人们常说 鬼是搅不着地的 好像飘着的一样 潘江立刻有了主意 他趴了下来 然后望向了门缝底下 这时候 潘江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女人能看到头 但是却看不到脚 也就是说 潘江第一个就想到了师仙 这玩意比鬼都邪门 刚才还说了 不管潘江去到哪里 他都找得出来 没想到真找上门来 潘江吓坏了 他不但不敢开门 还要逃跑 师仙又找上来了 他不得不溜 师仙要吃他 他不想死 幸亏潘江住的酒店三楼 他跳窗 然后落到了空调上 然后借助空调一楼一楼地跳 最终安全落地 最多挂了点皮外伤 潘江拼命地逃 最后他觉得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如果师仙不除 那他这辈子都别想安宁 必须把师仙给宰了 才能恢复正常的生活 潘江这时候 想起了亲人遗留下来的铜钱和地址 于是带着铜钱毅然决然地来找我了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说白了 就是养师仙造的货 钱 潘江确实是赚到了 也算发了财 但这个师仙却想吃了他 要他的命 听完了潘江的话后 我基本了解大概情况了 别的先不说 就光一点 让我觉得 潘江是真的蠢 如果养师仙可以发财 转运 那么当初 卖师仙给潘江的那个王强 他为什么不养 潘江养师仙都发了大财 赚得盆满钵满 那王强也不是傻子 这种好事他 自己不会做吗 他早养师仙早发财了 还用那么辛苦的 到处贩卖和推销师仙 相信他的人 不是傻逼吗 听了我的话 潘江哑口无言 因为确实是这么一回事 要不是潘江鬼迷心窍 怎么会相信这种事 典型的 我教你发财 可他要会发财 早就自己发了 还教你 真以为会有这么好的人吗 说白了 这东西是有用 但也有副作用 得到多少东西 就要付出多少代价 那女性王强已经说了 这就是泰国养师仙 是邪恶和禁忌之物 除了这个 那就只剩唯一的一个疑点了 既然真的王强已经做手术成为女人了 那卖给潘江失仙的王强又是谁 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有两个王强 一男一女 解决了这个问题 应该这件事就可以水落石出了 剩下的就是对付那具失仙 那失仙吃过的血肉不多 应该不难对付 如果吃个一两年 那就真的不好搞了 其实在潘江 为他这些东西的时候 结局已经注定了 养任何的邪物 都不能卫生血肉 不然的话 他们会杀人或者施主 虽然这样会让他们很猛 可也是在给自己自掘坟墓 走 那失仙在哪 带我去看看 我对潘江说道 不管那个卖失仙 给潘江的王强找不找得到 都得先制服失仙 不然他作祟 行 这就带你去 不过 你自己得行 出了什么事 我该不负责 潘江突然提醒我道 但也不能怪他 因为他被骗过很多次了 来的都是神棍 基本上卵用没有 见到恐怖的失仙 吓得尿都甩出来了几滴 抱头鼠窜地走了 我让潘江放心 我先办事后收钱 这还能有什么顾虑呢 而且出了事 也不用他负责 我自理 潘江连忙点头 然后起身 带我前往他的家 说他很久都没有回去了 也不敢回去 事先就在里面待着 上一回带他去山里 也不知道他怎么回来的 很邪门这玩意 潘江开着豪车 也算是个有钱人 我心里不惊一喜 水鱼钱多 穷人我倒没有什么心思要多钱 总不能起盖兜里 还趁火打劫吧 坐着潘江的豪车 我们一起来到了潘江的住处 可走到门前的时候 潘江死活不肯进去 说他害怕 那失仙猛得很 万一我搞不定 那他得跟着一起死 既然他害怕 我也不能勉强他 开了门后 我独自进去了 屋里一阵阵阴凉 偶尔会有阴风吹起 这屋子确实有闲 我得先驱邪 妖念 出来见我 我大喝一声 拿出了一张黄服 倒要会会这什么 泰国兴起的失仙 看看他有什么能耐 所谓的失仙 就是用符咒 将死去的魂封在失身上 由于怨气不散的缘故 再加上一点防腐技术 那失身就可以保持不腐不烂 本来这玩意我 压根不放在眼里 但潘江为过他生血和生肉 这样的话就会猛一些 而且有泰国法咒的加持 肯定要比一般的厉鬼 要厉害许多 我进屋后 也不搞这些花里胡哨的 直接就大喝了一声 想要将它引出来 可没有任何反应 屋里虽然很阴邪 但好像没有动静 我只能一步一步地走向了 潘江说的那个房间 那里应该就是供奉失仙的房间 因为阴气是从门下底 凤透出来的 错不了 我握在门坝上 很阴凉 是那种死人身上的阴凉 门后面好像有东西 我没有马上开门 而是咬破了手指头 然后在门上面画了一个字咒 朱邪煞 吊阴阳 太上老君 急急如律令 我念着咒语 然后一掌打在了门上 突然我就听见了 有什么东西在门后 发出了哇的一声 很利 也很恐怖 它好像被弹开了 哼哼 想埋伏啊 你还嫩了一点 估计之前潘江找的去鞋人 都是草包 里面的东西 还以为又能吃到甜头 可没想到 被我革门给阴了 我趁着这个时候 急忙破门而入 不过房间里没有尸仙 只有一张供奉台 窗户好像趴着什么东西 因为窗帘的缘故 我看不太清 你可真会藏 跟我玩 你可真是找对人了 我拿出早已经准备好的罐子 然后朝窗帘泼去 那是黑狗血 鬼也好 都可将其重伤 弱一点的 甚至灰飞烟面 永不超生 果不其然 黑狗血泼在窗帘上后 顿时起了一阵浓烟 烟是黑色的 还滋啦滋啦的响 好像烧焦东西一样 有一股焦味 但很恶心 啊啊 一阵奇怪的声音发了出来 尖锐又刺耳 窗户突然砰的一声 一团烂肉破窗逃了出去 它应该就是失先 黑狗血腐蚀了它的身体 所以它成了这样 痛不欲生之下 它知道不敌 所以选择逃跑 可我怎么会让它逃跑 连忙一张黄斧斩了过去 斧打在它身上 立刻起了一阵火花 就好像砍断了电线一样 威力是有的 但没能将它留下来 它发出一声恐怖的尖叫 从窗户上掉了下去 透过窗户 我看见了它的脸 烂成了一块块 极其猙獰 身体也是腐烂的让人恶心 黑狗血太猛了 但没有杀了它 它这个样子掉下去 我估计能吓死人 可等我来到窗户 前往下看的时候 并没有看见任何东西 地上留有一滩恶心的粘液 引起消失了 大师 怎么样 是 尸仙呢 潘江跑了进来 估计是怕我有事 因为动静太大了 掉下去了 我指了指地面 啊 那 那怎么办 潘江不知道是高兴好 还是害怕好 我居然真的对付得了那具尸仙 但我没有杀掉它 让它跑了 潘江怕它回来报仇 自然心有余悸 放心 它跑不了 有我在 它出不了这个小区 我安慰了一下潘江 让他别怕 我帮人办事 自然不会留下后顾之忧 那师仙受了重伤 根本不可能逃得出我的手掌心 不过该说不说 这玩意太顽强了 都是潘江给他吃了生血和白肉的缘故 我拿出了罗盘 然后将血滴在罗盘上面 双指不停在上面画着 寻灵追音 急急如律令 咒语念完后 罗盘的指针开始疯狂转动 那师仙身上有一大特点 那就是 阴气太重了 罗盘绝对能找到它 它跑不了 我们下了楼 然后跟着罗盘走 攀匠开始不怕了 还一口大失大失地叫着 那个亲热镜 跟刚才完全不一样 这家伙 其实一开始是不信我的 只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 没想到我真行 直接将尸仙打跑了 还要追杀尸仙 他一下子就有了 翻身做主人那种感觉 这个年代 神棍太多了 也不能怪他 高人很难请 不是普通人能接触到的 很多门面上称自己是高人的 多半是为了骗财 顺便骗骗色 真正的高人 根本不差钱 下面是什么地方 我突然朝攀江问道 因为指针好像只在了下面 停车场 我带你去 攀江二话不说 直接带着我来到了停车场 一踏进这里 罗盘就开始停了 阴风呼呼地吹着 攀江身体打了个哆嗦 连忙躲在我身后 大师 他是在这里吗 在哪呀 攀江问道 我没有回答 这里车很多 而且环境有些幽暗 我闻到了一股极其庞大的血腥味 好像从右边 十米左右的地方传过来的 我心里一开始还咯噔了一下 怕这个狮仙是不是在停车场杀人了 他现在重伤 肯定要人血来滋补 不然 黑狗血和黄浮的厚余力量 会让他生不如死 可我看到了 地上有很多毛 那些是猫毛 隔几个地方就有几根 还有血 我长吁了一口气 遇害的应该是猫 而不是人 不要说话 跟在我后面 我吩咐了攀江一句 然后手心里捏着一枚五地铜钱 另外一只手则拿着八卦镜 还有一根红线 一根浸泡过黑狗血的红线 越来越靠近后 引起扑面来 在一辆车底下 我们听到了类似于野兽嘀吼的声音 很是圣人 我看了一下地面 全是血 车底下 很明显有东西 我小心翼翼地趴了下来 然后往车底下看去 这时候 我看到了极其残忍的一幕 甚至让我恶心地想吐 一只猫被残忍地剖开了肚子 有一个人不仁 鬼不鬼的东西 在吸着他身上的血 吃着他身上的肉 那玩意披头散发 浑身腐烂 面目猙獰 嘴角被血染红 浑身散发着可怕的阴气 那只猫好像还没死 他睁着痛苦的眼睛 然后看着我 他还在呼吸 但眼神很是绝望 突然哇的一声 恐怖生气 那玩意猛然扭断了猫的脖子 将猫头扔向了我 他 终于发现我了 那只猫终于结束了痛苦 被扭断了整个猫头扔了过来 带着圣人的血腥 扑向了我 我连忙躲了过去 等回头的时候 尸仙又不见了 这玩意邪门得很 大师在车顶上 潘江吓得连连后退 然后指着车顶说道 闭嘴 我不是让你别出声吗 我连忙骂道 可好像已经有点迟了 那尸仙终于看到了罪魁祸首 潘江一开口 那不是找死吗 尸仙本来是 趴在车顶上的 跟针子一样 扭动着脖子和手脚 但他看到了潘江后 直接奋不顾身地扑了过去 哇 他发出了一声恐怖的叫喊 又里又尖 他扑倒了潘江 然后张着血盆大口 一口咬向了潘江的脖子 救命 大师 救命啊 潘江大喊大叫着 裤子已经湿了一大半 不说别的 就现在尸仙这张猙獰的脸 就够他 吓得浑身瘫痪了 之前这尸仙多没我不清楚 可他被黑狗血淋过后 已经面目全非 样子极其吓人 我连忙从车底钻了出来 然后催动了八卦镜 现在冲过去 已经来不及了 前八方 坤四翼 李斩魔 对驱邪 八卦随心意 速速显神灵 八卦镜在我的咒语加持下 呼的一声 突然照出了一阵黑白光 就跟车灯一样 照在了师仙的身上 啊 师仙一阵尖叫 就好像触碰到阳光一样 他连忙别过脸去 且试图举起双手去阻挡 可八卦的光芒 就好像针刺一样 让他浑身刺痛和不安 他感到恐惧 丢下潘江 连忙向外跑 想跑 没门 我三步并坐两步追了上去 双手撑开一条红线 直接勒在了他的脖子上 红线一碰到他 马上发出了光芒 上面有黑狗血 发生作用的时候 红线死死锁住了他 让他动弹不得 我吐出了一枚五地铜钱 铜钱落在他的额头上 就好像一座大山一样 将他给死死压住了 他再也无法动弹 两只手弯曲着 以一个奇怪的姿势保持着 浑身上下都在慢慢抽搐 已经是任我宰割的牛羊 我要杀他 只需要一秒 瞬间就可以 让他永不超生 是谁将你给潘江的 说 我大喝一声 他要敢有半句不从 我直接就用红绳 将他头割下来 把他顺杀 尸身里面的魂 则用黄符震碎 让其灰飞烟灭 赶在我面前作祟 简直活腻了 潘江的事有些邪门 就是因为 卖他尸仙的王强友谊团 真正的王强 早已经做手术成了女人 那个卖他尸仙的王强 又是怎么回事 又到底是谁 这尸仙说话有点不利索 只能偶尔吞吐出几个字 因为尸身毕竟已经死了 虽然魂归肉身 但有些器官是用不了的 暑假 暑假 杀人 杀人 尸仙不停地说着 而且在重复 可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 什么暑假 什么杀人 我是问他 是谁将他卖给潘江的 他魂在的话 绝对知道事情的经过 而且尸仙也不是强行 将魂封入尸身中 那是自愿的 魂有意识 成为尸仙才能保佑供奉的人 杀人 杀人 可他依然在说 喊着那两个字 声音阴森森地 听得我有点头皮发麻 杀人 到底是什么意思 谁杀了他吗 可就在这个时候 潘江不知道哪来的胆子 他好像情绪非常激动 突然拿起刚才我丢下的八卦镜 一下子扎进了尸仙的胸口 正中心脏处 八卦镜不锋利 但扎在邪魅的身上 仿佛锋利的长刀 发出的黑白光 直击尸仙的心脏 啊 尸仙尖叫哀嚎一声 他张大着嘴巴 吐出了一口黑气 然后身体就不动了 身上的法咒神奇般褪去 渐渐消失 那是泰文 我一个都看不懂 尸仙歇菜了 已经跟死鱼一样 一动不动 哈哈 死了 终于死了 我们杀了他 我们赢了 潘江高兴地欢呼了起来 他终于杀了尸器 不用再担惊受怕了 他兴奋至极 连自己的裤子 已经湿了一半都不知道 可突然啪的一声 我扇了他一巴掌 他愣住了 八卦镜从他手上脱离 摔碎了镜面 你 你干什么 打我干什么 潘江不解 然后捂住了脸 用迷茫的眼睛看着我 我什么时候让你杀了他 动我八卦镜干什么 我质问道 事情的关键 根本就不是杀了尸仙 而是搞清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那个王强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卖给潘江尸仙 杀尸仙 我需要他动手吗 我怎么都没有想到 潘江居然有勇气杀他 那八卦镜 还残留着我之前的法力 这家伙还挺机灵 居然知道用八卦镜扎实现胸口 嘿嘿 大师 这能怪我吗 我也是好心帮你 而且也成功了 他死了不好吗 大师 要多少钱你说 我现在就给你打 你做得很好 潘江说着 掏出了手机 就要给我打钱 因为事情已经办好了 是结账的时候了 我看着他 突然笑了 并没有要钱 大师 你别吓我 你是给鬼上身了吗 你怎么突然这样笑 怪甚人的 潘江咽了咽口水 有些紧张地看着我 额头上开始冒冷汗了 我注视着他 可他的眼睛在闪躲 这家伙心虚了 至于虚什么 我不知道 但他很反常 他一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他是你杀的吧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 没跟我说 我没有向潘江提出疑问 而是直接下定论 因为我知道 即使问他 他也肯定不会说 我故意这样说 引起他的恐惧心理 然后观察他的表情 你放屁 我没有杀他 他只是个尸仙 他早就死了 才被做成尸仙的 潘江果然慌了 好像一个被人当场抓住的小偷 脸色都变了 果然 这家伙有猫腻 看来尸仙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在我家说的那些 都是他的一面之词 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不得而知 可现在我知道 他不是有事瞒着我 就是骗了我 尸仙的死 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潘江嘴很硬 根本不行交代任何事情 但我不傻 他的行为太反常了 一看就有事情瞒着我那种 他本来是很胆小的 也很惧怕尸仙 甚至刚才吓得尿都出来了 但尸仙一开口说话 他突然就拿起八卦 扎死了尸仙 胆子大的 有点莫名其妙 很明显 他想灭口 如果说他心里没有鬼 谁信啊 我掐着他的脖子 将他狠狠 按在了墙上 然后再次问道 不要给我耍花样 我再说一次 你到底 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快说 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半英式 有英式的规矩 毕竟涉及到阴阳两界 这时候 如果当事人撒谎的话 那就会让我们这些驱邪的风水师 也陷入因果当中 不如实说是 是不合规矩的 我定不饶他 放手 我给你钱滚就是了 管那么宽干什么 放手 潘将怒吼着 我不是鬼 他不害怕我 以为我 拿他没有办法 呵呵 是吗 既然你不老实 那我也懒得护着你了 说完后 我双指拈绝 开始念咒 几分钟后 突然师仙跟僵尸一样站了起来 两眼浑圆地盯着潘将 表情猙獰 这不是灰魂 这是控尸 我控制了师仙的尸体 吓唬潘将的 呵呵 跟我斗 你还嫩了点 见师仙再次站起来 潘将吓得浑豆出来了 他脸色刷一下 白得跟面粉一样 嘴唇无色 双脚在打抖 不可能 他已经死了 不可能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啊 潘将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他拼命摇着头 他想逃 但我不会让他走 师仙在我的控制下 缓缓走了过来 就好像一只恐怖的僵尸 他伸出了腐烂的食指 那僵硬的手指甲 宛如尖刀 一点点地伸向了潘将心口 刚才是他用八卦 扎了师仙的胸口 这一次 我要让师仙将他心脏活泼出来 我就不信他不怕 隐瞒事情真相就算了 还敢在我面前嘴硬 真当我们风水师 都是容易欺负的孬肿吗 我说 我说 大师救我 我不想死 我说了 对不起 我骗你了 对不起 呜呜 潘将突然大喊大叫了起来 吓得眼泪都掉了出来 双腿直接软了 他在墙边站都站不直 他害怕极了 看都不敢看失先 我双指一收 绝灭骤停 尸体啪的一声往后倒 然后又不动了 说吧 你到底隐瞒了多少东西 请一一道来 我松开了他 然后眼睛紧紧盯着他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再敢耍花样 那就有他好看的 潘将蹲在地面 紧紧捂住了头 脸色极其难看 浑身都在颤抖 他不敢再顽抗 对着我如实交代了 其实这个师仙 他是认识的 他叫美玲 是个大学生 是来工厂打暑假工的 那时候 潘将还没有出来直播带货 依旧在工厂打工 美玲长得极其好看 听说是校花级别的 但家境贫寒 于是就趁着暑假的时候 来工厂打工 挣点学费 工厂是个什么地方 大家懂得都懂 由于生活太枯燥和压抑 很多男女关系都非常混乱 女的如果不想被骚扰 或者怎么样 进来都得说 自己已经结婚了 有些工厂男人很多 就跟个狼哭一样 美玲这种漂亮的妹子进来 那无疑就是羊入狼穴 很多男人都盯上了她 每天都对着她流口水 可美玲是个大学生 又长得漂亮 自然看不上这些工厂的汉子 但美玲太天真了 没出过社会的单纯女孩 面对有些畜生 那是根本遭不住的 一般的工厂仔还好 但是工厂 有个主管看上了美玲 还扬言无论如何 都要将其弄到手 这个主管有钱有势 为人阴狠 还不择手段 厂里很多女人都被她玩过了 甚至已婚妇女都不放过 果不其然 在一次聚会唱K中 主管给所有在场的人 都发了500块钱红包 怂恿他们灌醉美玲 灌得多者 后面还有钱 在这么高的悬赏下 美玲成了众矢之地 没多久 天真单纯的美玲 就被灌得昏昏沉沉了 主管是个老手 知道不能让女人 醉得跟死是一样 那将会一点意思都没有 醉漆成这样最好 趁着美玲醉酒 主管已经按捺不住 内心的激动了 连忙带着美玲进了厕所 想就地解决 而且这样也刺激 可主管不知道 美玲居然还是个虫儿 疼痛让她醒了过来 因为她本身 也不是醉得很厉害 清醒过后的美玲开始挣扎 而且不停哭喊 还说要报警 主管一听坏事了 这报警她 一生不完了吗 她可不想进监狱蹲耗子 要知道 像她这种犯人进去 会受到特别待遇的 主管把心一横 直接将美玲的头 狠狠磕在了洗手台上 美玲死了 洗手台上全是血 美玲脑门都凹了下去 鲜血染红了头发 等主管缓过来的时候 她才心里咯噔一声 知道自己杀人了 这时候 K房里的人已经走得差不多 还留下三个人 加上潘江 那三个人都是主管心腹 不是组长 就是副主管什么的 而且 他们留下来 都有其他目的 想捡二手 主管完事后 他们可以接二手 或者三手 场妹可比不上大学生 而且还是 这么漂亮的大学生 他们自然不会放过 这个好机会 潘江留下来 则是喝猛了 他本来就是个酒猛子 凭他的地位 其实 连捡二手的资格都没有 排队估计主管 这些人都看不上他 他就一打螺丝的 这种好事 怎么可能轮得上他 他那晚 其实是冲着红包去的 没想到喝多了 人倒在沙发上走不动 主管出来后 将事情告诉了他们 潘江一听 酒立刻醒了一大半 杀人可不是小事 不过潘江不想惹祸上身 所以急忙装最介意离开 但主管不傻 知道实情后 怎么可能让你走 主管说了 收了红包的都是同谋 还强迫潘江 一起帮他们处理尸体 不然的话 有他好果子吃的 主管要是进去了 一定把潘江也拉下水 到时候 跟着他一起进监狱蹲耗子 潘江文化不高 没读过什么书 不懂法律 平时也就看看张三普法 当的段子看 主管这一说 还真把潘江给唬住了 吓得他不敢逃离 主管还给他下套子 说现在美玲随便任他上 以他的条件 估计一辈子都上不了 这么漂亮的大学生 这是只要保密 谁都不会知道 他有处理尸体的绝好办法 说完后 主管还将潘江硬推了进去 说把美玲赏给他 这也算将潘江拉下水的 最好办法 潘江没敢下手 因为美玲已经断气了 而且他也不是什么 穷凶极恶之人 只是被主管威胁 所以才低头的 但其他三个人不一样 趁着美玲身体还热 都干出了禽兽不如的事情来 事后在主管的威胁下 他们几个合手合脚 将美玲的尸体运出了KTV 还埋在了一个偏僻的深山里 那个位置非常偏 而且又高 很难被人发现 回去以后 主管给美人都发了一万块 让他们绝对保密 连家里人都不能说 以后还会升他们的职 还说让潘江当上组长 潘江知道 没有回头路走了 现在合伙埋尸 肯定是同伙处理 所以到最后 他也没敢报警 更加不敢把这事情说出去 后来 警察和美玲家里人 都来过厂里面 但这个主管命真大 居然没有被查出来 美玲的尸体也没有被发现 这是最后不了了之 美玲的事当失踪处理 后面潘江也真的被升为了组长 但他有点内心不安 很快就离职了 主管怕他嘴巴大将士说出去 走的时候 还给了他三万块钱 潘江就拿着这些钱和杆子 出去创业了 做了直播带货 可一个混得风生水起 另外一个则亏得血本无归 主管给的钱和自己多年的积蓄 直接亏了个金光 差点连吃饭都成问题 甚至还欠了一屁股债 嘎子没说错 带货的水确实深 不管是主播还是消费者 很多都是被人割的韭菜罢了 走投无路之际 潘江遇到了王强 王强给潘江介绍了师仙 可太贵了 潘江现在根本买不起 后来王强给潘江出了个主意 说让他自己找尸体 如果自己出尸体的话 可以给他打三折 也就收个法咒钱 因为师仙是要泰国高僧师法的 当然了 这尸体也不是随便都可以 得符合条件 一定要亡死的 如果是寿终正寝 生老病死 那肯定没有效果 死得越惨 死得越亡 死得越冤 效果越好 这些都是不能投胎的孤魂野鬼 或者厉鬼 效果杠杠的 潘江这时候 突然想起了美灵的尸体 他知道埋尸地点 而且美灵是亡死的 符合条件 何不用他来做师仙呢 而且潘江对美灵 是有愧疚之意的 刚刚好供奉他 他绝对心甘情愿 再说了 他已经穷途末路 如果不能翻身 那他估计撑不了 一个月都得跳楼 再不然 就是饿死街头 死都不怕了 还怕什么 事先是他唯一翻身的希望 他想压一回宝 潘江把心一横 和王强将美灵的尸体 挖了出来 王强一看到美灵的尸体 都震惊了 按照埋的日子 尸体应该是腐烂不堪的 可美灵的尸体 却只有轻度腐烂 这是因为尸体怨气太大了 有一口怨气堵在喉咙里出不来 所以尸体才不服不化 仔细看的话 美灵的尸体 还长出了细毛 脸上和脖子都有 指甲还在长 跟电视的僵尸一样 就是没有疗牙 王强打宝票说 这美灵日后肯定会变成僵尸 不过现在还没成 等它长出两颗僵尸牙 那就成了真正的僵尸 怪不得尸体不化 潘江一听就开始打哆嗦了 人非常怕 王强见惯了尸体才能这么淡定 但潘江不一样 他只是个普通人 还说要不算了 尸仙他就不要了 搬个僵尸回家供奉 这不是要他每天都心慌慌吗 王强摇了摇头 说潘江有所不知 这快成僵尸的尸 做成尸仙才厉害 而且极极的灵 比普通的尸仙 要零十倍不止 不过成了僵尸的就做不了了 但这美灵偏偏没成 这不是妥妥的尸仙素材吗 王强还答应潘江 可以只收他两折 因为这尸体太完美了 简直就是做尸仙的料 他第一次看见这种好货 自然觉得不能浪费 潘江心动了 只收两折 那他可以省很多钱 而且王强也说了 可以零十倍 这他如何保持得住 他全靠王强说的尸仙了 潘江点头了 和王强一起把尸体搬上了车 王强将尸体运走后 大概十天左右 他就把尸体运回来了 而且成功把美灵做成了尸仙 且非常完美 美灵经过处理 居然恢复了原貌 看上去跟活人一样 非常神奇 样貌也一点没有变 僵尸的特征也没有了 身上全是咒服 王强让潘江不要担心 美灵已经不会成僵尸 被泰国的高僧特殊处理了 他现在是尸仙 让潘江好好地供奉他 保证灵 潘江把尸仙搬回了一个小房间 好心安置后 把费用给王强结了 这是王强在母亲那里 骗来的最后一笔钱 这是两位老人的棺材本 如果再不成功 那他估计 全家都得去跳河了 王强收了钱后 叮嘱几句就开车走了 后面的事情 就跟潘江之前交代的差不了多少 有了尸仙 潘江的直播事业如日中天 赚的钱越来越多 几乎短短的几个月 就赚了一辈子的钱 他的直播间很邪门 跟闹鬼一样 可钱也滚滚而来 但还有一件是潘江撒了谎 那就是嘎子的死 那是潘江祈求尸仙去杀他的 没想到尸仙真的如潘江所愿 将嘎子杀了 嘎子忘恩负义 就是个白眼狼 还嫉妒潘江 到处请水军黑榻 潘江一狠心 在初一那天 给尸仙烧了纸钱 还有供奉了许多贡品和香 他祈求尸仙弄死嘎子 让他下地狱 尸仙做到了 嘎子惨死 如了潘江的愿 那时候潘江高兴极了 他感觉自己就好像神一样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只要告诉尸仙一声 那都会如愿 可他不知道 跟鬼神做交易 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就那点供奉 真的以为可以换来一切吗 后来尸仙变了 开始托梦给潘江 他要生血和白肉 不然的话 他就会收回一切 甚至让潘江生不如死 遭受牢狱之灾 之前的一切都要复制东流 潘江好不容易才成为人上人 怎么可能不要放弃这一切 他妥协了 按照尸仙说的话 找来了生血和白肉 可事情越来越朝着 不可控的方向发展 包括给他做尸仙的王强 都集齐邪门 潘江为了尸仙生血和白肉后 他开始越来越邪门 就跟之前说的一样 他好像想把潘江也吃了 潘江还找了王强解决问题 可王强却变成了女人 还说之前从来没有见过他 再往后发生的事情 其实就跟潘江说的一样了 尸仙邪门 其实潘江可以理解 毕竟美玲本身就是惨死 而且已经快变成僵尸了 可王强的事 潘江是真无法理解 那天他明明见到了王强 而且还跟他一起去挖尸 尸仙也是他制作的 然后亲自送来 为什么转头就变成了女人 还说没有见过潘江 尸仙也不是他送的 潘江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他甚至怀疑自己 是不是一直都在做梦 从一开始就中邪了 甚至有时候 感觉自己现在得到的一切 都是假的 都是幻觉 可尽管是幻觉 他也无法放弃 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他也不想死 所以他想把尸仙毁灭了 但他没有得逞 反而几次差点死在了尸仙的手上 他找来了许多神棍 但没有一个有用的 全都给尸仙吓跑了 直到他来到了我的面前 听完潘江的话 我突然扇了他一巴掌 这巴掌有些狠 扇得他嘴角都流血了 估计脑袋瓜都嗡嗡地响 他猛了 捂着脸抬头看我 但却瞧见了我怒火冲天 吓得他咽了咽口水 身体打了个哆嗦 你 你打我干什么 潘江支支吾吾地问道 他跟我说话都胆战心惊的 生怕我对他做出什么事情来 打你干什么 你是人吗 你不报警 让坏人绳之以法就算了 还用他的尸体做尸仙 你是人吗 我怒斥道 人虽然不是潘江杀的 但他也有一定的责任 而且用美灵的尸体做尸仙 更是不可饶恕 尸仙绝对是邪术 是一种故意利用人欲望 为诱饵的邪术 它能让人的欲望无限放大 然后慢慢走上绝路 潘江还算醒悟得够快 不然他后面百分百会被尸仙吃掉 其实他不知道 尸仙的胃口 是根据潘江的欲望而变大的 潘江欲望越大 尸仙的胃口就越大 潘江想得到的越多 尸仙就需要更多 从一开始的上香 之前 供品 再到后面的生血和白肉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 到最后 潘江会给自己的欲望吞没 然后让尸仙彻底吃掉 潘江死掉也就算了 他算是罪有应得 可这种邪术 将魂和尸强行绑定在一起 魂无法得到救赎 只能无限地害人 害的人越多 罪孽越深 最后会永远无法轮回 比孤魂野鬼还惨 可被害死的美灵 他有什么错 为什么要遭此折磨 对不起 我当时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对不起 潘江开始忏悔 然后自己扇着自己耳光 好像以此来证明 自己的悔过之心 证明自己真的错了 可这时候 我却突然抓住了他的手 阻止了他的自删 然后凑到他面前悠悠地说道 你如果真的知道错了 刚才就不会因为害怕 事先把事情说出来 而将事先灭口 呵 潘江口口声声说自己错了 自己很内疚 自己想忏悔 可在事先 想开口说出秘密的时候 他因为害怕暴露自己 还把事先给灭口了 如果不是我反应了过来 苦苦逼问 他会老实交代吗 他不会的 事先死了 自己没了威胁 他只会拿着钱 心安理得地过好日子去 如果事先没死 我或者还能超度他一下 但潘江没有放过他 又增添了一罪念 美灵不是他杀的 但事先却是他亲手毁灭的 潘江伟了 他低着头 不再辩驳 因为我说的没错 他无言以对 在我的面前 不要装什么毁过的好人 他演技太烂了 而我也不是傻子 我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要不要 我突然说道 潘江突然抬起了头 不知道我什么意思 怎么将功补过 我看着美灵的尸体 然后长叹了一口气 正义必须得到伸张 恶人终究要得到惩罚 美灵的冤屈 由你来身 去对付那个主管 将他送入监狱 这样美灵才会死得闭目 对付主管 那不是我也要一起进监狱 不行 不行 绝对不行 潘江怕了 疯狂摇着头 他现在这么有钱 好不容易拥有了一切 他死都不愿意去蹲牢房 再说了 事情也过去了好长一段时间 证据也全被毁灭 就算潘江去警察局 把一切都说出来 也不一定真能将主管送进监狱 呵呵 你可真是个二棱子 你不弄他 他就弄你 你还想活着享受这些财富 你可真是个猪脑子 我突然大笑了起来 潘江猛了 不知道我在瞎扯些什么 美灵的事情早已经过去 这些年 他也没有跟主管 有过什么联系和纠葛 主管为什么要来弄他呢 我又抽了他一巴掌 想让他清醒一下子 那个送他失仙的王强 真以为是想帮他 让他发财吗 就算傻子也看得出来 那个王强就是想害死他 养失仙是一条不归路 最终的下场就是惨死 王强是假的 很明显是有人想杀他 只是用了一个比较邪门的手法 这样杀他 没有任何麻烦 也不怕警察调查 那谁想杀潘江呢 那还用问吗 就潘江这个鸟样 估计也没有什么本事得罪别人 想杀他灭口的 应该只有一个人 就是当年杀死美灵的凶手 那个场的主管 杀美灵的事 潘江知道 但这个主管估计不放心 思前想候下 于是就找人来弄死潘江了 最主要的导火索 还是潘江辞职了 他已经在主管不可空范围内 万一潘江有一天兴起 把事情捅了出去怎么办 所以 潘江必须死 如果潘江早点把事情告诉我 那我早就猜出来了 现在他一说 我直接用脚趾头都能分析明白 太简单了 这点杀人计谋 在我眼中不值一提 想活下去 必须弄那杀人主管 替美灵报仇 不然的话 你必死无疑 我对潘江缓缓说道 然后看着美灵的尸体 握紧了拳头 花季少女 本是前途一片光明 无奈遇到了一只禽兽 真是天功不作美 既然你遇到了我 那就是缘分 这个仇 这个愿 我帮你报 潘江听了我的分析后 身体一震 立刻懂了 他知道了主管的秘密 主管不放心 所以必须除了他 这一切 都是主管挖下的陷阱 就是为了让他死 只是潘江命大 他遇到了我 不然早让事先给吃了 不把这主管送入监狱 你不会有安宁日子过的 明白吗 因为你手中有他的把柄 这就跟一块石头一样 永远压在了他的心里 你不死 他晚上都睡不着 我将潘江扶了起来 然后按在墙上 一字一顿地跟他说 如果还不明白 那就让他去死吧 但美龄的仇 我怎么都要给他报的 不是多管闲事 而是缘分 也是因果的一种 再不损坏自己的利益情况下 这也是做好事 积德对于风水师来说 是最不亏的事情 而且这主管也确实太禽兽了 不但玷污了别人 还杀人灭口 送他进去监狱 也诟弊好几回的了 好 我听你的 怎么做 潘江终于明白了 要么他死 要么主管死 就是这么简单 我在潘江的耳边 偷偷说了一些话 教给他对付主管的办法 这个主管我虽然跟他素未谋面 但一定是狡诈之人 不然不会杀了人 还能没事这么多年 还有 他应该请了什么泰国高手 无论是假王强 还是炼尸仙 都得有那方面的人介入 潘江估计是被人下降了 所以才看到了假的王强 有些降头可以让人产生幻觉 包括去挖美玲的尸体 出来做尸仙 估计也是别人引导的 这潘江还傻乎乎的 以为自己捡了一大便宜 几乎是白得一尸仙 因为给的钱太少了 后面我把美玲的尸体给安葬了 给他找了一个往生学 风水很好 往生学 就是安葬往死的人 可以让死去的灵魂赶快投胎 对应的木学风水是养尸学 一个散因 一个存因 两种木学风水都很难找 这是潘江花大价钱 寻得的 再配合我的风水秘书 一下子就点出来了 美玲死得惨 必须让他有个好木学 也算是一种补偿 听说往生学直通奈何桥 葬在此处的人 可以直接就去投胎 后面的日子 潘江开始调查那个主管 不查不知道 一查下一条 之前参与埋尸的 不是还有另外三个人吗 他们都是主管的心腹 可他们好像在一年之内 全部都死亡了 不是跳楼自杀 就是出车祸 还有一个死得很离谱 喝水的时候被淹死了 这也不是不可能 只是概率也太大了 一个成年人喝水 被淹死的概率 几乎等于零 很明显 那主管下了狠手 将所有知情人都杀了 潘江是最后一个 听说他勾搭上了厂长的女儿 厂长就一个女儿 有上亿的资产 他这是 要给自己未来 扫清所有障碍啊 这三个人的死 都定位了意外 好像跟主管毫无关系 外行人看不出来 但我一眼就知道 这三个人全是死在了邪魅手上 说白了 就是摊上了灵异事件 有人利用邪罪的手段 瞒天过海 这样杀人警察也查不出 看手法 不像国内的阴人 或者风水师什么的 应该是泰国的 很有可能是什么邪僧 要知道 练事先本来就是邪术 参与这个的 哪会是什么高僧 分明就是邪僧 他应该还为虎作娼 帮主管杀人了 潘江很庆幸遇到了我 不然的话 他就是最后一个死的 而主管则会高枕无忧 安安心心地吃他的软饭 因为事先杀人 警察查出来也没有用 更别说根本不可能查出来 潘江在我的帮助下 开始反击了 他搜集了很多主管的坏料 然后发给了厂长的女儿 这王八蛋 以前没少玩过女人 几乎厂里一半的女人 都造了他的毒手 潘江非常了解这些事情 他花钱把之前所有的女人 都召集了起来 一起控诉那王八蛋主管 还有许多黑料 一起都寄给了厂长女儿 我要让他身败名裂 他想吃软饭 但这一碗软饭 我可不想让他吃得那么安稳 没过多久 他果然出事了 厂长的女儿把他甩了 好像这事还传到了厂长的耳朵里 厂长勃然大怒 直接将他给开除了 主管钱财两空 身败名裂 他突然什么都没有了 主管是何其阴险之人 一下子就猜到了 是潘江干的 当天晚上 潘江又出事了 他打电话给我 说他本来只是喝了一杯水 可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喉咙 突然卡出了很多圣人的头发 一团团的 又黑又长 还有很多粘液 极其恶心 他快要被卡窒息了 让我赶紧来救他 我去到的时候 潘江已经没有办法说话了 人奄奄一息的 他的嘴里全是头发 塞我揪出来一团又有一团 好像无穷无尽一样 而且看着很圣人 我摸了一下他的肚子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爬 没喝完的水杯里有异味 好像是浮灰 完了 这小子被人下降头了 好像是浮浆 相比虫祥和鬼祥 这是最邪门的祥头 原理我也不是很懂 但要破这个浮祥 得把喝下去的浮灰给吐出来 我在潘江的印堂上画了一道符 然后用银针刺他肚子 他立刻想吐 但我不让他吐 连忙用手捂住他的嘴巴 然后烧了一道黄符 黄符烧一半的时候 我立刻把符塞进了他的嘴里 潘江痛苦地叫着 嘴巴里面头发好像在燃烧 等符烧完后 我立刻松手 潘江呕的一声 不停地吐头发 后面的头发甚至都带血了 不过他吐出来就好 大概五分钟后 他就没有头发吐了 嘴巴里全是紫色的符灰 很邪门 他躺在地上 大口地喘着气 终于呼吸顺畅了 这水谁给你送的 我敲了一下 饮水机上的水桶问道 这水里面全是浮灰 潘江只是喝了一小半杯 就差点死了 可见这酱头有多么厉害 刚才一个小哥 潘江说道 这时候我连忙看向了窗外 果然有一个人站在窗下 他把衣服扯掉 露出了一身外国的僧衣 然后也抬头看着我 应该就是他了 主管请来的妖僧杀手 那人一脸邪像 不过他是个泰国人 跟我对视一下后 突然就消失在黑夜里了 我还以为 以后会跟他来一场恶战 可没想到的是 这个人好像再也没有出现过 九尾胡师傅说 真正的高手 只要一个眼神的短暂对视 就可以知道对手的强弱 那泰国的邪僧 应该是怕我了 钱可以再挣 但命只有一条 他的福将 等我几分钟就破解了 他心里也应该有数 而且这不是泰国 遇到高手 自然是要暂避锋芒 而潘江又躲过了一劫 没有了帮手 那个主管就基本上算个屁了 我招来了被他害死的 那三个人鬼魂 每天晚上都去吓他一次 他很快就开始崩溃了 几天时间不到 他就精神失常人疯了 常常不穿裤子的 跑到街上游荡 还随地大小便 见到穿黑衣服的人 就说是鬼 吓得抱头鼠窜 我也曾经想过 招美玲的鬼魂 可根本做不到 他的魂好像不在了 也有可能 已经被灭了 事先是个邪术 被封印进体内的魂 或许永远都得不到救赎 也有可能是被我的八卦 给斩杀了 潘江将八卦 扎进了他的心脏 大概三天后 就有精神病院的人来抓他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报应 那辆车中突出了车祸 其他人都是轻伤 就是主管死了 有人说他尸体很奇怪 眼睛睁得大大的 好像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事情 他似乎是被吓死的 圣人的还不止这些 那些受伤没死的人员说了 当时好像 突然有个女人趴在了挡风玻璃上 那女人脸色苍白 念慕猙獰 特别恐怖 他看着主管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才出了车祸 可是后来调查 根本就没有什么女人 行车记录仪 也没有拍到任何女人 曾经趴到过挡风玻璃上 这是当时传的沸沸扬扬 有人说 这些医护人员也得了精神病 让他们去检查一下脑子 可他们全都正常 反正不管怎么样 主管是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他死了 希望下到阴间可以继续受苦 其他人的大仇也终于得报 试完之后 潘江在我的劝告下 选择了去自首 不然的话 他就是下一个主管 冤有投债有主 一个都跑不掉 而且他也没有主管 那么绝情阴险 时常受到良心的谴责 所以最后还是选择了自首 他给我留了三万块 然后就去了警察局 后面好像被判了十年 具体我忘记了 不过他表现好的话 应该可以提前释放出来 他这个年纪的话 出来也还可以 潘江是唯一一个活着的人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命大 不过 我又收获了一枚铜钱 真是可喜可贺 事情也算完美解决了 该死的人都死了 潘江也算得到了救赎 不过没有我的威逼 估计他也没有 那么利索地去自首 至于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那就是真假王强的事 其实啊 压根就没有什么真假王强 那个卖潘江失先的王强 其实就是用降头的僧人 因为 后来我回去查过了 其实福将最大的作用 就是让人产生幻觉 扰乱别人的心智 估计泰国所谓的高僧 就是不想暴露身份 经过调查后 他想用潘江出国兄弟王强的身份 于是就用福将迷惑了潘江 让他产生幻觉 所以潘江就把那个僧人看成了王强 说巧不巧 王强有段时间回国了 还做了手术 变成了女人 所以就有了真假王强这一出 这个高僧 好像一直都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 甚至为了避免麻烦 全都没有亲自动手杀人 后来估计是狗急跳墙了 所以才用了福将 你看他用福将 我一下子就看出来 这种手法太明显 内门人一眼就能知道 对他来说是很危险的 所以他杀人归杀人 能不暴露自己 就不暴露自己 最后要不是我们搞的 那个主管狗急跳墙 估计他还不会现身 办了这件英试后 我又瘦了三万 不过有三个亿的我 已经对钱没有感觉了 而且每天起床的第一件烦心事 就是这钱该怎么花 可我还没琢磨明白呢 第二晚上就被九尾狐师傅带了出去 我突然感觉有点心慌 总感觉我这三亿都没了 我的预感没有错 九尾狐确实要帮我花掉这三亿 他要我买房子 把整个小区的所有楼都买光 这还不是最要命的 最要命的就是 这片楼区其实是凶宅区 这楼盘还没盖好的时候 就出现过了人命 死了九个人 后来停工了 停了大概一年多 那房地产的老板也是真厉害 好像花钱买通了人 又开始重新开工了 但邪门那是再次发生 在楼盘盖好后 又发生了命案 还是死了九个人 于是这楼盘就成了凶宅 连一户都卖不出去 房地产商人只能自认倒霉 让这些楼盘成荒 因为根本不会有人买 后来听说有个高人来过 在停车场的位置 挖出了九幅棺材 但棺材没有带走 他将九幅棺材 埋在了小区的九个位置 形成了一个阵法 叫九星连珠 这个小区地煞太凶 风水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楼盘刚刚开始的时候 开发商肯定找人看不风水 但这个风水先生差点倒横 风水是没问题 但这个地有问题 听说这个地方 在古代是刑场 死的人多了 形成了一股煞气不散 直接影响了风水 所以才会这么凶 有些风水是摆在那里的 可以看得见摸得着 只要稍微学进一点 都能完全掌握 但有些风水是看不见的 这就考验风水式的倒横了 可小区周围埋了棺材 谁还敢住啊 而且刚刚好挖出九幅棺材 每次都死九个人 这是邪不邪 房子是真金白银买的 谁那么傻逼 非得买凶宅 还有人说 这小区地下封印着什么 九幅棺材是用来阵风的 高人趴下着大家 所以没敢说 随便找个理由敷衍过去了 不管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的 要我拿三亿买一处凶宅楼盘 九尾狐疯了吧 三亿投资什么不行 非得投资凶宅 买一套不行 还得买下整个楼盘 你虎啊 可这时候 九尾狐师傅却缓缓说道 那个挖出来九幅棺材的高人 就是你爷爷 九尾狐的话 让我极其震惊 这个挖出九幅棺材的人 居然是我爷爷 不过这个楼盘也有些年头了 因为是死过人的凶宅缘故 到现在都没有卖出去 估计开发商也放弃了 而且如果想改其他建筑的话 只能改火葬场之类的 不然这么凶 改什么都不好处理 死人的话 是会影响生意的 出事的话 那之前投入的资金又打水漂了 而且生意人也有忌讳的东西 总而言之 就是晦气的东西 是人都嫌弃 这个地方 连自个开发商都嫌弃 哪里会有人买 前后十八条人命 是挺晦气的 可一听到那九幅棺材 是我爷爷挖出来的 我立马就来了兴趣 我虽然从来没有见过我爷爷 但他有多大的本事 我是有略微了解的 就凭他留给我的那些东西 我就知道 他几乎是天花板级别的人物 师父 我爷爷挖出那九幅棺材 真的葬在了这里吗 我一边问着 一边朝小区望去 企图能看出一点端倪 可这个小区的风水确实不错 根本没有任何端倪 我也看不出 九幅棺材到底葬在哪些位置 难道是我倒横太低了吗 爷爷果然是YYDS 九尾湖点了点头 没错 当初你爷爷在停车场的位置 挖出了九幅大红棺材 然后又葬在了这个小区的九处 目的就是想压住某些东西 某些东西 是什么 我皱起了眉头 然后紧张地看着脚下 难道说 这个小区的地底下 针锋印着什么邪灵 可九尾湖却摇了摇头 说他也不知道 可这九幅棺材 却大有来头 每幅棺材里面 都葬着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就是这样 才震得住下面那个东西 按照九尾湖这样说的话 那这小区真的凶 如果是普通的凶宅闹鬼的话 那我还不怕 可下面封印着大家伙 那买了不是玩毒则吗 那三一我都怕不够赔 而且我很好奇 那棺材里面所谓的大人物 到底都是些傻人 为什么会被埋在这里 九尾湖双手抱胸 冷冷地看着荒芜的楼盘 你放心 买了这个地方 绝对只赚不赔 就算是凶宅 也绝对让你赚得盆满钵满 资金翻倍 我不会坑你的 说完后 九尾湖绝美的脸看着我 又补充了一句 这是你爷爷留给你的宝藏 本事你是有了 但人始终是人 没有足够的钱 很难搅动这红尘 让世人俯首称臣 我愣住了 这凶宅楼盘 是爷爷留给我的宝藏 确定是宝藏 就这个地方 我估计改成火葬厂 还能正常运营 其他的无论任何建筑 都应该是倒贴钱了 我想破脑袋 也想不出 怎么把这里变成宝藏 这里其实是很出名的 不然我也不会知道 毕竟我才来这个城市没多久 九尾狐让我别管 先买下来再说 就算我不相信他 也要相信我爷爷 这个楼盘虽然凶 但绝对不会亏 这是九尾狐100%确定的事 师父都这样说了 我还能说什么 自然是要听师父的话 我决定了 把这个楼盘给买下来 我倒要看看 这楼盘凶宅 能得我怎么创造宝藏 这个楼盘其实挺贵的 如果没死人 成了兄弟的话 按照现在的估价和地段 至少得八万一平 如果整个楼盘一起买的话 几十亿肯定是要的 这个小区很大 占地面积很广 这个价钱绝对是值少不多 可惜啊 出了人命 挖出棺材 基本上这楼盘已经废了 我找到开发商 说要买这个楼盘 那开发商高兴的 差点把假牙都笑了出来 不过我给的价格并不高 能卖就卖 不能卖那就拉倒 让他砸手里吧 开发商好像最近 刚刚手头有点紧 思量再三后 他卖了 那楼盘太凶 会气得很 这么多年了 开发商几乎看都懒得去看 死的人多了 他心里也有阴影 没想到还会有人来买这个楼盘 能出手就赶紧出了吧 赚回一点好过全亏 最后 我跟开发商签了合同 一二 五亿买下了这个楼盘 剩下的五千万 用来翻新那个楼盘小区 不然太慌了 很多蛇虫鼠蚁 甚至有些鸟 都在房子里搭窝了 这楼盘也不负他的盛名 果然又出事了 不愧是最出名的楼盘兄弟 几天不到 又有几个工人 在房子里面上吊死了 死相都很诡异 眼睛睁得大大的 表情极其惊恐 好像死前见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 这一下又炸开锅了 之前死九人的传闻再次兴起 现在只死了几个 后面肯定还会死人 于是 所有工人罢工 宁愿不要钱 也不接这个活 太吓人了 给他们几个亿也不干了 还是小命要紧 这也确实不怪这些工人 都是赚辛苦钱的 现在又死人 他们哪里还有胆继续工作 死的那几个人 我查看过了 完全没有任何阴气和邪魅之息 看上去好像不是鬼干的 他们就是自己自杀 但这种事是绝无可能的 他们只是勤勤恳恳干活的工人 家里有老婆孩子 没什么事 不可能去上吊自杀 一个还解释得通 几个的话就有点邪门了 说实话 别说他们 连我都感觉有点头皮发麻 因为这个事 明明就很邪门 但我却看不出一点端倪 这还是头一回出现这种情况 这地方到底是怎么回事 后来很无奈 我只能被迫停工 而且作为老板的我 还给警察调查了很长时间 但查不到什么 就只好放弃了 可从此以后 这里好像成为禁地了一样 根本没人愿意来 工人也招不到 再贪钱的人也怕死 估计那开发商都笑晕在厕所了 幸亏他提前把这个烫手山芋甩了出去 一旦招不到工 那基本上就完蛋了 就算你把楼盘拆了间别的 你也得找工人 可工人不愿意来 那这基本上就成为荒地了 可九尾胡雀说 既然招不到人 那就招鬼 有钱能使鬼推磨 重修个楼盘还不简单 招鬼 修楼盘 这特么的 靠谱吗 人力为公很正常 但招鬼来修宅子 这正常吗 鬼能帮你干活 我好像还是小乔的九尾胡 他的本事之大 直接超乎了我的想象 他让我去一个乱葬岗挖骨头 把骨头熬成汤 还有准备挤车死人前 等午夜降临就行 乱葬岗的骨头 可不是什么普通骨头 那是人骨 人骨熬汤 很明显是被鬼喝 我照做了 找了一个比较大的乱葬岗 听说在古代的时候 这里是战场 下面全是被掩埋的尸骨 有时候阴天晚上路过的时候 还能看见阴兵戒道 极其圣人 这种乱葬岗是最煞的 会有很多恶魂 可我一点都不怕 还挖出了几箱尸骨 晚上的时候 我将这些都熬成了汤 虽然是人骨 但熬出来的汤很香 跟其他的动物骨头汤一样 不过我没用佐料 而是用了阴符之类的东西 我把这些人骨汤搬到了楼盘处 还有买了几车死人钱 都一一摆放在了楼盘周围 等待夜幕的降临 大概午夜十二点的时候 九尾狐出现了 他二话不说 开始施法 一道白光从他的身上迸发了出来 腰风大起 周围的空间开始压缩 空气都好像变形了一样 极其恐怖 此等腰力 何其厉害 这就是九尾狐仙吗 而且 这好像只是他的简单做法 如果完全发挥实力 那该有多强 幸亏他是我的师父 不然遇到他的话 我不觉得自己有任何身份 这时候我突然听到了 吱压一声 好像有门打开了 但风很大 吹得我眼睛都撑不开了 还有白光 等我视线恢复 腰风慢慢散去的时候 周围已经出现了很多鬼 这些鬼跟骷髅一样 又黄又瘦 而且面目猙獰 看着很可怕 鬼气从他们的身体上蔓延出来 好像雾一样 鬼的数量很多 他们的脚上还绑着锁链 身上好像有什么咒术一样 看上去都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 这些 好像都是恶鬼 难道是恶鬼道 九尾狐居然强行打开了恶鬼道的大门 听闻恶鬼都是最大恶疾之人 死后被罚下恶鬼道受苦 一年只能吃一顿 其他时候都是饿着的 也就是鬼节那天 鬼门关大开 恶鬼们才可以逃出来 大吃一顿 这是应间的规矩 也是一种秩序 九尾狐居然无视这种秩序 将恶鬼道的门强行打开了 不会出事吗 别慌 出了什么事 我一律承担 把人骨汤分给他们喝 还有这些纸钱 九尾狐说道 师父的命令 我不敢违抗 全都一一照做了 那些恶鬼看见吃的 简直跟疯了一样 喝着人骨汤 差点把碗底都舔破了 不过不管他们怎么馋 始终保持着队伍 没有争 也没有抢 因为他们也知道 能吃喝一顿不容易 如果再闹事 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喝完人骨汤 我还把纸钱烧给了他们 这些钱在鬼节那天 他们可以出来大吃大喝一顿 还是很不错的 有钱能使鬼推磨 这句话一点也没有错 恶鬼们收了好处后 居然开始跟人一样工作了 而且速度还不赖 甚至比人还能赶 接下来的日子 我们一直都是孤恶鬼干活 而且速度比人快了十倍不止 很快这个楼盘就被修复和翻新了 效果非常好 我不但节省了成本 还节省了时间 毕竟死人钱跟真钱比 还是差不少的 还有人骨 我到处找乱葬赶挖就行了 这周边的荒山野林也不少 这还是挺容易办到的 完工那天 九尾狐让我三寇九拜地给他们上香 指前烧了一车又一车 他说 情鬼容易送鬼难 最后的工作一定要做好 不然会留下很多麻烦 我自然不敢怠慢 跟对待亲爹一样 对待那些恶鬼 一番折腾后 直到天亮计较了 才将他们全都送走 一直不留 恶鬼跟普通的鬼魂不一样 他们很凶 而且很馋 一旦遗留人世间 会到处吃人 那可是大祸 楼盘终于重修好了 虽然是找鬼修的 但结果都一样 甚至比人工还好 就是有点 吓人 本来这楼盘就够邪了 几乎成为了当地的恐怖传说 我请恶鬼 来修房子 有时候会被人看见 于是 这楼盘就更加邪了 还登上了一些灵异论坛和贴吧 很多人传得沸沸扬扬 现在就算胆子再大的人 也不敢经过 更加不敢靠近 所以 我这个楼盘算是彻底死绝了 别说卖出去 估计我倒贴钱也没有人要 都说这个楼盘全是鬼 是连通地狱的 一到午夜 猛鬼会全部出拢 我算是有点哭笑不得了 那这样子下去 我还怎么回本 估计连裤子都得赔掉 房子没人买 我留着 难道能升值 可这是凶宅啊大哥 谁他妈要 估计一百年后 也没人敢买吧 那时候我都敲辫子了 可九尾狐却说 从一开始 他就没想过 让我卖这个楼盘的任何房子 他让我租 租 这我就更加不解了 这种凶宅楼盘 有人敢住进来吗 怎么做 九尾狐这时候 又说出来让我诧异的话 他说 正常租当然没有人 他让我免费出租 一分钱不要 不过啊 房东有事的时候 租客必须有求必应 否则 后果自负 我一听人都差点傻了 免费出租 这不但不赚 还得免费亏本 这是爷爷留给我的宝藏 到底是爷爷坑我 还是师父坑我 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啊 这三亿 不会是打水漂了吧 买楼盘加上重修翻新 三个亿已经花得一干二净 虽然是找鬼干的活 但买材料也花了不少钱 三个亿是一分不留了 攀匠给了几万 也用来买了死人钱 我从一夜之间 回到了最初的模样 看着很有钱 实则穷的一批 这个楼盘根本赚不到一毛钱 还得倒贴 我特么人 差点没了 可九尾狐让我别急 有些事情 得慢慢来 钱会赚回来的 但得以另一种形式 没有办法 我只能谨遵失命 含泪贴出了免费招租的告示 可就算是免费 这种凶宅 应该也没有人敢来住吧 死过这么多人 是人都害怕 但我错了 大概三天后 有人来入住了 还是两个 我本以为这么凶的楼盘 就算是免费 也不会有人来入住 可几天后 真的有人来了 而且还是来的两位 第一位是个老乞丐 他虽然穿得破破烂烂的 但是着装还算干净整齐 拿着个破碗 年龄大概六十岁 手煮着拐杖 他来了以后 看了我一眼 神色顿时肃然起敬 不过没有多说什么话 他掏出了两枚铜钱 然后扔在了破碗中 铜钱发出了响声 他好像在占卜 是这里了 铜钱落定后 老乞丐自言自语道 然后问我 这个房子可以给他住吗 是不是免费 虽然是乞丐 但我也不能歧视他 告示已经贴了出去 说免费就是免费 我也没有说什么 给了他钥匙 让他随便挑一套住 反正这么大的楼盘 多的是房间 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说来奇怪 这个乞丐居然挑了第四栋 四层 房间号444 而且这个房间特别离谱 是朝南向西 一般来说 住宅不会出现什么 444房间的 更别说朝南向西了 难为白虎 是大兄位 西就是归西的意思 到底是哪个大聪明 设计出这种凶房的 本来我还不知道的 因为之前没有仔细看过 也是老乞丐挑了我才知道 更诡异的是 这个老乞丐 好像就是奔着这种房间来的 他想都不想 直接选了这个房间 还一副很高兴的样子 我劝了一下他 说这种房子不好 风水太差了 让他换一间 反正楼盘这么大 有的是房子 何必住这种 可他却摇了摇头 坚决不肯换 说就要这间 他舞弊三缺全饭 家人死绝 自己又穷又苦 能住上这种凶房 真是上天眷念 这样他就能多活几年了 我一听这老乞丐的话语 立刻明白了 应该是内门人士 多少有点倒横的 怪不得上来 就选444 于是我也只好作罢 随他心意而去 最后临走的时候 老乞丐突然跪下了 朝我拜了几拜 还磕头 这我哪受得起 连忙想将他扶起来 可他却重如泰山 以我的力气 居然无法将其轻松扶起 高人 我心里咯噔一声 顿时明白了 眼前的老乞丐绝不简单 按照正常来讲 一个这样的老头子 我单手都能将其撑起 可这个老乞丐 他不想起身 我根本挪不动他分毫 老乞丐磕完头后 自己就起身了 不过还是对我千恩万谢 不然以他的年纪 估计得饿死街头 特别是冬天 如果没有地方住的话 以他的身子骨和年龄 肯定熬不过去 道谢王后还对我说 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找他 他拼尽全力也会帮我 以此来报答我的恩情 绝不推脱 我苦笑了一下 问他会什么 毕竟是一个年纪大的老头 我真不知道他还能干些什么 更别提什么报答之类的了 他可是个乞丐 可老乞丐却语出惊人 他默默地说出了两个字 杀人 听到了这两个字 我惊住了许久 因为他不像是在开玩笑 两眼的凶光和杀气极其恐怖 完全不像一个老人家 反应过来后 我笑了 他也跟着笑 好一个爷爷留给我的宝藏 我懂了 全都懂了 九尾狐没有骗我 我走了 没有再问什么 老乞丐也关上了门 安心住在这里 这个小区楼盘有一个优点 那就是安静 因为没有人 特别适合那些孤寡 又喜欢安静的人 独来独往之人的最爱 除了老乞丐 还有一个女人 她是赶尸的 来自湘西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她就赶着两具尸体来了 一男一女 尸体的身上有香味 衣服之类的秘书 怕尸体腐烂了 那两具尸体跟僵尸一样 一蹦一跳 浑身僵硬 脸白得跟面粉一样 额头上贴着两道黄服 穿着阴森森的兽衣 和电视里看到的一样 听说他们是一对情侣 出的车祸走的 死得很惨 病遗车送了几次 也出车祸了 司机总说 有人用手蒙住他的眼睛 于是就出事了 这种是懂的人都懂 于是再也没有病遗车 敢接这个活了 万不得已之下 只能找敢诗人 敢诗人是一个古老的职业 在古代的时候 由于交通不发达 客死他乡的人 又想落叶归根 于是就诞生了 敢诗人这个职业 特别有一些邪师 鬼师非敢诗人不可 普通人送了必半路惨死 因为有些尸体本身有怨气 会途中杀人 可是近代交通便利后 敢诗人这份职业 就开始没落了 而且年代变了 都相信科学 迷信之类的东西 大家都嗤之以鼻 不过有些东西你不得不信 就比如这对情侣 不请敢诗人还真的送不回家 敢诗人我知道 但是个女的我就很费解了 女子体阴 容易招邪 会引起尸体的失变 况且非常不方便 敢诗路途遥远 万一来了 越是怎么办 所以敢诗这门绝活 在古代都是传男不传女的 到了现代 居然有女敢诗人 这个女的大概二十多岁 长得挺年轻漂亮的 她戴着一顶斗笠 身产有符咒的皮挂 左手符 右手铃铛 背上插着一把桃木剑 而且剑身是黑色的 很罕见的法剑 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 桃木剑有黑色的 算是孤陋寡闻了 这个女人说她叫方婷 是一名职业敢诗人 来自湘西 她的这份职业 很受人歧视 或者可以说是害怕 所以别人觉得她晦气 她上哪都住不到房 经常露宿街头 后来看到我的告示 她就来了 凶宅对于她来说 压根没啥害怕的 她从小就跟尸体睡 胆子大得很 18岁成年里那天 她被师傅扔进了 一幅大红棺材里面 和一个绿毛僵尸睡到了天亮 她什么没有见过 凶宅算个屁 有地方住她就谢天谢地了 不过她跟老乞丐不一样 她有正当收入 可以给我房租不白住 她师傅教过她 不能白占人便宜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她有个地方落脚就行 可我却摇了摇头 不 我不收钱 爷爷说的宝藏 我已经完全理解了 这些全都是啊 如果收钱 那我就违背了师傅的意思 还有辜负了爷爷的好意 我坚决不收钱 方婷也没有办法 她只能苦笑了一下 按照告示里的约定做 以后我如果有事 她必定深以援手 这是以恩还恩 也是规矩 特别是阴行 规矩尤为重要 她应该比我更清楚 方婷说 别的本事她没有 但详识和感识她精通 以后有关于这方面的麻烦 大可以来找她 绝不吝啬以报诗恩 我点了点头 又笑了 感识人的本事绝对不小 更何况还是一名职业的感识人 从小到大都与识接触 别看方婷的年龄不大 其实我看她感识的手法 就可以判断出她的厉害 这一对情侣尸体 其实怨气蛮重的 可方婷却站立于他们的身后 让其不敢作祟 一般来说 感识的人都站在前面 他们摇动铃铛 和利用符咒 来控制尸体行走 而且也起带路的作用 不然尸体会不认路走乱 可如果是凶尸的话 感识人有可能会被后面的尸体 掐住脖子 而窒息身亡 有些尸体很邪门 感识人也有可能中招 而方婷在背后感识 完全杜绝了这种危险 不过道行不够的话 尸体没法行动 而且容易尸便发狂 可方婷感得很稳 完全看不出尸体有一变 这是一种古法感识 没点真本事的人还真不会 由此可以看出 方婷并不简单 我跟她闲聊了一会 然后就让她挑房间了 她比老乞丐正常 挑的是一栋一楼 她说尸体不好上楼梯 所以要住一楼 一栋靠小居门 方便出行 她挑房子 完全就是按照自己职业特性选的 多位尸体考虑 我把钥匙给了她 然后让她安顿了下来 这小区虽然死了不少人 凶得很 可这两位住进以后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而且住得很舒服 什么样的房子住什么样的人 这话可算不假了 不过我花了三个亿 才换来的小区楼盘 就暂时住了这么两个人 一个老乞丐 一个赶尸美女 两人都有点本事 不是普通人 后面的招租告示 也没见有人来了 不但没有人来 我这个小区还被人称为鬼房 因为总有人看见 有尸体跟僵尸一样 跳进了小区 还听见铃铛声 一个女人用尖锐的声音 不断喊着 死人上路 活人退避 这时越传越凶 于是就被人称之为鬼房了 好像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住在这里 大家都很是害怕 不过倒让我有点哭笑不得 这不就是方婷在赶尸吗 这样倒好 彻底没人赶来了 甚至很多地方都流传着 关于我这个小区的可怕传说 编成了好几个版本的鬼故事 我着实有些心累 也懒得理这个事了 只能让它顺其自然 还有两枚铜钱 就够十枚了 我还在等那两个有缘人 一旦我解禁 那钱就是小事了 现在我不能给别人办事 等于束缚了手脚 回到谷屋后 我发现门缝中有一条纸条 我看了下四周 没见到任何人后 我才将纸条拿了下来 纸条上面写着歪歪斜斜的一行字 请小心 有人要害你 我皱了皱眉头 有人要害我 这个城市能给我带来麻烦的人 应该都死了 陈老爷现在这个鸟样 我猜他已经对我产生了恐惧 不可能再敢来惹我 更何况 他陈家的事都没有解决呢 怎么有时间来害我 他现在绝对在找当年绿他的人 三个女儿都不是他亲生的 这得多大的绿帽子 不找出和他老婆偷情的人 估计他死都不瞑目 纸条上没有署名 我也不知道是谁塞的纸条 这个人应该是好意 可我在这个城市 好像没有朋友 我百思不得其解 到底是谁要来害我呢 我费尽心思 也无法想出来是谁 林一一 你今天有没有看见什么可疑的人 在古屋附近 我进屋后对林一一问道 可随后又苦笑了一下 我好像忘记了 林一一白天只能狗叫了 晚上才能吐人言 想想还挺惨的 谁让他得罪的是狐仙 跟九尾狐比 我感觉自己善良多了 没有 突然 林一一答了一句 说的是正宗人话 我有些惊讶 这小娘们 居然解禁了 看来他的表现 很令九尾狐满意 这段时间 他一直在古屋洗衣做饭 而且不敢有丝毫怨言 因为怕我们杀了他 不然以他的性格 能折腾到死为止 不过恰好是这样 倒是戴罪立功了 哟 能说话了 师父什么时候放你走 我朝林一一问道 这应该才是他最盼望的事 一个被囚禁的拜金女 应该内心很是痛苦 林一一摇了摇头 没敢多话 这些日子 他收敛了很多 也学会了很多 一直都是谨言慎行 因为 他知道了 我跟九尾狐的很多事情 他怕死 不过这样他能走的几率就很小了 别说他 我都怕九尾狐灭他口 林一一虽然是个拜金女 但罪不至死 可九尾狐的手段向来毒辣 可没过多久 林一一却神神秘密地 趴在我耳旁说道 你师父说了 我什么时候说服秦子 跟你自愿上床 我什么时候就可以走 我听了后一愣 这什么鬼条件 再说了 那个秦子是女巫 她要是破争会功力 全尸的 她怎么可能会 自愿将第一次的身体交给我 就算林一一有一百张嘴 也绝对不可能办得成这件事 这 到底是九尾狐在为难林一一 还是对秦子心存幻想 这段时间 九尾狐一直在给我找女人 就是想让我不断体验妻情欲 然后再斩断 让我道心稳固 以后不必受女人的祸害 不过她好像也太猴急了 一个劲地把女人往我这里推 陈家三姐妹的事都没过多久 又要我跟秦子睡 我是这种人吗 九尾狐不但将陈家三姐妹推给我 现在还给陈一一一个任务 只要她说服秦子跟我 那她就自由了 林一一并没有抵抗 反而很乐意接受 她也是女人 女人最了解女人了 而且完成了可以获得自由 她当然愿意试一下 在男女方面 她也不是小白 她的手段可高招 我有点哭笑不得 甚至不知道说什么 而正在洗厕所的秦子 还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 估计她还在想地逃跑的是 她来了以后 日子也不是很好过 几乎分担了林一一一半的活 她脾气没有林一一温顺 所以不讨九尾狐师傅喜欢 日子又怎么会好过 就在这个时候 我听到院子外面有车子的响声 我打开门一看 发现有好几辆豪车停在了外面 没多久就下来了一群人 这一群人一个个都是壮汉 穿着黑色的西服 戴着墨镜 我扫了一眼 大概有十几个 最后下车的是一个中年人 他梳着油头 叼着雪茄 肚男很大 一脸横肉 一看就不像扇茶 这种在像学中就是个狠人 杀父弑母那种 他眉眼一高一低 这叫反骨 容易背叛人 不过他有半分浮相 天庭略为饱满 是个有钱人 为什么是半分呢 因为这种只能富贵一时 后半生极惨 有可能会进监狱或者隔屁了 以前那些出去外面 混出头都是这种面向 不管他做得多大 后面多有钱 后半生都不会好 因为出来混的 都是要还低 走歪门斜道 不可能安稳一生 因为钱赚得不干净 做的事也黑 害人中害己 最后就得还回去 半分富贵就是这样 天庭虽饱满 但终究是缺了一块 看着像我走来的中年人 我心里咯噔了一声 不会是持有铜钱的人吧 这可不是什么好人 万一他让我做什么 伤天害理的事可怎么办 好巧不巧 林一一居然认识这个中年人 还跟他睡过 林一一说 这个中年人叫王天霸 今年大概四十多岁 是本世有名的恶霸 有钱有势 以前他的祖辈是混混 而且是老大级别的 走后给他留下了 大片江山和财产 后来时代变了 王家转型洗白 而且很成功 不过王天霸 依然做一些黑心生意 赚了不少黑心钱 他仗着自己有权有势 横行霸道 骄横跋扈 在这个城市 几乎是人见人怕 他看上的女人 几乎没有得不到的 有人告过他 第二天 对方的律师就被杀了 而且全家死光 在这个城市遇到王天霸 能躲就躲 没人敢惹他 林一一是在高级酒会上 认识王天霸的 后来王天霸看上了他 玩了他一个月 不过玩你就踢了 从来没有给过钱 林一一一个女人势单力薄 就算吃了哑巴亏 也不敢说什么 凭他怎么敢跟王天霸叫嚣 只能作罢 就当自己倒霉了 林一一现在看到王天霸 还是一脸的怨气 可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遇到恶霸 他只能口头上骂一下 然后敬而远之 他让我小心一点 王天霸来找我 铁定没有什么好事 听了林一一的话 我皱起了眉头 这样一个恶霸 来找我干什么 我又不认识他 不会手上真有铜钱吧 没多久 王天霸就走到了门前 然后用烟头指着我问道 你 就是苏杨吗 他的态度很嚣张 对我说话一点都不客气 身后跟着的十几名小弟 也是一副骄横跋扈的样子 虽然穿着黑色西装 一个个跟杀人犯一样 面目可憎 我点了点头答道 没错 我就是 我听说你很勇哦 对不对 王天霸狠狠抽了一口烟 然后喷向了我 但眼珠子却在林一一身上转动 这货 估计完的女人太多了 估计都已经忘记跟林一一睡过 什么很勇 把话说清楚一点 你是爱找茶的吗 我也看着他 脸色变得有点难看 这人到底想干嘛 王天霸冷哼一声 急急不屑 该你娘 我要是找茶 你还能站着跟老子说话 你是不是风水师 我听人说 你很厉害 能不能给老子看看工厂的风水 老子他娘的 建了十几个工厂 几乎全倒闭了 不是闹鬼 就是起火灾 要么就是生意不好 真是晦气 原来是找我看风水的 这个逼也太嚣张了吧 搞得好像 是我求他的一样 这态度请人办事 果然跟林一一说的分毫不差 就是个恶霸 看风水没问题 你有铜钱吗 我朝他问道 铜钱 什么铜钱 事都没办 就想要钱 你他娘的真是个人才 我王天霸他娘的不差钱 给老子办好了 不会差你那点 懂 王天霸指着我的鼻子说着 很明显 他压根就不知道铜钱的事 没有铜钱 没有铜钱天王老子来了 也请不动吗 没有铜钱不办事 请回吧 我二话不说 直接下逐课令 管你是什么人 恶霸在我面前 也休想蹬鼻子上脸 这时候 林一一脸色变了 连忙拉着我的衣角 好像在让我别得罪王天霸 这个男人可不好惹 但我根本不鸟他 没有铜钱 我是不给人看风水的 玉皇大帝来了也不行 哎哟 你小子很拽吗 敢拒绝我王天霸 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是不是吃了雄心抱子胆 王天霸怒了 突然将雪茄一扔 然后走到我的面前 将我衣领揪起 想将我狠狠地踢起来 可我腰不下沉 气韵丹田 那王天霸一个 大肚懒的中年人 根本踢不动我 累得他气喘吁吁 汗如雨下 臭小子 还真有两把刷子 可你惹错对象了 王天霸急了 猛然掏出了一把枪 然后对准了我的脑壳 枪是真枪 就是不知道他敢不敢开了 不愧是本事最凶狠的恶霸 随身带枪 这可真不是闹着玩的 这种恶霸 一般多多少少都沾点人命 事后花钱了事 敢惹他的人不多 林依依也说了 连对方打官司的律师都得死 他能不嚣张吗 王天霸最后开枪了 但打的不是我 而是林依依 我只是个风水师 不是神仙 当枪指着头的时候 一股危险的气息 还是压了过来 但是王天霸没有朝我开枪 而是一枪打向了林依依 碰 一声清脆的枪声响起 林依依惨叫了起来 子弹打在了 他的右肩膀上 血立刻染红了他的上衣 他倒在了地上 面色苍白 表情极其痛苦 眼神里满是恐惧 这个王天霸就是个疯子 如果刚才子弹打中的是 林依依要害 那他就一命呜呼了 林依依不解地看着王天霸 不知道他 为什么要突然开枪打自己 嘖嘖嘖 我想起你来了 你不就是那个林依依吗 可惜了 我王天霸不喜欢玩过的女人 不过小子 你厌服不浅啊 这妞技术不错哦 嘿嘿 王天霸嬉笑着 丝毫没有发觉事情的严重性 林依依这个女人并不讨喜 但她现在怎么说 也是在我苏家 你特么什么垃圾东西 敢动我的人 小子 别用这种眼神看我 你要是不帮我 处理风水上的事 下一颗子弹 我就会打在她的心脏上 王天霸再次用枪口 对准了林依依 好像想用林依依来威胁我 林依依害怕极了 一副六胜无主的样子 浑身都在颤抖 她知道王天霸是什么人 这个恶霸是真的说得出 做得到的混蛋 杀人放火 对于她来说 都是家常便饭 如果王天霸的枪口对着我 那她还安全一点 但她却用枪口 对准了林依依 而她又离我这么近 我一旦出手 她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就她这种大肚懒的中年人 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可我没有杀她 而是点头答应了 杀人简单 但诛心难 况且 她这么多小弟在这里 我不可能全杀了 他们到时候去警局报案 我怎么也得惹一身骚 王天霸有钱有势 我可没有 就算我能脱身 也得给我添不少麻烦 所以杀她不如诛心 这恶霸 估计没少做伤天害理的事 刚刚好收拾她一顿 走吧 不是要看风水吗 带我去瞧瞧 我答应了下来 不过 风水师可不是好欺负的 只有请人看风水 可没有强迫人看风水的 王天霸看我屈服 嘿嘿嘿地坏笑了起来 还搭着我的肩膀说道 这就对了 小老弟 跟着我混 少不了你好处的 走 去工厂 王天霸收起了枪 然后招呼其他人上车 让司机直奔工厂 临走前我交代了林一一几句 让她回去处理伤口 把刀子烧红 将子弹挖出来 不能去医院 因为枪是禁止的 挖出来子弹医院可能会报警 林一一到时候会很难解释 因为她根本不敢得罪王天霸 交代完我就走了 有九尾狐在 其实不用担心林一一 坐上王天霸的车后 一路飞驰 在路上的时候 我开始苦思冥想 因为王天霸来找我这时 有点蹊跷 我在这个城市 一点名声都没有 不可能会有人找上门 除了那些手中有铜钱的 因为跟铜钱一起的 还有古屋的地址 也就是说 是有人故意 把我介绍给王天霸 目的绝对不纯 因为王天霸不是什么好人 所以 这个人是想害我 我想起了那张纸条上面的字 果然没错 真有人想害我 把我推给王天霸这种混蛋 无疑是推我下游过 我帮他那不是伤天害理吗 不帮 这个恶霸肯定不会罢休 就好像刚才那样 直接拿枪指着我的头 到底是谁 谁想害我 为什么要害我 陈家吗 不可能 陈老爷绝对见到我就怕 我已经在他的心里 留下了巨大阴影 恐惧会伴随他一生 估计看见我就会跟老鼠 见到猫一样 他不会再敢惹我的 连报仇的心思都不敢有 那除了陈老爷 还有谁知道我呢 我想起了那天在陈家 还有几个人 跟我有纠葛的 当日陈老太太怀蛇胎的时候 陈老爷还请了四个人 一个瞎子 不过已经被我杀了 还有一个年轻人 叫什么林少 在他旁边的是一个老人 这两人是一伙的 并且与我结下了仇怨 林少曾输给了我 还给我下跪磕头了 听说他是什么风水大家族的人 不可能咽得下这口气 临走前的时候 还放狠话 让我小心一点 这个城市 听说有四大风水家族 都很强盛 靠风水发家 不过 我好像已经得罪了俩 之前那个徐峰 也是风水大家族的 但已经让我给杀了 徐家虽然到处搜刮我 但根本没我踪影 也不知道我是谁 这个林少 也是风水大家族的 应该就是他要害我 我的分析不会出错 除了他 不会有谁了 除了这三个 还有一个大胡子 他叫秋胜 他应该不会害我 因为从他看我的眼神中 只有敬畏 或许 纸条是他写的 没想到 来这个城市还没多久 已经得罪了两个 风水大家族的人 还都想置我于死地 这个林少 比徐峰还阴 知道不是我的对手 就在背地里耍手段 想通过王天霸来弄我 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估计他都不知道 我已经猜出他 这位幕后黑手了 到了 下车吧 王天霸的声音 打断了我的思绪 跟着他下车 一座庞大的厂房 出现在我面前 不过阴森森的 有点奇怪 小子 我有很多厂 但都生意不好 差点把屎都亏出来了 特别是这间厂 生意不好不说 还经常闹鬼 吓得工人都不敢上班 你说这咋整 王天霸叼着雪茄 对我骂骂咧咧 满口喷粪 我看了一眼四周 阴气四起 南北有残留的湿气 远看这里 就好像一座坟山 虽然很多地方被填平了 但不难看出来 这特么的 以前就是一座坟山吧 我问王天霸 这是怎么回事 把木山建厂房 没搞错吧 这能有生意 就见鬼了 哦 不对 这地方确实能见鬼 王天霸应该没有夸大其词 坟山之上盖什么建筑 都容易闹鬼 王天霸说 我是不是脑子有包 这场只能盖在郊区 市区肯定不让盖 可哪有那么多地 所以只能强行霸占 离这不远的村民 祖祖备备坟山 卧槽 还是强行霸占的村木 你特么的是 恶通天转世吗 王天霸并不以此为耻 甚至还以此为荣 说那些傻鸟村民 一开始还不同意 要跟他拼命 可淳朴的村民 哪是他的对手 这家伙让人放火烧村 还故凶打人 而且报警也没有用 多的是人替他顶罪 久而久之 村民们也没有办法了 只能拿着王天霸 给的微薄补助 重新给仙人挪个坟 不然这样折腾下去 活人都得死 就那死人也没有意义了 呵呵 一群傻鸟村民 还敢跟我斗 老子有的是手段 小老爹 帮我搞搞这里的风水 好了以后 我不会亏待你的 王天霸开始给我承诺和画饼 但我有预感 这货估计比陈老爷还老赖 零一一他都白嫖 能给我钱吗 不过没事 我压根就没想过 给他正经搞风水 恰恰相反 我要让他比以前 赔更多的钱 甚至要他无比倒霉 吃方便便没有调料 喝凉水都塞牙那种 杀人诛心 最为致命 行吧 风水这方面 我在行 你放心好了 我露出了一个 人畜无害的微笑 但这个微笑 比任何锋利的刀都要理 呵呵 坟山 这地方一旦激活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很多村子里的那种祖坟山 都是祖墓 不知道传了多少带那种 埋下的尸体 都不知道有多少巨了 其阴气可想而知 如果你是村子的人 那大可相安无事 但你是外人的话 那就是大凶了 怪不得他这个场子闹鬼 现在木山变成了场子 但其音味觉 残木在场之下 只要把其荡成木的风水来调 一样可以完成我的计划 场是王天霸的 有什么因果 都会抱在王天霸的身上 当然了 前提是我要让这被霸占的坟地 变得极其凶 不然还不一定能收拾这个恶人 我掏出了罗盘 然后开始分挂 正所谓一挂管三山 二十四山项 皆在乾坤之内 木山 最重要的是山项 风水上有分金刹一线 富贵不相见的说法 说的就是山项的重要性 一线之差 尚且有平复之别 更何况像都不一样了呢 现在对应山项的 就是这个场的场门了 场门很大 朝向北 其实没有多大问题 但我开始忽悠王天霸了 这个门不对劲 得改成西南方向 这门的位置就招阴 晚上估计一大堆鬼会涌进来 能不闹鬼吗 我开始乱说一通 不停地忽悠王天霸 其实他现在的门没有问题 如果改西南的话 那就凶险了 西南正在阴气最重的地方 这会是真的招阴了 工厂不但会闹鬼 其主人还会破财 甚至倒霉透顶 王天霸还真信了 立刻就叫人来拆了门 然后重新装上一扇 除了门 那就是周围的花草树木了 我说这些不能留 得全部都清除干净 植物招阴 留下来就是招鬼的 千万不能留 这个也明显是骗他的 因为目的 不管是什么立项 只要周围寸草不生 那此地必为绝户 你就算是龙学都没用 这是定学的铁律 二叔送我来的时候 就已经说过了 千万别给手上 没有铜钱的人办事 要集齐十枚铜钱 才可以解禁 到时候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所以我不是真的 在给王天霸办事 都是忽悠他的 说的话没有一句是真 话而言之 我现在其实就是一个神棍 相反的 我还要整得他浑身都有麻烦 这就不是给他办事了 这是弄他 王天霸傻乎乎的 还以为我真的屈服了 对我说的话深信不疑 将场周围的花草树木 都给拔了 这风水一下子就坏了起来 无花无草 那就是绝户 因为风水之中 也讲究生命之源 除了山水之间的堆砌和配合 花草树木也都有讲究 得了 这场估计一个星期内就要破产 开场的主人也不会好过 闹鬼也会比以前更凶 山木最晦气的地方 就是你永远都无法清光阴气和湿海 因为底下埋藏的地方 太久太深了 就算你光线特别好 一年365天都有光照 但一入夜 邪魅还得生 闹鬼那也是家常便饭的事 说白了 开木山就不适合建一些活人常用的建筑 可以改为火葬场或者屠宰场 但有两样是比较特殊的 一是学校 二是警察局 学校人多 洋气族 可以镇住庞大的阴气 所以很多学校都是以前乱葬岗 或者山木改建的 虽然蛮多校园都流传着很多灵异鬼故事 但真实闹鬼的基本没有 都是人为编的 警察局则是有凛然正气 一般的邪魅还真不敢惹 除了这两个建筑 其他的就不要自讨苦吃了 这王天霸霸占人家的山木建厂 本身就不是道德的事 风水能好吗 这不是因上加因 这个傻鸟还敢威胁我 我得好好糊弄一下他 小子 你说的话我都照做了 要是我这场还不能翻身 我就把你的脑袋打成马蜂窝 王天霸对我恶狠狠地说道 我拍了拍胸脯保证道 你放心 改了这些毛病后 风水肯定变好 你这个场啊 我保证闲鱼翻身 说完这句话后 我心里暗喜 特么的闲鱼翻身 不还是闲鱼吗 改了这个场的风水后 王天霸还是没肯放我走 接下来的时间 他带我去了几个场 全都是亏得差不多要倒闭的 这家伙是真的恶霸 几乎没有一个场正常的 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个 一个场是他拖欠人家工资 一个员工跳楼自杀了 之后就一直闹鬼 车间经常会有人被吓晕过去 导致无人赶来这里上班 这个场基本就废了 后面又跳楼了几个 王天霸到现在 都没有把工资给人结清 妥妥的江南第一额霸 我一走进这个场 顿时遍体声寒 阴风从脚底吹起 头皮发马 一般来说 闹鬼的地方都是阴风阵阵的 但很少有阴风从脚底吹起 这样的地方 基本上是大胸铁定有利鬼 我退了出去 没有再走进 有鬼关我屁事 我又不是来给他抓鬼的 进去如果被鬼缠上 那我还得麻烦 虽然有鬼 而且愿从王天霸升起 本应是厉鬼找王天霸所命的 可王天霸还敢带我来这里 说明他没有被鬼害过 我也曾奇怪过 正所谓冤有头债有主 这厉鬼应该找王天霸报仇才对啊 怎么这次根本没事人似的 还敢来 可后来我就明白了 因为王天霸身上的恶 杀猪将无鬼赶进 屠宰场的老师傅 邪魅竟怕 九战沙场的将军 也是让很多鬼怪闻风丧胆 因为这些人杀孽众 有恶气 手上沾着生灵的血 鬼怪怕恶 比如杀猪将的杀猪刀 将军的宝剑这些 都是可以杀鬼的 鬼怪见了胆战心惊 只会远远逃离 王天霸是彻头彻尾的恶人 身上有股力气 甚至比这些鬼身上的怨气都重 这些鬼就算想害他 也不敢靠近 除非是红体怨灵 一旦利鬼遍体生红 那才是怨气冲天 杀人不眨眼 不过这种鬼很少 出现一只 那必定是血流成河 之前我用咒 让王雪爷爷成为了这种鬼 但风险也是很大的 而且几乎耗尽了我所有的法力 让我跟肾虚一样无力 还有 王天霸好像并不是很怕鬼 加上他是一个恶人 那一般的利鬼 也真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正所谓人怕鬼三分 鬼怕人七分 不是没有道理的 王天霸带我来的意思很明显 就是想让我驱鬼 不然这场老是闹鬼 那迟早倒闭 都没人敢来上班了 我说这个简单啊 在场周围众多几棵榕树 槐树之类的 在门前挂风铃或者铃档 这样辟邪 一个月不到 鬼应该就自己走了 榕树是巨鹰最厉害的树木 加重榕树必生邪 以前我村里就有一棵老榕树 说家里 如果死了亲人 在头七那晚十二点 爬上榕树顶往下看 就可以看见死去的亲人 但你不能出声 如果听到有人叫你名字 更是不能答应 不然会有东西 在树顶推你下去摔死 倒不是亲人要害你 而是榕树周围还有别的鬼 它们在找你当替身 其次就到槐树了 这种树可以种在墓地 能让风水更好 但种其他的地方容易招鬼 不然它也不叫槐树了 这种树在古代都很邪 不受人待见 风铃或者铃档 就不用说了 招音惹鬼利器 电视里也经常看到 风铃一想 特么的鬼就来了 这些东西 能让场里的怨魂更加厉害 它们最后能不能杀死汪天霸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 如果真弄上了这些东西 那这个场二十年内 应该都不会有活人赶进了 这个场其实开得非常好 下次别开了 不发工资压榨工人 开尼玛的工厂 人渣 王天霸没有怀疑我 因为他觉得 我不敢糊弄他 他有人有枪 有钱有势 我只不过是一个 二十岁出头的风水师 怎敢与他作对 难道我不怕落得 跟灵一一个下场吗 所以他很相信我 就算我不行 也是能力问题 他绝对想不到 我在忽悠他 这是第一个 让我印象很深的场 因为场影有厉鬼 怨气和阴风都很大 而且也让我明白了 王天霸有多么可恶 压榨工人 不发工资 这妥妥的人渣 这种人不死 老天是真没眼 还有第二个场 这个场更厉 里面有一只红衣女鬼 她穿着红衣红裙红鞋 浑身都是怨气 她在场门左边站着 不过普通人看不见她 王天霸说 这个场也闹鬼 而且闹得很凶 经常有人莫名其妙死掉 不是被机器压扁 就是吊死在了场顶上 她还找过人来驱鞋 但没有用 那驱鞋的走时候 少了一只手臂 钱没收就走了 还说是王天霸自己遭的孽不说 差点就害死她了 说起这个造孽 王天霸倒老实承认了 说她之前看上了一个场妹 但那个场妹不同意 可王天霸看上的女人 怎么可能会让她跑掉 于是她就吓要 把她场妹给上了 还拍下了视频和照片 威胁那个场妹以后跟她 可场妹都快要结婚了 怎么会同意王天霸的要求 她不想对不起老公 于是就辞职离开了 可王天霸不是善查 忤逆她的人 那肯定不会有好下场 在场妹结婚的当天 王天霸在现场播放了 她和场妹的视频和照片 让场妹颜面扫地 场妹又羞又怒 可又无可奈何 凭她根本斗不过王天霸 老公还不理解她 这婚直接告吹了 可她有什么错 当日王天霸不择手段 对她下药的受害者是她 没几天 场妹就穿着一身红 在场的宿舍跳楼自杀了 死前穿红衣 那是为了变成厉鬼 她要王天霸血债血长 化身厉鬼 娶她狗命 可王天霸不怕鬼 而且恶贯满盈 手上也沾了 不知道多少条人命 这厉鬼还不一定赶进她身 场妹还不如生前 想办法杀了她再自杀 死都不怕了 还怕王天霸 就算失败了死掉 也值得 怎么都比自杀好 反正你也只是想报仇而已 这样真是太傻了 红衣女鬼虽然凶 但现在是白天 而且王天霸的力气 不比她怨气低 红衣女鬼 只是面目猙獰地看着王天霸 但不敢出来 只能躲在门后 晚上的时候 或许会好一点 但王天霸晚上肯定不来 所以这红衣女鬼 应该是报不了仇了 王天霸让我帮她这个场驱邪 说按照刚才那个法子行不行 就是挂风铃和重荣术 还有槐术 我听了想笑 这家伙都会举一反三了 根本不知道我这是坑她的 可我有别的主意了 那些东西 确实招阴招鬼 可以坑王天霸一把 但还不够 这个人渣根本不是人 我之前只是想糊弄一下她 让她得不偿失 让她一身麻烦 但我现在改主意了 我要弄死她压的 杀了她 估计都得用替天行道四个字 来赞扬我了吧 这个好人 我不做谁做 我心里一发狠 立刻有了个主意 看老子怎么弄死你 我跟王天霸说 这场里确实有厉鬼 而且是一只红衣女鬼 就躲在门后看着我们呢 王天霸听了后 虽然脸色变了 但并未惊慌 她只是骂了一句臭婆娘 人她都不怕 怎么可能怕鬼 就是变鬼让她赔了生意 真是可恨 确实 人心比鬼可怕 这句话我是认多的 比如王天霸这种 不比鬼恐怖吗 王天霸连忙问我怎么办 能不能将那女鬼杀了 不驱邪的话 这场啥时候才能开起来 我说这简单 虽然这女鬼很凶 但遇上了我 那就算她倒霉 我给王天霸写了一张黄服 让她随身戴着 这黄服避邪很厉害 到时候鬼怪再厉害 也不敢进王天霸的身 可保王天霸安全 正所谓解铃孩虚系铃人 女鬼是因王天霸而死 了结这段恩怨 还得靠王天霸本人 有了这张黄服后 王天霸午夜 拿着古镜于门前罩着 然后呼喊女鬼的名字 一旦女鬼出现 古镜震煞 那女鬼必定动弹不得 到时候 王天霸用手上的黄服 就可以将女鬼杀死 还有 门口正挂剪刀 也可驱煞避邪 我跟王天霸说的这些 都是忽悠之语 没有一个是对的 目的就是要她去送死 送给她的服 是招阴服 就是招鬼招魂用的黄服 古镜是招邪的 特别是有年代的古镜 怨魂的罪爱 除了招阴惹邪 还可以附身其中 驱邪的是八卦镜 不是古镜 倒挂剪刀 可以正煞驱邪 到正卦不行 那是会磕命的 这三样都不是什么好办法 根本没有驱邪驱阴的作用 恰恰相反 这些可能会要了王天霸的性命 王天霸皱了皱眉头 说自己还要她自己上阵 而且她晚上要跟女人睡觉 可没空来这鬼地方 我说这是因你而起 你不解决谁解决 那红衣女鬼怨气太大 解灵还虚系灵人 只有你能杀她 再说了 你不是说你不怕鬼吗 怂了 我用了激将法 而且好像很有效 王天霸同意了 说来就来 生前她随便草着女人 死后她也可以 将她随便蹂躏 生是她的人 死就是她的鬼 敢挡她的发财路 鬼也没有面子给 但如果我的办法没有效 她就送我去见这红衣女鬼 我笑说着没问题 但心里却暗喜 午夜来见鬼和白天可不一样 你能活下去再说 她虽然恶贯满盈 没有鬼敢靠近 但午夜阴气最重 也是鬼最凶的时候 配合我的招音符和古镜等 这红衣女鬼 分分钟能要了她的狗命 后面的场我几乎也看了 但没有这两个场糟糕 我随便忽悠 她几句就走了 这家伙很多场 都不是正经途径来的 不是强抢霸占 就是场里面出过人命 而且都是她造成的 污水等东西 也是胡乱排放 污染环境很严重 有些地方河流水源 都让她祸祸了 我也不知道 她怎么这么大本事 这样居然都没被人查 很多事情都是犯法的 应该进去蹲牢房吧 这个年代 可以讹到这种地步吗 目无王法 我回去以后 果断打电话举报 后面好像演了吴音讯 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家伙是上面有人吗 希望那红衣女鬼将她杀了 免得她到处害人 我是风水师 不是杀手 不可能大庭广众 随意出手杀人 她那么多人跟在后面 我又要保密自己的身份 只能借助一些秘书 或者风水手段 将这个人扎给宰了 回到家后 王天爸让我等着 如果他的那些厂 没有恢复正常 他必来找我麻烦 关于钱的事 他一分没给我 甚至提都不提 果然 他又要白嫖了 跟土匪恶霸一样 不过没关系 反正我也没有帮他办事 只是忽悠了他一番而已 进了家门 发现地上全是沾血的棉布 还有酒精和药的味道 一颗子弹 带着血放在了地上 林一一按照我的吩咐 没有去医院 而是在家把伤口处理了 帮他挖出蛋头的是琴子 他还用了巫术止血 将头发敷了上去 口念咒语 有些怪异 但血真的止住了 我不知道原理是什么 不过看着很邪门 他的手法和咒语都怪怪的 我是一点没看明白 应该是国度问题 但头发止血 真的挺耸人听闻的 可真的有效就不可思议 而且 林一一一点都不痛苦 后面琴子给林一一缠上了绷带 这伤口算是处理完毕了 不过林一一脸色苍白 嘴唇无色 人很是虚弱 你没事吧 林一一看着我 突然问出了一句 对于我来说莫名其妙的话 中枪受伤的好像是他 他还问我有没有事 不过随后 他又补了一句 说给王天霸办事的人 很多都没有好下场 我年轻气盛 性格又孤傲 在王天霸手上出事很正常 我突然笑了 让他不用担心 王天霸对于你们这些 正常小老百姓来说 可能是魔鬼 但对于我来说 还不足以构成生命威胁 让我担心的不是王天霸 而是幕后那个灵绍 他才是真正想要害我的人 不知道他是怎么给王天霸推荐的我 反正他想利用王天霸来杀我 不知道他还会不会插手 如果他提醒王天霸 可能还没那么容易干掉这个恶霸 不过我都不怕 不管是王天霸 还是风水家族的灵绍 真正交锋的时候 他们会死得很惨 还有 我手中有张王牌没出 有空 我得试试这张王牌的威力 老娘不知道倒的什么霉 真是晦气 林一一好像很憋屈 不停地抱怨着 无缘无故躺枪 确实很难受 而且伤他的人 还是白飘过他的人 你说气不气人 可林一一只是咒骂着 又不能对王天霸怎么样 也是很无奈 我说这个王天霸 是个土皇帝吗 怎么竟干坏事 还没有人抓他 这个年代 应该不至于支手遮天吧 他也算坏事做尽了 没有得到报应 我是没想到的 林一一叹了口气 说真正厉害的不是他 而是他的哥哥 王天奇 这个人 简直就是这个世的神 我皱了皱眉头 神 林一一圈用神来形容一个人 到底什么样的一个男人 才能被称为神 而且还有这么一个恶霸地点 林一一说的这个王天奇 又是什么人 跟王天霸一样吗 林一一摇了摇头 说不一样 他跟王天霸 简直就是两种人 王家上几代都是出来混的 甚至在民国时期 还是大军阀 可谓是给这两兄弟 留下了很深厚的家底 可王天奇并没有跟王天霸一样走了黑路 而是成功将自己洗白了 他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势力也大 是这个城市的首富 王天奇二十多岁的时候 就已经获得了全市十大杰出青年 影响力惊人 生意遍布全国 他还喜欢做慈善 成立了许多慈善机构 又招贤纳士 手下一大堆能人 包括风水师 地师 阴人等等 他在这里非常有威望 而且没有什么事是他办不了的 也没有人敢得罪他 非常厉害 被称为这个城市神一般的男人 具体的林依依也不知道太多 但王天霸能杀人放火 还一点事都没有 全靠这个王天奇罩着 论手段 在这个城市 没有人玩得过王天奇 听说王天霸也不是没有人告过他 可上法庭之前 不是原告出车祸死了 就是证人无缘无故上吊跳楼 最后王天霸都无罪释放了 王天奇有多大能耐 王天霸就有多嚣张 这个恶霸之所以可以无法无天 就是有神一样的哥哥罩着 听完林依依的话后 我心里咯噔了一声 糟糕了 那个林依依不是想借王天霸的手除掉我 而是要我得罪王天霸 然后引出他哥哥王天奇要我命 真是歹毒 什么风水大家族 就是一群小人 就跟那个徐峰一样 知道王天奇的存在后 我一下子就识破了林依依的陷阱 这个宰种 我一定会收拾他 赶在背后阴我 哎 你 没有对王天霸做什么吧 林依依看我神情不对 连忙问道 动了王天霸 那肯定要出事的 王天霸只是个恶人 在这种年代 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如果没有他哥 估计早就进去蹲牢房了 可怕的是王天奇 这种有钱有势的聪明人 是真的让人毛骨悚然 一般人能不惹他们兄弟俩就绝不惹 但我动了王天霸的话 那就别想安好了 我点了点头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他应该今晚就得死 王天霸如果按照我的吩咐 今晚午夜进场 然后布置古镜 剪刀煞等东西 加上他身上的招音符 那被他害死的红衣女鬼 应该会害了他的命 什么 林一一嘴巴张成了O型 手在发抖 你要杀了王天霸 认真的吗 林一一惊讶至极 而且很害怕 他认为我在找死 没有人能在这里跟王天奇对抗 他知道我有点本事 那也是有点 王天奇可不是陈老爷 这种豪门能够比的 我还是点了点头 没错 王天霸必须死 不然的话 留着他就是害人害己 我替天行道 那是行善积德 何乐而不为 他不找我还好 找上我 那就是找死 林一一看了我一眼 好像在看死人一样 然后扑通一声 突然就给我跪下了 苏妍 我还年轻 要不你放我走吧 咱们虽然有点小恩怨 但也罪不知死 王天奇 咱们惹不起啊 林一一突然眼睛都红了 真的哭了出来 浑身都在颤抖 这不是在装的 这是真怕死 王天霸的手段很毒辣 估计王天奇更加恐怖 林一一住在这里 他害怕很正常 这时候 旁边的秦子虽然不说话 但却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他在等 等我死 我一死 他就解脱了 王天霸的出现 好像是他逃脱牢笼的关键 这个岛国女人 一直都没有放弃逃生的念想 要不是当初九尾狐保下他 我早把他给宰了 林一一说完后 也顾不得我同意 他怕走晚 别人就找上门来了 急忙冲向了外面 想离开这间谷屋 林一一身上的妖术已经解开 他白天也可以说人话了 总的来说 已经没有禁忌 所以他可以逃走 可他刚刚到门口 突然一阵妖风吹来 啪一声 大门好像有一只手推动一样 自己狠狠关上了 任林一一怎么去拉都拉不开 大胆 我说过让你走了吗 一阵声音飘了过来 跟鞭炮一样 在林一一耳边炸开了 吓得林一一双膝一软 直接跪在了地上 头也不敢抬起来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我只是不想死 我还年轻 我真的不想死 没有人惹得起王天奇的 林一一不停地道歉着 就算死 你也得跟着我们一起死 想走 呵呵 想得美 你要还敢往外逃 我就先杀了你 依然是指纹九尾狐的声音 不见其人 他已经躲在房间好几天了 林一一听了九尾狐的话 浑身瘫软 直接瘫在了地上 他面如死灰 只能祈祷王天霸别处事 不然这古屋的人 应该都得死 那秦子还在沾沾自喜呢 他根本不了解王天奇 如果王天霸死了 这个古屋的人 估计一个都逃不掉 有了九尾狐的威胁 林一一不敢再逃 这时候我走到了九尾狐的房门前 然后问道 师父近日可好 为何不出门了 过了许久 房门里才又飘出了一句话 最近几天是月圆之夜 我必须借助月音的力量 重新修出第九条尾巴 所以这个结果眼 就帮不了你了 这时候我才想起来 九尾狐当初为了保我 自断一条尾巴 而那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男人 身被九龙拉关 就连二叔和九尾狐夹起来 都拿他没有办法 现在九尾狐只有八尾 所以想恢复妖力 必须重新修出第九条尾巴 这些天估计都在修炼 因为这几天 确实是月圆之夜 没有九尾狐的帮忙 我一个人能对付得了王天奇吗 师父 事情有些棘手 徒儿该怎么办 我朝九尾狐问道 希望他能在此之前 给我指点迷惊 又是沉默了片刻 一句冷如冰霜的话语 透过门缝传了出来 神犯 那就是神 别怂 就是干 如果你输了 那就证明你也只是一个 不过如此的男人罢了 九尾狐的话没错 而是到如今 我也没有退路了 如果想来杀我的话 不管你是谁 尽管来试试吧 这王天霸作恶多端 杀人放火样样齐全 杀他我问心无愧 我管你哥是神还是魔 沾了多少血 就得还回来 既然没人敢替天行道 那就让我来吧 疯了 都疯了 你们师徒俩疯了 林依依喃喃着 依然用看死人的眼神看着我 他知道九尾狐不是人 但具体九尾狐是什么身份 他其实是不知道的 他害怕王天奇 而且认为是不可战胜的 我们这样的行为是在找死 找死就算了 还要硬拉他下水 他又无力反抗 只能痛哭流涕 秦子什么都没说 冷冷看着天花板 好像在期待着什么 或者是在等我的死期到 就在这个时候 门铃响了 林依依吓了一大跳 跟弹簧一样弹了起来 然后紧张看着门这边 像个惊弓之鸟 我皱了皱眉头 不会来得这么快吧 王天霸得午夜才会去场 估计都没出事 不可能来得这么快 一开始我还想过 要不要阻止 因为时间没到 其实都还来得及 但以王天霸的性格 如果知道我骗他 其实结果是一样的 而且九尾狐师傅都发话了 那就替天行道吧 我没有马上开门 而是看了一下猫眼 外面有两个人 看着有些脸熟 后来终于想起来了 这特么不是那个林少吗 还有他身边的老人 这两货是一伙的 当初在陈家的时候 就跟我针锋相对 但给我羞辱了 哼 在后面应了我一手 居然还敢来 胆子可真大 只是我有点奇怪 他们是怎么知道我住处的 这古屋知道的人 其实并不多 我打开了门 冷眼瞧着他们 看看他们想干什么 还记得我们吗 小子 林少看见我 嘴角上扬 露出了一个得意的笑容 很明显 他是来炫耀的 炫耀他的计谋有多么完美 顺便宣布一下我的死期 王天爸死了 王天奇不会放过我 如果王天爸没死 他们两兄弟都不会放过我 横竖我都是一身麻烦 他的计谋得逞了 我冷笑了一声 当然记得 当初给我三跪九寇的人吗 林少一听 脸色都变了 他还想来装逼的 没想到笔没装到 先给我扇了一巴掌 这让他很恼火 这小子脸皮是真厚 当初他说的是 如果输了 直接当着大家的面 日个武当电风扇 可我饶了他 让他三跪九寇算了 没想到还敢找上门来 臭小子 别得意 你死到临头了 还不自知 傻鸟 林少急了 直接骂道 我不知道他来了想干什么 但我对他说的话 嗤之以鼻 也完全不怕 知道 不就是想借 王天奇的手 除掉我吗 呵呵 我直接说出了他的计谋 惊得他嘴巴 都合不拢了 他其实从来没有出现过 也就现在出来嘚瑟一下 我怎么会知道是他干的 林少皱着眉头 百思不得其解 你 你怎么知道 林少忍不住问道 我哈哈大笑了起来 说这个还不简单 我来这里没有多久 得罪的小人不多 能害我的 也就你这个乌龟王八蛋了 林少被我阴阳怪气地骂 立刻火更大了 双拳紧握 上前就要打我 可是他身旁的老人 却上前一步阻止了 不让林少轻举妄动 并说道 林少 他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没必要跟一个死人斗气 冷静 幸亏这个老人阻止了他 不然的话 估计他得爬着出这个院子 这个所谓的林少 不知道能不能扛住我一拳 下盘松松垮垮 双肩无力 最多也只是会一点点拳脚功夫 而且还是花拳绣腿那种 他要赶上前受辱 我绝对成全他 林少旁边的这个老人 倒很沉得住气 他一直没有怎么说话 年纪大了 为人谨慎 行 说得对 反正他也是个死人了 林少收起了拳头 继续用看死人的眼神看着我 而且非常得意 你可能连王天祺是什么人 都还不知道 我告诉你 这个男人手下一大堆能人意识 在这个城市 没有一个人敢跟他作对的 他有钱有势 在这座城可呼风唤雨 在这里 他被称为神 你等死吧 林少见我不害怕 以为是我不知情 所以说出王天祺来头 想吓唬吓唬我 别到时候死到临头了才知错 不过 他只是想单纯看我被吓尿的样子罢了 可我依然不害怕 且冷淡地回了一句 就这 说实话 我开始期待这个王天祺了 这个男人到底有什么能耐 居然被称为这座城的神 有钱人 其实哪个地方都有 可有这种称呼的 还真是少知有所 他到底有多厉害 还是徒有虚名罢了 就这 哈哈 你可真贼硬啊 其实心里怕到要命了吧 你最好祈祷王天爸别出事 这样最多是王天爸上来 找你麻烦 一旦王天祺心爱的弟弟死了 你必定尸骨无存 林少不甘心 他是想来看我害怕 看我瑟瑟发抖 看我出丑的 可我云淡风轻的样子 让他很不爽 他精心设计坑害我 不但是想要我的命 还想羞辱我 报当天的仇 我打了的哈欠 依然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甚至直接下了逐客令 说完了吗 说完没什么事就滚吧 我困了 当然有事 林少居然还不肯走 一副赖在这里的样子 我实话跟你说 我跟王家还有点交情 如果你肯给我三拜九寇 然后舔干净我的鞋底 这是我会帮你说情 别的不敢说 饶你一命 还是可以的 林少说着 还故意抬了一下脚 顿时一阵恶臭传来 这小子特娘的 真是个人才 居然故意踩了狗屎过来 就想让我舔 他要报仇 要将那天所受的屈辱 全部还回来 他可是风水大家族的人 凭什么我一个 无门无派的野小子 敢得罪他 羞辱他 这他如何人 在他看来 我应该害怕极了 而且为了活命 不但要给他磕头认错 还要舔干净 他鞋底的狗屎 毕竟命最大 跟命比 这又算得了什么 可他不知道 老子压根就不害怕 甚至想跟他嘴里的 神干一下子 想羞辱我 呵呵 太天真了 林少和身旁的老人 对了一眼 会心一笑 估计等着我给他舔脚底 他们以为我刚才 只不过是故作坚强 如果事情还有余地 我肯定会屈服的 跟命比 尊严算什么 当然是先活命 那他的大仇 就足以得报了 杀我不重要 重要的是 报回上次的羞辱之仇 不然他一辈子 都不会安乐的 废寝忘食 也想要羞辱回来 可是 很遗憾 他们压根 就威胁不了我 呵呵 两个傻鸟 你们是不是想的 有点多了 我冷言嘲笑 对他们的话 无动于衷 而且不管怎么样 他们肯定是 不会放过我的 只是在弄死我之前 想羞辱我一次罢了 再说了 王天霸如果死了 丧青之痛 会让一个人疯狂 会给这个灵少卖面子 这真是个傻鸟 还想在我面前秀智商 两人被我这样一骂 瞬间猛了 这好像 跟他们想象中的剧本 有点不一样 我不但没有屈服 还骂了他们 难道 这个世界 真有不怕死的人 小子 别嘴硬 难道你真不要命了吗 这是你唯一活命的机会 实相地 给老子跪下 给老子舔鞋底 灵少不甘心 也不相信 我会不怕死 可他话刚刚说完 我立刻喷的一声 直接将门给关上了 滚 两个傻鸟 我朝他们骂道 但门关以后 我却在门后露出了冷笑 这两个人 必须死 第一 他们已经 对我起了杀心 想害我 不出不行 这种在背后 放冷枪的最可怕 而且有第一次 肯定会有第二次 直到弄死我为止 他们不死 我寝食难安 第二 他们知道了我的地址 知道了我 他们不能活 可我没想自己动手 我得去找个人 替我干这个事 毕竟也是四大风水 大家族的人 不过这个灵少有点菜 比徐峰差远了 应该挺好杀的 最棘手的 应该是他身边那个老人 得一起杀了 留一个都会有麻烦 灵少和身边的老人 吃了闭门羹 只能败幸而归 想羞辱我没有得逞 让他们很不甘心 只能对着大门 无能狂怒 小子 哼 你就等死吧 我看你嘴硬还是命硬 给你机会 你也不中用啊 灵少说完就走了 但我保证 这是他对我说的 最后一句话 也是最后一次 出现在我的面前 灵少前脚刚走 我后脚就出门了 来到了属于 我的楼盘小区 小区阴森森的 特别是晚上 而且经常满地的纸钱 这让外人看到了 能不害怕吗 被称为鬼房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事 这些死人钱 都是方婷赶尸的时候 撒的 如果知道其中缘由 那其实也没有那么圣人 感事虽然很诡秘 但也有很多年历史了 可我这次来 不是为了找方婷的 而是找老乞丐 敲响老乞丐的门 没多久门就打开了 一张老脸露了出来 看见是我 老乞丐立刻 恭恭敬敬了起来 叫了声房东好 我也不跟他磨解 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来意 找他没有别的 就是想让他 帮我杀一次人 之前他说的 只会杀人 没想到的是 老乞丐答应得很爽快 直接就问我要杀什么人 我说他姓林 具体名字不知道 都叫他林少 是风水大家族的人 我还把他的一些特征 说了出来 不止林少 他身边那个老人也一样 都得死 这两个人敢因我 而且还想羞辱我 我要让他们 死无葬身之地 而且 这两人不除 我以后别想有好日子过 老乞丐听见 是风水大家族的人 突然愣了一下 随后沉默了 我还以为他会拒绝 但是并没有 他拿出了乞丐专属破碗 然后扔了几枚铜钱进去 好像在占卜 他的铜钱很特别 不知道是哪朝哪代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 铜钱落定 然后三三两两地堆叠在碗里 老乞丐好像看了卦象后 眉头终于舒展开了 虽然我对占卜极其精通 但他这个卦 我居然一点都看不懂 不过他这个表情 应该是个好卦象 可突然意想不到的事情 又发生了 老乞丐猛得一发痕 居然张牙咬断了 自己的小拇指 顿时嘴巴里全是血 他的牙齿很利 咬合力也惊人 一下就把自己的小拇指 咬进了嘴里 可他一点痛苦都没有 反而满脸笑容 看着有点像个疯子 老人家 你这是干什么 我急急不解 还想送他去医院 以现在的医学 只要送得早 是可以将他的手指 接回去的 可老乞丐拒绝了 他把咬断的小拇指 放进了破碗里 然后撕烂身上的破衣服 简单包扎了一下 我看着有些触目惊心 这样也太潦草了吧 不但不会止血 还有可能伤口感染 我很担心 他这样会不会出事 老乞丐笑了笑 让我放心 他不会有任何事的 我要杀的人 他肯定会给我杀 但一个月只能帮我杀一次人 多了不行 至于为什么要突然咬小拇指 他没有说 我问了他也没有回答 只是抱一微笑 这老乞丐太怪异了 有时候跟他面对面站着 我都感觉毛骨悚然 特别是他笑的时候 好像对面站着一个怪物 我不敢问他的来历 因为有些事情 知道的太多不是好事 一个有大本事的人 如果他沦落到一种不堪的地步 那他以前肯定是有故事的 因为以他的本事 必能想尽世间荣华富贵 可他却选择落魄 要么看透了世间种种 要么就是 经历了人世间的大起大落 不管怎么样 都不是我们这个局外人 能去探索的 知道太多 惹来的只会是杀身之祸 凝视深渊的同时 深渊也在凝视你 既然老乞丐已经答应 那我也该离去了 不过此时 他却大喝了一声 谁 出来 与此同时 我身上的铜钱却亮了起来 而且不停地震动 我拿出来一看 发现是王学给的那枚铜钱 来了 爷爷留给我的东西 又该送过来了 只是我没有想到 居然会送到这里 还以为他们只会去谷屋 是循着我身上的 这枚铜钱过来的吗 可是 我看不到任何人 不知道他在哪里 为什么不出来 这里突然多了一个人 老乞丐知道 我也知道 但具体潜伏在哪里 我们都不是很清楚 这时候铜铜钱突然有了反应 应该是跟铜铜钱有关 老乞丐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 他对我作意道 老生告退了 你交代的是 我必给你办得妥妥当当 说完后 门砰的一声 直接重重关上 老乞丐一走 突然一个影子 在墙上挤走了下来 非常诡异 然后化成人落了下来 现身于我的面前 这是个大概三十多岁的男人 头戴斗笠 一身黑衣黑裤 裤子脸 身高一米八左右 他之所以没有现身 原来是因为有旁人在的缘故 这个老乞丐也挺伤到的 直接走了 你是何人 我皱眉看向了这个男人 刚才他用的应该是一种影子的邪术 在古代就有了 用于刺杀帝王之类的 是出于杀手发明的古术 潜入时无声无息 很难被发觉 也有人说 这是一种鬼术 男人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而是先问道 有铜钱否 我轻车熟路般 掏出王雪那枚铜钱 因为就他起了反应 准是他没错了 男人看见铜钱后 点了点头 这才自报了家门 开关师 送行 男人答道 开关师 这职业我听说过 就是专门为别人开关的 关入木 不能再随便打开 不然会遭厄运 就算随便沾了点阴气 或者晦气 也足以让你大病一场 而且死者为大 自家开亲人 或者祖宗的棺材 会视为不孝 这时候 就需要开关师来代劳了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棺材有变 形成了鬼关或者斜关 里面的尸体 又或者已经成尸 这时候普通人开关就是找死 只能由开关师来操作 可开关师 这活沾音太多 听说子孙凋零 门下之人也是寥寥无几 几乎很难见到了 你 给我送什么东西 我下意识地问了出来 因为之前都这样 送行摇了摇头 老爷子生前有托 今晚带你去挖他的棺材 我 这没铜钱是网雪的 以我之前的经验 多多少少都应该沾点笑之类的 可我怎么都没有想到 爷爷让我去挖他的棺材 这也太搞笑了吧 我有点不敢相信 于是连忙问了三次 可三次送行 都是非常肯定的点头 说没有错 我爷爷就是这么吩咐的 爷爷对他们开关师一族有恩 所留之言不敢忘却 这我就有点搞不懂了 急得直挠头 挖爷爷的棺材 这可是大不孝啊 死者为大 爷爷死了这么久 我怎么能去打扰他 开关对于死人来说 那算是伤筋动骨 我打死也不能做这种事啊 什么时候去 现在吗 我极其期待地问道 送行 不愧是老爷子的好儿孙 我心中敬佩 送行哭笑不得 不过他很快就开始动身 和我前往爷爷的墓 一路上我一直在校 爷爷到底是何用意 居然让我去挖他的棺材 到了地方后 我拿出准备好的纸钱 给爷爷爷烧了 然后上了三炷香 最后给他磕了几个响头 这个木我来得比较少 没成年的时候 二叔几乎不让来 成年以后的清明节来拜了一次 具体原因 二叔也不说 我也没敢问 我清楚二叔的性子 他不愿意说的事情 问了也只能屁股挨棍子 可很奇怪 送行一直站在我的旁边 他紧闭双眼 双手抱胸而立 不说话 也不动手开关 好像都木头人 我朝他瞥了一眼 说老兄 你是不是耍我 该挖坟开关了吧 你站着一声不吭 是什么意思 送行对我的话 没有一点反应 好像听不见一样 我很奇怪 这家伙该不会是睡着了吧 我靠近他 想大喊一声将其震醒 但是看了一下 他的印堂和眉宇 立刻感觉有点不对劲 这家伙好像魂不在了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 但如果魂不在了 我此时如果惊吓到他 那魂必定惊走 成为失魂落魄之人 也就是傻子或者疯子 所以我立刻停止了 自己的行为 丢魂的现象也不是没有 小时候的孩子经常有受到惊吓 就把魂丢了 所以得把魂喊回来 不然那孩子长大 就会有点呆呆 傻傻的 喊魂手段很多 但都是敲锣打鼓 叫其名字 然后跨火喷 再不行的话 那就请个问米婆之类的 把孩子魂喊回来 不过送行这个 不是因为惊吓 好像是自己的魂跑出去一样 开关是鬼秘异常 不是我们所能猜透的 大概三分钟后 送行突然睁开了眼睛 好像回魂了 成了 老爷子知道了 送行突然说了一句 莫名其妙的话 让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他不会 找我爷爷商量去了吧 我连忙问他什么意思 可他又说没什么 突然闭口不谈了 他不说 那我也懒得再问了 只是让他赶紧开关 送行点了点头 也没有让我帮忙 一个人放杯 挖坟 那杯很重 但他毫不费力就移开了 挖坟更是轻松自在 根本无压力 大概一个小时后 一幅棺材 就出现在我的面前了 爷爷的是树棺 站立着的 跟其他棺材的葬法 完全不一样 二叔说爷爷是天人 必须这样葬 送行很尊敬爷爷 见到棺材后 扣了一百个头 而且每个头都磕得很小 结束后 额头都是淤血 可他一点都不在乎 看来爷爷是对他有大恩 不然不至于这样 送行并不急于开关 而是在等 我问他等什么 他看了看天空 说等月缺 我抬头一看 今天晚上的月亮及其园 这也是为什么九尾湖 要闭关修炼的原因 月圆之夜阴气最盛 确实不是开关的最好时机 大概又等了三十分钟以后 突然天空飘来了一朵乌云 然后慢慢遮住了月亮 时机到了 我立刻提醒到 送行点了点头 用修长的双指 直接强行插入了棺材中 硬生生起开了一条缝 他这不是开关 而是探关 好像是为了以防万一 可他双指没入棺材中后 突然脸色一变 惊呼了一声 不对劲 引起太盛了 棺材里引起太重 是要失变吗 不可能 我爷爷的棺材是竖着葬的 怎么可能成尸 而且 我爷爷死前无怨 绝无失变的可能 所谓的僵尸 就是死前多了一口气 这口怨气吞不下去 也吐不出来 于是就会失变 活人最怕少一口气 死人最怕多一口气 此时送行好像知道了什么 突然对着棺材大喝一声 大胆妖魔 干扰半仙之官 是不是活腻了 棺材里面也有了响应 发出了一阵黑黑黑的圣人笑声 我就知道 你会来开你爷爷的棺材 麒麟之体 乃是最好的肉身容器 今晚我算是等到了 说出来的是人言 但声音却异常恐怖 听得人头皮发麻 就好像那种就磁带卡叠了一样 话音一落 宋行突然惨叫了一声 他拼命挣扎着 但没有用 棺中的东西 好像咬住了他那两根手指 让其极其痛苦 宋行也不是擅长 手中的黄芙如细针一样 从棺材缝里塞了进去 然后口念咒语 咬破中指 在棺身上画下了一道血符 几秒后 棺材里面发出了一阵异响 接着宋行手指头一松 终于拔了出来 幸亏他谨慎试了一下 不然直接开棺的话 还不知道有什么严重的后果 里面好像有妖邪 开棺 我们如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必定被他锁印 宋行的两根手指头全是血 皮肤上面有密密麻麻的腰气 就好像爬满了虫子一样 还在不断啃食着他的伤口 宋行是个狠人 突然拔出了一把刀子 想都不想 直接就要把那两根手指头给切掉 不然的话 坏的可不止是手指头 而是丢命 孰重孰轻 宋行掂量得很清楚 而且干这个的 哪个不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怕死就找个场打螺丝了 可我却阻止了他 啪的一声 挡住了他的手腕 不要妨碍我 耽误了时间 我浑身都会被这妖气所侵蚀 最后丢掉性命 宋行大吼道 可我却让他不要冲动 我并不是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只是这个我可以解 不想让他白白丢掉两个手指头 说完后 我咬破手指头 然后将血液滴在了他的伤口上 再燃起一张黄符 将符挥洒在皮肤表面 只见一阵清烟过后 宋行手上的妖气消失了 麒麟血 宋行看着我 心存感激 而且带着一种膜拜的表情 完了 老爷子的恩情没有还完 又欠了他孙子的债 这特么利滚利怎么还 宋行好像发觉 事情有些不对劲 有点哭笑不得 宋行的伤口刚刚处理完 棺材又起了一响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躁动 妖气从棺材缝里慢了出来 急因让人不禁有点毛骨悚然 好像身处冰窖里一样 那棺材里是什么东西 居然敢饶我爷爷的天官 我有些生气 恶狠狠地盯着棺材那条缝 刚才宋行连棺材钉都没有起 只是用双指撬开了一条棺材缝 我从那里看进去 好像看见了两双绿油油的眼睛 极其阴森 宋行先是思考了一下 然后才达到 应该是双煞妖蛇 这是一种畸形的蛇 她出生就有两个脑袋 成年会吃掉自己的母亲 靠吃死尸和婴儿修炼 成经后异常残暴 妖气上有蛇毒 会慢慢地要人命 她藏匿于老爷子的棺材里面 应该有很多年了 就是为了等你来 原来是蛇妖 她还挺聪明的 早就算到了 我会来开关 所以藏匿于我爷爷的关中 响应我们一手 然后躲我身破 麒麟之体 乃天选之身 如果得了麒麟之破修炼 可是天大的造化 有多少妖魔鬼怪 基于我的身体 就想让我成为他们的容器 这也是为什么 二叔让我千万别 暴露自己身份的原因 一旦被人发现 估计会有无数的妖魔鬼怪 前赋后继 来抢夺我的身体 在我没有变得 极其强大的情况下 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我是麒麟之子 知道者 杀 当然了 也有例外 站在我们苏家这边的人 倒可不必忌讳这个 这什么双杀蛇妖倒好 他不去找我 而是在这里守住带兔 他还等到了 如果不是送行谨慎 那我刚才可能就危险了 嘿嘿嘿 麒麟之身 今夜尽归我们了 又是一个奇怪的声音 从棺材里面传了出来 只不过这一次的声音是男的 但听着很阴森很怪 像个太监 两个头颅的金怪吗 一词一雄 成年后会吃掉自己母亲的 金怪得有多残暴 看来 我得小心一点 因为他们就是冲我而来的 这蛇精的妖气非常大 使我有生以来 遇到过最可怕的妖了 我不敢大意 但也不惧 因为我有两条命 那块血玉会 帮我挡一次死亡 两条命我不相信 赢不了它 突然 一条跟钢鞭一样的蛇尾 将棺材奉撑得很大 棺材钉砰的一声 飞出去了几枚 蛇尾强行钻了出来 很大很粗 蛇鳞闪着寒光 直奔我而来 速度极其快 甚至肉眼都无法跟上 宋行想帮我 可一瞬间就被抽飞了 这蛇妖太强 它好像束手无策 想来也是 刚潜入我爷爷天官的金怪 自然不会弱 我焚起一张黄符 直接打在了蛇尾上 噼里啪啦地起了一阵火花 可好像对蛇尾 没有产生什么伤害 只是框框掉了几片蛇鳞 蛇尾发出幽光 朝我经常抽来 还想缠住我 将我拖入棺材中 躲我麒麟之身 我念着斩妖咒 然后躲避着蛇尾的攻击 几枚铜钱沾上我的血 如刀剑一样 斩在了蛇尾上 可他的鳞片很厚 根本斩不进去 腰七又跟盔甲一样 包裹着整根蛇尾 既然没有一点破绽 和可乘之机 相反他的蛇尾挥舞得很快 步步紧逼 再耗下去 我得败下阵来 我急忙于手心画符 然后念着咒语 咒从心起 掌心之符附和着法力 发出一阵金光 等蛇尾再次降临之时 我一掌打下 砰的一声 蛇尾被震开了 蛇铃噼里啪啦地响 阵阵漆黑 还散发着恶心的胶味 极其难闻 这一掌用了我不少法力 是比较强的咒法 猪鞋斩妖威力非常大 是火柱灵的上等秘术咒法 可这蛇妖不一般 我也只是轻微伤了他的蛇尾罢了 想要彻底斩杀他 看来没有那么容易 而且他还躲在棺材里不出来 就算我全力以赴 估计也只能跟他拼得你死我活 圆月再次显现了出来 并且罩在了棺材上面 棺材猛然开始抖动 好像要发生什么一样 突然啪的一声 有一只手从棺材缝里伸了出来 搭在了外面 蛇妖不知道怎么了 好像很害怕 两只蛇头开始要往外跑 一副极其惊恐的样子 月圆之夜开关是不吉利的 因为阴气太重了 容易引起失变之类的晦气势 爷爷的棺材虽然没有彻底打开 但也露出了很大的一条缝 而且棺材丁也爆飞出来了很多枚 月光从棺材缝里面照了进去 可怕的是棺材真的有了一变 一开始宋星脸色都变了 还喊了一声糟糕 可后面他却皱起了眉头 好像有什么事没法理解 不止这个 棺材里面的蛇妖好像恐惧至极 拼命地往外逃 两颗蛇头都有点慌不择路了 一头跑一边 这倒耽误了功夫 两边都没能从棺材里面跑出来 以我的本事 根本不足以这样威慑他们 这蛇妖倒横不前 至少有几百年以上了 他害怕的不是我 而是棺材里面的东西 而突然从棺材里面伸出来的手 却让我和宋星都变了脸 蛇妖更是恐惧到了极点 像老鼠见到了猫一样 他们好像已经顾不得 抢夺我这个美好的容器了 他们现在只想逃 爷爷 我张大着嘴巴 想说什么 却又说不出来 欲言又止 有些话卡在了喉咙里 然而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突然棺材里的另外一只手 也伸了出来 两只手分别掐住了两颗舌头 直接让蛇妖无法动弹 甚至连挣扎的余地都没有 可恶 原来被算计的是我们 这一步 他早就算到了吗 我们只是 送给他孙子的礼物 太阴险了 我们不是守株待兔 我们才是那只兔吗 可恶 我不甘心 我不服 为什么 我守了这么多年 只是这臭老头的一颗棋子 对不起 饶了我们吧 我们下次不敢了 我保证 对 你是半仙 大人有大量 我们只是一时糊涂 放了我们吧 两颗舌头一人一句 话语中有怨恨 不甘心 有愤怒 可最终还是屈服了 即使是精怪 也极其恐惧死亡 他们开始求饶 不断地求饶 可是好像没有用 棺材里两只手突然一捏 砰的一声 直接爆头了 血溅在了棺身上 那么强的腰 丝毫没有还手的能力 血染当场 头颅彻底碎掉 场面很惊悚 可那两只手 还是没有停下来 他将蛇腰的舌骨抽了出来 血淋淋的 很长 差不多有三米左右 可见这条蛇腰的身长也不短 蛇骨留下 蛇的残躯全部自燃了 腰气立散 周围一片祥和 好像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月光依然照在棺材上 那两只手缩了回去 砰的一声 棺材该自动合上了 没有失变 也没有发生任何事 只是蛇腰死了 棺材内再也没有了动静 怎么 怎么 发生什么事了 送行看呆了 人比我还猛 说话舌头都打劫 我说你才是开关师 你问我干什么 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 送行咽了咽口水 好像还没有缓过来 然后看着天上的圆月说 半仙就是半仙 岂是普通人可以窥探一二的 送行甚至都已经分不清 这棺材里的 到底是人还是尸 我爷爷死没死 如果死了 这是把他太祖宗挖出来 也解释不清 别说他了 如果没死 这棺材 这木又是怎么回事 我让送行把棺材开了看看 反正都来了 蛇腰也已经死 送行点了点头 按照我的意愿把棺材给开了 不过经历了刚才的事 他很紧张 开关手小心翼翼的 手都在抖 他说自己可不是新手 已经开了348幅棺材了 什么棺材都见过 各种情况和突发意外也有 但今晚遇到的事情 和我爷爷的棺材 让他胆战心惊 而且百思不得其解 棺材最后还是打开了 我见到了我的爷爷 以前都只能在照片上看到 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 见到爷爷的真容 没错 我爷爷死了这么多年 他的尸体根本不腐不化 皮肤保存完整 几乎跟活人一样 不对啊 爷爷的皮 不是包给了九尾狐吗 还有 为什么他的尸身可以不腐烂 都多少年了 这两个疑问震惊了我 而且想破头也想不明白 可我很确定 爷爷是真的死了 早已经断了气 他叫半仙而已 不是真的神仙 断气就是断气了 如果这都没死 那可以做神仙了 老爷子明明已经死了 可刚才那两只手 送行比我还惊讶 他看着爷爷安祥的面容 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是开关师 一个人死没死他 可以完全说了算 不可能连死人和活人都分不清 毫无疑问 我爷爷是百分百死了 就是因为这样 刚才发生的一切 就没有办法解释了 我们俩对着爷爷拜了很久 他的尸体没有任何异样 即使月光照在他的身上 也不会有什么任何的邪变 要知道月圆的月光很阴的 如果直接照在尸体上 会马上引起尸变 月圆之夜 敢尸人都不敢敢尸 我多看了几眼爷爷 然后才依依不舍地 将他重新安葬了 弥补一下从小到大 都没有见过爷爷的遗憾 以后可能也见不到了 棺材重新埋上 把一切都搞定后 我把剩下的纸钱烧完 宋行好像在念着咒语 但我听不懂 他说是安魂咒 因为开关打扰了死者 他们开关师 在开完关后会念一顿安魂咒 希望死者不要生气 这是流程 也是规矩 之后我捡起了地上的蛇骨 然后仔细端向着 很明显 爷爷让宋行跟我来开关 目的应该就是给我这根蛇骨 可蛇骨是腰窝 而且就一根骨头 我拿了能有什么用 完全猜不透爷爷的用意 就算我仔细研究了一回 也完全看不出 这蛇骨能有什么作用 我问宋行 他也不知道 说蛇骨能有什么用 拿回去熬汤 我有点哭笑不得 爷爷故意让我来开关 就为了搞炖吃的吗 这棺材开得也太不值了吧 不管怎么样 这蛇骨带回去再说 或许以后能派上用场 爷爷给的东西 自然不会没用 宋行完成任务后 也要跟我告别了 不过他给我留了一个地址 说有什么事可以尽管找他 刚才我也算救了他的命 这人情又得还了 宋行走后 我也带着蛇骨回了谷屋 刚刚回到 突然另外一枚铜钱又震动了起来 然后发出微光 又来 这么快吗 刚刚王雪那枚骨铜钱才处理完 回到谷屋 连椅子都没有做热 现在门又被敲响了 而且身上的骨铜钱 还发出了感应 又来了 我掏出骨铜钱一看 发现是潘江那枚骨铜钱 而且还发着微光 这也太快了 仿佛两枚铜钱 是连在一起的一样 我看了看手中的蛇骨 然后打开了门 门外站着一个男人 身披缩衣 头戴斗笠 夜色中那张脸非常冷峻 年龄大概四十多岁左右 尖头站着一只乌鸦 乌鸦的眼睛是红色的 但一点都不过躁 自始至终都没有叫过一声 非常安静 铜钱 男人话很少 只是伸出了手问我要铜钱 绝不多说一个字 我也很配合 反正见得怪人多了 也不足为奇 这个男人身上有妖气 但又不是妖 搞得我很疑惑 人不像人 妖不像妖的 到底什么来头 对了 男人嘀咕了一句 把骨铜钱抛回来了给我 然后看向了我的身后 把蛇骨给我 男人又是冷淡的一句 不跟我多废话 也不解释为什么 我皱了皱眉头 还是好奇问了一句 你是干什么的 怎么知道我有蛇骨 在爷爷的坟回来还没多久 应该除了送行 不会有人知道 我带回来了一根蛇骨吧 你爷爷交代的 以蛇骨练剑 给你打造一把法器 男人解释道 听了男人的话 我有点惊讶 也就是说 爷爷在没有死之前 就已经算到 那条妖蛇会进他的棺材 然后会宰杀妖蛇 将蛇骨抽出 给我带回来 所有的东西 早就已经安排好了 而且完完全全 在爷爷的掌控内 分毫不差 包括那条双煞蛇妖 也都在爷爷的算计内 这比未卜先知还恐怖 这完完全全 就是掌控了一切 包括未来 而且没有一点偏差 我愣住了 对爷爷的实力 有点不寒而栗 二叔说我迟早会 超越爷爷 这可能吗 太强了 半仙之名 恐怖如斯啊 我的多少年 才能达到这个地步 你是住剑师 我又重新打量着男人 但他穿着太朴素了 也看不出点什么 除了肩头上的乌鸦 比较引人注意 其他的 也没有什么好研究的 可我总有一种感觉 肩头的乌鸦 他才是本体 而这个人 只是被操纵的木偶 因为说话的时候 乌鸦的眼睛会看着我 男人则低着头 眼睛看着地板 男人点了点头 做一道 在下张鸦九 张鸦九 他好像是唐代著名 铸剑大师 古今兵械图考中鸦九剑 排名第十四 只是姓名碰巧一样吗 唐朝的白居易 有首师叫鸦九剑 欧至子死千年后 精灵暗受张鸦九 鸦九鸦剑无山中 天与日食神戒功 可张鸦九是唐朝的人 不可能活到现在 估计尸体都变成白骨了 张鸦九突然笑了一下 笑容很僵硬 好像是尸体 在应挤出一个圣人的笑容 他没有否认 自己是唐朝的张鸦九 但也没有承认 而是又伸出了手 默默说出了一句话 蛇骨给我 既然是爷爷的吩咐 那我也只能医了他 将基米长的蛇骨 脱了出来 交到了张鸦九的手上 无意间 我的手碰了他一下 感觉他的手很冰了 有点像死人 这时候 乌鸦的眼睛更红了 好像在冒红光一样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貌似是警告 我连忙退后了几步 不过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张鸦鸦 只是将蛇骨接了下来 然后稳稳地扛在肩上 这蛇骨是腰体留下的 能给我打造什么兵器 我又问道 多剑想腰伏魔的兵器也好 倒是还有桃木剑呢 空手总是有点吃亏 张九鸦想都不想 直接回答道 腰道 腰刀 我不敢置信地重复了一遍 我可是风水师 你打造一把腰刀给我用 怎么着 也得是桃木剑 或者七星宝剑之类的 辟邪兵器吧 是他搞错了 还是爷爷搞错了 老爷子的意思 而且这蛇骨是腰体所遗留 我张九鸦再厉害 也无法改变材料的本质 只能给你打造腰刀 三天之后交货 还你们苏家滴水之恩 从此两清 张九鸦说完后 瞬间消失了 只留下一道残影 在寻他的人 影子都见不着一个 跑得真快 属兔子的吗 一眨眼的功夫 影子都没了 身上还扛着 基尼的蛇骨呢 是人吗 这家伙 不会是妖人吧 原来两颗铜钱 是连在一起的 一枚是挖坟 开关取蛇骨 一枚是将蛇骨 打造成腰刀 那玩意 我能用吗 腰刀邪妹 别到时候 把我给反噬了 爷爷怎么给我整这玩意 我边思考着边转身 突然吓了一大跳 琴子跟蜘蛛一样 倒掉在天花板上 身形怪异 头发也倒垂下来 遮住了脸 有点像女鬼 你干嘛 中邪了 还是鬼上身 我连忙白了他一眼 我虽然不怕鬼 但人吓人 是会吓死人的 而且 这娘们经常神经兮兮兮的 好像要在背后 因我一刀似的 乌就是邪碎 在他们国家 可能是正统的驱邪人 但在我看来 倒有点像神经病 他来了 很大的杀气 我避险 你的是我绝不参与 琴子突然用 别角的普通话说道 虽然很不流畅 但勉强能弄明白 他说的话 我看了一下时间 已经凌晨两点多 琴子说的莫非是 我立刻算了一挂 心底马上一惊 李奶奶的 那王八蛋居然没死 怎么不继续算 算一下 怎么应对不好吗 不然你只能等死 琴子见我算一半就收挂了 有点不解 我挂数这么强 可以先人一步 未不先知 再厉害点 可以提前人一步 站尽天时地利人和 我笑了一下 说你懂什么 挂不算尽 伪天道无常 我一般算挂 都只算一半 不到万不得已 都不会把挂算尽 就在这个时候 院子门前停下了几辆车 没错 王天爸没死 他回来干什么 我心里一清二楚 他不死 那他肯定就要我死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给他设的套 居然失败了 跑车的轰鸣声很大 直接吵醒了 正在熟睡的林一一 他立刻跑到了窗下 然后看向了外面 见到了下车的王天爸后 立刻整个人都有精神了 还对着我兴奋地喊道 王天爸没死 哈哈 他没事 我们不用跟王天琪做对了 苏杨 等一下你跟王天爸道个歉 然后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那我们应该就都不用死了 听了林一一的话 我有点想笑 不用死 那王天爸有多饿 估计他都完全想象不到 这就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畜生 得罪了他 估计比死都难受 林一一话刚刚说完 突然砰砰砰几声 外面响起了枪声 子弹打在了窗户上 玻璃立刻碎成了渣 然后全部落了下来 把林一一下的抱头鼠窜 幸亏他命大 及时蹲了下来 不然脑袋已经开花了 他的天真被枪声击碎 王天爸绝对不会放过我们的 这家伙 在外面已经开枪了 臭小子 赶下套阴我 老子饶不了你 在这个城市 还没有人敢这样耍我的 今晚我不拿你剁碎喂狗 我王子就倒过来写 外面响起了王天爸的声音 这一次不止他有枪 他的那些手下 也多了几条枪 其余的都带刀 大概有三十几人 轻一色的壮汉 而我们只有一男二女 哼 这家伙不愧是本土恶霸 居然枪都敢大摇大摆拿出来 只要我报警 他应该就得吃不了兜着走 但我知道没用 以他的势力和财力 随便找个人顶包就行 或者又耍什么别的手段 他要是能进去蹲牢房 那就早进去了 今晚不是他死 那就必是我王 我一定要宰了他 我这时候给方婷打了个电话 他跟老乞丐不一样 还算个正常人 所以我要了他的手机号码 电话通了后 我也没有时间废话了 直接说出了我的请求 没想到的是 他很干脆就答应了 比老乞丐还干脆 想都不带想的 敢试人果然重诚默 灵一一急了 说我这都生死关头了 还打什么电话 外面全是枪声 不停地扫射在门上 门已经被打得全是弹孔了 这谷物偏僻 周围基本没有人 开枪好像也没有什么人知道 灵一一哪见过这场面 吓得哇哇直叫 抱头窝在墙角 浑身都在发抖 琴子跟鬼妹一样 附在了天花板上 他比灵一一有用 但他不会帮我 他想看着我死 这样罪合他心意 可想杀我 哪这么容易 人多 家伙多 也不见得能赢我 在我眼里 始终是一群乌合之众 别叫 过来 看着我 我将吓得失魂落魄的灵一一 拽了过来 然后让他看着我的眼睛 我开始做法 灵一一虽然没用 但可以当工具人 这不是他一直的任务吗 你 你干什么 你 灵一一咽了咽口水 吓得话都说不利索了 他不知道我要干嘛 而王天霸 已经快把门打穿了 他们一旦闯进来 我们必死无疑 因为他们有枪 如何跟他对抗 可我二话不说 直接烧了一张黄符 然后连通水将符灰 灌入了他的嘴巴里 不想死 就给我吞进去 一滴都不能上 我将符灰 强行灌进了灵一一的喉咙 即使他很抗拒 喝了符灰后 我将铜钱粘在了 灵一一的后脑勺上 铜钱一面有我的血 就好像粘胶一样 铜钱不会掉下来 已经紧紧粘在了 他的头皮上 五星震彩 光照玄冥 五天阴鬼 皆听我令 所在之处 万鬼奉迎 阴师请帝 恶灵好福 急急如律令 请灵咒 我掐着手绝 念着咒语 片刻后 阴风大起 一阵黑影伴着阴风 突然嗖的一声 直接钻入了灵一一体内 这是禽鬼上身 只要控制得好 灵一一现在 就是一只恐怖的厉鬼 非常凶猛 灵一一浑身打了个冷战 然后表情开始变了 变得极其猙獰 浑身冒着绿光 披头散发 脸上冒起了 许多紫绿色的青筋 宛如一只匠士的恶鬼 我看着都有点毛骨悚然 呵呵 进来吧 小宝贝们 我嘴角上扬 露出了极其阴寒的冷笑 没多久 古屋的大门突然砰的一声 终于支撑不住倒了下去 王天霸在彰显自己的火力凶猛 因为他本可以破门而入 但他没有这样做 他在炫耀 在恐吓 可惜他恐吓错对象了 王天霸吹了吹枪口滚烫的白烟 然后慢慢踏进了屋内 他手里拿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 看着特别惊悚 但那颗好像是他的手下 王天霸进来后 二话不说 直接将人头甩在了桌上 人头咕噜噜滚了一段距离后 带鞋躺在了桌子上 那鞋眼睛还没有闭上 看着有些可怜 臭小子 你别给老子藏着 我知道你在里面 躲着也没有用 惹了我王天霸 你就只有死路一条 幸亏老子多了个心眼 让手下顶替我进那个场 你猜怎么着 里面突然窜出一只女鬼 把我手下 吃得只剩下一颗头颅了 如果进去的是老子 那我还有命的 想赢我 老子不傻 呵呵 想杀我的人多了 可我没死 你就得碎尸万段了 王天霸一边说着 一边指着桌上的人头说道 呵呵 古镜 其实是招音的东西 给我的福 也是招音福 剪刀顺着摆 也是不祥的 你小子有点东西啊 敢这样坑害我 给我改了几个场的风水 我上千万的股票 直接亏空了 回家后 老婆跟三个男人在打扑克 上下楼差点摔死 喝凉水都塞牙 出门也要小心 因为已经有差不多三辆车 差点撞上我了 这才一天啊 一天知道吗 你小子到底给我 改了什么风水 一天我就倒霉成这样 李奶奶的 老子要折磨死你 出来 出来 我要把你的手脚 统统砍下来 然后拿去喂狗 再割掉你身上肉 撒上盐 老子弄不死你 出来 王天霸极其愤怒 对着天花板开了几枪 然后不停诅咒着 古屋没有灯 因为我已经将电闸拉下了 周围不但黑乎乎 还阴风阵阵 有一个可怕的恶鬼 隐藏在黑暗中 但他们完全不知道 正对着他们流口水呢 老大 这屋不对劲啊 怎么阴风阵阵 后背着凉 其中一个小弟说道 不止一个人 其他人也是感觉到 有点毛骨悚然 这黑灯瞎火的 好像有一双可怕的眼睛 在盯着他们一样 可他们又看不见 那东西在哪 怕个屁啊 那小子装神弄鬼而已 就算真的鬼来 我们也不用怕他 没听说过吗 人怕鬼三分 鬼怕人七分 人我都不怕 我还怕鬼 王天霸开始给小弟们壮胆 话虽这样说 但是后背一直发凉 谁不害怕 且屋内阴风阵阵 跟闹鬼一样 都有点心惊惊 可王天霸是什么人 他们比谁都清楚 只能硬着头皮 听从王天霸的命令 紧紧握着手中武器 他奶奶的 这个王八犊子 还敢藏起来 给我搜 搜他出来吊起来打 不然难解我心头之恨 王天霸骂道 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一个小弟尖叫了起来 然后浑身发抖地指着后面 王天霸问他怎么了 叫那么大声干嘛 把他耳朵都震聋了 小弟说 他看见后面 好像有一个女人 劈头散发 面目猙獰 跟鬼一样 好可怕 还对着他笑 小弟这一说 其他人也跟着害怕了起来 不停望着四周 可王天霸 却啪一巴掌 扇在了他的脸上 然后狠狠骂道 有鬼 有你大呀 鬼在哪里 我怎么没看见 胆小如鼠 只知道乱叫 那小子就是在装神 弄鬼下你们 害怕个屁 这是他家 他是风水师 怎么会有鬼 如果鬼出来 我第一个杀了他 王天霸对着众小弟 慷慨陈词 可殊不知 一阵阴风吹过他的后背 凉嗖嗖的 然后一只女鬼飘了过来 就站在王天霸的身后 可能王天霸说得太起劲了 根本没有察觉 但面对着他的小弟 却看得一清二楚 直接吓得舌头都进完了 没有一个人说得出话来 他们浑身颤抖 然后手不停指着 王天霸的后面 他们想说有鬼 但受到的惊吓太大了 直接丧失了说话的能力 短时间内 没有一个人发得出声音来 怎么了 都哑巴了 这表情什么意思 信不信我抽你们 王天霸骂道 可一帮小弟毫不在乎 还是一直指着王天霸的后面 示意他的后背有东西 这时候 就算是傻子 也该知道小弟们的意思了 王天霸终于反应了过来 他咽了咽口水 然后慢慢转过身去 这时候 他立刻对上了一张猙獰的脸 浓密的头发中 隐约能看见的 一张恐怖鬼脸 星红的眼珠子 满脸的青筋 王天霸下了一击灵 立刻后退了几步 其他小弟更是绷不住了 立刻撒腿就跑 鬼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恐惧 哪里还有空管王天霸 回来 你们这帮蠢才 回来 王天霸一边说着 一边突然拿起了枪 然后对女鬼扣动了扳机 王天霸始终是恶人 胆子要大上不少 可是嗖嗖嗖的几声 女鬼的速度非常快 王天霸没有一颗子弹 能打中女鬼的 直到子弹打空 王天霸也没能伤到女鬼一根头发 老大 快跑 快出来 众小弟已经不顾王天霸的安危 集体跑到了院子里面 然后连忙王天霸出来一起逃跑 可王天霸已经没有机会了 在他子弹打光的一瞬间 女鬼一口咬在了王天霸的手上 咔的一声 女鬼用力一撕扯 王天霸整条手臂都给咬了下来 鲜血淋漓 啊 王天霸吓得瘫软在地 不停惨叫着 疼痛让他面部抽搐 浑身都在发抖 他怎么都想不到 自己带了这么多人进来 可却落得个如此下场 你不要过来啊 走开 走开 快来救我 你们这帮废物 王天霸凄惨地叫着 可院子里的小弟们吓坏了 命底钱重要 就算王天霸给他们再多钱 那也得有命花 那女鬼恐怖的气息 和猙獰的面孔告诉他们 进来就得死 那是鬼 刀枪根本没有用 刚才也就一下 王天霸整条手臂就没有了 他们也只是个打工的 可不想命都不要去救这个恶霸主子 啊 好痛 小子 放过我 我跟你结拜 我认你做大哥 认你做干爹都行 你要钱我给你钱 放过我 只要你放过我 你要什么都行 我大哥王天七什么都有 王天霸开始求饶 他害怕了 即使是恶贯满盈的人 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也狼狈地卸条狗 呵呵 放过你 那被你害死的那些人 你有放过他们吗 而且我放过你 那不是自掘坟墓吗 王天霸这种人 绝不能让他有活路出去 不然 他肯定要报仇 想走 已经没门了 杀 我对王天霸的话 嗤之以鼻 根本没有任何反应 也不想听他的话 继续控制着女鬼杀他 王天霸见求饶没有用 那帮手下 又都是窝囊费 只能靠自己了 他拼命地往外爬 跟条狗一样 看着很可怜 断臂流了很多血 将地面和他的衣服 都染红了 我先不着急杀他 等他快爬到门槛的时候 突然啪哒一声 一双冰冷的手 搭在了他双腿之上 然后无情地 将他拖了回去 就好像老虎 叼着他的猎物一样 女鬼不停地流着口水 露着猙獰的笑容 先给他希望 再让他绝望 再将他残忍地暴杀 哈哈 饿霸 哈哈 也该让你尝尝 死亡的恐惧了 有因必有果 你的报应就是我 你害了多少人 就得多少报应 那些小弟吓坏了 别说近来就 站外面都双手发抖 腿也有点站不稳 要相互搀扶着 他们只能眼睁睁 看着王天霸被女鬼拖进去 那场面 别说有多恐怖了 估计他们此生难忘 会成为一辈子的阴影 王天霸没有被马上杀死 而是一点一点一点地 剥夺他的生存可能 先卸下了他的手臂 然后倒脚 最后是内脏 一点又一点地 将其慢慢掏空 他没有那么快断气 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疼痛 他的脸是扭曲着的 眼神极其痛苦 终于 我帮所有受害者都报了仇 也替天行了道 王天霸害人无数 有这个下场 都是他做的 他活该 作恶多端就该这样 笑 小子 你等着 你的下场 不会 不会比我好半分 我哥哥 一定会 替我报仇 亲手杀了你 我哥哥 是这座城的神 他 掌控了一切 你 你会比我死得更惨 他会留给你后悔的时间 但不会留给你后悔的机会 王天霸说完最后的一段话后 终于扛不住咽气了 血染红了地板 王天霸终于归西了 走 走 回去告诉老大哥哥 快走 那帮小弟吓坏了 连忙开始逃 反正王天霸都死了 他们留下来也没有用 可是 谁跟他们说 可以走了 就在这个时候 外面响起了 一阵阵铃声 铃声很诡异 时而慢 时而急促 而且异常刺耳 听着有一股 让人昏昏欲睡的感觉 我知道 方婷来了 这铃声不一般 明显可以射魂 小时候听村里的老人说过 以前隔壁镇闹灾荒的时候 偶尔会起这种铃声 有些小孩 听了会跟丢了魂一样 默默走出去 然后就失踪了 老人们说 这是会法术的人饿极了 射魂带走小孩回去当粮食 大人心志高 不容易迷惑 小孩和那些傻子之类的 会被拐走 闹杂荒的时候 人都饿红眼了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别说什么道横不道横的 始终都是人 都想活下去 一旦没有东西吃 人也是粮食 方婷的射魂灵 明显更厉害 王天霸这群小弟 就跟中了鞋一样 全部立于原地 然后跟木头一样站着 他们本来是惊慌失措 落荒而逃的 聆听店 射心于魔我中邪 上路上路 方婷摇着铃铛 一边念着咒语 一边向前走 王天霸那帮小弟 跟中了鞋一样 走路都一步步慢吞吞的 他们没有跟着方婷 而是上了车 然后开车跟着方婷走了 我不知道 方婷将他们带去哪里了 他也没有说 只是讲 这些人都交给他 他会办得妥妥当当 不会给我留下任何麻烦 王天霸的尸体我烧了 处理得很干净 就好像他人间蒸发了一样 估计连一根头发都没人找得到 不过王天霸真的没有本事的话 迟早会找到我的 只是时间问题 我也不怕他 就在这里等着他来 我翻开了那本泛黄的记事本 里面都是大佬 是爷爷留给我的人情薄 来吧 我等着 一手遮天的狠人 我倒要看看 他怎么给他弟弟报仇 王天霸无恶不作 死有余辜 我杀他就是替天行道 问心无愧 你要报仇 我奉陪到底 不过害死他的不是我 而是那个灵少 不是灵少为了杀我 故意推荐 我给王天霸 那他现在估计 还抱着妞喝着红酒快活呢 可惜了 灵少亲手将王天霸 推向了地狱 我将恶灵从灵一身上驱赶走了 这个鬼上身 让他虚弱无比 直接就晕倒了 期间 他连发生了什么事都不知道 晕睡到第二天早晨才醒过来 但他浑身疼痛 这是鬼上身后的副作用 这一招 其实是很危险的 招鬼容易送鬼难 万一那只厉鬼不肯走 那施主会极其危险 可我的道行远高于这只厉鬼 他不敢逆我意思 不然我会让他灰飞烟灭 永不超胜 灵一一起来后很害怕 他没有忘记之前的事 王天霸拿着枪 对着鼓扫射的场景 他历历在目 可他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晕过去了 甚至不知道 王天霸已经惨死 他见自己活了下来 我们又没事 连忙问起了昨晚的事 我没有细说 只是淡淡回了一句 我已经将那个家伙宰了 灵一一不敢相信地看着我 昨晚那么多人 还有枪 我是怎么杀掉王天霸的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其实灵一一不知道 亲手杀死王天霸的是他自己 虽然是鬼上身 但杀王天霸的 确实是他本人的手 只是他记不起来了 我没有给他过多的解释 因为我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新闻 新闻正在报道着捞尸 捞起来的尸体 正是昨晚王天霸那些小弟 他们全都死了 几辆车开下了河 这帮人淹死在了车里 我知道是方婷干的 他控制了那些人 开车下河了 果然是好手段 这样谁都查不出来了 这些人一死 王天霸的尸体 又被我处理干净了 王天霸一时之间 肯定找不到我 得多等几天了 秦子的冤枉落空 但他看我的眼神变了 他没想到我能化解这次危机 而且手段毒辣干净利落 如果对方哥哥不是王天霸 或者一辈子都没人知道 是我干的 不知道他是害怕我 还是敬佩我 反正眼神跟以前不一样了 不过他什么都没有表现出来 除了这个新闻 还有一个 好像是报道什么 林家出了命案 全家族二十口人 无意生还 除了保姆 管家这些下人 几乎全部惨死 血染林宅 非常惊悚 警方还在调查着 林家 难道是林少 电视里报道的内容很少 我也不知道 到底是不是林少 如果真是他 那也太可怕了 因为我让老乞丐 杀了林少 和他身边那个老人罢了 但是 他直接杀了别人全家 比我还狠 林家全足二十口人 无意生还 林家不是这个城市的 四大风水家族之一吗 老乞丐居然一夜之间 涂塌全足 这老人到底什么来头 为了验证我的想法 我离开了谷屋 去了小区 方婷没在 应该是去赶湿了 他很忙 一个星期 好像只有两天在家 我上了楼 直接敲开了老乞丐的门 老乞丐开门后 我还下意识地 看了一眼他手指 很奇怪 他的手指居然复原了 而且一点痕迹都没有 仿佛从来都没有断过一样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断指就算接上了 也不可能不留下一点痕迹 这也太邪门了吧 房东小哥 任务我已经完成了 不知道你还满意吗 老乞丐对着我黑黑笑道 你 杀了他满门 我问出了自己的疑问 老乞丐点了点头 果然 电视里报道的林家 就是林少 也太狠了 直接涂了林少全足满门 我突然感觉有点不寒而栗 眼前的这个老乞丐 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狠人 虽然他笑眯眯的 可我却感觉一股股寒气扑面而来 幸亏 我跟他不是敌人 林家不是普通家族 只杀一个 只会惹祸上身 不如全杀了 免得以后麻烦 老乞丐解释了一句 对于我来说 自然是好事 不然林少一死 林家肯定会查到我的头上 他曾经来过谷 也曾把我推荐给王天霸 现在林家全足死光 我倒是省了不少麻烦 而且干净利落 基本上不会留下任何首尾 王天祺那边查我也会更加困难 现在除了陈家 这个城市与我有交集的 基本上都全死了 老人家 那你这个手指 又是怎么回事 我记得 那天 你好像把他咬断了 我问出了心中 最后的一个疑问 林家这事虽然狠了一点 但倒也和我心意 不过这手指的事 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老乞丐看了看自己的手指头 然后才解释道 我这是断职保命 平安回来后 又接上了 断职保命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种祈祷方式 太极端了吧 是有什么说法吗 我想问 但老乞丐打断了 说涉及他那一派的隐私 不方便细说 希望我见谅 那你老人家是怎么接上的 为何一点痕迹都不留 至少皮肤得有个八把 我又问道 这老乞丐 到底是何方神圣 感觉他是个很厉害的人物 居然沦落到当乞丐吗 真是令人唏嘘 老乞丐笑了笑 说是用魂 其他的就不方便细说了 用的林家全足的魂 给他接上了这根断纸 所以完好如初 没有一点疤痕和断过纸的迹象 用魂接纸 如此诡异的方法 我真是闻所未闻 这时候 我只能感叹自己的见识短 这天地何其广阔 能人何其多 幸亏这种狠人 是站在我这边的 如果是敌人 后果不堪设想 爷爷说的没错 这都是宝藏 想想这个林少可真惨 为了出一口恶气 不但自己丢了命 还害死了全族的人 江湖险恶 以为仗着自己身份特殊 有点背景就嚣张跋扈 殊不知不是所有人都惯着你的 风水大家族的大少爷 真是懵懂无知 年少轻狂啊 狂着狂着 命就没了 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如果不是 他先动杀星 也不会落得个如此下场 连家族的魂 都要被抓来接止 虽然我不知道具体情况 但魂不能入阴间 那是什么下场可想而知 我告别了老乞丐 然后回了谷物 今年好像死了很多人 而且都与我有关 想起来虽然残忍 但如果换作别人不是我的话 可想而知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下场 阴险奸诈的林少 无恶不作的恶霸王天霸 换作任何一个人 估计都已经被他们 玩到尸骨无存了吧 只是他们倒霉 刚刚好碰上我 弱弱强食 在这个灯红酒绿的城市下 全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猛兽 他们只是披着人皮的畜生而已 你不狠 被欺负的就是你 死的也只会是你 这就是我师父九尾狐 教给我的法则 我对他们的死毫无内疚 而且很快就忘了 而王天奇 也没有那么快找上门来 三天后的一个晚上 张牙九来了 还带来了一把刀 这把刀颜色纯白 弯得跟月牙一样 刀柄很精致 上面雕刻了一个骷髅头 刀身很宽 但刀刃却好像很顿 切肉都不痛 这 就是你给我打造的腰刀吗 我皱了皱眉头 这是纯正的骨刀 刀刃立不起来 虽然能感觉到 一股淡淡的腰气 但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可这是爷爷给我选的 应该不会差才对 我也不知道 爷爷为什么给我选了一把腰刀 这其实是 不符合风水师身份的 张牙九说 这腰刀不能杀人 只能斩鞋碎 老爷子吩咐的 让我千万别开刃 开了 就真诚是血的腰刀了 到时候拔出来就得见血 原来没开刃 怪不得那么顿 不过人用腰刀的话 这样确实比较保险 开了刃的话 那就指不定是人用刀了 也有可能是刀在用人 腰刀邪门 普通人慎用 不然后果自负 张牙九没有留下任何话 好像完成了任务一样 直接离开了 我将腰刀握在了手中 随便挥舞了几下子 我感觉里面好像有魂一样 特别邪门 但刀很称手 倒是挺好用的 就是不知道 斩腰除魔形不行了 有机会得试一试 张牙九刚刚走 我想将门给关上的 可突然啪哒一声 一只手搭在了门上 让我无法顺利关上门 来人将门给顶上了 哪位 我下意识地回过了头 然后看向了门外 可当我看见来人的时候 瞬间愣住了 接着就是寒毛道理 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觉 跟蚂蚁一样 爬满我全身 站在门外的 应该是一个女人 长发披肩 穿着高跟鞋 穿着打扮也很时尚 但是 她没有脸 我这辈子长这么大 第一次见没有脸的人 甚至比鬼都惊悚 她的五官全都没有 那上面就好像一张 摊开的纸一样 是平的 没有眼睛 鼻子和嘴巴 让人不由自主地头皮发麻 何妨要念 胆敢来我鼓舞作祟 吃我一刀 不知道哪里来的妖邪 差点把我都吓到了 我连忙挥舞着妖刀 压的 就拿你练刀了 五脸女可能被吓到了 踩着高跟鞋连忙后退 还说自己是人 不是什么妖邪 人 人怎么会没有脸 不过她好像真没有邪气 也没有阴气 确实是个实实在在的人 难道是得了什么病 我挠了挠头 收回了妖刀 然后问她 怎么没有脸 来这里有什么目点 五脸女说自己撞鞋了 以前是有脸的 还打开手机上的照片给我看 说这是以前的她 手机上的女人 长得五官精致 一双桃花眼 总的来说 还是挺漂亮的 身材跟眼前的女人有点像 不会真是她吧 可手机上的女人让人心动 眼前的五脸女 让人心机梗塞 她这是怎么搞成这样的 脸去哪啊 不要脸啊 女人叹了口气 说她遇到的事情 太匪夷所思了 没有人会相信 但她知道自己 应该是中邪了 所以来这间古屋找大师帮她 我问她有没有铜钱 如果没有铜钱的话 我可不接 五脸女掏了掏口袋 然后摊开了手掌 掌心有一枚铜钱 上面有个苏字 是她了 见识有缘人 我将五脸女请了进来 林依依看见 直接尖叫了起来 差点吓晕过去 就连勤子看了 都有点害怕 人没有脸 真的比鬼都惊悚 可五脸女也没有办法 她更不想自己这样 但中邪了以后 她就变成这样了 如今生活和工作 都受到了影响 连家人都害怕她 她都想自杀了 她也曾去庙里找过高僧 但那些和尚 吓得直接抱着沐鱼 就跑了 她现在白天 基本上不敢出门 晚上也得避着人走 要不就是戴面具 或者用东西遮着脸 不然会吓到别人报警 我很奇怪 这女人身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居然把脸弄丢了 也太邪门了吧 五脸女坐下来后 也不磨叽 见我不算很怕她 心里有了几分底气 将所遭遇的事情 都说了出来 要换别的人 估计早跑了 因为没有脸的她 不知道吓跑了多少人 五脸女叫钟敏 今年25岁 是个兢兢业业的上班族 长得也算有几分姿色 可在鬼节的那天 她遇到了 无法解释的邪是 现在想来 可能是自己撞鬼了 记得那天加班晚了 大概12点多 才出了办公室 见街边都是 纸钱辉和火盆 钟敏这才想起来 原来今天是鬼节 心里骂了一声晦气后 连忙打车回去了 回到大楼下的时候 钟敏一不小心 踢翻了一个火盆 里面有半截 烧剩的照片和纸钱辉 她低头一看 顿时有些隔音 那半截照片上是个女人 女人那张脸 简直瞅到了极致 五官长得极其新奇 鼻子嘴巴好像谁也不服谁 钟敏从小就是个严控 而且从来没有 见过这么丑的人 嘴上情不自禁 就哼起了一句 真特么丑 钟敏当时没有想太多 也就油杆发了一下 虽然是鬼节 但生在这个科学的年代 倒也没有那么迷信 回到家后 钟敏正打算洗澡呢 突然有人敲响了她的家门 钟敏一顿好奇 这大半夜的会是谁呢 钟敏问了一句 但门外没有回答 而且敲门声不断 一声又一声的 极其诡异 好像每一下 都扣在了钟敏的心弦上 钟敏看了一下猫眼 一片漆黑 外面走廊是有灯的 所有猫眼 不可能什么都看不见 很明显是有人 挡住了猫眼口 钟敏叫了男朋友后 就没跟家人住一起 自己在外面 租了个一房一厅 有时候男朋友 会过来他这里过夜 但今晚男朋友没来 钟敏一个人 顿时有些害怕 毕竟独居女性 极其的危险 万一是什么杀人狂之类的 可怎么办 你说结个才什么的 都算走运了 杰瑟又杀人 那不是捣了个大笔没了吗 钟敏连忙掏出手机 准备报警 可就在这个时候 敲门声停止了 好像外面的人 能看到钟敏一举一动似的 极其诡异 钟敏再次看向了猫眼 终于不是一片黑了 门外空空如也 什么都没有 昏黄的走廊灯 将外面照得一清二楚 钟敏松了一口气 然后给男朋友 发了一条信息 可男朋友没有回 时间已经很晚 男朋友应该睡了 钟敏打了个哈欠 卸下一身的疲惫去洗澡 可没多久 他突然在浴室里 听到了门开的声音 吓了他一大跳 他明明反锁了门 就算有人能进来 应该也得有很大的动静 不可能那么容易 将门打开的 钟敏急了 连忙穿着浴袍出去 可是门好好的 根本没有别人进来的迹象 难道是自己听错了 钟敏没想太多 可能是自己太累了 而刚才的敲门声 让自己受到了惊吓 所以才会产生这样的错觉 他平复了一下情绪 正打算睡觉的时候 突然柜子动了 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 钟敏吓得尖叫了起来 头皮发麻 手都在颤抖 他一个人住 也不养宠物 这大半夜的柜子动了 能不吓人吗 他惊得差点头皮 都炸开了 谁 谁 谁在里面 钟敏大声喊着 但柜子只是动了一下 随即就没有动静了 钟敏缓了好一会 才平静下来 他鼓足了所有勇气 然后去打开柜子门 啪哒一声 钟敏慢慢地打开了柜子门 心提到了嗓子眼 他很紧张 甚至都不敢呼吸 双手在颤抖 门终于打开了 里面有一个指人 指人很怪异 嘴好像在笑 双塞发红 可钟敏的柜子里 怎么会有一个指人呢 难道是男朋友 故意放这里捉弄他的 不可能 谁那么傻逼 会开这种玩笑 指人是烧给死人的 极其晦气 玩什么都不会玩这个 还有 今天可是鬼节 钟敏没法想太多 看着这个指人 有点头皮发麻 柜子里无缘无故 多了个指人 这大半夜的 换谁不怕 钟敏将指人拿了出来 然后连忙抛出了窗外 可是指人飘到半空的时候 突然发出一声鬼笑 然后就不见了 极其的邪门 钟敏还以为自己看错了 连忙用手电筒罩下去 可地面上确实不见指人 情况很怪异 钟敏吓得连忙 关上了窗户 然后躲进了被窝里 连头都不敢梦 今晚发生的邪事太多了 钟敏吓得面无血色 再也不敢出被窝 没多久 钟敏就睡着了 她开始做噩梦 她梦见 一个女人蹲在了地上哭泣 哭得很凄惨 钟敏觉得她有些可怜 连忙上前 询问她怎么了 这时候 那女人突然抬起了头 然后看向了钟敏 钟敏一眼就认出来了 正是楼下火盆里 那半截照片上的丑女人 她不是死了吗 而且 这张脸真的太丑了 看得人毛骨悚然 钟敏吓得尖叫了一声 连连后退 腿一软 差点跌坐在地上 丑女人立刻缓缓走了上来 一脸的凶向 猙獰的丑脸对钟敏悠悠问道 我很丑吗 钟敏拼命往后退 看着那惊悚的脸 吓得完全不敢说话 怎么不回答 我说我很丑吗 嗯 女人步步紧逼 极丑的五官 好像扭曲到了一起 如恶鬼一样猙獰 看着人头皮发麻 鸡皮疙瘩起一身 钟敏拼命逃跑着 然后大喊道 不要过来 不要 那我走 丑女人诡异一笑 居然真的走了 不过走之前 还指了指钟敏的脸 好像别有用意 钟敏醒了 但醒来后脸特别的疼 她照了一下镜子 可又没有什么问题 昨晚的梦很奇怪 让她有点心有余悸 她还去看了医生 检查完一切正常后 钟敏这才安下了心来 第二天钟敏跟男朋友吐槽 昨晚发生的一切 直呼太邪门了 还要男朋友陪她去庙里 求一道辟邪的福 不然今晚睡都不安心 想起梦中丑女人那张脸 她浑身都不自在 太会气了 可钟敏的男朋友 不但没有安慰她 还说出了一句 让她极其震惊的话 钟敏的男朋友叫王伟 他们在一起三年多了 感情还算稳定 一直以来也挺疼爱钟敏的 可听到钟敏的话后 她不但没有安慰 反而很奇怪地说了一句 昨晚你不是跟我在一起吗 钟敏听完人 立刻就炸了 说她什么时候 跟王伟在一起了 昨晚自己加班到十二点多 给王伟发信息还不回 怎么可能跟她在一起 王伟也傻了 但她没有说谎 钟敏是凌晨两点的时候 来找她的 当时睡得迷迷糊糊 门一下子就被敲响了 王伟一开门 门外居然是自己的女朋友钟敏 钟敏说 鬼节自己害怕 于是就打车过来了 一进门就抱着王伟 还要了王伟三次 那个禁闭以前猛多了 完全不像平时钟敏的作风 王伟到现在还累得有点腰酸 钟敏听了后 人傻了 他昨晚什么时候去王伟家了 更别提跟男朋友要了三次 这不扯淡吗 钟敏突然哭了起来 说王伟是不是认错人了 跟别的女人上了床 这可是大罪 王伟哪敢背这个锅 连忙举手发誓说 真是钟敏 他又不是瞎的 难道连自己的女朋友都认不出吗 昨晚千真万确 就是钟敏自己上门了 不可能有错 就是跟平时不太一样 两人一人一句 不管怎么样都说不到一块 钟敏说 王伟找借口出轨 王伟说 钟敏撒谎无理取闹 故意耍他 于是就吵了起来 结果不欢而散 可后面发生的事情更加诡异 让钟敏不得不相信王伟的话 不是王伟认错人出轨了 而是有人偷了钟敏的脸 到处招摇撞骗 一开始是王伟 后来是公司的老板 再到公司的同事 朋友 他们都说钟敏主动勾引他们 还跟他们睡了 一时之间 钟敏突然跟多人有染 而且说都说不清 他口碑顿时差到了极点 女人都在背后议论他 男人都想上了他 这让钟敏差点崩溃了 可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一向洁身自好 完全没有做过这些事 为什么别人都诬蔑他 怪事不止一见 钟敏每天醒来脸都很疼 好像被针扎一样 可他跑过好几趟医院 又检查不出什么来 还有更诡异的 他总觉得自己的屋子里 还藏着一个人 但他翻遍了整个房间 就是不见有人 他有时候 余光会突然瞥见一个指人 但转头一看的时候 指人又不见了 他满屋子的找 就是找不出指人来 仿佛是幻觉 这种怪事一直持续着 而且还不断升级 甚至几天后 还有警察找上了钟敏 说他盗窃什么的 还有证人 后面幸亏钟敏有不在场证明 这才免了牢狱之灾 指控钟敏得进去蹲牢房 这时候 钟敏才终于明白了一件事 有一个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正在坐监犯科 而且不断利用他的身份 去干各种坏事 败坏他的名声 这个女人绝对跟他长得一模一样 一到晚上等他睡着的时候 这个女人就冒充自己 去做各种坏事 钟敏暗暗下决定 一定要抓住这个女人 还自己清白 钟敏联系了男朋友王伟 还向他说明了情况 王伟一听 立刻惊掉了下巴 世上居然还有这种歧视 两个人长得像很正常 但像这种冒充别人疯狂做坏事的 还真是奇闻 而且这几天 王伟还以为钟敏跟自己和好了 但钟敏却说 之前从来没有找过他 是今天才有大伤的 也就是说 王伟又跟那个女人睡了好几次 而且都不是女朋友 这让他很尴尬 钟敏也没有时间跟王伟计较那么多了 甚至无法去怪王伟 他要王伟配合他 一起抓住那个女人 然后还自己清白 王伟想都不想 直接答应 钟敏说他不会去找王伟 如果那个女人晚上再来 肯定不是他 这时候 王伟要马上通知钟敏 然后两人一起抓住那个女人 两人商量好后 很快就开始实行 大概第三天的晚上 钟敏凌晨两点 收到了王伟的信息 说那个女人又来了 让钟敏赶紧过来 理应外合 钟敏一下子就来了精神 连忙穿上衣服 然后准备下楼 打个出租车前往 可很奇怪 那些出租车司机看到他就跟见到了鬼一样 没有一辆敢停的 滴滴打车也是 司机来的话也不说 直接取消订单走了 看到不敢看他一眼 虽然有些恼火 但钟敏没有丧失理智 因为仇人就在眼前 他不能在这个时刻掉链子 他不知道为什么那些司机会这样 也没有时间去思考 如果找不住那个女人 那他这段时间遭受的冤屈 再也无法申诉 他要还自己清白 钟敏一咬牙 扫了一下旁边的共享单车去 骑着狂奔 大概一个小时后 他终于大汗淋漓地 来到了男朋友家门前 钟敏听到了屋子里有女人的声音 明显是男朋友王伟 在拖着那个女人 与他周旋 就等着钟敏来了 钟敏心里一喜 李奶奶的 这次还不将你逮个正着 冒充她的身份 做了多少败坏名声的坏事 结果锅都是她背 钟敏受够了 钟敏来到门前 然后敲响了王伟家的门 这时候 里面立刻有了一阵骚动 里面有个女人 在让王伟别开门 不然他会后悔的 可王伟没让钟敏失望 他知道 钟敏就在外面 这个女人是假的 他毅然决然地推开了女人 然后跑过来开门 等真的钟敏进来对质 然后将假的抓住 一切都可以真相大白了 看他还怎么抵赖 王伟不顾女人的阻拦 打开了门 钟敏就站在门外 可王伟却傻眼了 几秒后 吓得面无血色 直接尖叫了起来 大声喊着鬼 有鬼 钟敏刚想说话 可门喷的一声 居然重重地关上了 王伟好像受到了什么 惊吓似的 极其恐惧 钟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怎么跟想象的不太一样 王伟不应该跟他齐心协力 一起对付屋里的女人吗 揭穿女人后 将他送往警局 还自己清白 可王伟见到他后 跟见了鬼一样 吓得尖叫了起来 还要把门给重新关上了 这是怎么回事 钟敏人傻了 不是说好的 抓冒充自己那个人吗 怎么男朋友王伟 见到他是这个样子 好像见到他 跟见了鬼一样 过了一会 钟敏才缓过来 是不是自己的脸 出现了什么问题 想起来时候 司机们的反应 钟敏心里咯噔了一声 马上联想到了 什么可怕的事情 钟敏掏出了化妆镜 然后在黑夜中 仔细看自己的脸 可是 镜子中压根就没有脸 光滑的面部皮肤上 就好像一张平毯一样 惊悚地让人头皮发麻 钟敏的脸不见了 他的脸呢 他发疯似地尖叫着 然后将化妆镜摔成了碎片 他疯狂地摸着 但没有用 眼睛 鼻子 嘴巴都不见了 但很怪异 他依然能说话 能看见东西 能呼吸 钟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吓得浑身发抖 甚至以为 现在只是一场梦 他疯狂地掐自己 可疼痛让他明白 这一切都不是梦 都是真的 王伟 开门 我不是鬼 我是钟敏啊 我是你女朋友 开门 钟敏唯一的依靠 就是王伟了 他疯狂地敲着王伟家门 可王伟吓坏了 这哪是钟敏 这分明就是无相女鬼 如此惊悚 王伟如何能将他和钟敏联系到一块 而现在 旁边站着的一个女人 模样跟钟敏无差 你说他是假的 可你 却连脸都没有 跟鬼一样 王伟能信你吗 王伟一狠心 抄起一根棍子就冲了出去 夜半鬼敲门 说不心惊是假的 可也不能让他一直敲 人怕鬼三分 鬼怕人七分 况且 王伟一生 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 王伟打开门 举起棍子就打 完全将钟敏当成了女鬼 而且打得非常狠 钟敏一个女生哪遭得住 被打得满身伤痕 落荒而逃 钟敏逃回了自己的家 他捂着脸 不敢让任何人看见 幸亏这半夜三更的 也没有什么人 逃到楼下的时候 他又踢到了一个火盆 一不小心摔倒了 那个火盆他记得 就是鬼节踢到的那一个 从里面掉出来一堆 纸钱灰和半截照片 可照片上的女人 换了 钟敏看了毛骨悚然 那照片上的女人不是他吗 不对 之前照片上的是一个丑女人 她还吐槽过 怎么就变成了自己 不对 有鬼 她撞鬼了 钟敏极其害怕 她终于意识到了什么 根本不是有人冒充她 而是她撞鬼了 这时候 照片上的女人 突然挤眉弄眼 然后黑黑黑怪叫了起来 声音尖锐无比 你看我现在 还丑吗 笑声很恐怖 听得钟敏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而且 照片会说话 这多甚人 她害怕急了 摸爬滚打地冲上了楼 然后回家紧紧关上了门 钟敏急忙找镜子 可镜子里的她依然一样 她没有脸 如同一只可怕的女鬼 拼整脸部皮肤上什么都没有 她自己看着都害怕 哥哥哥 突然 柜子动了 好像有什么东西 在里面敲着柜门 柜子里藏着什么人似的 钟敏吓了一大跳 手里的镜子啪一声 掉落地上摔了得粉碎 但响声很快就被盖了过去 柜子里的动静越来越大 好像有什么东西 要从里面出来一样 钟敏被逼急了 虽然心里极其恐惧 但一直这样下去也不行 寻思着反客为主 于是跑去厨房里 拿了一把菜刀 当即来到了柜子前 反正她脸都没有了 也不想活了 管你是人是鬼 跟你来个鱼死网破又怎么样 钟敏慢慢打开了柜子门 然后握紧了手中的菜刀 如果有什么东西在里面 她就一刀下去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鬼把人逼急了 人也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可柜门一打开 说到这里的时候 钟敏突然戛然而止 话说一半不说了 我白了她一眼 让她倒是说 柜子里到底有什么 这就好像我裤子都脱了一半 你突然没了 那得有窝气 这不纯遭见人吗 钟敏皱着眉头 说不是她不讲 而是 她好像打开柜子门后 看到了什么特别恐惧的东西 人晕了过去 然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而且那段记忆好像受损了 柜子里到底有什么东西 她也记不太清了 由于太恐惧失忆 当时钟敏菜刀都拿上了 而且也意识到了 自己已经撞鬼 应该有了一点心理准备 就算是鬼 也不至于吓到失忆 那会是什么东西呢 会让当时的钟敏吓到失忆 那玩意的有多可怕 而且应该是出乎意料的东西 我琢磨好大一会 也想不出是什么东西 只能让钟敏跳过这一段 继续讲下去 钟敏说自己在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大早上了 可这个早上有点不一样 她的脸不再疼 但是脸没了 钟敏差点疯了 如果有什么东西 在这段时间一直偷她的脸 但是白天还是会如期还给她 可这一次不一样 她的脸没有回来 是彻底没了 往后的日子连也没有回来 她成了五脸人 她不敢出门 事业丢了 男朋友跑了 亲人朋友一个也不敢见 她知道自己撞邪了 去找到是和尚 可那些人一见面就吓得落荒而逃 别说什么大师了 连个神棍都不如 那段时间 钟敏甚至都想过自杀 可她想起了 奶奶临终前留下来的一枚铜钱 还有一个地址 说钟敏以后 如果遇到什么鞋事 可以带着铜钱 去找地址上的人 她会帮你解决 钟敏之前 没怎么把这个放在心上 现在遇到了鞋事 一下子就想了起来 所以就带着铜钱过来了 钟敏的事情不算复杂 无非就是鬼节得罪了什么怨灵 所以被搞了 只是这鬼有点毒 他不杀钟敏 不找他当替身 而是把他脸给偷了 还用他的脸 到处作祟勾男人 可能是因为钟敏说他丑吧 鬼是最小气的 特别是鬼节 被恶鬼缠上 那真是不得安宁 钟敏还算幸运 至少现在还活着 记得小时候 我有个小伙伴 也是鬼节调皮 半夜跑出去玩 还尿尿临路边 烧着的纸钱 结果第二天 就无缘无故上吊死了 那个被他尿尿 临纸钱的死人 也是上吊死的 是个毒鬼 输光家产后 就上吊死了 真成了毒鬼 鬼节的时候 晚上最好不要出门 尤其是小孩和女人 那时候的鬼最凶 而小孩阳气不足 女人阴气太盛 都容易招惹鬼 钟敏的事已经说完了 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对 活人要尊敬 死人更要尊敬 他不应该吐槽死人的长相 死者为大 现在他只向我 帮他找回自己的脸 一个人没有脸 那就是怪物 即使钟敏不可能 一辈子戴着面具生活 这是确实离奇 听他说的时候 都有一股毛骨悚然的害人感 但如果真的只是 恶鬼作祟 那这事其实还是好办的 钟敏只是个 普通的上班族 我也不想收多他钱 这是应该不复杂 就要他的三万吧 这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 已经是一笔不小的钱了 钟敏为了自己的脸 别说三万了 十万都得给 不过得等我把事办好 才给钱 他怕我是个骗子 毕竟我这么年轻 说是什么大师 他也只是半信半疑 不过我无所谓 真金不怕火炼 一只小小的鬼 我还是可以随便拿捏的 晚上的时候 我让钟敏带我回了家 希望可以逮住那只鬼 到时候让钟敏道个歉 如若那鬼 还继续胡作非为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虽然是钟敏不对在先 但这只鬼也害得他够惨了 算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没必要再得寸进尺 害人害己 还有 我想看看钟敏的柜子里 到底有什么 刚才他说了一半就熄火了 让我极其难受 希望柜子里 那个可怕的东西还在 我正想瞧上一眼 到底是什么玩意 把当时的钟敏给下失忆了 来到钟敏的住所后 我惊呆了 这里的楼层很密集 中间的楼密不透风 如果冤死了什么人 阴气散不去 很容易形成厉鬼 而且太阳光照不到 容易形成煞 怨气如果够大的话 住这里的人就会有霉运 所以 很多人窝在这里 打了一辈子工 越打越穷 永远没有出息 这种出租房的风水气云太差了 不过房租便宜 很多人都喜欢租这种房子 但许多人是越住越穷 进了钟敏的房间后 一股阴气扑面来 我皱了皱眉头 这房间里死过人 其实也不是说死过人的房子 就一定是凶宅 如果是正常死亡 一般房子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只有亡死 才会形成凶宅 就算没有恶魂在 怨气也会让整个屋子的磁场不正常 屋里会有类似于 鬼压床的灵异事件发生 或者总感觉屋子里多了一个人 晚上上厕所凉搜搜等等 这也是为什么 凶宅低价 都没有人买的原因 住久了 就算没有恶鬼要你命 你自己都会发疯的 怨气会影响磁场 让人的大脑产生很多幻觉 久而久之 你要么受不了自杀 要么就疯了 幸运地及时搬出去 有可能会没事 不过 凶宅也不是没有处理办法 紧记几点就行了 只要太阳照进来半年以上 那什么妖魔鬼怪 都会魂飞魄散 怨气也会自己散了 第二 请个菩萨或者神仙之类的东西 回来供奉 每天香火不断 如果哪天菩萨碎了 那请赶紧搬走 这里面的东西绝对不一般 如果一直没事 那你就不用担心 可以放心住 第三 屋内挂八挂镜 床头放把剪刀 八挂镜不但可以驱邪 还可以照邪 说不定哪天就照出了什么 发现后赶紧搬走 或者镜面脏了 镜面破了也得赶紧走 说明有东西 而且还很猛 至于剪刀的话 可以破煞 放床头可以防煞 也可以防身 紧急这三点 遇到凶宅 也可以从容面对 甚至可以保命 只是钟敏这个出租屋 光线太差了 如果真的死过人 阴气散不去 估计会闹鬼很严重 这里楼层都是围在一起的 密度太高了 我们风水师 把这种地理位置 称之为黑虎暴肿 没事不死人还好 如果枉死一个人 那估计很凶 钟敏问我 为什么迟迟不进来 是害怕吗 他突然对我有点失望 如果我害怕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 骗钱的神棍了 怕鬼还怎么抓鬼 这都还没见到鬼 就已经打退堂鼓了 我能有多大本事 可他不知道 我已经察觉出 他的房间有点不对劲了 而且我看了一下 他的两边邻居 门是紧锁着的 且上面全是灰 应该是没有人住 这种楼房便宜 应该不会有空房才对 一大把打工足足 绝对不可能会空出很久 可那门上的灰 已经积了一层又一层 不知道空了多久了 左右的邻居房 没人敢住 也就是说 钟敏这个房间 有可能发生过什么事 你这个房间死过人吗 在钟敏的呼喊下 我终于踏了进来 里面阴气更盛 我已经确定了 这屋子真死过人 应该算是凶宅 这阴气 正常死亡的人 不会有这么大的阴气 残留不散 啊 应该没有吧 房东没跟我说过 钟敏好像什么都不知道 我苦笑了一下 他当然不敢说 说了这房子还怎么租 卖房要如实相告而已 租房可不一定 钟敏好像明白了我的意思 他打了哆嗦 你可别吓我 我让他不用害怕 他现在这个样子 其实鬼更害怕他 而且都惹伤鬼了 还在我房间里闹鬼吗 我一边说着 一边来到了柜子前面 然后伸手缓缓打开柜子 这柜子里到底有什么 那玩意还在吗 到底是什么东西 将当时的钟敏 吓得失忆了 吱压一声 柜门打开了 但是里面除了衣服 好像什么都没有 我仔细看了一遍 真没有什么邪门古怪的东西 其实我早就看过了 根本没有什么东西 我也不记得 那玩到底看见什么了 一点记忆没有 后来柜子就再也没有闹闲 钟敏说道 他越这样说 我好奇心越是被吊得高高的 可没有办法 柜子里根本没有任何东西 我坐到了沙发上 愁眉不展 然后环顾着四周 这时的一房一厅 屋内有股很大的阴气 但不知道从何而来 没有鬼存在的迹象 不知道死在这里的人是怎么回事 房东为什么隐瞒不说 钟敏也算倒霉了 租了个凶宅不自知 鬼节又闯祸 真是够倒霉的 接下来怎么办 钟敏朝我问道 我看了眼时间 这才晚上十点钟 我悠悠地吐出一个字 等 我知道 那只偷脸的鬼 肯定会出现的 而且每晚都有出现 只是钟敏不知道而已 原因很简单 人身上除了灵魂 其他的任何东西 就算被强行偷走了 在第二天也会自动回来 那只鬼每天都来偷钟敏的脸 只是一开始是偷12个小时 后来变成了24个小时 他应该是每天晚上 都趁钟敏睡着的时候才下手 可钟敏不知道 他以为自己的脸 已经被永远偷走了 但其实是有一颗脸 会自动回到原来的位置 钟敏自己没发现 或者是那只鬼动了手脚 这一次 我要将他逮个正招 看他是什么恶鬼 居然会偷脸 真是闻所未闻 所命的鬼听多了 但偷脸的鬼 真是第一次见 到了深夜的时候 我和钟敏各坐沙发一头 虽然屋子里有阴气 但一直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到了凌晨三点的时候 我们都困得要命了 我眯上了眼睛 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不知道睡了多久 突然我被一阵咯咯声吵醒了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敲柜子门 好诡异 我瞬间惊醒 我看了一眼沙发那头 发现钟敏也睡着了 但他并没有醒 而是睡得极其香 柜子的响动好像与他无关 我没有叫他 而是单独走向了柜子 然后鼓起勇气 猛地一下打开柜子门 柜子空空如也 什么都没有 仿佛刚才的声音都是幻觉 因为根本没有任何东西 可以敲响柜子 奇怪 这柜子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发出诡异的响动 但里面却什么都没有 可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突然呼的一声 一只肾绿色的爪子破墙而出 直接穿透柜子 掐住了我的脖子 还发出恐怖的嬉笑声 异常骇人 我猛地一跳 直接从沙发上摔了下来 满头大汗 是梦 刚才我只是做了一个梦吗 我看向柜子们 一切都好好的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里面也没有发出过声响 不对 这是怨灵托梦 柜子里没有东西 但柜子后面的墙 有可能埋了死人 之前钟敏 一直听到的柜子动静 其实不是柜子响 而是后面的墙 有什么东西埋在了墙里面 那玩意每晚都在里面敲墙 好像想出去 所以造成了柜子在想的假象 这么邪门 除了墙里面埋了个死人 我想不出别的可能 你怎么了 没事吧 钟敏连忙凑了过来 他被我摔在地上的声音惊醒了 我看了一眼他的样子 连忙摇了摇头 这大半夜的 在这种凶宅 看着他的样子 是真的恐惧 所以我连忙自己爬了起来 然后别过身去 不敢看他 柜子后面的墙有东西 你家里有锤子吗 我问道 如果是死人 那一切都解释得通了 这里为什么有阴气 为什么是凶宅 这种出租屋杀人藏尸的事情 在新闻上很常见 杀了人将尸体藏在墙里面 然后怨气不散 这屋子自然而然就成凶宅了 钟敏点了点头 说有 但是小锤子 不知道能不能用上 说完以后 他从房间里拿出了一个小型锤子 我推开柜子 然后直接拿着小锤子砸墙 大概几十下后 砰的一声 墙面裂开了 有一条大缝 然后一只苍白的手 从缝里面伸了出来 无力地下垂着 手已经腐烂 发出难忘的恶臭 看着很恶心 啊 死人 死人 钟敏下的摔倒在地 连忙向后爬 然后用沙发上的枕头捂住脸 虽然他已经没有脸 但五官依然可以正常使用 其实也可以理解 别说他 我都感觉有点头皮发麻 这种腐烂的尸体特别甚人 和我做梦梦见的那只手 简直一模一样 真是怨灵托梦 看来里面的东西 想我救他出来 我继续砸着 墙裂开得越来越多 钟女不敢看 她一个小女生 连死人都没有见过 哪敢看这么恐怖的尸体 我看了都有点想吐 没多久 我终于把墙砸开了 轰的一声 一具女尸和一个指人摔了出来 女尸已经腐烂不堪 而且极其恶臭 指人倒没有多大的损坏 她抱着女尸 只身上全是墨色的符咒 好像是一种镇压符 用来封印女尸的 杀人埋尸 还用指人封印 让女尸无法出来报仇作祟 看来杀人者是个阴人 到底是谁干的 这时候我突然看到了 女尸的那张脸 她浑身都已经腐烂到了极致 甚至有些地方 都变成了森森白骨 但唯独那张脸 跟新的一样 一点都没有腐烂 那张脸我认的 就是钟明的脸 因为之前在古物的时候 钟明让我看过她的照片 长得很漂亮 让人记忆犹新 我一下子就认了出来 怎么回事 钟明的脸 为什么会在女尸身上 她应该已经被指人封印 不可能出来作祟 更加不可能偷钟明的脸 偷钟明脸的女鬼 不应该是钟明鬼节冒犯的那只吗 突然 我好像想到了什么 顿时浑身哆嗦了一下 不对 这个死了的才是钟明 那拿着铜钱来找我的这个 又是什么玩意 我顿时感到头皮发麻 背后发凉 连忙转身望去 刚才坐在沙发上的钟明 居然已经不见了 而且 她什么时候消失的 我都不知道 我连忙去寻找她的身影 打开房门后 我看见 她坐在镜子前面 然后一下又一下地梳着头发 如果是正常的人 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但她没有脸 看着镜子里的镜像 我感觉毛骨悚然 因为她好像 还在欣赏着镜子里的自己 你说 我美吗 钟明极其反常 突然对我尖声尖气地说道 跟之前完全不一样 语气都变了 我眯了眯眼 然后仔细观察着她 一开始我还以为她是中邪了 可她明显不是 完全没有任何中邪的迹象 后来 我想了想才明白 这女人可能有人格分裂 她有第二个人格 说白了 她就是个精神病 她拿手机给我看的那张照片 根本不是她本人的 是刚才那个女士的 她是不是叫钟明都不一定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连忙大喝了一声 我怎么都想不到 来找我办事的人 还有这等猫腻 她算是第一个了 心里有鬼还找我 那不是找死吗 不过 她有两个人格的话 那就另当别论了 钟明看着镜子 她笑了 笑得很诡异 但她没有表情 只有笑声 听得人毛骨悚然 声音尖锐无比 好像凄厉的女鬼 三年了 没想到我还会出来 要不是看到 那个指人和那句女诗 我都快忘了自己是谁了 钟明悠悠地说道 然后转头面向我 突然双指一挥 嘴里念着咒语 好像在驱使着什么 指人 她在驱使那只指人 她想干什么 她是阴人 那只指人是她的 算你倒霉 你的脸我暂时收下了 等一段时间再换女的 钟明突然恶狠狠地说道 算我倒霉 你好像说反了吧 虽然还不知道 大体是怎么回事 但你找上我 就是你最大的败笔 一开始还好好的 后来发展的事情 越来越不对劲 钟明好像有第二个人格 还要驱使指人杀我 这时候啪哒一声 那个指人好像活了一样 她松开了女尸 然后站起来 顺手拿起了地面的锤子 跟个活人一模一样 而且是冲着我来的 扎指听说过吗 我就是第38代传人 对不起 一路走好 钟明悠悠地说道 好像吃定我了 扎指当然听说过 就是给死人扎的陪葬品 扎的东西 也是五花八门 已经算不上什么新鲜东西了 可扎指当中 树扎的指人最怪异 有些厉害的高人 可以扎出活的指人 非常邪门 这是一门秘书 在古代就有了 最害人听闻的故事 就是李世民遭刺事件 当年李世民玄武门之变 杀凶叛妇 后来虽然当了皇帝 但也口碑不好 有很多人要杀他 有一次 李世民被一群刺客刺杀 差点丧命 可幸亏有惊无险 那些刺客全部被生情 他们好像是哑巴 什么话都问不出来 李世民一生气 直接让人将他们 全部拖出去斩了 可斩杀了以后 及其邪门 李世民听了后 也有点心有余悸 后来命人 将这些指人都给烧了 然后加重护卫 不敢再有一点懈怠 这指人刺杀皇帝一事 后来也传了出去 流传于市井 指人的诡异程度 也被传得越来越神 当年有很多人 都不敢烧杂指人 害怕指人夺魂 伤害死者 这玩意太邪门了 钟明好像就是这种杂指人 可这玩意 吓唬下别人还行 在我面前 那不是直老虎吗 指人拿着锤子 直接朝我冲了过来 速度非常快 他想用锤子敲死我 我连忙躲了过去 然后掏出了一张黄符 大喝了一声 士灵符 坟 呼的一声 一道火光冲天而起 那指人直接燃了起来 几秒不到 烧成了飞灰 冬一声 锤子掉在了地上 就这 我冷哼一声 有些嗤之以鼻地看着钟明 如果是别人 可能惊吓过度会被杀 而且 这指人不是血肉之躯 很难杀 也不需要体力 基本上是占据上风的 可在我面前就是小喽啰 这玩意的缺点很明显 怕火怕水 我直接一把火就可以烧了 除非钟明道横特别高 扎出来的指人 无视水火 钟明虽然没有脸 但我明显感觉到他急了 他扑向了那个铁锤 想拿起铁锤杀我 可我连忙一脚踢在他的下额上 他立刻飞了起来 然后撞到墙上落地滚了几圈 他发出一声惨叫 极其痛苦地全曲着身体 然后捂着下巴 没想到侍主变敌人 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但我不会手软 这女人最蠢的地方 就是想杀我 我凑了上去 然后掐住了她的脖子 将她按到了墙上 我不管她是不是有两个人格 先把事情给我说清楚了 不然她会死得很惨 指人是你的 那女士应该也是你杀的吧 把事情来龙去脉讲清楚 不然的话 被气劲强的就是你 我恶狠狠地警告道 我不认为 之前忠敏说的话有水分 但里面肯定有更大的引擎 我说 我说 你别杀我 忠敏求饶 为了活命 他把事情告诉了我 他原来不叫忠敏 他叫赵燕 是个杂指人 这门手艺 传男不传女 传里不传外 可这个年代 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 有个继承人 已经算烧香拜佛 而赵燕天生就是 吃这一碗饭的 因为他长得丑 奇丑 就是那种 晚上见到鬼 鬼都能吓跑那种丑 像这种人 适合在墓地 殡仪馆等地方工作 往那一站 鬼神都不敢犯 所以杂指人这种阴活 特别适合他 赵燕由于可怕的长相 能有份稳定的工作就不错了 还能奢求什么 于是就成为了杂指人 赵燕有个闺蜜 名字叫忠敏 长这么大 也就只有忠敏不嫌弃她了 愿意跟她成为闺蜜 而且对她很好 可一个是丑小鸭 一个是白天鹅 从小的遭遇和经历天差地别 赵燕心里难免心生妒忌 总幻想着 哪一天能跟忠敏一样 忠敏还有个男朋友叫王伟 长得帅气又体贴 而且极其优秀 忠敏时不时地带着男朋友 在赵燕面前秀恩爱 长久以往 赵燕心里开始扭曲 越来越开始妒忌忠敏 总想着 哪一天要是能取代忠敏就好了 而且帅气的王伟 也成为了赵燕的幻想对象 可忠敏始终是赵燕的闺蜜 她心里有着最后的底线 可这个底线 后来也被彻底粉碎 那一天 忠敏因为心情不好 又因为一点小事 和赵燕吵了起来 还骂赵燕 就是一个丑八怪 没人要 也没有朋友 她之所以和赵燕成为闺蜜 就是可怜她 同情她 顺便让她 站在忠敏的旁边 让忠敏看起来更加漂亮 因为再好的鲜花 也需要绿叶的衬托 而赵燕是最好的绿叶 她一直以来 都只是利用赵燕而已 谁会跟一个丑八怪 成为闺蜜 忠敏的这一顿骂 让赵燕的自尊 受到前所未有的伤害 她彻底爆发了 她练了一种 换脸的骨鞋术 然后杀了忠敏 将忠敏的脸 换到自己身上 而她的那张丑脸 她烧了 烧得一干二净 这张让她痛苦了 二十几年的丑脸 她不想再见到 永远都不想 她将忠敏的尸体 砌进了墙里 然后用指人封印住 她成为了忠敏 替代了她所有的一切 包括男朋友 那个女人该死 她明明是自己 最亲最爱的朋友 可为什么要这样诋毁她 她该死 罪该万死 赵燕毫无内疚地 替代了忠敏的一切 她用手段造邪 将左右邻居都吓跑了 她害怕墙里的尸体 被人发现 她不敢让周围有任何人 渐渐地 她慢慢忘记了 自己的身份 忘记自己叫赵燕 她生出了第二个人格 这个人格就是忠敏 她认识忠敏太久了 而且太熟悉她了 生出来的这个人格 就是忠敏的复制 就连忠敏的男朋友 王伟都分不出来 可是赵燕忘记了 换脸邪术的 有效期限是三年 而她这个人格 已经把属于赵燕的 所有东西 包括记忆都忘了 她觉得自己就是忠敏 于是就出事了 赵燕做忠敏太久了 久而久之 分裂出了第二个人格 她取代了忠敏的一切 认为自己就是忠敏 三年后 换脸邪术结束 她的脸消失了 成了现在的无脸女 而她自己的脸 早就已经烧掉 忠敏的尸体 就在墙里面 按照原来自己设计的计划 将忠敏再挖出来 然后跟之前一样就行 可是赵燕怎么都想不到 自己居然生出了忠敏的人格 不同人格没有共同记忆 而且赵燕永远都不会是忠敏 即使她用上了忠敏的脸 她从丑女变成美女后 待遇上升了无数个档次 她一辈子没有获得过 如此多的青睐和荣光 她开始放纵了 公司的老板再到同事 或者朋友 帅的 有钱的 赵燕都睡了个遍 就好像一个穷人报复了一样 就连忠敏的男朋友她也不放过 第一个就把她推倒了 幸亏忠敏当时跟王伟在一起的时间不长 也没有发展到那个地步 赵燕上了王伟的时候 王伟浑然不知 根本发现不了自己的女友 已经换人了 可三年后 赵燕的脸消失了 邪术失效 带来了很多副作用和反噬效果 赵燕的记忆开始混乱 在鬼节那晚 她踢倒了一个火盆 然后过几天脸就消失了 于是 引发了许多幻想和记忆混乱 赵燕这个人格想出来 因为要换脸了 真正忠敏的尸体就在墙里面 脸回到了尸体上 得重新将脸撕下来 所以 赵燕的忠敏人格就看到了指人 指人是赵燕最深的烙印 也是人格的象征 可是人格太深 很难切换回来 而且忠敏这个人格记忆 已经开始混乱 产生了无数的幻想 她在古物跟我说的那些 都是自己的幻想 包括指人 没有恶鬼抢她的脸 也没有恶鬼冒充她 踢翻的火盆 只有纸钱灰 没有照片 她看到的那半截照片 是自己以前的脸 也都是幻觉 是赵燕人格想出来了 但也是因为这样 赵燕找到了我 她以为自己是忠敏 被恶鬼缠身 被恶鬼偷了自己的脸 刚刚相反 是她偷了别人的脸 还杀人埋尸 冒充别人三年多 简直就是恶魔 在我将尸体挖出来的时候 她看到了忠敏的尸体和指人 一下子就醒了 所以 她要杀我 还有 她打开柜子那次 被吓得晕倒 其实什么都没看到 而是想起了墙后的女士忠敏 一下子人格混乱 然后晕了过去 可能赵燕太喜欢当忠敏了 这个人格根本走不出来 最后还是 人格切换失败 说白了 就是一场幻想 一个杀人恶魔的双重人格幻想 没有恶鬼夺脸 只有恶魔上演的一场闹剧 要不是看到墙里面的女士和指人 赵燕估计一辈子都醒不过来 她讨厌自己 羡慕忠敏 她想当忠敏 现在她终于取代了忠敏的一切 就好像做了一场美梦一样 她怎么舍得醒 而我 可能就是上天安排来叫醒她的 该醒了 也该还了 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我松开了赵燕的脖子 要么自首 要么自己还命 不过她现在这个样子 去到警局 应该也会吓坏人吧 有些邪术真是诡异 居然能换脸 太神奇了 不过辽斋里有过这样一只女鬼 也是可以换脸 将漂亮的美人皮 披在腐烂的猙獰鬼脸上 可以骗过男人 不过这只女鬼的脸经常要换 赵燕的则更厉害一些 三年才会失效 脸会自动回到主人身上 她一个杂指人 上奶学的这种邪术 也太恐怖了 哈哈 凭什么 凭什么我这么丑 她这么漂亮 为什么都说 要看内在美 可却人人都看脸 无论我多么努力 多么善良 多么乐于助人 别人都嫌弃我丑 看见我 都跟看见鬼 为什么 钟敏就因为 长得貌美如花 勾勾手指 就什么都可以得到 就算她口骂脚踹 也赶不走那些舔狗男人 而我呢 我再怎么努力 也得不到她 轻易得到的东西 我不甘心 我不服气 如果这就是命的话 那我就逆天改命 我有什么错 错的是我爸妈 为什么生得我这么丑 错的是这个事件 我没有错 这个臭女人该死 想要我还命 我不答应 她就该死 赵燕跟个疯子一样 突然暴怒了起来 不知道她什么时候 藏了一把刀 突然就刺向了我的心口 这个女人真的精神有点问题 可能从小受到的歧视和冷眼太多了 心里有点不正常 我已经放开她了 但她还是不珍惜 居然想要我的命 我连忙身子一歪 躲了过去 然后一脚踹在了她的肚子上 她哀嚎一声 飞了出去 然后落地滚了两圈 嘴角流出了许多血 她捂着肚子 全去着身体 痛苦地趴在地上 她不是我的对手 想杀我 简直就是找罪手 我是你的雇主 你要的钱我可以给你 没必要针锋相对 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吧 你也只是想赚钱 不是为了什么狗屁正义吧 死的人你又不认识 陌生的死 只几万块钱吗 如果不够 我还可以给你更多 赵燕杀不了我 知道来应的没戏了 于是开始策反我 小知以情 动之以理 甚至想用钱收买我 要我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那铜钱是师父留给我的 我也属于阴忍 那代表什么 你我都清楚 说白了 那就是还人情 或者报恩的信物 这次你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那咱们就两清了 赵燕又补了一句 为了活下去 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什么都说上了 可是 她好像太小看我了 你知道吗 面容丑陋 其实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 心肠也丑陋 我慢慢向她走去 然后将她的刀剔掉 把她强行拖出了客厅 拖到了中米尸体面前 你少给我灌毒鸡汤 你要是我 未必比我好半分 未经人苦 莫劝人善 赵燕拼命挣扎着 还想杀我 但被我一脚踩在了脸上 巨大的鞋印印在了 她没有五官的害脸上 她疼得晕头转向 倒在了地上 确实 赵燕或许说的是对的 但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你杀人那天起 就是起了 因也该想到今天就要还 我不劝你善良 但自己选择了恶果 那就要自己承担 没人劝你善 你要恶便恶 但自己也要知道 该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众善因得善报 众恶因得恶果 都是成年人 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可这个赵燕只想着杀人 从来都没有想过偿命 终敏罪不至死 你杀了他 你就该负责 也该想到有这天 放过我 我是你的雇主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你不要杀我 我脸不要了 一辈子就躲屋子里懺怀 行不行 赵燕突然跪了起来 对我磕头饶命 希望我放过他 可他的眼里还是有凶意 这个女人不知丑 还有心眼歹毒 我知道了他的秘密 他能安心吗 打发我走想保命 保命后 他肯定会成为我的麻烦 我看了一眼女尸 但没理赵燕 然后悠悠说道 我说放了你不算数 他说了才算数 你又不是欠我的命 说完后 我咬破手指头 将血滴在了女尸身上 然后启咒赵燕 赵燕为了防止忠敏报仇 用指人封印了他 但这个屋子还是有阴气 也就是说 忠敏没走 他的魂还在这里 审判他的 不应该是我 而是忠敏 四方鬼神听我令 昭灵素想北神灵 尸身回魂九鬼殿 太上老君 急急如律令 我念着咒语 然后双指一挥 铃铛摇了三下 不多也不少 最后喊了一声忠敏 只见腐烂的尸身 突然打了个哆嗦 然后身体跟丧尸一样 急速地扭曲着 再慢慢从地上爬起 我请灵入体 将忠敏的鬼魂 重新请回了烂尸上 你 你干什么 赵燕怕了 连忙向后爬 因为忠敏腐烂的尸身 已经朝他一步一步走去 非常可怕 赵燕 你不是人 我跟你闺蜜这么多年 就因为一次争吵 就把我杀了 还躲我的脸 抢我男友 代替我的一切 你还我命来 忠敏的尸身怨气冲天 那腐烂的嘴巴一闭一合 发出了阵阵恶语 听了让人无比胆寒 说话的不是死去尸身 而是体内的恶魂 他所命来了 我不审判赵燕 让债主来 赵燕虽然害怕 但也是个婴人 在忠敏靠近的时候 他突然开始念起了杀鬼咒 然后双指一束 直接插向了忠敏尸身的胸口 杀鬼咒得配合法器才好用 比如陶木剑 想魔储这些 如果徒手的话 除非道横很高 不然的话很难杀鬼 而且还是一只利鬼 赵燕明显也是 有一点道横的 他知道戳心口 因为魂入尸 就只有几个弱点 心口 硬堂眉心 天灵盖 这几个地方 可以逼出怨魂 将他强行打住体外 可赵燕没有成功 忠敏的魂 依然存在 并且哇的一声 直接咬向了他的手指 五根手指 被咬断了三根 鲜血淋漓 啊 赵燕悲惨地叫着 身体往后倒 疼痛让他浑身抽搐 可终于没有放过他 双手及时掐了过去 如同僵尸一样 腐烂的食指 扎进了赵燕的喉咙 赵燕好像想求饶 但喉咕噜咕噜地 一句话说不出来 反而不停地吐血 他的喉咙好像已经被扎烂了 而且得紧掐着 怎么可能说得出话 还我命来 还我命来 忠敏就好像厉鬼一样 奋力掐着赵燕 他挣扎着 但没用 窒息赶袭来 让他浑身无力 他将手伸向了我 希望我救他 但我叹了口气 什么都没有说 也什么也没有做 然后打开门走了 赵燕有没有死 当时我不知道 可忠敏怨气冲天 已经不是他能对付的了 一个被闺蜜杀了的人 又给指人封印了三年 一旦回来报仇 那是很可怕的 如果有反转 那就是赵燕命硬 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这是我该做的都已经做了 剩下的就是 忠敏和赵燕的私人恩怨 我不想再脸 可是没有意外 没几天新闻上有报道 那个出租屋上 发现了两具女尸 一具已经相当腐烂 甚至很多地方都只剩白骨 另一具则是刚死不久 恐怖的是 她没有脸 白金的脸皮上 没有任何五官 特别甚人 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 这具无相死尸 好像是被另外一具女尸 掐死的一样 她腐烂的双手紧紧 掐在了无相女尸脖子上 食指如钢针 狠狠扎进了无相女尸的喉咙里 这是后面传了出去 有人说 那层楼一直闹鬼 她就是在那里住过 这是邪得很 幸亏她早早搬走了 一传十 十传百 那栋楼立刻成了鬼楼 没几天 整栋楼都搬空了 房东苦不堪言 这是被编成了 十几个灵异版本 然后到处流传 一时之间 在那个地区传得沸沸扬扬 我听了后 不知觉地笑了 这她娘的真实人才 不去写灵异浪费了 其实之前的闹鬼 都是赵燕故意而为之 闹些赶走其他人 就怕别人发现 她的屋子里有藏尸 赵燕其实内心是敏感和自卑的 也谨慎 这是出乎了我的意料 没想到我 亲自送自己的雇主上了路 跟陈老爷那些老赖不一样 那些怎么样都是侍后 但赵燕是侍前 我不知道是错还是对 但我相信 每一枚铜钱对我的指引 都是向杀而不是向恶 赵燕杀了人 就必须偿命 或许这也是爷爷对我的一种考验 希望我明辨是非 而不是谁给钱就跟谁干 以后有大本事了 也能守住自己的初心 不然人家丢我几十个亿去干坏事 啥都不要了 跟着就干 善恶难辨 人心复杂 能够认清这些 或许本身就是一种修行吧 还是那句话 世界对你不公 或许你觉得世界是错的 那你尽管黑化就好 你爱干嘛干嘛 杀人放火 无恶不做也行 我体验不到你的痛处 也不会劝你向善 但你自己得为你自己的 所有行为负责 而不是痛哭流涕地骂这个不公 那个不对 赵燕对错不平 但他确实是个可怜人 这个社会是个看脸的社会 长得太丑 那到处都是恶意 满大街的美颜和整容也说明 脸越来越重要 以前的明星靠眼季红 现在的小鲜肉靠脸出道 脸越来越重要 可不管如何 都希望身处黑暗的人 能遇到属于自己的那一道光 而不是歧视 恶意和背叛 当然了 像我这么帅的人 应该永远都无法理解赵燕的痛处 也永远无法感同身受 这就是现实的无奈 诶 赵燕的这枚铜钱 已经是第九枚了 再收一枚 那十枚铜钱就算极其 我可以彻底解禁 想给谁办事 就给谁办事 不用再有什么禁忌 被这条条框框 困住 可真辛苦 我剩下的日子哪都不去 就在家等第十枚铜钱 可这玩意就是不来 好像随缘似的 铜钱没来 却等来了一个 让我意想不到的人 陈琳来了 记得那晚雷电交加 陈琳宛如丧家之犬 劈头散发地出现在我家门前 他见到我后 眼泪直接就掉了下来 然后一把扑在了我的怀里 在前段日子 我救了他一回 让他免遭两个丑八怪的毒手 那时 他就已经对我默许了真心 只是当时我没有时间 不然早将他办了 陈家三姐妹就差他 这是他们上辈子欠我的 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 连忙安慰着他 问他怎么搞成这样 他可是堂堂的陈家大小贱 后来陈琳说出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陈老爷知道 他们三个都不是自己的孩子后 将他们都赶了出来 还扬言要暗杀他们 以陈老爷这样的性格 我毫不怀疑 他会做出这样的事 替别人养了差不多二十年的孩子 还是三个 这简直就是为天下人所耻笑 这绿帽戴了这么久 所有的仇恨 只能发泄在三个女儿的身上 她现在被我废了 不知道还能不能生孩子延续香火 但如果管家的诅咒灵艳 陈家必定绝后 这一切的怒火 只能陈琳三姐妹承受 陈老爷想杀他们 再正常不过了 二妹陈毅连忙逃回了泰国 三妹陈寒则去了岛国 他们在那里留学 可以躲一阵子 可陈琳无处可去 在这个城市宛如丧家之犬 他本来想去别的城市先躲躲 可出门包就被抢了 手机 现金 银行卡全都没了 又遇上下大雨 实在走投无路之下 只能来投靠我 陈老爷已经不敢惹我 来我这里是最安全的 我虽然跟陈老爷不合 但说句良心话 这事还真不能怪他做的绝 换成哪个男人 能受得了这样的绿帽 陈琳妈妈也真牛批 你一个孩子是别人的就算了 没想到三个全是 隔壁老王都只喊不敢这样 给人戴绿帽 太狠了 现在已经有了01和秦子 我也不在意多说一个了 而且还是一个真心实意 想跟着我的 陈琳极其狼狈 连件衣服都没有 浑身湿漉漉的 劈头散发 我拿01的衣服给他换洗一下 不过出狱后就截然不同了 妥妥一个美人 而且有千斤大小节的气质 一双大白腿玉袍裹不住 白皙的诱人 陈琳也在商场浮沉过 不是小姑娘 也懂规矩 带着诚意来的人 都不会想着 白吃白住 还白要人保护 她给了我一个眼神 然后才进了 我给她准备的房间 这眼神代表什么 不言而喻 我不是君子 也不是小人 对不起 我是绅士 可就在 我想洞房花竹叶的时候 那秦子居然不懂风情 直接将我拦下了 不可以 不可以瑟瑟哦 打面打面 秦子跟陈寒是好朋友 她以为我要欺负陈寒的姐姐 想趁人之威 居然直接挡在了 我幸福的路口 不让我进去 我这二话不说 直接就扇了她一巴掌 什么眼力镜 没看出来 我们两情相悦吗 这么爱管闲事 是不是门口路过辆掏粪车 你都得用勺子 去尝得闲淡 人生三大喜事 洞房花竹叶 金榜提名时 她相遇故知 谁挡我谁死 秦子被我威慑住了 而且 她也是在我屋檐下 哪敢造次 只能眼红红地看着我进去 她以为我是硬来 但不知道是陈寒想要我硬了来 这巫女都是纯真 不知男女之情 哪懂这些 等有机会 我得给她开窍开窍 进到房间后 我闻到了一股忧香 陈寒好像也早已经等不及了 反正也铁了心跟我 而且这个城市 她再也没有容身之处 没了可依赖的人 除了我 她还能依靠谁 天亮的时候 我们才慢慢相拥睡去 床单无情的落红有些耀眼 但陈家的这朵娇花 又被我给摘了 我或许不是一个好男人 但一定是一个合格的男人 看着陈寒满足的表情 然后安静地躺在我怀里睡去 我知道我又做了一件好事 不说试了福一去 但确实深藏功与名 大概中午我们才醒 是被陈寒的红唇闻醒的 她痴痴地看着我 一脸的深情 一夜过后的女人 好像都这样 但她确实是看上我了 她知道 我不是普通的男人 现在对于她来说 先找一把强大的保护伞再说 不然她也不知道陈老爷 会做出什么丧心病狂的事情来 有可能真会杀了她 可她知道 陈老爷不敢惹我了 惹谁都不敢再惹我 甚至都印在了她的基因里 我给她带来的恐惧 是不可磨灭的 有件事要拜托你 陈寗躺在我的怀里 用头发在我胸口打转 痒痒的 不行 我昨晚已经虚脱了 再来 我会死在你身上的 我连忙拒绝 就如秦子说的 打灭打灭 而且经过一晚的策马奔腾 我已经进入闲者时间 现在无欲无求 对所有的女人 都只有阿弥陀佛 讨厌 人家不是说这个 陈寗脸一红 娇撑了一下 揉得像水 娇得像花 让我忍不住 在她白皙的脸蛋上 亲了一口 那是什么 快说 借钱免谈 我不是那种人 我急忙堵住了 最重要的那条路 谈感情可以 谈钱 对不起 不行 你想哪去呢 我是想你 帮我找着我亲吧 陈寗用手指头 戳了一下我的脑门 又恨又爱的表情 你亲爸 这你得问你妈去啊 不过说实话 我觉得 最有可能是你亲爸的 应该是管家 听到管家的时候 陈寗摇了摇头 如果他 真是自己的亲生父亲 怎么可能为了报仇 会将女儿 喂到陈老爷的嘴边 要知道 如果不是我 那陈老爷 很可能就把陈寗给那什么了 陈老爷是管家的仇人 把自己的女儿 送给仇人 这不纯纯的大傻逼吗 所以绝无可能 而且 管家来陈家 还是挺晚的 他出现的时候 陈寗早就出生了 陈寗分析得好像也对 那不是管家会是谁 这人海茫茫 上哪找这个亲生父亲去 陈寗的母亲 又走得早 陈寗说 也不是完全没有线索 他以前的时候 偷看过自己母亲的日记 里面挺多内容 他还记忆犹新的 只是当时年龄不大 没有把那些内容放在心上 我一听就来劲了 连忙问陈寗里面 都记载些什么 八卦是人的天性 赶紧听听陈大夫人是怎么出轨的 陈寗看了我一眼 然后才说道 描述的人很少 大部分都是你爷爷 我听了后 直接吓得从床上掉了下去 摔得屁股都开了花 我认你吗 我把你们三姐妹都睡了 你跟我说是我爷爷 这玩笑可不心开哈 陈寗见我吓得魂都没了 笑得花枝乱颤 连忙将我服了起来 那本日记里 确实记载最多的是我爷爷 但跟我爷爷只是朋友关系 陈寗妈妈是被我爷爷的本事所折服 感叹我爷爷的秘书神奇和鬼秘 让他大开眼见 可我爷爷的本事不外传 虽然想学 但陈寗妈妈却没有这个机会 陈寗妈妈叫林真 陈家和林家算是家族联姻 陈老爷对林真没有爱情 在连生了三个女儿后 陈老爷更是对林真冷漠至极 像这种大家族都很注重血脉 不生儿子基本上就废了 陈老爷为了再续一个儿子 在外面沾花惹草 包养了许多年轻的小姑娘 而林真也只能忍其吞声 不敢说什么 林真朋友很少 而且大家族规矩多 林真平时出个门都一大堆人跟着 其实想出轨真没那么容易 也因为跟我爷爷差着辈分 所以才能经常接触到 加上我爷爷跟林家是世交 林真香当于我爷爷半个女儿了 这日记里面一共就两个男人出现过 一个是我爷爷 还有另外一个男人 但篇幅很少 还有一个男人 如果林真把我爷爷当成父亲的话 那另外一个男人 会不会就是情人 那人肯定不是陈老爷 我相信林真也不爱陈老爷 不然就不会虑他了 我连忙问是谁 那男人叫什么名字 家住何处 这是很重要的线索 说不定就因此找到陈琳的父亲了 陈琳摇了摇头 说那本日记里 关于男人的信息很少 只知道他是个游离四方奢刀人 名字叫柳希玲 按照日记里的描述 这个男人好像很帅 五官如刀客一般 见眉心目 身材挺拔 说话也温文尔雅 背上有个麻袋 里面全是菜刀 可日记里没有记载林真 跟其有任何交集 但是他们见了三次 每过一两年 柳希玲就来陈家一回 一共来了三回 陈琳当时看日记的时候 没有想太多 而且被林真发现的时候 立刻就把陈琳狠狠打了一顿 之后那本日记就不见了 可能是已经被林真烧毁 但陈琳再也不敢去 偷看妈妈的任何东西 那一顿被打太狠了 现在想想 一两年见一回 一共见三回 这不妥妥的三个女儿吗 而且 三姐妹的年龄间隔 也是这个时间 好像都对上了 能被女人写进日记的 那都得是什么关系的人 那正经人 她写日记吗 我就不写日记 蛇刀人 如果真是你清点 那可是大有来头的人物了 可不比陈老爷差 我难难道 关于蛇刀人的起源说法众多 有人认为 蛇刀人是鬼谷子的门徒 大多数蛇刀人 都自称鬼谷子的传人 按理推算 这个职业 距今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 也有人认为 蛇刀人起源于北宋时期 而这种蛇刀的行为 在民间则称为捕卖 不有占卜之意 说白了 蛇刀人通过蛇刀 会留下一句玄之右玄的预言 不管源于哪个年代 蛇刀人的神秘 让很多人都产生了敬畏之心 有人说 他们是预言家 甚至有人 将他们尊崇为鬼神的使者 而让蛇刀人一战成名 则是在清朝咸丰年间 据说清朝咸丰年间 蛇刀人非常活跃 江这一代 曾出现过一名蛇刀人 他一直都在寻找蛇刀的对象 最后终于找到了这个人 并和他说出了蛇刀人的称语 那句称语就是 等到大米从八十文每升 降到十八文每升的时候 就回来收钱 说这个预言之前 我们先来讲讲蛇刀人的规矩 蛇刀顾名思义 就是先用刀后付钱 正常情况下 蛇刀或借刀都是民间禁忌 因为刀预示着有血光之灾 而且无论将刀蛇给谁 一旦犯事 自己也会受到牵连 所以 就算是做饭时没有刀 也不会随便 向别人蛇刀或借刀 其实 蛇刀人作为一个神秘组织 成员都是 蛇刀给老百姓的小商小贩 他们会背着刀走街串巷 大声吆喝有刀蛇不蛇 意思很简单 蛇刀就是商贩 将自己的刀蛇给别人用 一般在蛇刀的时候 都会分文不取 然后只留下一句 非常神秘的预言 等到预言实现的时候 蛇刀人就会出现 然后收取刀钱 但这个钱 会是原来的几倍 当年那个蛇刀人 就留下了一句 让所有人都不相信的预言 大米会从八十文每升 降到十八文每升 这句话是非常荒唐的 因为纵观封建社会中的历朝历代 粮食根本就没有这么便宜的时候 在老百姓眼里 这句话就是扯淡 等到粮食的价格 降到十八文每升 估计要猴年马月了 所以很多人都领了刀 还认为自己占了大便宜 可是光绪初年 大米的价格 果真跌到了十八文每升 那位蛇刀人也回来收钱了 不但赚得盆满钵满 还直接让蛇刀人封神 从那时候起 人们都认为 蛇刀人可能是一位神仙 他用蛇刀的方式告诫世人 未来一定会有 出乎大家意料的事情发生 不管蛇刀人是不是真的预言家 但他们本事肯定不低 最少也是占卜大师级别的人物 跟李淳风和袁天刚的推背图 有得一拼 可到了近代后 蛇刀人都消失了 再也没有人见过 但陈琳却在林真的日记上见到过 我很好奇 这个叫柳希林的蛇刀人 去陈家干什么 不会只是为了绿城老爷吧 陈琳说 日记里没有记载过 蛇刀人来陈家的原因 但他听奶奶说过 因为这是太神秘 太匪夷所思了 陈琳爷也死得早 陈老爷接手陈家的时候 还很年轻 不像现在这么老练 就是年少轻狂的小子 所以接手家族生意的时候 亏了不少 陈老夫人又是女人 根本不懂这些 后来的联姻也是因为这个 可陈老爷娶了林真后 情况也没有太大的改变 林家的帮助是有限的 陈家在慢慢衰败 经济越来越差 就在陈老爷焦头烂额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一个蛇刀人 他叫柳希林 他背了一麻袋的菜刀 过来陈家 蛇刀人的传说 陈家也听说过 但那都是封建的老一套了 而且 蛇刀人现代近乎消失了 没人再见到过 陈老爷本来想将他赶走的 几把破菜刀值 几个破钱啊 谁稀罕 可这时候 柳希林却下了预言 这两年内 房价会暴涨 如果预言不实现 那这把菜刀 就当送给陈老爷了 可一旦实现 柳希林就会回来取菜刀钱 一把菜刀一百万 少一个子都不行 陈老爷听了后 暗暗扎舌 这一把菜刀一百万 莫非这是个疯子 可也却正是这种不正常 吸引了陈老爷的注意 反正都是事后给钱 他怎么样都不亏 而且他真想知道 蛇刀人是不是预言都这么准 思前想后 陈老爷要了一把菜刀 菜刀是普通菜刀 没有任何特殊 陈老爷将它挂在了厨房 一直都没有用 柳希林消失后 陈老爷投资了房产 没想到房价暴涨 越炒越大 陈老爷赚得盆满钵满 两年后 柳希林准时出现了 预言成功 他是来要菜刀钱的 这两年 房价涨得特别恐怖 陈老爷赚了几十个亿 一百万对于他来说 简直就是零花钱 可陈老爷就是个奇葩 他可能是天生就有老赖的属性 还有一点就是 他为人极其阴险 他想把柳希林当摇钱树 所以这买刀的钱 他没有给 给了钱 摇钱树就跑了 陈老爷怎么会放跑他 他想将这个蛇刀人掌控在手里 慢慢利用 陈老爷不但没有给钱 还说要继续蛇刀 以后再一起给 柳希林并没有发怒 而是提醒陈老爷 如果不按照约定给钱 是要受到惩罚的 还有他想继续蛇刀 不是不可以 但买刀钱会翻倍 如果他下一个预言失败了 那两把菜刀都送给陈老爷 但如果实现 陈老爷要给他一千万 两把菜刀一千万 这可是天价 这是无论落到谁头上 应该都会骂一句神经病 可尝到甜头的陈老爷知道 这生意不一定会亏 而且还有可能会赚得盆满钵满 陈老爷想都不想 直接答应了 然后又拿了柳希林一把菜刀 让他快点预言 希望是对生意有帮助的 还和上次一样就好了 柳希林这次让陈老爷拿笔过来 还有地图 他在上面标了几个地点 然后说在这几个地方建店 可以发财 而且生意爆火 说完就离开了 陈老爷往地图上一看 发现柳希林标注的几个地点 都有些偏僻 虽然也在市区中 但不再闹市 人流也少 只要开过店的都知道 人流对一个店有多么重要 偏僻的地方开店 到时候鬼都没有一只 估计撑不了几个月就会倒闭 谈和发财 陈老爷有些怀疑 这奢刀人是不是蒙他的 因为不给钱 所以报复他 那他更加拿不到钱了 而且刚才已经谈好了 他应该不会出而反而吧 陈老爷很疑惑 但还是选择相信了奢刀人 而且他已经想好了 这几个地方开别的店 绝对是死路一条 只能开酒店 才能有一条活路 因为住酒店的人 都是进来睡觉休息的 需要一个很安静的环境 这样偏僻的地方刚刚好 而且这地方也属于市区 去哪都方便 陈老爷用了大概一年的时间 在那几个地方建了酒店 让他欣喜若狂的是 酒店的生意非常好 几乎每天都爆满 想订房间的人都要排队 陈老爷再次赚得盆满钵满 唯一不幸的是 林真这时候生了一个女儿 就是陈琳 陈老爷一直都想要给儿子 继承陈家的香火 这头一胎是个女儿 对于陈家来说 不是什么好消息 可酒店赚了很多钱 而且还是几个酒店 这让陈老爷忘了这个悲伤 又一个两年 柳熙林再次出现 她来收菜刀钱了 跟之前说好的一样 两把菜刀一千万 柳熙林是收这一千万来了 这次赚的钱 虽然没有炒房多 但也远远超出了两千万 富人家一千万 那真是一点都不过分 甚至都觉得少了 没有奢刀人 估计当时的陈家都已经垮了 凭当时陈老爷的能力 林家都扶不起 别说靠他自己了 陈老爷的商业能力 是后来慢慢磨练出来的 可没有这个奢刀人柳熙林 就没有今天的陈家 但陈老爷天生 就是个奇葩的老赖 而且还贪心 经过这两次的预言后 陈老爷已经确定 柳熙林就是一棵摇钱树了 既然是摇钱树 陈老爷怎么可能会放他走 不榨干他都对不起陈家 设到人拿了钱就会走 不可能再下预言 所以买刀的钱 万万不能给他 陈老爷跟上次一样 不但拒绝给钱 还要再设一把 这次柳熙林有些火了 但他没有发作 而是强行压了下来 并且又设了一把刀给陈老爷 但价格又涨了 如果这一次预言还是成真了 那三把刀加起来的钱 就是一个亿 陈老爷想都不想 直接答应了 因为他知道 都能赚回来 其实一个亿算不了什么 这次柳熙林预言了钻石 说钻石未来会成为钱力股 会卖得越来越好 越来越多 说完又消失了 陈老爷没有怀疑 想都不想 就开了好几家珠宝店 除了卖钻石 还有很多珠宝 跟之前两次一样 陈老爷再次赚得盆满钵满 陈家在陈老爷手中彻底稳固 还壮大了不少 与此同时 林真又诞生了一子 还是女儿 取名为陈毅 林真生了二女儿陈毅后 陈老爷就开始冷落她了 两胎都是女儿 这对于陈老爷来说 那是天大的坏事 她开始夜不归宿 整日不着家 和女明星不断传出绯闻 包了一个又一个嫩魔 林真是有苦说不出 明知老公在外面沾花惹草 可她却不敢吭声 或者 这就是豪门的悲哀吧 大概两年后 柳西林又来了 三把菜刀一个亿 她是来收菜刀钱的 预言再一次实现 陈老爷也该结账了 可是陈老爷还是想赖着 故技重施 企图无限套瓦 这次柳西林彻底翻脸了 事不过三 她最多奢三把菜刀 如果陈老爷再耍赖 那别怪她不客气 陈老爷笑了 对她不客气 就凭你一个卖菜刀的 如果陈老爷要动手 杀死柳西林 就好比捏死一只蚂蚁 陈老爷吹了一声口哨 顿时间就涌上来了 十几个大汉 他们将柳西林团团围住 气势汹汹 只要陈老爷一声令下 他们就可以将柳西林 当狗一样 活活打死 陈老爷掏出了一张支票 上面只有一千万 她扔给了柳西林 说这一千万别说 买柳西林三把菜刀了 将柳西林买下来都行 让柳西林知足吧 拿着钱赶紧滚 不然一分钱都得不到 想要一个亿也不是不行 柳西林得留下来帮陈老爷 当一个摇钱树 帮陈老爷赚钱 陈老爷这种老赖还给人家画笔 只要智商正常的人 都不会再相信她 柳西林也笑了 她收起了一千万 然后冷哼一声道 本来想给你留一个种的 但很可惜 你真是一点都不珍惜 剩下的九千万 就当给他们的礼物了 柳西林说的话 有点莫名其妙 陈老爷根本听不懂 只当她在故弄玄虚 柳西林也没有过多解释 拿着菜刀和钱走了 一年后 林真诞下三女 取名为陈寒 自此后 林真再没怀孕 陈老爷得了三个貌美如花的女儿 再无意子 从那时候开始 陈老爷再没有看过林真一眼 也从没有关心过三个女儿 在外面不知道包了多少女人 但也未能怀上陈老爷的孩子 直到林真去世 这些事 都是陈寒奶奶说的 关于蛇刀人 确实充满了神奇和诡秘 所幸的是 她后面也没有来找茬 陈寒奶奶算松了一口气 她认为 一千万对于一个卖菜刀的来说 已经算是一笔巨款 所以她知足了 没有再来闹事 当时陈寒也认同了奶奶的话 可现在想来 好像很多事都有点不太对劲 特别是蛇刀人最后说的那句话 本来是想给你留个种的 但很可惜 你不懂得珍惜 这九千万 就当留给他们的礼物了吧 这话 是不是在暗示什么 再说了 蛇刀人能说出那么准的预言 绝不是什么善茶 赖了他们的账 他们会这样算了吗 很明显 这隔壁老王 应该就是蛇刀人柳希林了 陈寒的生父 八成就是他 至于他用了什么方法 给陈老爷戴的绿帽 那我就不得而知了 可能是两情相悦 也有可能是柳希林 动用了什么手段 但林真的日记上有记载 这个柳希林长得奇帅 而林真跟陈老爷 又没有真感情 只是家族联姻 他能跟柳希林 搞上也不奇怪 这陈老爷 也真是个奇葩 几千年以来 从没有人敢坏 蛇刀人的规矩 如果预言实现了 说明这个蛇刀人 是真有大本事 而柳希林连中三次 那绝对是大能 陈老爷居然还敢赖人家账 他可真是古往 今来老赖第一人了 活该被绿 这不纯脑抽吗 陈林这线索确实有了 但蛇刀人游历四方 居无定所 我上拿给他找亲生父亲去 我们甚至连这个柳希林 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陈林叹了一口气 说随缘吧 只是跟我说一下 毕竟我本事比他大 而且也算是吃这一行饭 万一以后遇到了 给他提个醒 毕竟他也想在有生之年 见一下自己的亲生父亲 如果没有 那就拉倒 他也不强求 既然陈林这么想得开 那我就放心了 不然跟他睡了一次 就要我在人海茫茫中 找一个男人 那我真没这个本事 可以给他算一次挂 但不保证能寻出人来 我还没有到达爷爷那个境界 挂挂不落空 配合陈林的八字 我开始给他补寻人挂 补寻人挂之前 得先确认关系 丈夫就是官鬼摇 兄弟是有摇 妇女应该就是父母摇 再下一步 就是先补吉凶 看此人是否还在世 如果死了 那就不用再白费功夫了 我算了一下 陈林是母王复存 她的生父应该还活着 算到这里的时候 一切都还顺利 可下一步的时候 突然就开始不正常了 我想算出柳希林的位置 或者身处方向之类的 但却得到了一个神符藏的挂像 而且能出符 符藏在地之子 是摇脱五行 陈林有点听不懂 让我说的通俗一懂一点 不是每个人都懂挂像的 我说这个挂像很玄 神符藏且出符 说明人不在阳间 方向为西 这特么不是阴曹地府吗 可我刚才已经算出来了 陈林的生父压根没死 但这个挂像 却指向陈林的生父所在 可能在阴曹地府 活人 他能在阴曹地府吗 还有 符藏在地之子 是摇脱五行 那就是不在五行之内 可大地通五行 你不管在哪里 如何能脱离五行 你是上天 跟太阳肩并肩吗 后来我一琢磨 可能这挂指的不是位置 也不是方向 而是人 人不在五行之内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他成了僵尸 可僵尸还能算活人吗 刚才我明明算了 陈林的生父就是活着 母亲已过 记住 是算的陈林生父 而不是柳西林 就算他的父亲不是柳西林 那我这挂也是准的 真是奇怪了 一个活人 他不在阳间 而是在阴曹地府 还有可能是僵尸 这怎么回事 我尽尼